第703集 苏可可仔细辨别了一下 听出了几个声音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好疼 好疼啊 娘 爹爹 宝宝想回家 哼哼 苏可可目光陡然一灵 果然还是她猜的那样嘛 这些都是 都是 哼 千刀万刮的畜生 前面穿着黑袍的领路人 察觉到什么 脚步一顿 回头看了一眼 苏可可立马放空双眼 若非她之前听大兴 细致地描述过 她遇到的那包皮厉鬼 在这个黑袍人 掉头看过来的时候 苏可可绝对会叫出声 因为 这也是一个全身都没有皮的人 暴露在外面的皮下组织和经络 密密麻麻地交织在一起 十分可怖 苏可可茫然地视线下 瞳孔微微一缩 勉强维持住了被催眠的样子 那没有皮的黑袍人走过来 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嘴角慢慢地裂开 连连感慨 细皮嫩肉得真好 真好啊 这么好的皮 好久没见过了 绝对是上上品 老爷一定会喜欢的 嗯 她以前 也没这么细皮嫩肉 以前可操了 是从书间读她每天喝牛奶之后 才被她养得越来越白 越来越胖 现在看起来白嫩白嫩的 再加上 她经常打坐排毒 肌肤的确是细嫩光滑 犹如婴孩 不过 听着地妇鬼的口气 屋里 还有别的鬼东西 那个老爷 鬼东西瞪大一双 没有眼皮的眼球 用一种极其惊悚的目光 打量许久之后 终于放过了苏可可 转身 近距离看这个鬼东西 苏可可心中震撼更甚 到底是何等出色了得的刀工 才能将人的那一层皮囊 完整地包下来 还没有毁坏里面的精络 苏可可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那穿着黑色长袍的鬼东西 是一只被包了皮的地妇鬼 她的尸首就在这座古宅里 所以她也被困在了这里 能离开的最远的地方 大概就是蒸笼村 地妇鬼拿着那敲击的砍刀进了屋 不一会儿 宅子的礼物亮起了一盏灯 然后苏可可便听到了 呼呼的磨刀声 那声音仿佛被放大了数倍 回荡在挂满灯楼的小院里 院子里的鬼哭狼嚎声顿时没了 灯楼里的鬼影蜷缩成一团 瑟瑟发抖 一把刀磨完 又是一把刀 呼呼呼呼呼 也不知道那藏在里屋的鬼东西 到底要磨几把刀 没多久 那个穿着黑袍的地妇包皮鬼 走了出去 朝苏可可这边挥手 勾魂一样的叫他们过来 来 过来啊 苏可可便又跟着前面两个人 晃悠悠地进了屋 刚一进屋 一股刺鼻的腥味便迎面扑来 一道赤裸裸的视线 落在苏可可身上 从他裸露在外的肌肤上 一寸一寸地划过去 粘腻地 让苏可可觉得无比恶心 那是一只厉鬼 身上浓郁的鬼气 告诉苏可可 他至少有两百年的道行 老爷 这次的皮怎么样 旁边的地妇鬼 恭恭敬敬地问 厉鬼穿着一件灰色长衫 梳着大背头 样子看起来很年轻 除了脸色惨白 模样竟十分俊俏 他的旁边 摆着一排大小不一的刀具 有弯刀 有直刀 还有铁钩 而这些刀具 旁边还放着一些 奇奇怪怪的药水 和染料等东西 应该都是做灯笼用的材料 这个不错 很久没有遇到 这么稀嫩又成熟的皮了 厉鬼出口的声音 竟也圆润好听 只是说出口的话 去让人毛骨悚然 留下它 厉鬼 又用那种黏腻的目光 打凉苏可可的肌肤 越看越灼热 不错不错 看来今天晚上 我要忙活很久了 旁边的地妇鬼高兴极了 老爷很久没有露出过 这种满意的神色了 这材料 有时候太嫩了不好 容易烂 太老了更不好 不容易打磨和上色 看来今天这个 正正好 既让眼光极高的老爷 出口夸了好几次 你们另外两个回去 要是明晚上他们还在 就把那个再带回来 另一个皮台操我不喜欢 厉鬼指了指小曹 另一个女生虽然也年轻 但喜欢熬夜写论文 所以那一身皮 没有入厉鬼的眼 地妇鬼哀得应了一声 取出了自己的砍刀和锤子 又开始敲击了 当当当 很快 他就引着两个女学生下了山 等那地妇鬼离开 阴侧侧的屋子里 就只剩下了厉鬼和苏可可 这只厉鬼的挑剔 反倒方便了苏可可形式 他看到那长得人模狗样的厉鬼 取了那把刚才磨了半天的大刀 正用指腹轻轻磨缩着 那锋利的刀刃 似乎在判断自己磨得够不够 苏可可悠悠地盯着他手中的刀 问了句 这把刀太笨重 不考虑再换一把吗 厉鬼拿刀的手一顿 目的掉头看来 对上苏可可一双布满冰霜的眼 他一惊 居然清醒了 苏可可掏了掏耳朵 被你磨刀的呼呼声吵醒了 院子里的那些灯笼都是你的杰作 厉鬼打量他片刻 没看出什么异样 的确就是个人类的女孩 怕一个两百年到行的厉鬼 还会怕一个人类女孩吗 不是 厉鬼嘴角微微勾起 只有那些做的最好的灯笼才出自我手 其他的都是祖辈做的 那些灯笼很美对不对 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材料了 说到后面 他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种狂热痴迷的表情 苏可可握了握拳头 心中愤怒无比 畜生 变态 村子里死掉的那些女人和孩子 都是你杀的 无须着厉鬼回答 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厉鬼痴痴笑了起来 是啊 人活一生太苦太累了 也太没有存在感了 我把它们做成了这么美的工艺品 它们才有了存在于这世上的价值 它们会感激我的 我呸 厉鬼握着刀 目光从他后颈掠过 用一种让人头皮发麻的温柔嗓音道 翠河是下刀的地方是后颈 你放心 我生前死后 做了那么多灯笼 刀工娴熟 疼痛 不会持续太久的 厉鬼已经等不及了 不再废话 直接举刀朝他看来 一瞬间 周身诡弃大盛 苏可可也等不及了 眼中怒火滔天 本集颇奖完毕 我再下集等你哦 第704集 厉鬼这一动 苏可可也动 他迅速虚空画幅 一个大大的曲斜画煞幅 在半空中成形 然后被他一掌拍到厉鬼身上 厉鬼想躲也来不及了 被那金色的曲斜画煞幅 打了个正着 顿时惨叫一声 天师 你居然是个天师 他大惊失色 不仅是个天师 还是个十分厉害的天师 苏可可冷声道 你作恶这么久 今天才遇到我 真是遗憾 今天 你就受死吧 厉鬼自知斗不过苏可可 手一挥 将身旁刀具 全部挥向苏可可 然后趁机逃窜 苏可可一掌劈开门 想逃 没门 然而 苏可可没料到 这厉鬼根本没逃 他藏进了院子里的 某盏灯笼里 可院子里灯笼这么多 他又怎么知道 是哪一盏呢 宅院里 苏可可跟厉鬼斗法的时候 外面的秦莫琛 也跟包皮地妇鬼斗了起来 那地妇鬼 跟厉鬼是同一代人 也有两百年的道行 只是身上煞气 没有院子里的 那厉鬼浓 道行差了很多 不过 即便如此 秦莫琛也不轻松 费了好一番功夫 身上挨了几个鬼爪印 用掉了近十张符路 秦莫琛才将那个地妇鬼 给解决了 本来想捉活的 但这地妇鬼 眼见着打不过了 竟有了同归于尽的想法 秦莫琛便直接使出杀招 让其灰飞烟灭 解决完这个东西 他立马闯进宅子 去帮苏可可 丫头 宅院里的苏可可 正在摘灯笼 刚开始他直接将灯笼 一刀切两半 结果那灯笼 一被划破 灯笼里就传出尖锐痛苦的惨叫声 震得苏可可耳膜疼 那狡猾的厉鬼 躲进了灯笼里 我不知道是哪一盏 苏可可小脸气鼓鼓的 白天的时候 还以为自己猜错了 后来看到灯笼里的那些鬼影 他才确信 自己没有猜错 这些灯笼 都是用人身上的皮做的 并以此为牢笼 禁锢住了人的阴魂 使其无法进入鬼界 转世投胎 实在恶毒 他划破这些灯笼的时候 禁锢在灯笼里的阴魂 就要遭受割皮之痛 这些被杀害的人 应该和他和小曹一样 是被引上山的无辜之人 如此一来 苏可可还怎么下得去手 秦莫琛 看着小丫头气鼓鼓的样 不紧不慢地 开始掏背包 不紧 咱们一个一个地来 我带了负魂带 你放出一个 我便收进去一个 不会让这些孤魂夜鬼乱窜的 苏可可小嘴顿时一脸 好 我不紧 咱们慢慢来 等秦莫琛 取出富贵带 苏可可便取灯笼 直接掐绝往上飞 至于为什么不用跳 因为灯笼挂得太高 跳起来也够不着 明明是这种阴森森的环境 秦莫琛看到他这样 还是忍不住想笑 丫头 你拿着负魂带 我来取灯笼 第一的地方 男人稍微踮踮脚就够着了 灯笼为了方便点灯 上面都是路口的 按理说 这样的容器应该禁锢不住阴魂 但做灯笼的人明显还是用了其他手段 令这个灯笼即便是有口 里面的阴魂也出不来 不仅这里面的阴魂出不来 白天的时候 阴魂身上的鬼气也泄露不出来 否则 苏可可白天就能发现这些阴魂 叔 我知道了 是灯笼上的画 苏可可突然道 灯笼上的画有问题 这灯笼上应该写有符文 只是这些装饰灯笼的画 巧妙地遮盖住了符文 我惊议的是 这座灯笼的人竟然会画符 还是鬼符 鬼符 秦莫琛微微皱眉 这好像是姬家的秘法 苏可可点头 姬家村的鬼修也可以修道法 但毕竟是阴灵 必定会受到排斥 这鬼符 便是姬家 专门为鬼修研制出的一种符文 习得这符文 便能跟风水师一样 列阵布阵 只是不能驱邪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藏在画中的符文 就是鬼符 那厉鬼 用鬼符画了困阵 困住了死者的阴灵 鬼符跟道符不同 蕴含的力量没有那么大 白天又有鼎盛的阳气遮掩 所以白天的时候 苏可可才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她和秦莫琛 察觉到的那种说不出的古怪 其实就是这鬼符带来的 不能毁坏灯笼 那就破了这鬼符阵 这么多灯笼 费不费力啊 她知道 小丫头肯定能破掉这些鬼符阵 只是数量太多 难免耗费法力 叔放心 这鬼符困阵 若到我都察觉不到 很轻松就能破开 说完 苏可可直接掐掘 往灯笼上一弹 一缕淡淡的黑气 从画上散开 下一秒 里面的阴魂便窜了出来 一个光溜的 没有皮的女人 刚现出身形 便被苏可可眼疾手快地 收入了富鬼蛋 好丑 好可怖 多看一眼 都觉得胃里犯恶心 这些阴魂 都是被人害死的 死状凄惨 死的时候 肯定带着怨 所以现身的时候 都是死时的模样 秦莫琛摘下多少个灯笼 就放出了多少个包皮鬼 苏可可收鬼 收得有些麻木了 太多了 这小小一座古宅 竟害死了 这么多无辜之人 不过 也有例外 苏可可 看到了几个 维持生前容貌的阴魂 他们明明也是包皮鬼 只是不知为何 怨气没那么大 保持着生前的容貌 一个个都穿着素雅的旗袍 身姿婀娜 长得很是貌美 两人将这些女人 单独拎了出来 大师饶命啊 我们也是受害者 一个貌美似花的旗袍女人 垂手低气 其他女鬼健壮 也跟着哭了起来 苏可可冷漠的脸打断 鬼是没有眼泪的 哭什么 几个女鬼哭声 戛然而止 若不实话实说 我就打散你们的魂 不等几个女鬼出生 那挂着的 还没摘完的灯笼 便鬼哭狼嚎起来 他们跟那个厉鬼 是一会儿的 是一会儿的 不是的 不是的 大师饶命啊 我们只是帮这些厉鬼 加工灯笼 我们也是被逼的 原来 这些灯笼上的画 竟是这几只女鬼画的 那为首的女鬼 一脸羞愤 除了帮她画灯笼上的画 我们还有别的用处 身后几只女鬼 听了这话 都露出了羞耻不已的表情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集等你哦 第七百零五集 当初为了活命 为了偶尔能够脱离 那一方束缚 他们抛弃了自尊 像狗一样 对那个男人摇尾起怜 那厉鬼让他们干什么 他们就干什么 到最后 那些屈辱的事情 竟都习以为常 他们也成了仇人的爪牙 被其他受害者唾弃 苏可可见他们 别别妞妞 欲言又止的样子 像是愤怒 又不全是愤怒 不禁皱眉 还有什么用处 秦莫琛突然咳了一声 苏可可不解地看她 能抛弃尊言 对仇人卑躬屈膝 摇尾起怜的女鬼们 做都做了 现在为了活命 又有什么不敢说的呢 这厉鬼 有很多怪癖 其中一个便是 听完之后 苏可可小嘴 张成了一个圆溜的欧形 一副震惊无比的模样 连也涨得通红 旁边秦莫琛叹了口气 本来想提醒小丫头的 但是看她实在好奇 就迟疑了 据几个女鬼说 这个厉鬼 不仅是个杀人狂魔 还是个淫魔 她最喜欢 在深夜的宅院里 点亮着满院的灯笼 就在灯笼之下 以天为背 以地为床 拉着女鬼没羞没臊的 行雨水之欢 有时候 要一只女鬼伺候 有时候 要几只女鬼一起伺候 战况那个激烈 能令满院的灯笼 为之晃动 她喜欢女鬼行事之时 叫她阿易 叫得越大声 越缠绵 她越兴奋 而这些能够 被她看中的女鬼 无疑不是身姿窈窈 善话 偶尔细看 会发现这些被她把玩过的女鬼 都有相似之处 她似乎 在从这些女鬼身上 找谁的影子 貌美女鬼 一脸忧伤 与她还好 讨好她 我们就能从灯笼里面出来 干掉自己想干的事情 虽然仍旧没有自由 却想比之前好多了 我知道 其他鬼都看不起出卖尊严的我们 但我们都死了 还要尊严做什么 另一只女鬼则有些娇羞 其实阿易哥哥 大多数的时候 都很温柔 只有每年的七夕 他才会变得十分狂躁 疯了一样地要我们 还对我们百般羞辱 骂我们是贱人 是 母狗 苏可可一脸惊悚 那为什么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依旧是一脸娇羞的样子 这只女鬼是不是傻了 这是杀死她 让她一辈子无法离开宅子的恶魔呀 是杀人凶手 她为什么提到这杀人凶手的时候 还露出这种神情 这就是传说中的斗M吗 太可怕了 确定这几只女鬼 没有保留的从十招完之后 苏可可也把她们收入了富鬼带 后面的灯笼 一个又一个被苏可可打开鬼扶阵 放出阴魂 其中有一盏灯笼是空的 苏可可猜测 这盏灯笼 属于先前那只称厉鬼为老爷的地妇鬼 除了这一只男鬼 其他灯笼都是女鬼和小孩 秦莫称继续 到后面挂得高的 她便一跃而起 直接将绳索拽了下来 眼看着没剩下几盏灯笼的时候 一道黑影突然从某盏灯笼里窜出 朝秦莫称直直冲来 秦莫称气笑了 这是捡着软柿子捏吗 她的实力跟丫头比 的确是差得远了 但也绝对不是软柿子 秦莫称在黑影朝自己冲来的时候 眼急手快地把事先挂在胸口的八卦镜一翻 黑影叫了一声之后 只是掠顿便又继续 只是这次没等黑影近身 苏可可便动手了 直接一掌拍去 将那个黑影拍出了人形 捆鬼绳给我付 厉鬼一现身 便被苏可可用捆鬼绳给绑了起来 她神色大变 惊恐地发现自己居然越争越紧 她一直两百年到航的厉鬼 竟被一个小女人给困住了 天师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 还是只有她遇到的这一个厉害 厉鬼不甘地瞪着苏可可和秦莫称 她在此处猖狂了两百余年 没想到这日子会在今天到头 苏可可没有急着审讯她 而是和秦莫称继续收鬼 剩下的灯笼也没有多少了 你们在干什么 我已经现身了 厉鬼主动搭话 苏可可撇她一眼 你现身跟我们抓其他阴鬼 有关系吗 忐忑无厌 灭了我这只两百年的厉鬼 还不够你积攒功德的吗 放了其他的阴魂 苏可可听了这话 顿时有些惊讶地看她 这一只双手沾满鲜血的厉鬼 居然让她放了其他阴魂 有病吧 真这么有同情心 那你倒是别杀他们呀 苏可可没有搭理这只不正常的厉鬼 厉鬼眼看着这两人将剩下的灯笼 一盏接一盏地取下 目光闪烁不已 神情也变得有些焦躁 阴魂收得差不多了 到最后就只剩下挂在大树上的那一盏 那一盏灯笼的灯光有些暗淡 好像随时都会熄灭 但这一盏灯笼 却让苏可可觉得是特殊的 其他灯笼里的鬼影都在张牙舞爪 可这灯笼里的鬼影 却安静地蜷缩在一处 给人一种闲静美好的感觉 厉鬼见两人盯上了那盏灯笼 神色一变 能不能留下这一盏 就这一盏 你们把我炼化 灭我神魂都可以 但不要动它 我不准你们动它 然而被抓的厉鬼 是没有人权 也没有鬼权的 他越这么说 苏可可就越觉得 那盏灯有猫腻 说 我来 这盏挂得最高 苏可可没有让其墨衬去 自己掐了腾空诀 飞起 然后摘下了灯笼 灯笼壁上 画着一个身穿杏色旗袍的女人 她侧坐着 桌上点着一盏油灯 而她手里拿着一支好笔 正在灯笼上绘画 灯笼上画的 竟是一个绘制灯笼画的美女 实在妙哉 厉鬼的表情 突然变得猙獰无比 不要动它 我说了不要动它 苏可可扫她一眼 屈指朝那灯笼上一弹 厉鬼浑身一颤 一双鬼眼瞪得极大 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 她目不转睛地 盯着她当年亲手制作的第一盏灯笼 刀工最差 却是她用时最长 做得最专注的一盏 一个婀娜多姿的女鬼 从灯笼里飘了出去 她维持着生前的模样 这是一个极美的女人 比苏可可之前见过的那些女鬼 都要美 美得不光是那张脸 还有那一身 甜淡闲静的气质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集等你哦 第七百零六集 她穿着画上女子穿的那种杏色旗袍 玲珑的腰身被勾勒得恰到好处 厉鬼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血肉模糊的女鬼 可是 不是 她正正地看着她 看吃了 旗袍女鬼抬头望向这边 毛子平静 声音也很平静 唤了她一声 阿易 厉鬼听到这一声阿易 浑身颤抖 无法自已 龙儿 龙儿 她捂住脸 表情四喜四悲 然后混杂在一起 看起来竟有些扭曲 阿易 这么多年了 别再折磨 也别再折磨你自己了 女人轻声道 两百年了 还不够吗 她看着她一天天越来越疯狂 变成了一个怪物 她很难过 但她生前都改变不了什么 死后 又能改变什么呢 叫做阿易的厉鬼 眼里的茫然和痴迷 陡然消失 被世故的恨意代替 不可能 永远不可能 你这个下贱的脏女人 我恨你 我恨你 两百年前的蒸笼村 还叫灯笼村 是一个很富裕的小村 小村里的村民 世代做灯笼 他们做的灯笼 远消各地 十分有名 尤其坐落在山顶上的这户寒家 寒家能做出一种 玲珑剔透 触感极佳的灯笼 千金难求 那时 十六岁的余月龙 跟着母亲来这边避难 认识了当时十七岁的寒意 两人一见钟情 众里寻她千百度 莫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栏山处 他们的初见 就是这样一首诗 余月龙的母亲带着她 一个人很辛苦 加上旧疾发作 不到一年就去世了 母亲去世后 余月龙一人孤苦伶仃 无处可去 去了寒家做长工 当初一个回首 便已经记在了心上 如今同处一个屋檐 更是日久生情 一见钟情 加日久生情 那时的韩义 爱惨了余月龙 后来 他拉着余月龙 跪在父亲面前 求他成全 韩家是村子里的大户 按照当时 门当户对的习惯 余月龙是不可能嫁过来的 顶多做姨太太 可是当时的韩妇 只是露出一个 十分古怪的笑容 便欣然答应了 韩义 迫不及待地 跟心爱的女人结了婚 他们一起做灯笼 一起绘制灯笼画 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中 最美好的一段岁月 每个夜晚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抚摸爱妻的身体 亲吻他身上的每一寸肌肤 与他抵死缠绵 听他那动听的嗓音 暗哑地一声声地 叫他阿易 骨子里 他就有一种肌肤癖 他喜欢爱妻的 这一身兵姬育肤 这让他无比着迷 年轻单纯的韩义 从未想过 祖传的那千金难求的灯笼 竟是那样做出来的 在他二十岁生日那天 韩妇将他带去一间密室 用气息尚存的丫鬟 来做实验 给他从头到尾 演示了一遍 韩妇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脸上竟带着愉悦的表情 甚至还哼着小曲儿 可是韩义吓坏了 他骂他是杀人狂魔 骂他疯了 这项祖传的公义 韩义打死不学 韩妇生气了 那一晚 用阴侧侧的目光 盯着儿子看了很久 他说 这是我们老韩家祖传的公义 你必须得学 孩子 你会爱上他的 当年我也很厌恶 可是现在 我很享受 咱们韩家 刘志的血液会告诉你 你爱他 胜过爱这世界上 任何一样东西 韩义当然不信 就算真有什么血液遗传 他也绝不会做这种 丧心病狂的事情 可是后来 事情的发展 超乎了他的承受能力 他看到自己 腾到心尖上的女人 像无数次取悦他一样 取悦别的男人 他愤怒到吐血 曾经美好干净的女人 变成了他最唾弃的人 那一晚 他的信念塌了 血液里 有什么东西在蠢蠢欲动 为什么要背叛他 他对他那么好 那么好 怎么样 才能不背叛呢 对 将他做成 照明的灯笼 将他的灵魂 困在灯笼里 这样 他就永远不会背叛他了 这个念头变得越来越清晰 最后他还是忍住了 或许 这其中有什么误会 他想再给他一次机会 不曾想到 第二天 他跟个没事人似的 跟他打招呼 亲热地叫他阿易 脸上没有半分背叛他的羞愧 他开始沉迷于做灯笼 对他也越来越冷淡 韩复第二次问他的时候 他依旧是拒绝 随后 那个女人竟愈发肆无忌惮了 他一面对他浓情蜜意 一边却继续背叛着他 那一夜 是七夕 阿易做了一盏 他最喜欢的兔子灯笼 想给彼此 最后一次机会 他想告诉他 他不介意 只要他知错能改 之前的背叛 他可以忘掉 然后 他们两个搬离这儿 找个没人的地方 重新开始 可是 他的兔子灯笼 最终还是没能送出去 七夕的那天晚上 他没有赴约 他又跟那个男人 私混在了一起 他一个人提着兔子灯笼 在外面坐了很久 最后 他亲手烧掉了它 就像烧掉了曾经犯过的傻 愤怒达到顶点 韩逸心里那根弦终于断了 他破门而入 双眼发红地看着他们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个天下没有什么真感情 尤其是女人 千万不要当真啊 这是那个男人的话 那一晚 他羞辱凌虐了余月龙 彻彻底底地对这个女人死心 世上的女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都是供人把玩的玩意儿 然后他颤抖着双手 在韩复的指导下 完成了自己人生中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盏灯笼 可是他失去了最爱的人呢 他恨了韩复 所以他也杀了他 余月龙不是个好东西 那个男人也不是好东西 都该死 他成了韩家的新老爷 性格变得越来越乖张孤僻 也越来越痴迷于祖传的这项手艺 手上的人命也越来越多 在他这项手艺登峰造极之时 他的罪行也暴露了 他按照祖传的秘法 自裁而死 死后变成了厉鬼 用厉鬼之躯 杀的第一个人 就是忠心于韩家的管家 把管家变成了自己的傀儡 让他为自己做事 他对余月龙 始终有着不可磨灭的恨意 所以他将他的灯笼 高挂在院中 让他亲眼看着他 如何疼爱其他女鬼 如何极尽温柔 而他只能归缩在 那小小的空间里 为自己曾经的背叛后悔 可是 不管他怎么刺激他 他都没有给出任何反应 他想放她出来 却又害怕 看到他血肉模糊的样子 因为 他做第一件工艺品时 很生疏 他怕看到 这样的余月龙 就这样荒废度日 两百多年 再次看到 曾经那个灯火阑珊处 让他一见钟情的女人 寒衣脑中 那些封存的记忆 全部蹦了出来 他骤然发现 他对这个女人的爱 从来就没有削减过 他爱她 爱之欲深 恨之欲深 本集播讲完毕 我在下集等你哦 第七百零七集 阿易 美貌女鬼 轻声唤她 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了 如今你马上 就能得到解脱 而我也准备离开了 只是离开前 我还是想跟你说 那个时候 我以为她是你 才会那样 阿易 我以为她是你 寒衣先是一愣 随即才反映过来 她的意思 脸色几变后 大声道 不可能 你少拿这种理由 来哄骗我 月龙 你这个贱女人 都是你 都是你毁了我 如果不是她 背叛他们的感情 如果不是她 这么刺激她 她怎么会变成 这样一个杀人狂魔呢 曾经的她 也曾单纯善良过呀 阿易 女鬼目光哀气地看她 如今 我又有什么理由 在骗你 那个时候 你眼里看到的是你父亲 我眼里看到的她 却是你 因为是你 哪怕心中再羞耻 只要你喜欢 我也会配合你 我想让你高兴 所以才给了她 各种羞辱她的机会 不 不可能 不可能 韩义连连摇头 整只鬼如遭雷击 苏可可气哄哄地 插了一句 怎么就不可能了 你那管家的催眠迷幻术 不就是你教的 你们祖上 是不是结交过什么风水师 所以才流传下来了 这些害人的秘法 鬼符 是她最不能容忍的 那可是鸡家秘法 也不知多年前 是怎么流传出去的 成了别人害人的利器 韩义大概也想到了 催眠的可能 她喃喃起居后 便开始疯癫大笑 女鬼静静地看着她 眼里已经没了 她所熟知的爱意 是啊 肯定没有了呀 早就被她自个儿 消磨光了 不可能有了 龙儿 你为什么 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 寒意大叫 痛苦不已 两百年了 现在却有人突然告诉她 她恨错人了 这多可笑 多可悲 她这一辈子 从一个人变成一个魔 就是从那一夜开始的 可现在 龙儿告诉她 她看到的是假的 真相不是那样的 她从来就没有背叛过她 女鬼听到她的质问 微微垂首 露出了灵口一节漂亮的天鹅景 她低声道 阿易 那个时候你闯进来的时候 我就懵了 得知自己被玩弄之后 只恨不得当场一头撞死 后来 你又和你父亲那样羞辱我 我便说不出任何解释的话了 那个时候 我心里只有一个年头 那就是死 两百年前的事情 其实很多早就模糊不清了 可当年发生的那件事 当时女人的表情 含义 却记得一清二楚 她回想当年 她欺辱她的时候 她的脸上的确没有血色 惨白惨白的 一副哀默大于心死的样子 可那个时候的她 以为是贱人 被撞破奸情后的心虚和害怕 还有 她亮出刀 准备杀人取皮的时候 龙儿看着她流泪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个时候 她也只是以为 她无话可说 她都被捉奸在床了 还有什么好说的 却原来 是这样 韩义一阵大笑 笑得癫狂不已 错了 都错了 她居然被自己的父亲蒙蔽 杀了自己最爱的女人 是她亲手杀了她 还是那样痛苦的死法 她果真是个畜生 不 她畜生都不如 龙儿 龙儿 韩义痛苦不已 她看着那个 一如从前温柔闲静的女子 她那么美好 最后却葬送在了她的手里 如果你没有遇到我多好 下辈子 你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爱你疼你的男人 我 对不起你 月龙 我对不起你 说完这最后一句 她突然仰天长笑 眨眼间 鬼气尽散 只闻叮当一声脆响 厉鬼凝结出的那枚魂精 掉在了地上 苏可可皱了皱眉 将那枚煞气缠绕的魂精 用符纸包了起来 放进了背包里 她一点也不同情这只厉鬼 只是有些惋惜 那段单纯美好的感情 如果没有那场误会 还有现在的包皮厉鬼吗 对于寒意灰飞烟灭的下场 于月龙 没有露出太难过的表情 这样的结果 我猜到了 我知道 早晚会有这么一天的 苏可可有些不解 问她 生前没有机会解释 死后呢 于姑娘 真的一次解释的机会 都找不到吗 于月龙 转眸看着她 她已经陷入自己的世界 拔不出来 不会信我的任何解释 与其解释后 陪她讥讽嘲笑 不如就让她 以为是那样了 而且 我还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影响她 苏可可不太赞同这最后一句 可是 我觉得她真的很爱你 不试试 你怎么知道呢 不 你没有见过她 沉溺于坐灯笼时的表情 那是跟我在一起时 也不曾有的 于月龙 有些难过得到 说来你可能不信 我总觉得 哪怕没有当年那件事 她最后也会变成这样 所以 我想为自己 保留最后的尊严 苏可可不经意证 那种变态的癖好 真的是遗传 无法避免吗 一旁的秦莫琛摇摇头 遗传只是借口 如果对生命心存敬畏 那一定会克服任何欲望 苏可可重重点了下头 嗯 我也觉得 两人没有将于月龙 收回富贵带 而是在解决完厉鬼之后 将所有的阴魂放了出来 这些阴魂 除了五支是近二十年的 其他都上了年份 他们很多 忘了自己姓谁名谁 忘了自己来自哪里 他们的恨意 就是对自己惨死的不甘 如今 罪魁祸首已经灰飞烟灭 身上的执念和不甘 一下就散了大半 散去执念的阴魂们 变回了死前的模样 他们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 来自不同的年代 他们之中年轻女人居多 但也有小孩 苏可可问他们 有没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哎 距离我死 已经过去好多年了 当初想见的人 大概早就不在世上 一个女鬼感叹道 其他阴魂这么一想 也纷纷感慨 算了 适者已适 活着的人 好好活着就行了 我 我还记得我是谁 我想回去 看看我的孩子 姐姐 我也回去看看我的妈妈 我家住在 苏可可 将那只执念 比较重的鬼留了下来 至于那些执念 基本已了的 他直接往空中 打了一个净化符 金色的符文 画成星星扁点的光辉落下 驱散了 这些阴魂身上最后一点执念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零八集 执念驱散之后 这些阴魂便能入鬼门 苏可可本遇 布一个隔离阵之后 再开鬼门 可转念一想 便又算了 发现便发现 这世上高人无数 能开鬼门的 何止他一个 就算知道是他 又如何 苏可可 甚至都没设谈 直接虚空画符 借力开门 鬼门打开 在阴魂们离开人间的那一刻 苏可可看到了 很多金色的光点 绘成了一条金色的流光带 从他的额头 钻了进去 这是功德金光 他帮助这些人 消除执念 并送他们进鬼门 于是得到了 这些功德 叔 等你到行够了 我就教你开鬼门 到时候 你也能得到 功德金光了 哼 苏可可朝秦莫琛眨眨眨眼 笑黑黑地道 秦莫琛忍不住捏了捏 他因为笑起来 变得愈发圆润的小脸蛋 嗯 好 有小苏老师亲自地教我 我一定会变得 跟你一样厉害的 苏可可顿时一扬下巴 表情有那么几分小得瑟 那是不可能的 小苏老师 永远都是你的小苏老师 秦莫琛低笑 行吧 你一直都当我的小苏老师 刚刚结束了一场战斗 又帮助了这么多人 得到了这么多功德金光 两个人的心情都很轻松 叔 这次我不能再放人鸽子了 所以那几个 还有执念的阴魂 我可能要占用一点私人时间 去帮他们完成心愿 秦莫琛揉了揉 他的小脑袋 眼里有宠溺渐渐化开 助人为乐 应该的呀 苏可可正想笑 却在发现什么之后 陡然一变脸 皱眉盯向他的胸口 鬼找印 叔 你受伤了 秦莫琛垂头看了看 不以为意 不要紧 这是傻气如提 而且不多 回去打坐 拍拍傻气就行 他戴着护身符 那地妇鬼 拼尽全力 也就留下了这么一点痕迹 那我们赶紧走 怎么 心疼 秦四爷的骚病 一不小心就犯了 我心疼 我莫琛哥哥 不是很正常吗 苏可可瞪他 秦四爷的目光 闪了闪道 其实 是有些难受 但 刚才你一直忙着 我就没告诉你 苏可可听得皱眉 连忙往他身上 打了几个清心符 煞气入体 影响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小 主杀戮的煞气 会让人变得暴躁 易怒 主淫欲的煞气 会让人变得 嗯 不过 看书 还是一副正常的样子 入体的煞气 应该不多 苏可可还是不放心 去了男人的屋子 亲眼看着他打坐 将体内的大部分煞气 驱逐出去 才罢休 等他第二次打坐 排煞气的时候 苏可可打了个哈欠 小脑袋 一点一点的 不知不觉中 就睡着了 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有人抱着他亲 两只手两只腿 都特别不规矩 要不是男人身上的味道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苏可可准得一脚 把人踹下床 叔 别闹 我困 苏可可迷迷糊糊地道 小可可 什么都不做 就亲亲 亲亲亲 苏可可迷迷糊糊中想 骗子书 这是指亲亲 哼 流 芒 书 正在天人交战的秦四爷表示 真是煞气入体惹的祸 他自制力就算变差了 但也没差到这种地步 现在 看着人就想抱 抱着人就想亲 亲了还不够 真是恨不得马上去把这个小丫头 骗子给吃了 还得是那种油炸生煎的吃法 怀里 可是他心心念念这么久的小丫头 就在眼前触手可及 这就跟 诉了好久 前面突然摆了一盆 色香味俱全的红烧肉一样 有几个人能忍着不吃 偏偏 这红烧肉 还很有被吃的自觉 长了俩腿 时不时 就带着那一身肉香 在饥饿者身前晃 让香味四处飘 只要用筷子夹起眼前的红烧肉 轻轻咬上那么一口 就能吃到一嘴嫩肉 就能嚼出油水 秦四爷抹了一把脸 直到 自己那儿 又犯病了 今晚 犯得尤其厉害 他把怀里引人犯罪的 可可排红烧肉 抱得越来越紧 凑近 深深吸了几口体香 如果是在家里 像现在这样 实在忍不住 想破戒 想得肝疼 他大概 就会顺其自然地开动了 反正小丫头 早就表示出了 愿意的意思 虽然他十分地怀疑 真到了那个时候 小丫头会临阵脱逃 但现在 这么个简陋的地方 真不行 他和小丫头的第一次 怎么能在这种地方 所以 忍着吧 反正早就是忍者神龟了 抱得好紧 难受 睡梦里的小丫头 嘟囔道 哥哥 你磨琴 哥哥更难受 秦磨琴叹了一声 松了力道 然后不要脸地握住了小丫头的肉爪抓 别说 小丫头这爪子 不仅长得好看 十个指头都有肉窝窝 摸着也特别舒服 极有肉感 二十分钟之后 唉 这算什么呀 这样的日子 秦四爷表示 他要尽快结束 等两人结了婚 他就能光明正大的 干点什么了 第二天 苏可可困得起不来 而且他发现 自己的手腕 特别酸 在床上累了好久 他才打着哈欠出了门 苏可可刚一出来 小曹就朝着他跑过来 挤眉弄眼的 小可可 你太过分了 昨晚上居然抛弃我 一个人偷偷溜到这边 哎呀 其实你要是跟我说 我也不是那么不通情达理 绝对放你过来呀 就算我一个人再怕 也不能耽误你们俩的性 服生活是吧 苏可可文言一愣 扭了扭头 这才发现 他是从书的那间屋子出来的 小脸瞬间爆红 没 我俩啥都没做 你想多了 苏可可连忙解释 小曹顿时用一种 我都懂的眼神看着他 放心吧 我不会乱说的 我一向嘴言 我那些小姐们啊 有什么八卦 都乐意跟我分享 不过小可可 你也太能睡了 难道是昨天晚上 战况太激烈 呦 你家那位体力真好 怕你弄得起不了床了 他自己倒是精神抖擞 一大早就去做饭了 苏可可被小曹直率的吐槽 扫红了脸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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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话 怎么能挂在嘴边随便说呢 不过 他抬起爪子看了看 突然就明白 为什么昨天晚上会做拔萝卜的梦 还一拔拔了几百颗 个色胚书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零九集 不想再从小曹同学嘴里 再听到一些 让人面红耳赤的猜测 苏可可如实解释 我昨晚去捉鬼了 忙活了很久 叔 呃 莫琛哥哥出了点意外 所以我在这边陪他 不小心睡着了 小曹陡然一个寒颤 你 你做梦了吧 大白天的就开始吓你小曹姐了 苏可可看着他正经脸道 昨天你和小张姐 都被地妇鬼带到了那座山上 因为那厉鬼觉得我这一身皮最好 就先放了你们 他还说 如若是今晚你还在 就把你也做成灯笼 小曹 刚开始还笑呵呵的 听着听着 就笑不出来了 可可可 你说的是真的 还是在逗我 我们昨天看到的 那满院子灯笼 难道都是 是 做的 天哪 好惊悚 苏可可点头 这事已经瞒不住了 所以他没打算瞒 古宅里的那些灯笼 只要拿去检测 就能知道是什么做的 你这两天多晒着太阳 多跟阳气旺的人在一起 不过 不这样的话也没关系 你身上有我给的护身符 不要让护身符离身就行 如果不小心 离了身呢 小曹 咽了咽口水问 如果离身 这几天相对容易撞到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小曹听完脸都白了 他对于鬼神之士的态度 一向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特别是听完小孙打探来的那些消息 他就更害怕了 现在宋可可还一本正经地说 做成人人人人皮灯笼 想到昨天 他还在用手摸过那些灯笼 他的胃里顿时一阵翻滚 想吐 等秦莫琛做好早饭时 小曹都还是一副惊魂不定的样子 完全没了食欲 宋可可想到昨晚上的梦 没好气地用眼刀子戳男人 结果还没戳过去 就被男人眼里的温柔给融化了 苏可可心想 这么大早上的 能喝到这么舒服的白米粥 还是已经晾好的 太体贴了 有没有 没食欲的小曹 也瞬间有了食欲 完好无损的小曹和苏可可 让院子里的陈伯和陈老哥 都十分的意外 不 他们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意外了 确切地说是震惊 就好像在他们眼里 这两个年轻的女人 从留在蒸笼村过夜开始 就已经变成了两个死人 如今 他们以为必死无疑的人 却活着 好好 活着就好 陈伯有些失神地喃喃自语 可随即 他又露出了极度害怕的神色 老人伸手抚摸上那只戴了眼罩的瞎眼 陷入了某种并不愉快的回忆中 陈老哥的表情也不好 不仅目光闪烁 夹着烟屁股的手都在轻轻颤抖 你是不是听了我的 塞上了耳朵 他问 声音刚开始有些沙哑 后来又渐渐趋于了平静 苏可可若有所思地看着他 没有 陈老哥像是松了一口气 刚刚抽完一根烟 又掏了一根新的 压着嗓子道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今天就走吧 趁着白天离开 黄昏之前 一定要离开 小曹本来就被苏可可的话吓得不清 现在 又见陈伯和陈老哥的反应不正常 顿时觉得更吓人了 陈伯 陈哥 你们村子真的闹鬼啊 可可说 他昨天晚上去抓鬼了 这话一出 陈家父子猛地瞪大眼 陈老哥还被烟雾呛了一嘴 咳嗽了好一阵 虽然陈伯和陈老哥 都表现出一副生人物尽的样子 但他们身上的善意 苏可可却接收到了 所以 他咪咪嘴直言道 昨晚上 我的确是去捉鬼了 山上那座古宅闹鬼 陈伯和陈老哥 在这住了多年 应该很清楚吧 昨晚上 我已经将那祸害人的厉鬼除掉 所有枉死的冤魂 皆以渡化 以后 你们可以不用畏惧什么了 陈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浑身都在发颤 也不知道是害怕的颤力 还是激动的颤力 你会捉鬼 你看到那东西了 老人激动地 一把抓住苏可可的手 秦莫琛顿时皱眉 将老人家的爪子 给轻轻掰开 自然是真的 那伯仁匹 一座登陆的厉鬼 已经在昨天晚上灰飞烟灭 他的爪牙也解决了 这是真的 可是那东西很可怕 你们不知道它有多可怕 以前跟它作对的人 全都死了 死得好惨啊 陈伯陷入了久远 而可怕的回忆中 陈伯不是在征龙村出生的 征龙村的所有孩子 都在其他地方出生 若是男孩成年之后才能回村 若是女孩 要到四十岁之后才能回村 小时候陈伯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后来鲜血和死亡告诉了他原因 虽然老人们再三地嘱咐 年轻的女人和孩子不能回村子里 可时间一久 总有人将老人的警告给淡忘 村子上有个小伙子 在外村娶了媳妇还生了孩子 孩子六岁的时候 恰逢他爸爸五十岁生日 媳妇孝顺 就跟老公商量 想带孩子一块来看望公婆 小伙子想起村里的诅咒 一开始有些犹豫 可是一家人团聚的诱惑 还是让他点头答应的 那一天 他们一家人的确度过了非常美满的一天 可就在第二天早上 那小伙子的老婆和孩子都失踪了 他们想到了快被遗忘的诅咒 想到了山上那个宅子 村长带了几个比较壮的中年人上了山 从那座古宅里抬下了两具尸体 正是那个小伙子的老婆和孩子 所有见到那尸体的村民都被吓坏了 因为两具尸体竟然没有皮 后来也有人试图白天来白天离开 可是他们会发现 他们明明是白天离开蒸笼村的 可是怎么绕都绕不出去 直到黄昏来临 黑暗笼罩 同样的惨案发生 每当人们快遗忘的时候 那黑暗里的东西 就会用人命来提醒他们 再后来出去的年轻人再也不敢带女人来村子里了 而附近村落的女人们也绝不会来蒸笼村 为什么不离开这里 苏可可问 他不明白都已经这样了 为什么不离开 放不下呀 陈伯叹道 这里有我祖祖辈辈的基业 没人愿意背井离乡啊 而且 那些背井离乡的 后来我都听说 都横死在外边 蒸笼村 人都是受个诅咒的人 没有远离这里还好 一旦离开 就会横死他乡啊 陈伯的语气 沉重而无奈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一十几 所以啊 比起横死他乡 我们这些个老头子 老太婆儿 就只能一天天地守着这小村子 微顿 他哑声道 没人想死 陈伯说的时候 陈老哥闷闷地抽着烟 显然 这些事情 他早已经听自己老爹说过了 苏可可不禁皱眉 厉鬼和他的管家爪牙 都是地妇鬼 因为他们的尸首在古宅里 去不了太远的地方 为何他们会害到离开蒸笼村的人呢 难道他们还会隔空诅咒地邪术 陈伯继续道 后来有一些跟你们一样的过路人 如果有年轻的女人小孩 没人能够逃脱呀 那你们为什么不找天师来捉那厉鬼 小曹问 可可都能对付这厉鬼 那些厉害的天师 应该更容易收复他吧 陈伯有些浑浊的毒眼 盯上了小曹 目光淡淡扫过 找了 怎么没找 早些年村长的爷爷 就找来人来对付那东西 可是结果 他摇摇头 不想再提往事 陈老哥接了话道 结果那些人都死了 天师和去找天师的村长的爸 都惨死在宅子里 但是那东西没剥他们的皮 他好像只喜欢女人和小孩的 你们世代生活在这里 难道不知道那宅子的来历 秦墨琛突然问了句 看这对父子的表情 他们似乎对那古宅的来历 也不太清楚 陈伯解释道 我小的时候听到过一些 说这宅子两百年前就空了 最后的主人姓郭 他家登楼是蒸笼村里面做得最好的 后来宅子里的人都死了 就变成了一处鬼宅 村里的人很怕这鬼宅 谈及鬼宅人越来越少啊 除了我这一代的人还知道一些 后辈们就已经不知道这宅子的来历了 您知道死的人为什么会被剥掉皮吗 苏可可问 陈伯沉默了一会儿 表情沉痛地点了点头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村子里没死个人 那宅子里登楼就会多一站 鬼宅里有一只拨人皮做登楼的恶鬼 小曹张了张嘴 难以置信地道 陈伯 您既然知道 您为什么还 不阻止 他不觉得自己这是道德绑架 明知有危险 却看着别人去死 这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吗 陈老哥有些不悦 瞅着小曹一眼 你知道什么 你爸就是因为多关闲事才下了一只眼 这种农村的人一直这么冷漠吗 不是的 陈伯就是因为提醒了一个路过的女游客 结果没多久 他就付出了一只眼的代价 除了他 那些试图提醒女人离开的人 全都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于是 到后来 这里的人越来越冷漠 不敢再多说一句 所以在看到苏可可和小曹 都完好无损的时候 陈伯和陈老哥 才会那么害怕 害怕这两个人是因为自己的提醒 才躲过了一截 然后那个嗜血的厉鬼 会来找他们算账 小曹不禁露出了羞愧的表情 换成是他 遇到这种事 他可能害怕到连一个字都不敢说 他怎么好意思谴责陈伯 好歹陈伯还提醒了他们 没多久 考古队那边来喊人 准备再上山一趟 小曹还是有些发怵 可可 你真的把那害人的厉鬼 给除掉了 你害怕的话 可以跟陈伯待在一起 不出意外的话 考古队应该会从那个宅子里面 挖出不少的尸体 不不不 我还是跟你们一块去 后来 考古队上了山 而陈伯和陈老哥去了村长家 他们对苏可可的话 已经信了八分 这件大事 自然要赶紧告诉村长 昨晚上灯火通明的古宅 又恢复了白日 死气沉沉的模样 只是这一次 没了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 考古小队的人 确定这里没人住之后 放心地研究起了宅子 动作十分小心 从宅院大门进来 正对的是前院和前厅 厅外有一侧 有个小拱门 从小拱门过去 就是后院 昨天众人来得突然 只敲了前厅门 并没有进小拱门 谁也没想到 拱门后面 竟别有洞天 三周都是厢房 建筑保存得十分完整 厢房里的家具 百件都没有被破坏 这让众人惊叹不已 院子里 种着一些花花草草 因为常年没人打理 已经疯涨成一片 倒也有种凌乱之美 队员们分成两路 一部分在教授甲的带领下 继续研究前厅里的摆件 一部分跟随教授已去了后院 苏可可和秦莫琛 留在了前厅 前厅里侧 有一个挂着锁的小屋 那锁是很陈旧的老锁 早已经是锈迹斑斑 现在也只是虚挂在上面 并没有锁上 吱压一声 为首的教授 小心翼翼地推开了门 厚厚地腐蚀臭味 迎面而来 鞋 这里好多鞋 鞋早已干涸 但血迹还在 躺了一地 触目惊心 他们看到了那些可怕的刀具 看到了磨刀石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天哪 这 这些都是什么 苏可可还事一周 心情有些沉重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厉鬼 杀害了一个又一个无辜的人 有些人 有父母 甚至有孩子 他们只是不小心路过这里 便永远地被困在了这里 连同尸体和鬼魂 轮回都无法入 正想到尸体 苏可可便听到了后院那处 传来了尖锐惊恐的叫声 他们在后院发现了尸体 刚开始 只是一具裸露在外 被腐蚀的只剩骨头架子的骷髅头 后来 他们越挖越多 不一会儿 竟就挖出了十来具 众人吓到腿软 记者小孙也是抖着手 拍下了这些照片 这里发生了很多命案 还是马上联系村长为好 钱云泽 目光淡淡地扫过那些尸首 对为首的教授道 我去 我去 温昊捏着鼻子跑出去 火速联系了 蒸容村的村长 已经从陈伯那里 得知消息的村长 很快就带着 村子里的壮汉赶来了 到最后 村民们和考古队 一共挖出了三十多具尸体 除了一具保存完整的女尸 是放在棺材里埋葬的 其他都是直接埋进了土里 整个后院 就如同一个乱葬稿 遍地尸骨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一十一集 草孽呀 死了这么多人 胆小的早就回避 不敢盯着看 怕做噩梦 这些人的尸骨 早已经是分不清 谁是谁了 村长不如做件好事 将这些尸骨 都找个地方 好好地安葬了 苏可可问 村长连连硬道 应该的 都是应该的 小姑娘 多谢你啊 如果不是你 这争龙村 还是一个人间地狱啊 不用谢 如果方便的话 村长能不能 把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都告诉我们 你知道的 应该比陈伯知道的 更多吧 苏可可盯着他问 村长表情沉痛 长长地叹了一声 唉 好 回村后 村长从一个 上锁的木箱子里 掏出了一本 厚厚的册子 这里面啊 详细记录了 郑龙村两百多年来 发生的所有命案 住在山上的 那户人家姓韩 在两百年前 算是村子里的 一个大户了 他们的祖传登陆 一盏千金难求 很多人 都想偷 韩家的祖传秘分 后来 后来 秘方被韩家的几个死对头知道 他们大惊失色的同时 向当时的村长和族长 举报了韩家的罪行 欲令当时的韩家老爷 韩义伏法 可是还没有来得及抓人 韩义就自杀了 韩义死后 那座宅子变得不对劲起来 本来去抄家的人 也不知道见到了什么 吓得不敢抄家 只是把韩家大宅 给封了起来 然而 不管他们贴几次封条 都没用 晚上 韩宅的门 无风自开 山顶上的灯笼 也会自动亮起 满院的灯笼 从黄昏一直亮到第二天清晨 寒宅整夜灯火通明 他们请过道士 请过和尚 但最后都没落得好下场 后来就只能是避而远之 已经死了太多人 我们没能力反抗 只有任命啊 村长哭嘻嘻地道 苏可可却撇了撇嘴 没有被他蒙骗 昨天 是谁见钱眼开 拿了他们的钱 就积极地帮他们安排住处的 有的人 的确心善 有的人 却冷眼旁观 不过 苏可可已经不想指责任何人了 适者已适 人死不能复生 这人 愿主动做好善后工作 还算是有点良心 苏可可快速翻看了 这两百年的树桩命案 发现其中百分之七十竟都跟那鬼宅有关 他直接将这些跟鬼宅有关的案子 腾抄了一份 现在他很确定 差点害了大兴的那只包皮厉鬼 就在这些受害者里面 他昨晚上问过一个差不多有百年的阴魂 对方模模糊糊记得 有那么一只鬼 但他连自己姓谁名谁都忘了 也就不指望他能记得更多 至于那只包皮厉鬼是怎么逃走的 苏可可猜测 禁锢他的鬼符阵没化好 导致他破阵逃走 可他恨意的根源 在这个宅子里 他离开了蒸笼村 永远抱不了仇 怨气消散不了 注定成为一只厉鬼 成为厉鬼的包皮鬼 受不了自己丑陋的容貌 恶念滋生 他开始包别人的皮穿在自己身上 以维持美貌 但这样的皮维持不了太久 于是他造下的杀孽越来越多 直到被当时的一个道士发现 恶斗之后被封印 他被封印的地方 应该离蒸笼村不远 因为他畏惧宅子里的这只厉鬼 却又不得不时刻关注他的动静 苏可可没想到 自己歪打正着 正好把殷少黎正在查的事情查到了 既然殷少黎审讯了那只包皮厉鬼 知道的东西肯定比他多 再加上这份资料 殷少黎应该就能对号入座 查出当初为货的包皮厉鬼 是哪一个受害者了 只是 苏可可有些犹豫 现在并不是一个好时机 发给他吧 他正需要这份材料 秦莫琛看出来 小丫头正在纠结 苏可可看着他说 现在 现在给以后给 有什么区别呢 苏可可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听从秦莫琛的意见 将自己得到的资料 发了一份给殷少黎 殷少黎没有回应 苏可可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 也并不在乎他给什么回应 关于征龙村厉鬼作案一事 考古队有人信了 有的没信 不信的人将这些惨案 归咎于人为 还报了警 让相关警方介入调查 至于结果如何 苏可可想 最后一定是不了了之 因为这就是厉鬼所为 不过 小曹对他的话 倒是深信不疑 之后的行程 一直黏着他 哪怕秦莫琛 暗地里 送了好几个 王之警告的眼神 小曹 也死猪不怕开水烫 完全无视掉 几天后 苏可可突然接到了 殷少黎的来电 电话里男人的声音 有些疲惫 可可 最近在忙别的事情 刚看到你给我发的资料了 根据你的资料 我在查那薄皮鬼的来历 你们又帮了我的大忙 谢谢啊 苏可可抿了抿嘴 不用客气 顺路而已 真的就只是顺路而已 想了想 他还是低声道了句 殷少黎 你 不要太累 殷家的担子很重 你可以找别人分担 我知道 两人之间的话 变得越来越少 没说几句 他们就结束了通话 别难过 你还有很多朋友 秦莫琛拍了拍 小丫头的肩膀 苏可可摇头 早已预料到的事情 并不难过 我只是有些遗憾 祖辈犯下的罪孽 却变成了重担 要后背承担 这些天 殷少黎肯定是感受到了 这世上最残酷的事情 那就是人情冷暖 是太炎凉 剩下几个考古地点 考古队没再遇到什么怪事 进展得很顺利 信号好的时候 苏可可会刷手机 通过天师群里的议论 来判断整个风水圈的风向 如他所料 四大风水世家的事情 一旦暴露 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 风水界盯着四大风水世家 想要取而代之的悬门 数不胜数 他们又怎么会放过 这个打击他们的机会呢 当然 也有很多风水师 是真的在打抱不平 因为进展顺利 不到两周 这一单考古探险就结束了 苏可可辞别考古队 跟钱云泽打了声招呼 然后用三天时间 帮助蒸龙村的几只包皮厉鬼 完成了心愿 而这个时候 风水界 有关四大风水世家的讨伐 在持续了两周之后 也达到了一个顶点 本集结束了 再见 在以前 四大风水世家和军家 那是风水界的标杆 后来 四大风水世家 各自出了点问题 比如 门中长老与邪道勾结 买卖小鬼 亦或者 门中有人仗势欺人等等 这些接连被爆出来的黑幕 让风水师们 对几大风水世家 颇有微词 但这些小事还撼动不了几大风水世家的地位 可现在 竟又爆出惊天丑闻 谁也没想到 风水界的标杆 会干出这种有为人伦道义的事情 同门相残 为了活命牺牲弟子 更顺者 做出了那等偷吃白肉的野蛮之举 更让人接受不能的是 当年姬家满门被灭一事中 掺和了太多利欲熏心的谋算 那场让风水界损失了不少泰斗人物的大战 居然是这四大风水世家 联手挑起的 而罪魁祸首 竟然就是五大风水世家之首的 殷家家主 殷正绝 新生代风水界里 年轻风水师们 无不遵从殷正绝这位大师 许多 以进入悬门殷市为终身目标 结果 他们尊崇的风水大师 竟是个小人 风水师们 大骂四大风水世家 理智的一些 则在耐心地等待 他们等待了这么久 本以为四大风水世家 都会出来辟谣 可是 没人出来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四大风水世家 承认了这件事 爆料人说的事情 都是真的 那放出的录音里面 互相撕咬 丑态闭露的一群人 的确 就是四大风水世家的 那几位长老 极恶的条件之下 最容易暴露出 一个人的真面目 风水师们震惊 心寒 然后纷纷声讨 四大风水世家 当然 也有人觉得 姬家人并不无辜 虽然四大风水世家 当初有私心 但就冲着姬家 与妖泪共存这一点 姬家是邪门歪道 就跑不了 消灭姬家 也是为了以防后患 那对 真是气死老子了 你们瞎眼了是不是 没有看到 嬴政爵和姬家的关系吗 姬家受留他 整整二十年 好吃好喝的供养着 他还在姬家 娶了貌美如花的媳妇 看他嬴政爵干了什么 他仗着其他人 不知道他跟姬家的关系 各种抹黑姬家 自愿变成被迫 收留变成束缚 老子恶心到兔好吗 恶心到兔加一啊 就从这点 甭跟老子讲什么 邪道不邪道 老子就觉得 这位狼心狗妃的殷大师 更像贤文哀道 看到这么多风水师 帮殷正爵说话 我也气到了 这些人自诩正义 但这些人扪心自问 如果一个邪道风水家族 对你这么好 不但让你娶媳妇 还教你各种本事 你却用这个借口 反咬一口 彻底铲除对方 你们居然还觉得 他是忍辱负重 为民除害吗 这些我们不否认 但鸡家是邪门 歪道风水师这一点 你们也不能否认 怎么 你亲眼看到过 鸡家风水师害人了 就算其中一个人害了 所有的都是坏人 既然当年鸡家家主 给出了回应 处决了害人的鬼皇 自己也死无全尸 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啊 可是鸡家真的可怕呀 这次只是鸡家余孽 便能将四大风水师家 算计到这种程度 还费了数位长老的道行 太残忍了吧 六月天降大雪 如此妖法 确实恐怖 笑死人了 难道你的亲戚族人被杀了 你还不能报仇了 在咱们风水界 讲究的难道 不是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虽然还是有很多死板的风水师 坚持认为鸡家该灭 但他们也承认 当年的那些风水师 做得太过火了 斩草除根到这种程度 连鸡家的一草一木 都给除了个干净 方圆几里 荒凉一片 生灵全无 如果不是做到了这种地步 这次四大风水师家 也不会自食其果 寒冷的时候 没有动物皮毛保暖 饥饿的时候 没有食物果腹 但不管是大家认为的鸡家无辜 还是鸡家该灭 五大风水师家 除了低调的古老风水师家军家 其他四大风水师家的名声 算是彻底臭了 再加上四大风水师家损失惨重 家主和何欣长老 以及心腹弟子都死了不少 活下的那些还被废了道行 成为了废人 门派里起内讧 似乎就成了一件 无法避免的事情 据说 四大风水师家中 除了殷家 其他三个都因为争权 分了派系 这还不是唯一的内忧 门内弟子知道 掌门和掌老们 当初的小人行径之后 不少人觉得 自己受到了欺骗 自请逐出师门 不过 这些自请逐出师门的弟子 都是入门不久 心性比较冲动之人 那些核心弟子 已经跟门派荣辱与共 是没法离开的 门中弟子脱离师门 以后又没有足够的 新鲜血液注入 四大风水师家的没落 似乎已经成为 必然趋势 风水界的动荡 让苏老头一伙人 大快人心 苏可可和秦莫琛 前脚刚收拾好桃花村 苏木成和曾老几个人 就回来了 师父 您不是要等一个月吗 这么快呀 得亏 他没耽搁时间 办完事就马上回来了 那边的阵法都修复好了 以后哪个龟孙子 敢打姬家村的主意 保证让他有来无回 苏木成底气十足 腰杆挺得笔直 至于那几个老东西 反正困在画里头 在哪儿等都一样 苏老 你就是想太多了 那几个老东西 被困在画里那么久 肯定早已经死透了 就算没死 咱们进去也能秒杀他们 你还担心什么呀 鹰妖 哈哈笑了几声 我们折服了多年 终于大仇得报了 当初他法力不高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同族鹰妖们 一个个赴死 他大概是最贪生怕死的一个 选择了躲起来 可是 他这次没有再躲了 他终于看到了当初那些 沾满鲜血的风水师 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 他们仁慈了一次 没有学那些人赶尽杀绝 他真的很想把这四大家族的后辈 也全部都杀了 像他们曾经对鸡家做过的那样 灭掉他们满门 老苏 苍蝇 如今四大风水世家 参与当年围剿的人 基本都被处置了 根据咱们的原则 那些个小辈就算了 曾老道 苏牧成冷哼一声 哼 还用你来提醒 我又不是殷正绝那个畜生 看出灭人满门这种事情 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只要当年那些个人还债 最初的时候 他也冲动过 跟鹰妖一个想法 想要以彼之道 还时彼身 可是时间一久 他看着苏可可一天天长大 从那么一个奶娃娃 变成了一个水灵灵的大姑娘 再想到仇人家里的那些小辈 也就渐渐打消了 这种极端的想法 算了 就这样吧 以命抵命 然后用这些人 最在乎的名声和地位 来偿还 就够了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苏可可立马拍彩虹屁 对 师父做事最是公正公道了 虽然彩虹屁很香 但苏木城还是没好气地 动向秦莫琛 我那乖徒儿 以前可没有这么油嘴滑舌的 说 是不是你教的 我早就看出了 你这小子心面不一 是个油嘴滑舌的 亏得我还把小徒儿交给你 简直就是宋兔如蓝窝 一直致力于缩小存在感的秦四爷 躺着也中枪 苏爷爷 可可说的不对吗 秦四爷不慌不忙地道 您做事难道不公正 如果说是对的 那怎么又是油嘴滑舌呢 苏老头顿时一噎 旁边几个老伙计 哈哈笑了起来 老苏啊 这小伙子不错 跟苏丫头是命定姻缘 你呀 就别别扭了 曾老也笑了 小伙子 比我家可可足足大的十岁呢 思明就是个老男人 苏老头开始挑三拣四了 完全忘了当初假死的时候 他有多么信任 这个老男人 还嘱咐乖徒儿 去找这个人寻求庇护 在苏老头眼里 徒儿千般万般好 秦莫琛这老男人 只是勉强能配上宝贝徒儿 再加上 年龄大了那么多 他很难不挑刺 苏爷爷 年纪大的人会疼人 我会很疼可可的 秦莫琛一脸诚恳之色 我现在也入门了 以后会努力学习助言之术 至少看上去 不会比可可老太多 旁边几只腰扑扑直笑 好了老苏 你就别为难人家了 这小伙子不错 通身贵气 能忘咱们苏丫头 曾老道 苏老头小声嘀咕 这样用你来提醒 老子早就算过了 去 把老头埋在后山的那坛子桃花酿取出来 老头子今天心情好 跟各位老伙计们分享美酒 秦莫琛正要跑腿去取 却被苏可可一把拽住 苏可可哭笑不得得道 师父 原来那一坛子桃花酿 您还记得呀 可是 徒儿早就孝敬给您了 什么时候 苏老头顿时一瞪眼 就你假死之后 我给您倒在坟前了 苏木成愣了几秒之后咆哮 你个傻徒弟 老子的酒啊 最后 还是秦莫琛刷了一波好感 速度安排人送了各种美酒过来 得到了老头子们的一致夸赞 苏木成和老伙计们大愁得报 喝得十分尽兴 痛快 太痛快了 苏木成喝得老脸都红了 虽然他藏的桃花酿 被傻徒儿挖出来 浇到假坟墓前了 但他在其他地方 还有私藏啊 哈哈 不过 老头子见小徒儿 那心虚赔罪的样 憋着没说 图序吗 哈哈 表现得不错 不错 痛饮过后 苏木成手一挥 开封 现在就开封 苍蝇说得没错 应该早死路 就算这几个老东西没死透 也是穷奴之末 我们还怕什么 各位老伙计 劳烦你们跟我一块开启封印 好说好说 此事一挽 我们大家也算是聊了一桩心事了 苏木成听了这话 心中感慨万千 当初他假死之后 其实是准备一个人奋战的 也已经有了长久战斗的准备 没有想到 曾老和公九 会带着这群老伙计们 掺和进来 毕竟 他们也只是 栖息在鸡家的腰而已 除了苍蝇 基本都是些单身窑 没有什么亲人 死在风水师手里 可是后来 就在他快撑不住的时候 他们出现了 帮着他一起出谋划策 一起布置陷阱 他们一句 鸡家村就是我们的家 让苏木成老泪纵横 谢谢 谢谢了老伙计们 真的谢谢了 谢什么 见外了 我们在外面 小心谨慎地活着 这近二十多年来 一点归属感都没有 一妖感叹出声 其他老伙计也叹息不已 苏可可眼见着气氛 变得低迷 突然提议道 师父 等这个事尘埃落定之后 不如我们重建季家村 这话一出 所有人突然晋升 低迷的氛围里 有什么东西在缓缓流淌 重建季家村 苏木成难难道 其他人也陷入了沉思 他们从没想过 重建季家村的问题 一来 他们没有那么多的金钱和人力 去重建季家村 二是 就算重建了 死掉的人也回不来了 这样的金家村 就是个空壳子 还有意义吗 可听苏可可这么一说 所有人都心动了 再怎么 那也是他们的家园呢 谁不想落叶归根 他们住进去 再生很多子子孙孙 不就不是空壳了 师父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徒儿接了好多单子 挣了好多钱 就算不够 我还可以再挣的 苏可可双眼发光 秦莫琛在一旁插话 闻周周地道 图絮 千才不缺 可略尽绵薄之力 苏牧成 白他一眼 拍拍小徒儿的肩膀 脸上露出了 欣慰的笑 看看 你能有这份心意 师父很高兴 好 就听你的 等把这四个 老东西扔出去 我们就着手 重建金家村 老曾啊 还有你们几个 都不许偷懒 全都要一起 形容起来 老曾扫他一眼 我的曾庆馆 好久都没开店咯 还开什么开呀 你那破店 反正也没有多少生意 等咱们姬家村 重建起来 你想开多少店 就开多少店 我们都去捧场 苏牧成笑哈哈地道 老曾缓缓摇了摇头 也罢 苏可可乐道 曾爷爷放心 您要是实在放心不下 我每天过去 给您看店 哈哈 有苏牧头在 我就放心了 苏牧成 顿时翻了个白眼 我的乖吐儿 刚认回来没多久 还没热乎呢 你就想骗过去帮你忙 两个老头子 扮了一阵嘴才作罢 苏牧成展开画卷 施法解开了画上的封印 走 苍蝇 你力气大 看我一起进去搬尸体 我也去 老曾道 你个老东西 你扛得中吗 苏牧成笑骂道 你个老东西 你扛得中吗 我怎么扛不动 师父 我帮您一起吧 请续续 短胳膊短腿的小丫头 凑什么热闹 尸体臭烘烘的 便把你熏臭了 画中世界 是炎炎烈日天 也杜绝了 四个老东西的野蛮念头 因为人一旦死了 身体就很快会腐烂 苏可可亲眼看着师父和曾爷爷 还有那位英叔 进了封印 等了好一会儿都没出来 苏可可顿时就有种不妙的感觉 心慌不已 搬个尸体都那么慢 画外的其他几个老伙计 也察觉到了不对劲 我进去看看 苏可可话音刚落 还没来得及行动 便见那摊开的画面上 虚空一阵波动 一个黑影突然从里面飞窜而出 本集颇奖完毕 我在下集等你哦 一只体型庞大的 像蜥蜴的动物 也紧跟着追了出来 那是什么东西 一人惊呼出声 他们震惊的 不是那巨型蜥蜴 而是那黑影 苏可可瞳孔皱缩 脑中回放着 刚才看到的那个黑影 天哪 那是怎样一只怪物 古兽灵巡 腰背勾搂 浑身长满了脓包 脓包里面 好像有虫子一样的东西 在蠕动 这个东西 从身边掠过的时候 带起的阵风 都是恶臭熏天 意识到 那追过去的巨型蜥蜴 就是曾爷爷说的 巨蜥真身之后 苏可可只略一顿 便迅速掐绝 连跑带飞地 追了上去 可可 秦莫琛追不上 他的速度 只能眼睁睁 看着他消失 在视线之中 眉头皱得死紧 出事了 画里的人出事了 我们去画里看看 秦莫琛 沉声道 苏可可这边 还没追出多远 便看到前方 紧追不舍的巨蜥 速度慢了下来 最后 竟扑通一声 重重倒在了地上 曾爷爷 曾爷爷 苏可可大惊失色 他看到巨蜥 坚硬的黄斑皮上 也鼓起了 跟那个东西 一样的脓包 里面有东西在蠕动 撑的脓包 也一鼓一鼓的 巨蜥大大的喘气 老曾的声音 粗喘着响起 苏丫头 别靠近我 别碰我的身体 苏可可脑子里 快速闪过 各种积家秘法 手上动作 比脑子反应更快地 掐了几个复杂的绝 然后虚空画符 金色的符纹 接连不断地 打在巨蜥身上 直到巨蜥身上 所有的脓包 都被金色符纹覆盖 苏可可才收手 巨蜥身上的金色符纹 自动组成一个符纹 符纹阵生成的一瞬间 巨蜥剧烈挣扎起来 它身上的脓包 也在剧烈颤动 很快 那些脓包里的东西 受不了符纹阵的力量 从脓包里面钻了出来 巨蜥看起来 十分厚实的一层皮 竟也被这些东西 给活活撕破 然后 里面的东西 掉落在地上 是一些肉色的小虫子 掉落在地之后 挣扎几下 便不动弹了 而虫子离开之后 脓包里 又恶臭的汁水流了下来 在触地的一瞬间 发出滋滋的声音 竟把地上的嫩草 都给腐蚀成了黄色 恶臭的汁水流完 便开始流暗黑色的血 等暗黑色的血排完了 那股恶臭 才总算是变淡了一些 苏可可看到这一幕之后 大惊失色 脑中什么一闪 立马飞速往回跑 师父 苏可可回去的时候 只剩一人守在画外 苏丫头 他们都进 那人一句话没说完 苏可可便冲了进去 刚才那黑影 速度奇快 大家肯定是追不上的 但是 那东西能越过师父 和苍蝇逃出来 就说明 师父和苍蝇 师父 八卦村大 秦莫辰等人 进来之后 很快就找到了 他们要找的人 炎炎烈日之下 苏木城宛如一座雕像般 盘腿而坐 身上的农包 比巨蜥身上的 还要可怕数倍 他低垂着头 像是已经死了过去 在他旁边 一只苍蝇虽然睁着眼 却没有动 一人一鹰 都一动不动 身上的农包 却一股一股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外 他们的身上 都散发着一股腐朽的臭味 苏可可温生赶来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 心脏 有那么一瞬间 停止了跳动 他发了疯一样的 往苏木城身上画符 将那些寄生虫 全部驱逐出来 然后狠狠地 踩在他们身上 将他们 踩成一滩烂泥 丫头 离那些农包远一点 秦莫辰变色 立马上前拽人 那些农包里没有蛊虫 长眼之间 就能寄生到身体里 凡者速度极快 分泌出腐蚀的液体 腐蚀人的五脏六腑 可苏可可就像是疯了一样 什么都听不到 可可 你冷静些 你冷静些 你师父还有气 秦莫辰大喝道 强制性地将人拉入怀里 抓住了他不停画符的手 苏可可满头大汗 气喘吁吁 挣扎的动作 由激烈 慢慢缓和下来 轰隆隆的脑子 总算听到了一些正常的声音 你师父 尚有一口气在 秦莫辰再次道 苏可可的身子瞬间瘫软下来 这才发现 自己仿佛被掏空 再也使不出一点力气 手指头很疼 再微微抽搐 身后 身后有人在哀气 沉痛悲伤的气息 笼罩着这一片区域 好像带着千斤的重量 压得人喘不过气了 一人哑声道 苏老还活着 只是 苍蝇没了 他们来的时候 苍蝇 就已经没了气息 倒是苏老不知用了什么秘法 护住了关键部位 没让那些东西 吞噬五脏六腑 苏可可平静下来后 便察觉到了 心里十分难受 英叔 死了 师父也差点死了 还有曾爷爷 如果不是他及时想到应对之法 说不定曾爷爷 也会丧命 苏可可刚才打出去的金色符文 再次组成符阵 用更快的速度 将苏牧城身上的蛊虫 给赶了出来 符阵减弱了蛊虫的行动力 让他们不能马上找到宿主 触地祭死 确定蛊虫都清理完了 苏可可抬起还在发颤的手 给苏牧城贴上聚灵符和除绘符 我来 秦莫琛抓住他的手 完成了剩下的步骤 还有鹰鼠 还有鹰鼠 虽然他死了 但他身上的这些讨人厌的东西 要弄掉 苏可可鼻子一酸 缓了缓劲之后 立马帮那只到死都站立的苍蝇 驱除蛊虫 即便死了 也要保留对方的体面 秦莫琛皱眉看着他 在他收手之后 立马扶住他的腰 让他有个依靠 你休息会儿 剩下的我来 好 苏可可看着男人帮苍蝇 贴上除绘符 将他身上恶臭的汁水和黑血 仔细地一一排出 一时失神 几分钟前的画面 在脑海里回放 他们饮酒大笑 师父说要重建姬家村 曾爷爷也答应了 暂时割舍下 自己最在乎的曾庆馆 还有这位他才相识不久的英雄 他最喜欢打去师父 苏可可越想越是心痛 心中被极大的愤怒填充 那个黑影是谁 苗弟藤其境 他没死 因为以身似骨 侥幸活了下来 几人很快在空间里 找到了三具尸体 三具尸体全部都高度腐烂 但从身上的衣服 可以辨别出各自的身份 然后 众人都吃惊不已 因为藤其境的尸体 就在这里面 本集颇奖完毕 我在下集等你哦 藤其境 是这四人中唯一的女人 加上身形 本就比一般女人瘦小 所以 哪怕尸体高度腐烂 通过她的体型 和身上的服装首饰 也很容易辨认 他们本以为 那浑身长满脓包 能育蛊虫的怪物 是藤其境 可现在 不是 邱平泽 忠浩康的辅尸 也都在 只有 殷正绝的没有找到 没死 殷正绝竟然没死 刚才那人 不人不鬼的东西 竟然是殷正绝 苏可可震惊 愤怒 殷正绝不仅没死 还用鸡家禁术 吞噬了其他人的力量 她甚至将 藤其境养在身体里的 蛊虫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并培养出了 新的蛊毒 看着重伤昏迷的师父 还有已经丧命的英书 苏可可好不容易 熄灭的仇恨之火 转瞬间 就燃烧成了 熊熊大火 她要亲手杀了 殷正绝这个老东西 三具腐尸 先没管 几人将苏慕成和苍蝇 抬了出去 巨熙生命力顽强 已经好了很多 苏慕成 却还昏迷不醒 几个老伙计 一一向苍蝇 鞠了一躬 如果 换我进去就好了 其他几人自责不已 苍蝇成妖不易 他们一族 是剩下他了 巨蝇蜷缩在一边养伤 苍老的声音 疲惫不已 不管是谁 都不能死 苍蝇刚才还说 喜欢桃花山 以后 想留在这儿 跟苏老做伴 就把他葬在 葬在这里吧 说完 他也陷入了昏睡 苍蝇被埋在了苏慕成的甲木旁边 苏可可盯着师父旁边的木 眼睛泛酸 忽的 他目光撇过秦末琛的胳膊 不禁一正 苏 你的胳膊怎么受伤了 男人的胳膊上 缠着一块从衣服上撕下来的布条 布条是浅色的 下面的血都透了出来 苏可可立马拖住他的胳膊 仔细查看 没事 我自己用刀划的 他刚开始 试图用葫芦 杀死苏慕成 农包里的蛊虫 可是第一张葫芦下去 那农包里的蛊虫 不但没被杀死 反而被刺激得更加放肆 秦末琛狠了狠心 又加了几张葫芦 还尝试了其他办法 终于 一个农包破了 但里面寄生的蛊虫 却朝他的身上飞来 试图把他变成新的宿主 秦末琛一个不防 被蛊虫寄生 但他眼疾手快 也对自己够狠 直接划破手臂 将那个东西连血带肉 一并挖了出去 旁边几个老伙计 感叹道 苏丫头 你找的这个男朋友很好啊 秦末琛看小丫头 一脸自责和心疼 用另一只 没有受伤的胳膊 揉了揉 她的小脑袋 小伤 没事 一点也不疼 叔 谢谢你 秦末琛心道 谢什么 因为她是你 这世唯一的亲人 所以我愿意冒险 去帮你救她 只可惜 她没那个本事去救 也幸好 苏老不需要她救 沙发上 男人捂着胸口 滴滴咳嗽起来 公子 宫九柜坐在她身边 一脸担忧地看着她 她取出一枚药丸 为她服下 这是我新做的药丸 我就猜到 您会出手 钱云泽看着掌心的小纸人 一时失神 刚才差点就没能护住她 唉 她叹了一声 眉头皱起 苏木成用来假死的纸人 被钱云泽以秘术强行复原 从死灰变成纸人 又将替死纸人变成活分身 这等逆天禁术 本就耗费精力 又何况 她在暗中数次借力给苏木成 她耗损了太多精力 公九刚开始不明白 公子为什么一定要在暗处 现在好像有些明白了 苏老都做到那个份上了 阴正觉那个老东西竟还死不了 他现在不死 就算公子出面 他也还是会有那么一线生机 所以 与其早早暴露 不如继续折服 公子 您早就算到 他这次死不了 会有一线生机 公九问 钱云泽却没有回答 只是嘀嘀地咳着 似笑非笑地道了一句 这一线生机 可真是天道对她的厚爱啊 微顿 她温软地声线转冷 可是 不是每一次 她都有这么好的运气啊 公九想到什么 突然问她 公子 剩下的计划 您放弃了吗 钱云泽微微一震 偏头看向窗外 夜幕降临了 或许 我该尝试着放手 他们都觉得 其他人可以不死 我一意孤行地 赶尽杀绝 又有什么意义 公子能这么想 挺好的 您多看看这个世界 有趣的地方吧 上次的游乐园 不好玩吗 钱云泽 嘴角掠过 一丝淡淡的弧度 还不赖 等阴正觉彻底死了 公子再带我去一次吧 可以吗 公子 公九的声音 不自觉地 带了几分撒娇的娇憨 钱云泽淡笑 看你表现了 七婉儿 我累了 休息一会儿 好 我也去休息了 公九见他闭眼 转瞬间 变成无数红色花瓣 在他周围绕了一圈之后 汇聚成一朵 娇艳欲滴的 慢珠沙滑 扎入了阳台的花盆里 苏木城和曾老受伤 需要静养 所以 苏可可和秦莫琛商量后 将一人一蜥蜴 带回了小桥流水别墅区 并叫来了私人的医生 承睿 外伤需要处理 至于内伤 那就要慢慢地调理了 这个笼包很奇怪啊 里面居然 有腐蚀性的分泌物 承睿一脸稀奇 虽然用橱汇符排出了大部分 但承睿用仪器 仍然能够检查出一些残余的分泌物 里面本来有寄生虫 被我们弄出来了 苏可可盯着那些仍旧是散发着淡淡臭味的浓包 小脸紧绷 好奇怪的寄生虫啊 我以前没见过 对了 你们有没有留上一两只啊 我想做个研究 秦莫琛携他一眼 你真的要研究这种东西吗 我怕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啊 承睿抵了抵眼镜架 算了 就当我没说 对于这种没见过的浓包 承睿接受很快 毕竟 他可是连舌苔都见过的男人 毕竟 他现在正在给一只看起来很凶残的巨蜥 包扎伤口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蜥蜴啊 这张大床都被他占满了 还有那么长一截的尾巴掉在外边 这么一算快三米了吧 承睿觉得 自己心里承受能力越来越大了 能面不改色地 给一只大蜥蜴上药包扎 这是巨蜥 苏可可见他实在好奇 便解释道 是蜥蜴类中体型最大的种类 事实上 苏可可刚开始也不知道 是后来曾爷爷说了 他问了书 书告诉他的 剩下的 不用苏可可科普 承睿自个儿就开始查资料了 他一边看资料 一边对照着眼前这只庞然大雾 头部窄长 眼俭发达 瞳孔圆形 骨膜裸露 舌头看不到 不知道是不是跟资料上说的一样细长 前端还分叉 嗯 这身皮 还挺好看的 这东西 全身布满了小而凸起的原力壮林 黑灰鳞片 掺杂有淡黄色斑 负面淡黄 散有少数黑点 趴在床上的四肢 很粗壮 纸上 具有丰瑞的爪 承睿直勾勾地 盯着看了一会儿 放这么个东西在床上 你们还真是心大 承睿 只当这是两个人心血来潮 养得重口味宠物 看到这东西的尾巴 坚硬得像把剑 平时你们千万小心啊 要是被这东西尾巴钉中 那肯定会受重伤的 苏可可小嘴 孽如了下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由着他过度补脑 秦莫琛也懒得解释 纸背上的小黄斑点 灯光下看起来一闪一闪的 像闪着金光 难怪有无抓金龙的称号 承睿敲咪咪地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 对着巨蜥身上的小斑点 研究了一会儿 你就不怕他突然窜起来 咬断你的手 秦莫琛声音凉凉地提醒一句 承睿手一抖 慢条斯理地收起了手 揣进了兜里 接下来的这几天 每天换一次药 不出一个月 这肠就能好了 麻烦你了 这药我们自己换就可以 苏可可道 承睿露出一种遗憾的神色 真的不用我来帮你换腰 他真的很想看看 这两人是怎么跟巨蜥相处的 不用 你去忙你的吧 多谢了 秦四爷道 承睿心想 那同学 你知道你这声蜥说得有多敷衍吗 算了算了 他心胸宽广 不跟小气鬼一般见识 外伤处理好之后 苏可可在两人周身 布了聚灵阵 帮助两个人滋养身体 他在床前站了很久 舍不得离开 他们都没事 只是精力耗费过度 泪晕过去 秦莫称道 苏可可点点头 神色颓然 我知道 幸好 幸好他们没事 不然 我无法原谅自己 那种眼睁睁看着亲人出世 而无能为力的感觉 他真的不想再体验一次了 好在 他及时救下了曾爷爷 好在师父自己 护住了五脏肺腑 只可惜 英叔没能救下 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英叔跟师父斗嘴的模样 他记得一清二楚 那段同甘共苦的日子 特别美好 也特别短暂 不过眨眼间 姬家村就又少了一个成员 每一次 都是你们做完一切 才告诉我 这一次 你们可以歇着了 剩下的仇人 交给我就好 交给我 就好 苏可可难难自语 丫头 我跟你一起 好 苏可可起挂三次 每一次的挂项都不一样 山水蒙挂 小鬼偷钱 便寻不惑 等等 变了 天地缝挂 虎落陷坑 寻不到 不管起挂 还是掐算 每次都不一样 苏可可 目光一沉 不愧是风水大事 我竟算不出 她的下落 她变成那样一个怪物 一般地方 肯定是没法久待 或许 她会找熟人 苏可可微正 这一次没有询问 秦莫琛的意见 直接给殷少礼 打了电话 告诉了对方 殷正觉 还活着的事情 殷少礼沉默了很久 才问她 为什么 告诉我这件事呢 你想我在她回来之后 第一时间告诉你 好让你来报仇吗 可是可可 我为什么要帮你 她是我的师父 更是我的亲爷爷 就算她做得再多错事 我也不可能 那么容易地 大义灭金 至少她 她对我很好 虽然严格了一些 但师父真的对她很好 你可以不用告诉我 苏可可低声道 我只是想告诉你 她现在进化了 她是个连同伴腐肉 都能下嘴的怪物 她的想法 或许 也跟着变态了 你 小心她 殷少礼一愣 声音哽了一下 可可 谢谢 不用谢 苏可可的语气 变得冷硬 我还想亲口 告诉你一件事情 殷正觉此人 我杀定了 嗯 我知道了 最后 两人在沉默中 同时挂了电话 苏可可一直不明确 自己跟殷少礼 算什么样的朋友 后来一想 大概是那种 惺惺相惜的 占有情居多 但现在 就因为 殷正觉这个白眼狼 他们没法做朋友了 不过这样也好 保持现在这种距离 不是敌人 也不像朋友 已经很好了 第二天 巨熙先醒了过来 便回了人形 不久后 苏牧成也醒了 知道鹰妖允命 苏老头很不好受 都是我害了他呀 师父 不怪任何人 只怪殷正觉 那个老东西 祸害一千年 命硬到了这种程度 我愈发肯定 当年他学了 不少积家禁术 见他仍不好受 苏可可安慰他 我把殷书 葬在桃花山了 那里有您 布下的阵法 没人会去打脚踏 苏牧成点点头 神情疲惫 殷正觉 这老东西 果然是打不死的小强 明明该死的 居然被他熬下来 不但熬下来 实力也大增 以后再想弄死他 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了 师父 还有我呢 我把积家秘法都学会了 我一定打得过他 苏牧成老眼一瞪 积家秘法 你都学会了 你从哪儿学的你 老头子我都没有权学会 是足兄 师父 足兄还活着 苏可可犹豫了一会儿 这次没有隐瞒 那张画卷的事情 一五一十全部说了 一开始他瞒着不说 是因为公九姑娘 让他对画卷的事情保密 但后来 公九姑娘自己也说了 他并不介意 既然他敢这么做 就不怕师父知道了生气 还有 曾爷爷亲口说 他和师父 都不是公九姑娘的对手 苏牧成听完 气得差点跳起来 公九那个死妖精 居然敢这么欺负我徒儿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一十七集 好啊 我就说的一只花药 就算是有千年 也不可能会那么多 老子都不会的机甲秘法 感情 他是有靠山的 还有鸡梦泽那臭小子 继承了机甲传承 居然敢藏着不见 拍一只花药来忽悠我 嗯 不过 骂骂咧咧的苏老头 很快就没事了 难怪我几次 撑不下去的时候 都好像有人 冥冥之中 拉了我一把 肯定是 鸡梦泽那小屁孩 苏老头说着说着 眼睛就湿了 又哭又笑的 当初那孩子还活着 机甲的后辈 又多了一个 老曾的语气 也轻松了不少 看来他是个出息的 比我们出息多了 机甲传承 他悟得很好 苏老头抹着眼泪道 当年这小子 就死在我面前 我以为机甲祭祀阁 后继无人了呢 苏可可想起了 话中那一幕 眼睛也湿了湿 他突然想通了一件事 足胸不见他 就不见了吧 能活着就很好了 师父 我不算不到 阴正觉的方位 苏可可愤愤然道 要是有他身上的东西 就好了 我可以施无法 苏牧成听到这话 居然还得瑟上了 虽然我不小心中了招 但你师父 我也不是吃素的 我那一掌下去 还有你曾爷爷的 那一剂甩尾鞭 让他修为折损了不少 每个一年半 再恢复不了 现在这老怪物 估计躲哪养伤呢 苏可可实在是 不好意思打击他 哼 敌方只是受重伤 而您直接去了半条命 苏牧成见他眼珠子乱动 哪里还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顿时警告道 乖童儿 别一个人出头 听到没有 等师父恢复了之后 咱爷俩一起找那龟孙子报仇 苏可可一脸不信 懂您养好伤了 我怕您又丢下我 自个儿跑去报仇了 苏牧成表情善善 个鬼丫头 之前你那么点本事 能帮上什么忙啊 现在不一样 既然你已经学了 咱机甲秘法 师父的腰杆就直 以后就能放心依靠你了 咱们机甲秘法 博大精神 你现在还没有彻底吃透 等你吃透之后 你以后绝对是风水界第一人 别说赵阴正绝那龟孙子报仇了 就算是重振我鸡甲门峰 也不是问题啊 苏牧成双眼放光 并非在忽悠苏可可 而是他就是这么想的 真的啊师父 苏可可也被他一番话 说得斗志昂扬 真的 所以师父养伤这段时间 你要好好地修习 机甲的秘法 早日融会贯通 然后咱爷俩 再把你足胸揪出来 咱们一块去找 阴正爵那老东西报仇 当着机甲列祖列宗的面 将这老东西 欠到万寡了 等苏老头说累了 睡了过去 苏可可跟曾爷爷 道了句晚安 轻轻关上了门 丫头 秦莫琛突然叫他 目光定定地看着他道 我知道 你现在就恨不得救出 殷正爵 然后杀了他 但是 你师父说得对 苏可可被他看得目光一闪 可可 不要轻举妄动 我没有轻举妄动 现在殷正爵受伤 修为不稳 这个时候杀他 实际最好 秦莫琛没有急着反驳 而是问他 那你算出他在哪了 苏可可一正 抿嘴道 没有 所以我打算 进画中空间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他的头发 和贴身之物 有了这个 不需要生辰八字 也能算出他的方位 虽然无法用多了会折寿 但我就用一次 叔 殷正爵 就像是一颗定时炸药 不除掉他 我心难安 他若反过来 找我们报仇怎么办呢 我们在明 他在暗 占优势的是他 所以 为什么不 借刀杀人呢 男人突然反问一句 苏可可一愣 这 借刀杀人 现在四大风水时加 彼此之间已经有了隔阂 为什么不再天上一把火 让他们从盟友 彻底变成仇人 钟家 邱家 苗弟 腾 齐家 已经开始内斗了 和我少家引导 让他们帮忙找人呢 苏可可想到了 还没有送出去的 那几句辅尸 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 第二天 苏可可将这个事 跟师父和曾爷爷一说 两个老人拍手叫好 嗯 就这么干 徒儿 你找人 将那三个老东西的尸体 送回到各门各派 再将阴正爵 那个畜生做的事 公之于众 那三个老东西 十之八九 是被阴正爵给杀了的 现在 四大风水时加 内部已经乱了 我们 让他们乱上加乱 收到尸体和密信的 三大风水时加 果真大怒 跟阴家 彻底决裂 门派里的长老们 本就陷入了派系之争 这时 突然有人提议 谁能率先找到阴正爵 并替掌门报仇 谁就当这一门之主 这是历来的规矩 没人反对 为了揪出阴正爵 这个老狐狸 三大门派在风水界 发出重金悬赏令 虽然三大门派的名声 已经大不如前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阴正爵的做法 也确实天理不容 于是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声讨阴正爵 阴正爵 成了整个风水界 忘恩负义 自私自利 残害同行的败类 加上之前 鸡家灭门一事 曾经的阴大师 彻底从云巅 跌入泥潭 人人听到这个名字 都要碎上两口 可是 这个风水界败类 却好像突然从风水界消失了 人们花了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找到 殷正爵的踪迹 即便那些在悬门殷室外 蹲守的风水师 也无功而返 即这件事后 殷家大不如从 彼时 殷正爵的弟子 兼小女儿 殷灵冷上任 成了新掌门 以雷霆之事 处置了几个败坏门派名胜的长老 公布了这些年 殷家所做的贡献 即便如此 也没能挽回颓势 风水界 风水世家之首的悬门殷室 以一种不可阻挡的速度 衰败了下来 一时之间 风水界各大风水门派 一军突起 五大风水世家 引领整个风水界的格局 彻底打破 不过 这些 都是一年之后的事了 苏可可 没能找到 殷正爵老狐狸的藏身之处 满腔怒火 和强烈的报仇意念 慢慢淡了下来 人都找不到 还报什么仇 就让风水界 帮忙找人吧 人多力量大 总能找到的 在行踪暴露之前 让那个曾经 德高望重的风水大师 变成人人喊打的 过街老鼠 未尝不是一种报复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一十八集 苏可可趴在秦莫尘怀里吐槽自己 果然 还是我本事没学到家 像师父说的 要是我真把机家那些东西全消化了 融会贯通 我还愁找不到人吗 还有 他的天眼 现在只能看到一个人的未来 如果修到一定的境界 他只要站到一个地方 就能看到这个地方 未来几年 甚至几十年内发生的所有事情 任何人 无所遁形 可现在 离那个程度还远着呢 秦兴一通电话 打断了苏可可的胡思乱想 喂 可可 你电话怎么打不通啊 成绩前天就下来了 你不会是考杂了 所以关机了吧 在大兴担忧的询问中 苏可可恍然间想起 前两天 就是初高考成绩的时候 今天 应该开始填志愿了 他后知后觉的紧张起来 大兴 我这两天忙得忘了给手机充电了 手机自动关机了 今天忙完之后 我才想起来充电 你 哎呀 我真想用锤子 捶开你的小脑袋看看 里面长成傻傻样了 哦 我马上就去查分 大兴你放心 我没考杂 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秦兴听他这么说 松了口气 啊 那兴兴 那我去咱们三个人的群里 说一声 慢慢也在担心你呢 哎 对了 大喜事 哈哈 慢慢果然是理科状元 这成绩才刚下来 帝都大学和好多名牌大学的招生办老师 都找上门来了 嘿嘿 苏可可挂断电话之后 愣了一会儿 突然叫叔 叔去哪来着 哦对 刚才他打电话的时候 好像去书房了 苏可可突然冲去书房找秦莫琛 叔 我的准考证是多少来着 啊 啊 我给忘掉了 我的准考证 好像在书房抽屉里 叔你帮我 啊 苏可可慌里慌张的时候 秦莫琛已经麻溜地开了电脑 点开了查分网 非常熟悉地敲下一串数字 电脑显示总成绩六百九十六分 苏可可一双眼瞬间瞪得溜圆 抱着男人兴奋地直叫 嘿 叔 比我估的分还要高几分 超常发挥了 嘿嘿 秦莫琛也跟着低笑出声 嗯 考得不错 想要什么奖励啊 苏可可捧着男人的俊脸 拨拨地亲了好多口 不要奖励 反给奖励 这个分数 上帝都大学 妥妥的 没问题 屋里养病的俩老头 听到消息之后 也高兴地窜了起来 苏老头老泪纵横 我徒儿真是优秀 秦兴六百九十三分 发挥没有超长 跟平时差不多 罗曼据说考了七百三十分 满分七百五 考了七百三 给学霸贵了 这应该是近年来最高的分数了 这还没有加漫漫的各项竞赛分 加起来都能超过总分了 对此 罗曼学霸反应很淡定 在婉拒了几所重点大学的邀请之后 很果断地选了帝都大学 据说当时那帝都大学的招生老师 都是笑眯眯离开的 三人填完高考志愿之后 准备出去吃大餐 大兴提议横宰慢慢一顿 毕竟高考状元 能得到学校一笔丰厚的奖励 这笔奖励 足够慢慢悠哉悠哉 过完大学四年 请吃饭没问题 但是我拒绝喝酒 罗曼微笑道 喝呀 为什么不喝 放心喝 咱们买酒回家喝 大兴一拍桌子 此时不饮酒 何时饮酒 到了大学 学习不比高中轻松 我们也就能现在放纵放纵了 罗曼还是摇头 苏可可想了想也道 我答应过书 不喝酒了 秦兴扁着嘴 装起了可怜 喝吧 我今天真的特别想喝酒 苏可可和罗曼对视一眼 大兴和冷月的事还没有解决 平时这个丫头表现得丝毫不在乎 但心里的苦只有她自己知道 当初年鬼走的是她 现在想鬼的还是她 女人呢 就是这么不可琢磨 喝吧 只是我家里还有两个病号 书也盯着呢 喝不了 去哪儿喝 苏可可妥协 秦兴黑黑一笑 我租的小公寓还没有到期 去我的小公寓喝啊 然后我们点一大桌子的烧烤 吃个够 也喝个够 苏可可给秦莫琛发了短信 让人帮忙哄着家里的小老头 然后就放心地跟秦兴去了小公寓了 心有灵犀的秦莫琛 很快就回了消息 不准喝酒 苏可可心虚地回复道 我不喝 我就看他们喝 不听话 快来打屁股 苏可可下意识地 捂了捂自己的屁股 哼了一声 本来就打算喝一丢丢的 但现在有人威胁他 他就不高兴了 打算多喝一些 底线是不要喝晕过去 就行了 来来来 为了我们的友谊 干杯 人生在世不如一只事 十之八九 但是没关系 我有你们哪 我有你们就够了 什么狗屁男人 哪有闺蜜重要 通通 滚一边去 秦星举杯好饮 喝了一杯又一杯 后来直接拿起酒瓶子灌 苏可可和罗曼两个陪客 本来没打算多喝 结果也被忽悠着 喝了不少 大兴 大兴 我头有点晕 不能喝了 苏可可摇了摇头 眼前的人都有了虫影 都说酒能解愁 可是我怎么觉得 烦恶 烦恶还在 写不了呢 苏可可少年老成的叹了气 愁啊 愁 哎呀 你没听李白说 举杯消愁 愁 愁 更愁嘛 就是图这一时爽快呗 嗯 秦星一边撸串 一边咕噜噜喝酒 来来来 最后一杯 敬我们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 最后 苏可可没撑住 先倒下了 罗曼扶住额头 缓缓酒劲 秦星还在一边鬼吼 一边大唱有一支歌 唱的最后 都嚎上了 冷月 冷郎哥 你这个没良心的老鬼 我叫你滚出我视线 你他妈还真就滚出我视线了 你个王八蛋鬼 活该你追捕回媳妇 星儿 一声温柔低唤 让大兴的鬼哭狼嚎声 戛然而止 秦星用刚刚撸了串的油爪子 擦了擦眼睛 结果不小心把自己眼睛给落到了 我眼睛好了 眼睛疼疼疼 有人低叹了一声 将秦星从沙发上抱起 朝他眼里轻轻吹了一口气 还疼吗 秦星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 不疼了 但是 你这死鬼 你怎么在这儿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一十九集 将醉鬼星抱入怀里的 不是别人 正是刚才秦星 嘀嘀咕咕 满嘴嫌弃的冷月老鬼 他微微垂头 视线落在他脸上 回答他的质问 我一直躲在 因为你说你不想见我 所以 这些天 我只能够躲在角落 偷偷看你 秦星 惊讶得 九格都憋了回去 星儿 感情不易 过去 是我错了 能不能 再给我一次机会 此时的老鬼 对怀里的罪鬼温柔的不可思议 他这些天一直在反思 以前的确是他做错了 老鬼的话 让秦星心里有了那么一点舒适感 不过他伸手揽着他脖子 脑袋却扭向一边 还重重哼了一声 哼 冷月 我告诉你 过了这村 就没这店了 机会给过你 你自己没珍惜 我要是现在再给你机会 岂不是显得我很好说话吗 以后你再犯错 是不是觉得 像现在这样哄哄我 就能糊弄过去了 冷月本以为 自己能趁虚而入 没想到星儿 就算是喝醉了 也不给他可乘之机 不过 想到星儿每次醉酒之后 都记不得前一晚的事情 某鬼突然觉得 是时候放下脸面 讨好小媳妇了 过了这个村 这个店的确就没了 所以我现在又远路返回 来找这个村 这个店了 如此可行 行你个鬼啊 哪有吃回头草的 啊 就像我不要你一样 我说不要就不要 冷月气得额头 轻轻都抖了抖 星儿 你喝醉了 这种让人生气的话 我不当真 我是认真的 哼 晴星哼了一声 拿眼拟她 你狠狠地伤透了 本姑娘的一颗芳心 你听到她碎掉的声音了吗 那我给你补伤 哼 补上了 也有裂痕 回不到从前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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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星 不耐烦地甜甜嘴唇 你说 我这几天 误补了很多东西 你说的星辰 的确是 心肌里差 以前 是我有眼无珠了 秦星眨了眨眼 耶 今儿 某鬼开眼了 我已经赶她走了 她若再出现在我的 或者是你的面前 我都不会受软 我会直接打散她的婚弄 冷月说这个话时 十分无情 她没有哄骗秦星 听了那厉鬼对仙臣 一举一动的分析之后 冷月第一次 重新审视女人 若论行军打仗 这些女人远不及男人 可若论心计 男人的确比不上女人 那女鬼羞 一举一动 都看似无异 实则 却在有意地引导她 她和星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跟那个女鬼脱不了干系 当然 她也绝对不会忽略自己的问题 如果她足够地信任星 仙臣再怎么引导和挑拨 都没有用 说到底 还是她和星感情不够深厚 但每一段感情都需要磨合 她只是需要更多的时间而已 她相信 她和星会越来越好的 秦星听了她的保证 趁着酒劲 各种阴阳怪气的调调 都出来了 哟 仙臣姑娘 不是你的小心肝吗 她在你眼里 不是千万万般好吗 我要是说她不好 那就是我小心眼 绝对不是仙臣姑娘的错 冷月丝毫不觉得 她在无理取闹 摔倒过的地方 她绝对不会再摔倒第二次 星儿 以前是我有眼无处 以后 你帮我擦亮眼睛可好 秦星翻了个白眼 好啊 我直接一口唾沫 粘你眼皮上 保准你日后 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什么绿茶表 白莲花 黑心莲 你全都能一眼看穿 冷月低笑一声 好 你来 说着 她便垂眸靠近 搭了下来的眼睫毛 轻轻颤动 颤得秦星儿 心肝疼 莱星儿 你拖我拖 帮我洗洗眼睛 轻心心想 妈的 有病啊 然而 可耻的是 她心脏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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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跳 停不下来 我是不会轻易原谅你的 冷月 你这色诱 没用 我告诉你 秦星警告对方的话 被老鬼悉数 堵回了嘴里 一记绵长深入的吻后 醉鬼星 脑子荡机 忘了刚才 想说的话了 你这喝了多少酒啊 酒味很重啊 男鬼的话并未嫌弃 只是阐述事实 但秦星不高兴了 嫌弃我一身酒味 那你还抱着我干什么 你还亲我干什么 冷月不跟酒鬼论对错 直接趁此机会讲正事 星儿 我带你去个地方可好 秦星红着脸哼哼唧唧 不去 脑袋疼 腿软 没力气 我抱着你 不用你走路 头疼的话 你靠着我 很快就到了 没给醉鬼星 拒绝的机会 抱着个大活人的冷月 连门都懒得开 直接从窗户 跳了下去 等一人一鬼 终于已跳窗户 结束了腻歪 拄着脑袋的罗曼 这才慢慢地张开五指 露出一双眼睛 可可早已经趴在桌子上不省人事 但他没有啊 他还醒着呢 他刚才不过是撑着脑袋缓缓酒劲 一眨眼的功夫 冷公子就抱着大星情话连篇了 哎呀 当他也醉死过去了吗 嗯 罗曼想 冷公子肯定以为他喝醉了 所以他一点也没有避讳他 哼 那是他冷月不知道 他罗曼就算是醉了 记性也很好 醉酒时发生的事 酒醒之后 他能全记得 不过 罗曼觉得 自己听到的这些潦骚的情话 最好还是烂进肚子里 毕竟 他光看着冷公子平时那幅 清清冷冷的样子 很难想象出 他也有这么 骚话连篇的时候 对 那话不光是情话了 那是骚话 骚得罗曼耳朵都发烫 第七百二十集 虽然大兴经常花式夸他家月月 但偶尔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会跟罗曼和苏可可抱怨 冷公子不够温柔体贴 罗曼听得多了 就有种冷公子的确不适合大兴的错觉 而且这人清清冷冷的像一滩死水 不懂情趣 为人死板教条 他下意识地就觉得 大兴跟他在一起会很累 可 刚才两个人相处的那种氛围 是怎么回事 显然不是一次两次了 灯鼻子上脸 各种撒娇 做做的大兴 怎么好意思说 冷公子不够疼人呢 冷公子对他那个态度 都快疼到骨子里了 声音也软得不可思议 罗曼觉得 这下两口的矛盾 还是交给他们自己解决吧 感情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外人还是别瞎掺和了 揉了一会儿太阳穴之后 罗曼去拍小醉鬼的脸 嗯 可可 可可 上床睡觉了 嗯 喝酒太多 说话都带了点鼻音 可可醉得太死了 罗曼冲那个小脸上 又拍又捏的 人都不醒 不过嘴上倒是在嘟囔着 他凑过去一听 噗地笑出声 可可嘟囔道 说 我没喝醉 真的没 就是有点 晕而已 嗯 不能打屁股 罗曼一时玩性大气 凑近他耳边 恶作剧来了一句 可可 你家书来了 你家墨琛哥哥来了 醉倒的 苏可可一听这话 果然有了反应 睫毛颤了颤之后 慢慢睁开眼睛 看到是罗曼之后 又毫无心理负担地 闭上了眼睛 哎呀 可可 可可 我们去床上睡 可可 罗曼无奈 闭眼闭得真快 幸好走了一个醉鬼 要是两个醉鬼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此时的罗曼 丝毫不觉得自己喝醉了 他除了两颊泛红 目光微虚 思维清晰得很 的确是不像苏可可 和秦星这样的醉鬼 这两个醉鬼 一个喝醉了胡言乱语 色胆包天 调戏鬼 一个喝醉了 直接躺倒 雷打不动 罗曼把苏可可捶下的腿 放平到沙发上 又从大兴的衣柜里 找了个毛毯 给他盖上 免得人着凉 结果 刚把人给盖好 门铃就响了 罗曼处在原地 愣了两秒 才问 谁 我 秦莫琛 秦四叔 五分钟之后 黑着脸的秦莫琛 将醉成一滩烂泥的苏可可 抱入了怀里 在那屁股蹲子上 重重拍了两下 叫你不听话 苏可可小嘴动了动 嘀咕两声 嗯 哪个王八蛋 打我屁股 秦莫琛细细一听 呵呵 王八蛋 先把人带走 明天再找你们两个算账 秦四爷撇来一眼 又瞅了眼卧室的方向 罗曼无话可说 听这话 大兴难逃择罚 要是秦四叔知道 大兴并不在卧室里 呵呵 罗曼什么也没说 恭送秦四爷出去 还朝人挥了挥手 看起来理智而清醒 回屋后 人还理了理沙发 自个儿躺了上去 能睡沙发最好 大兴的床 他不好意思睡 毕竟那是他和老鬼的床 刚才他就是觉得不好意思 才想让可可陪他 一起去床上睡 可惜可可太重 他一个人搬不动 罗曼睁眼看了会儿天花板 觉得客厅的灯光 有些刺眼 可是 他一躺下就不想动了 开着灯也好 陌生的环境 他喜欢亮着灯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正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 罗曼听到有手机在响 那响声不在身边 离得比较远 罗曼皱了皱眉 起身 这一起身 他才发现 自己头疼的厉害 忍着头疼起身 找到声源之后 罗曼动作利落地挂断电话 是大兴的手机在响 平时就算没人接听 他也绝不会随便地挂断别人的手机 这样很无理 可现在 他头疼得厉害 听着这响个没完的铃声 头就更疼了 不过一分钟 才掐断的电话铃声 又响了 罗曼顿了会儿 觉得一直挂断电话 也不是个办法 还会让对方误会大兴 所以 他动作比平时慢一拍的 按下了接听键 一声唯 还没有来得及说出口 里面便传来男人沉沉地 带着一丝不悦的嗓音 欣欣 何有没有告诉过你 如果不回家提前说一声 还挂我电话 你能耐了 啊 罗曼不确定地 问了句 秦 俊豪 电话那头 瞬间消音 喂 五六秒钟之后 那头才传来一声 有点撩人的低笑 对方学着罗曼的断句方式 问 罗 曼曼 听起来 就像是在叫曼曼 叫得还那么亲尼 你们三个在哪呢 那边紧接着又问 罗曼顿了顿 他好奇地问 你怎么知道是三个 而不是两个 猜的 又在上次那个烧火店喝酒 啊 没有 这次不是 这次在大兴的公寓里 许聪明了 吃完小喝多少就喝多少 也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哦 等等 你怎么知道 我们喝酒了 猜的 哦 那个 大兴今晚就不回去了 他心情不好 喝多了 电话那头的人沉默了一会儿 呼地对他道 等着 一会儿给哥哥开门 罗曼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电话就挂断了 他微微皱眉 什么意思 等着 一会儿给哥哥开门 哥哥 秦俊豪 得出秦俊豪要来看大兴之后 罗曼的酒顿时就醒了一半 不行不行不行啊 大兴不在啊 他不是白跑了一趟吗 罗曼连忙 又用秦俊的手机拨了过去 秦俊豪 你不用来了 大兴 他已经休息了 你一想最后礼貌 怎么不叫人了 男人的嗓音 混杂着轿车发动的声音响起 罗曼没料到 他动作这么快 这才一分钟了 他就下楼 并上车了 秦 哥哥 真不用来了 大兴不在 你来了也见不着人 哦 那他去哪了 喝完酒不耍耍酒疯不像他呀 还是他到外面耍酒疯去了 罗曼心道 嗯 的确是耍酒疯去了 对着某只老鬼耍酒疯 还被老鬼骗走了 而他 眼睁睁地看着大兴 被老鬼拐走 而无能为力 哥哥 你真的会白跑一趟的 不骗你哦 罗曼说完 刚好打了个酒格 那头的人轻轻扑哧一声 似乎在笑他 完了 哥哥已经在路上了 我过去看看才放心 哦 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倔呢 人都不在 看啥呀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二十一集 突然 罗曼一个机灵 眼睛 瞅像茶几上 那些东倒西歪的酒瓶子 和烤串棍 在炖了那么几秒之后 飞快起身 将东西收拾了一番 刚才吃饱喝足 加上头疼 烂摊子都没收拾 本来打算 明天早上再收拾的 结果 就有人来突击检查了 等匆匆忙忙 收拾完屋子 罗曼才一愣 他为什么要收拾屋子 嗯 秦俊豪 看到就看到呀 能怎么样呢 生大兴喝酒的气 然后向家长 打小报告 他又不是这种人 罗曼去浴室里 洗了把冷水脸 端端正正的 坐在沙发上等人 等到眼皮子 都快粘在一起了 他才听到一阵敲门声 那声音很响亮 是那种一下一下的 不急不缓 虽然很响 但听着一点也不烦人 罗曼瞌 瞌睡虫一散 立马起身 大概起身起得有些急 脑袋一阵悬晕 他摇里摇头 扶着沙发靠背 缓了缓 才稳稳荡荡地 走出去开门了 某人自以为很稳 其实脚步是悬浮的 门外 秦俊豪一手插兜 一手微躯 手背正对着门口 一副正在敲门的姿势 罗曼本想告诉他 门上有门铃 但是在看到他的时候 短暂的一失神 就忘了 身姿挺健的男人 穿着均绿色的 唇色短袖 黄绿迷彩长裤 配一双墨绿色的运动鞋 曲起的手臂上 肌肉突出 线条流畅 很有力量 罗曼突然就想起 初次见面的时候 这男人一手拎一个人 背上再背一个他 力气很大 几个月没见 男人看起来 比以前晒黑了些 五官也仿佛变得 更锋利了一些 板寸头应该是刚剔不久 看起来有些扎手 但出奇地 配他这张脸 他正盯着罗曼 一双黑漆漆的毛子 看起来像暗夜里的狼 一样明亮 哭的 男人嘴角一勾 不请哥哥进去坐坐 罗曼堵在门口 认真思考了一下 这个问题 然后跟他理论道 这是大兴的屋子 可是大兴这个主人 不在 秦俊豪抬起的手臂 收了回去 变成了两手插兜 笑盈盈地看他 也跟他讲道理 大兴是主人 而我是主人的哥哥 你却只是主人的朋友 我问你 是主人的哥哥 跟主人比较亲近呢 还是主人的朋友 和主人比较亲近呢 男人这一笑 那幽亮的 像野狼一样的眼睛 突然就变成了狐狸眼 也是幽黑的 却闪着脚匣的光泽 微扬起的眼角和眉梢 给人一种 他在打什么坏主意的感觉 眼前的小妹妹 睁着一双雾眼看着她 似乎才认真地思考 她的话 秦俊好好笑道 好了 不逗你了 就算情形不在 我也可以进去坐坐吧 再说屋里不应该 只有你一个呀 屋里就只有我一个 可可 被秦四叔接走了 这一下 秦俊豪是真露出了个 诧异的表情 你一个人在屋里 罗曼点点头 打开了屋门 不过 关于你的亲书远近观点 我觉得说得对 所以 你进来吧 秦俊豪没客气 尽直进了屋 屋里有一股浓重的烧烤味和酒味 这气味混杂在一起 并不好闻 秦俊豪顿时皱了下眉 看来喝得真不少 吃得也不少 秦俊喝成这样 却不在屋里 他去哪了 秦俊豪还算是亲哥 问了个关键问题 罪鬼不待在家里 会待在哪儿呢 罗曼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 哥哥 你渴不渴 我给你倒杯水吧 他微微一笑 乖得像个林家妹妹 秦俊豪顿时一眯眼 笑呵呵地看她 哦 那就有劳小妹妹了 为了转移话题 骗得这么乖 这一声哥哥叫得还真是好听 不过 看小妹妹这反应 秦俊应该没什么事 罗曼倒完水之后 安安静静地坐在一边 看着他喝水 脑子有些放空 也不知 是不是今天喝了酒的缘故 他关注起一些平时 根本不会关注的问题 比如 这个人喝水时 下巴微微抬起 会崩出一个刚毅而漂亮的弧度 吞咽水的时候 会伴随有咕噜咕噜的吞咽声 男人的喉结上下滑动 喉结处的弧线 有种动态的美感 杯眼儿离开嘴唇的时候 先前有些干涸的嘴唇变得湿润 在灯光之下 还泛着亮晶晶的光泽 杯子离开太急 嘴角有一小柳顺着男人的嘴角流了出来 被他抬起的手臂随意逝去 秦俊豪喝了几口水抬头 微微一震 小妹妹正在用一种非常认真的神情 在打量他 确切地说是在细致地观察 秦俊豪顿时就乐了 以为是动物园参观完要写观后感呢 看他看得这么认真 他很好奇这个小妹妹脑子里的观后感是怎么样的 这是喝了多少酒啊 他将杯子放到桌上 身子后仰 依旧是笔直而坚挺 双腿没有交叠 只是微微分叉 踏在地上 罗曼眨眨了下眼 朝他比了个二 两杯 杯子不大 所以没有喝醉 真没醉 真没有 醉鬼怎么可能给你开门 还给你倒水 罗曼眨调理清晰地分析道 说得很有道理 我听秦俊说你这次考了个状元 罗曼恩了一声解释道 考到状元能拿很多奖金 很厉害啊 秦俊豪夸了一句 我学习的确挺厉害的 罗曼没有跟他谦虚 秦俊豪觉得 喝醉的小妹妹特别可乐 本来坐坐就准备走的 但现在屁股一沾沙发 再喝上一杯小妹妹亲手倒的水 他突然就不想走了 很想多逗他两句 但是 我也就学习厉害了 你要跟我比其他的 我都不行 罗曼齐齐整整地坐在一边 很像课上排排座 求表扬的小学生 不 你除了学习厉害 还有一个地方很厉害 秦俊豪笑眯眯地道 罗曼偏了偏头 认真思索了一番 没想到 本着不懂就问的原则 他虚心求教道 是什么 我想不到 秦俊豪听到这话 一双眼睛眯得更像狐狸眼了 还是那种 坑死人不偿命的笑面狐狸 这个嘛 你叫我一声好哥哥 我就告诉你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二十二集 罗曼不但没有上当 还横了他一眼 不叫 大兴说得没错 你很喜欢坑人 他跟你说我喜欢坑人 他还说我什么了 秦俊豪好奇地问 罗曼眼珠子转了转 我忘了 秦俊豪觉得十分好笑 看来不光是一起撸串 喝酒的交情啊 几个小妹妹 友谊非常之深厚 都喝醉了 也不出卖朋友 不叫好哥哥 叫哥哥也行 但是要多叫几声 微顿 他再次抛出诱饵 你就不想知道 我说的是什么 罗曼纠结了一番 认真分析了一下 这其中的得失 一分钟后 他点了点头 按年令算 你本来就是哥哥 我叫你哥哥 并不吃亏 秦俊豪不住点头 笑着恩恩道 对 一点都不吃亏 还是你赚了 什么代价都不用付出 就能得到一个 你不知道的问题答案 你说 吃亏的是不是我呢 罗曼摇头 你也不吃亏 我们在等价交换 你喜欢我叫你哥哥 听我叫你哥哥 你高兴 然后就告诉我答案 秦俊豪以拳底唇 挡住了嘴角 大大勾起的弧度 咳了两声道 你这小脑的官真聪明 不愧是理科状元 分析问题 太有条理性了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不过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听你叫我哥哥 罗曼长长的睫毛抬起 瞅他一眼又垂下 掰着手指头道 一 我叫你哥哥时 你的表情和语气 都十分放松 二 大星明确地跟我说 你想要个软乎乎的妹妹 虽然我觉得 我一点也不软 但大概你的眼光有问题 把我当成了软妹子 三 上次我喝醉酒 吐了你一车 之后你就揪住我不放 刚开始我以为 你小气 后来发现 你是找借口 骗我叫你哥哥 还有 刚才你也各种引诱我 多叫你哥哥 以上种种都说明 你喜欢听 我叫你哥哥 秦俊豪笑成了一只狐狸 小妹妹说一点 他就点一下头 分析得很不错 既然你这么清楚 那你就叫吧 通笑几声 我听着呢 哥哥 你说 我除了学习之外 还有一个地方很厉害 是什么 哥哥 哥哥你快告诉我吧 哥哥 罗曼像只小奶猫一样 软绵绵地叫了好多声 秦俊豪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开了手机录音 将这一声声 引起极度舒适的哥哥 给露了进去 遗憾的是 没能在哥哥前面 加一个好字 叫完之后 罗曼盯着他 摆出了一幅 十分较真的架势 都叫了好多声了 你快告诉我答案 我除了学习 还有什么地方厉害 秦俊豪笑眯眯地指了指自己的嘴 显而易见 你除了学习厉害 口才也厉害 你看 你刚才用如此清晰的条理 辩证的思维分析我 让我无话可说 口才那是相当的厉害 是不是 啊 秦俊豪忍了一会儿没忍住 哈哈大笑起来 那笑声 没一会儿 就把整个屋子都灌满了 罗曼的耳边 全是哈哈哈哈 罗曼小妹妹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喝醉之后 真的很可爱 要不要考虑当我干妹妹呢 以后看哥哥照着你 罗曼露出一幅 果然如此的表情 这年头当人干哥哥 很不容易的 你口头说说 就想认一个干妹妹 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 哦 那你说说 我怎么样才能当上你的干哥哥呢 你说几个要求 我要是做到了 以后见了我就得喊哥哥 不要让我提醒哦 罗曼皱着眉 想了很久 别人家的哥哥 都是妹妹想要什么 就给买什么 好啊 以后你想要什么 哥哥都买给你 哥哥的老婆本 全都不要了 全拿来给你买东西 秦俊豪笑咪咪地回道 那 那倒不必 我这个妹妹 很好养的 我想要 布娃娃的时候 你买给我 我想要新书包的时候 你也买给我 还有 我想穿漂亮的小裙子 偶尔 也当一当小公主 罗曼说着说着 嘴角就翘了起来 秦俊豪笑咪地眼 却平缓了上吊的弧度 笑容变得淡了些 却也更真挚了一些 他硬道 好 哥哥都买给你 哥哥给你买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公主权 你想当多久公主 就当多久公主 还有呢 还想让哥哥做些什么 嗯 我过生日的时候 哥哥要认认真真 送我一件礼物 还要当面跟我说 生日快乐 秦俊豪想了想回道 哥哥现在比较忙 不能保证每年都能当面 对你说生日快乐 但是我可以给你发视频 在视频里对你说 可以吗 罗曼有些勉强地点点头 至于礼物 上次送你的生日礼物 虽然是我恰好看到顺手才买的 但是既然觉得合适你 我也算是用了心 听秦鑫说 那礼物你还挺喜欢的 哦 那个猫咪手套吗 我是挺喜欢的 保暖 还很可爱 罗曼赞同了 他选礼物的眼光 所以还有吗 秦俊豪耐心地问 语气都温柔了不少 这软啪啪的声调 要是被他手下的士兵听到了 估计得吓死 我被人欺负的时候 你得帮我欺负回来 罗曼刚说完 自己就先摆手了 嗯 不 这项好像有点鸡肋 我有大星和可可呢 他们俩会保护我 秦俊豪嬉笑 出秦星的三脚毛的功夫 顶多自保 保护你可不够 还有 我这未来的小四婶 看一向算卦还行 打架 怎么能比得过我呢 哥哥答应你 以后谁要是欺负你 回头 我替你好好地修理他 还有吗 你好好想想 要是没有的话 今天你就得认哥哥了 能不能先欠着 等我想好了 再继续往上加 罗曼眼里略过了一道亮光 问道 小妹妹 你想的可真美 等秦俊豪离开时 两人已然成了干哥哥 干妹妹 连联系方式都互换了 当然 干哥哥说了 虽然咱是干的 叫人的时候 还是得叫哥哥 不能加干 不然显得生分 离开的时候 秦俊豪还逼着 新任的干妹妹 叫了好多声哥哥 美名曰 熟悉熟悉 干兄妹关系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二十三集 等人走后 罗曼盯着他 刚刚坐过的地方 有些郁闷地 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他刚才 怎么就答应了呢 是不是喝完酒 脑子就变顿了 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 罗曼一头栽倒在沙发上 决定 还是睡一觉之后 再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招呼客人 招呼了那么久 他都困了 第二天一大早 酒醒的罗曼 一脸懵逼地看着通讯路上 多出来的备注名 哥哥 还有微信上 多出来的备注名 哥哥 名为哥哥的头像 是一张蓝天白云图 天空中 连一只路过的鸟都没有 非常之单调 看着那陌生的头像图 昨晚上的回忆 跟幻灯片一样 一幕幕地在脑海里回放 罗曼越想 越 直接一巴掌 盖在自己脸上 想重新睡死过去 就在这时 门铃突然响起 把他吓了一跳 透过猫眼 看到门口的人是可可时 罗曼莫名地松了口气 苏可可对昨天晚上 半路失踪的行为 表示非常心虚 一早起来 便把身边的男人 推到了一边 咕噜噜爬起来 来找罗曼和大兴了 大兴比你还先走呢 昨晚上 被冷公子带走了 苏可可顿时皱眉 冷月来了 还把大兴给带走了 罗曼揉了揉眉心 放心吧 大兴走的时候 非常乐意 非常急切 没有半点被强迫的样子 苏可可心想 放心不了 孤男寡女 一夜未归 想起昨晚上 某色胚书 趁着自己醉酒 又带着他拔萝卜 又打他腿的 苏可可就非常气愤 成人之危的色书 男人果然都是一个德行 冷月 肯定也 不不不 应该是他想多了 冷月多君子的老鬼呀 怎么会跟色胚书一样 才不会呢 大概就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 好好地跟大兴谈谈心 结果 这么想着的 这么想着的苏可可 很快地就被打脸了 秦星回来了 整个人失魂落魄的 脖子上还有很多的草莓印 苏可可可和罗替 苏可可可和罗曼瞪直了眼 如此大颗粒大面积的草莓印 可见战况之激烈 大兴 你昨天晚上难道喝 秦星将领子拢了拢 非常扎的来了句 没什么 喝多了 不小心把某只鬼给上了 我只是身上多了些草莓 它身上多的可是九阴白骨爪 苏可可刷的一下站了起来 是不是冷月成人之危 我帮你去教训他 秦星揉了揉额头 哎呀没有 昨天晚上他几次不从我 最后我一生气 我就把他强行 那啥了 苏可可和罗曼 我 他们还能说啥 本以为是大兴吃了亏 可大兴一服吃干抹净 不负责的渣女架势 他们想要谴责老鬼的话 话话都说不出来了 哎呀 秦星长叹一声 表情忧伤 我知道自己酒品不好 但没想到这么不好 大兴 你 你原谅冷月了 苏可可问 秦星前一秒 还是一副吃干抹净 不想认账的渣女样 听到这话 顿时变脸 冷笑 哼 我的灵魂和肉体是分开的 虽然我把这只鬼给睡了 但是我的灵魂 并不想如此 哼 想我就这么原谅他 做梦 事实上 在他酒醒 并发现身边躺着个赤身裸体的美男后 情形难得的没有完全断片 把前一晚上的荒唐事记起来个七七八八 然后心情非常之复杂 以至于他不知道该如何来面对冷月 就偷偷地穿上衣服 自己溜回来了 没错 他睡完人 就拍拍屁股走了 连一张明币都没留下 反正是明媒正取过的 白嫖 也是合法的吧 那你打算 怎么做呀 罗曼问 以前没睡鬼的时候 就勾勾缠缠的 根本断不了 现在好了 直接有了夫妻之时 就更断不了了 怎么做 看他表现吧 表现好了 就再给他一次机会 表现不好 哼 那就踹了 反正我秦星 又不是非他不可 没必要在一只死鬼身上吊死 对不对 不用苏可可和罗曼开导神吗 秦星很快就自己开导了自己 看得非常开 上个礼拜 我去了很多景点 看完大自然的那些大山大河 心境突然变得很开朗 世界这么大 好多地方我都想去看看 诶 可可 你和四叔大婚的日子定了之后 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哦 不然我说不定浪到国外去了 哼 高中结束 女孩子们全都从乖乖女 化身各种妖魔鬼怪 短发开始流长 短裙和超短裤也穿了起来 还有的甚至开始踩高跟 所以 大兴这一系列举动 看起来很正常 但熟知他的苏可可和罗曼却觉得 并不正常 大兴并不是一个喜欢识舵自己的人 虽然大兴天生励志 但性格粗之大业 并不迷恋这些小女孩家家喜欢的东西 后来 学霸曼根据观察得出结论 这一切都跟那失踪的一夜有关 嗯 水乳交融之后 很多女人都会变得比以前更加娇媚 更加爱美 苏可可陡然一颤 等她跟书生米煮成熟饭了 她不会也变成这样了吧 分数下来 志愿一填后 小丫头的理想大学算是定了 而暑假还很长 足够办很多事情 两人结婚用的东西 秦莫琛早就准备好了 秦家的家族群里 秦老爷子意思意思那么一催 家族成员们纷纷排队催婚 秦莫琛想到家里正在休养的两个老人 给老爷子打了个电话 秉明实情 结果 被老爷子骂了个狗血临头 嗯 你可不懂礼数的 可可那边还有亲人这事 你怎么不早说啊 结婚前作为家长 我肯定要去拜访一下老人家 然后便有了现在这一幕 屋里三个老头子坐在一起 正乐呵呵地谈论两个晚辈的终身大事 刚开始苏牧城受宠若惊 哎哟 怎么老您亲自来了 秦老爷子虽然退下来了 但以前的身份可尊贵得很 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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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这小子瞒着我 我老早就来拜会您了 在两个老人面前 秦老爷子一点面子都不端 春风和煦道 连秦家的几个亲儿子见了都要吃惊 半个小时之后 秦家 可可呢 我当做孙女一样的疼大的 我呀舍不得哟 苏老头的称呼 已经被秦老爷子忽悠地切换成了亲家 呵呵 曾老也叹道 是啊 苏丫头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请家放心 我家这小子要是敢欺负可可 我就直接拿鞭子抽的 你们都盯着 但凡我家这小子哪里对不住可可 你们就告诉我 放心 我往死里打着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二十四集 苏老头立马道 唉哟哟哟哟哟 都是孩子 说什么打不打的呢 他们自己感情好那才是最重要的 嘴上说着不要不要 一张老脸却笑开了花 再后来 秦老爷子道 秦家,老曾,既然你们身体都不好,那就过段时间再谈了婚事 虽然呢,我把该准备的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推迟一些也不是什么大事,你二位身体要紧哪 曾老连忙说没事没事,他和老苏的外伤很快就能恢复,至于内伤得慢慢地调理,急不来 所以还是先办苏丫头的婚事要紧,苏老头也道 啊,我俩再休息个几天就能变得生龙活虎了,放心 未免你家那小子夜长梦多,还是先把事办了吧 你也知道,我家可可太优秀了,现在又考上了帝都最好的大学 大学里面那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多得很哦 小丫头还小,容易被人诱惑,要是被其他不知道的臭小子给骗了 我也不放心啊,是不是 比较比较,还是你家的秦小子最合适 所以,秦家,趁着开学前,咱们就合计合计,把事给办了吧 秦老爷子也没开眼笑的 好好好,你们没意见的话,那我就着手安排了 苏老头说 那,您那儿,有啥没有准备齐全的 跟我说,我去着手安排 秦老爷子道 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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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您点头了 我家那小子早几个月就在准备了 婚纱和婚戒都是照圈内的大师定制的 婚礼策划团队也是世界有名的金牌团队 说什么也不能委屈了,可可 苏老头连忙道好,然后再掐指那么一算 哎哟,下个月的十六号,刚好是个好日子 一嫁娶 双方一锤定音,就七月十六号 只剩半个月,太仓促了吧 不不不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啥都准备好了,只等新人就位,怎么会仓促呢 于是,等苏可可和秦莫琛得知消息的时候 婚礼的日子已经确定了下来 两人完全没了发言权 可是,我和莫琛哥哥的婚纱照还没拍呢 我听说,从拍照到做相册,要至少一个月呢 不等苏老头说话,秦莫琛便道 问题不大,你只要留给我一天时间用来拍照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苏老头和秦老爷子偷笑 瞧这臭小子猴急的样 刚才还假模假样地说,时间太仓促 有本事,你再等一个月呀 秦莫琛联系了摄影团队 第二天就全部到位了 苏可可果然什么都不用操心 造型师帮她选好了最合适的衣服 户外风景也是最高档的 欧式城堡,空中花园,还有游艇 苏可可只要根据摄影师的要求摆pose就好了 至于怎么笑 摄影师表示 小可爱,你长这么漂亮 怎么笑都好看哦 而且一对上男人那张脸 想到即将到来的婚礼 苏可可脸上的笑,便怎么都遮挡不住了 甜甜蜜蜜,羞羞瑟瑟瑟的 哪里还用摄影师要求 苏可可是公主 秦莫琛就是骑士 骑士手按配刀柄 一手托着公主的手臂 在上面落下轻轻一吻 而公主坐在奢华的马车上 伸出了一只戴了白纱手套的手 还有邮轮上 背景是宫愁交错的舞会 男人身穿黑色燕尾服 女人身穿一袭大红开叉 鹿背鱼尾长裙 一条白细的大腿探出 勾在男人身上 两人保持着交际舞的姿势 深情对视 以及甲板上 旁边是拉小提琴的演奏家 男人双腿交叠 一手执着半杯红酒 深情看着镜头这边 这边的女人只入镜 露出一个窈窕的白色背影 让人很想知道 被男人用如此深情的 眼神凝视的女人 该是如何倾国倾城 更有星光下的河水里 雌雄美人鱼在水中交尾 拥吻在一起 波光淋淋的水面 还不及美人鱼的鱼尾 闪耀迷人 苏可可说到成品的时候 都被自己迷住了 好漂亮啊 叔 你快看 咱们的照片好漂亮啊 秦莫称挑挑眉 嗯 很漂亮 男的帅 女的美 哼 叔 你怎么能这么 诚实呢 苏可可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小丫头一个劲地 夸照片好看 秦四爷就意思意思 将手机里的电子版 发了那么几张 到家族群里 短暂的死记之后 秦骏迟到 我靠 好看 瞧这小四叔 小四十那眼睛 哎呀 放着电流也太大了吧 都垫死我了 秦俊豪说 四叔笑了 难得 秦俊驰又道 秦俊豪 你孤陋挂文了 四叔在咱们四婶面前 那就是另外一个人 笑容五毛钱一斤 附赠一百个必杀宠 你眼神 秦兴道 哇塞 我们家可可太美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 便宜四叔了 秦文书道 可可很漂亮 提前恭喜四叔和可可了 苏玉道 恭喜四叔和可可 晚辈们 群里一阵闹腾之后 繁忙的大人们 才开始冒泡 清一色的赞美 秦老爷子 学会发表情包之后 发了一个 震慎满意的表情 苏可可还不知道 秦末称的骚操作 等到他听到 叮叮直响的 群消息提示音 进群之后才知道 叔把两个人拍的照片 发到群里了 顿时 羞的脸蛋通红 以前很多人都说 他长得水灵 长得可爱 这么多人夸他漂亮 还是第一次呢 化妆术 真是一向了不起的技能 丫头 你看看 除了这些人 你还想邀请谁 秦末称 将拟定的名单 给他一份 我这边 没多少人可请 曼曼 泽哥 曾爷爷那一队人 哦 小曹爷请来吧 上次我跟他提到过 不过他最近忙着写论文 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 另外 苏可可顿了顿 殷少礼和玲棱姐那边 也写一份请帖吧 来不来是一回事 好 秦末琛这边 也没邀请多少人 都是一些有交情的朋友 生意上的那些酒肉朋友 一个都没请 叔 你忘了写无助理了 还有小莱姐 秦末称笑道 无助理的脸就是邀请函 不需要清帖 谁都知道 她是我身边的人 至于 袁小莱 她可以跟秦俊驰一起 婚礼是可以带女伴的 伯父知道秦俊驰交女朋友了吗 家族群里 大家对秦俊驰交心与朋友的事情 好像没什么反应啊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二十五集 秦末琛解释道 不仅老爷子知道 秦家的几个长辈都知道了 他追女人搞出来的那些个破事 一个人嚷嚷 其他人就都知道了 不过 你也知道 秦俊驰以前是什么德行 他这么快交上新女朋友 并不让人意外 空窗了一年半载 那才奇怪呢 见小丫头猝着眉 秦末称笑道 要是秦俊驰这次坚持超过半年 不用他自己说 所有人都会吓一跳 你不必担心袁小莱 这女人 也不是他以前那些个女人 瞧着 似乎有些手段 手段 苏可可诧异 解释道 不 小莱姐 是个很直爽的人 不会对人耍手段 不过 有仇报仇 倒是真的 丫头 我说的手段 可不是害人的手段 苏可可不解 秦末称却不说了 邀请函送出去之后 亲朋好友们 纷纷送来祝福 接到秦星电话的时候 苏可可下意识地以为 秦星也是来送祝福的 没想到 刚一接通 便是一阵高亢的叫声 啊 可可 要死了 要死了 冷月那个王八蛋老鬼 昨晚上突然登门了 苏可可大婚日子确定之后 秦星就没再继续浪了 没想到 他回到家的第二天晚上 也就是昨晚上 有个人模狗样的成功人士 拜访上门了 这个人模狗样的成功人士 就是冷月 一进来 就以他男朋友身份自居 彼时 他爸和他哥都不在家 只有他妈和他 他妈当时惊讶无比地道 秦儿 你居然交男朋友了 不过 我好像在梦里 见过你这位朋友啊 秦星非常想 跟母上大人说 不是好像 是根本就是啊 然后 没过多久 成功人士优雅 不失风趣的谈吐 和并不明显的讨好 就让周雅女士 倒戈相向了 老鬼死活不愿意 修理的长发 剪短了一些 还是扎着 却多了几分 文人雅士的儒雅 和艺术家的风雅 刚好 他妈妈最吃这一套 以前没少嫌弃 他老公是个大老粗 可可 我觉得我不是周雅女士 亲生的 她这一服 我能交到这种男朋友 那简直就是 捡了天大的便宜的表情 深深地刺痛了 本小姐的眼 还伤到了 我幼小脆弱的心灵 吐槽完的秦星 自我总结道 想曲线救过 没门 就算他哄得我爸 我妈 我哥 全都喜欢他 本小姐不答应的话 那就是没用的 哼 然后 秦星以一句 新婚快乐 为结束语 结束了通话 苏可可心想 大星 你这隐隐兴奋的语气 让人很难相信你的话呀 可好了 旁边男人突然问了句 秦四爷对亲侄女 还算是关心 从苏可可嘴里知道 他跟冷月的那些破事后 也很关注后续的进展 苏可可摇头 有望和好 但还没有 不过 这次真不能怪大星心应 如果哥叔做了这种事情 我也不会原谅你的 秦莫称挑眉 你怎么拿我跟一个古董鬼比啊 因为你们都是男的呀 我不会这么蠢的 现在的我不会小看女人的作用 秦莫称道 大概是想起了往事 她眉梢的笑意散了不少 苏可可知道 她是想起旧事了 女人和小孩 往往被强者视为弱者 竟而忽略 但很多时候 她们会携带着杀伤性武器 或被利用 或心怀不轨主动靠近 都不可小觑 苏可可突然想到了 那位白大小姐 一力声 叔 你的名单上 我好像没有看到白小姐 你不请她吗 听到这话的秦莫称 顿时用一种微妙的眼神看她 你确定要邀请她 不是我要不要请 而是你和白小姐 嗯 好像是有些奇怪哦 毕竟谁都知道白小姐喜欢书 虽然白小姐已经放下了 但曾经喜欢过 来参加书和她的婚礼 也会很尴尬吧 就算不尴尬 也要接受别人的注目礼 秦莫称拍了一下 她的小脑袋 我直接给白家写帖子 白月香要是愿意来 就会跟着白家一起来 若不想来就不来 苏可可这么一想 顿时朝她竖起了大拇指 嗯 还是书想的周到 对了书 伴郎你找了谁啊 秦俊豪 秦四爷是个嫌麻烦的人 圈子里单身的好友也有 但自家人用起来更顺手 至于为何不找秦俊驰 他跟黄月山那档子事 大家都知道 虽然只是个行四 但也算是结过婚的人 而且 秦俊驰这个人花心烂情 虽然目前有改过自新的趋势 秦四爷表示 他还是很嫌弃 苏可可立马道 我找了曼曼当伴娘 到时候 你可不要让伴郎那边的人 欺负曼曼 他看到好多婚礼 伴郎那边的人 都会起哄伴娘 虽然 他和书的婚礼打算 走斯文路线 但他还是担心 他不敢 你是他四婶 四婶带来的人 他不会欺负的 其他人也不能欺负曼曼 婚礼的日子临近 苏可可突然变得焦躁起来 像是期待 又像是兴奋 眼见着那个日子 马上就要到了 他突然开始失眠 床上 男人伸手 孤注他乱动的小身板 看睡觉 不然大屁股了 可是 我真的睡不着 苏可可撅了撅小嘴 也很委屈啊 他睡不着啊 能怎么办呢 还不准人翻个身了 男人的睡意顿时没了 睁开眼看着他 不然 我们做点别的 苏可可好奇地瞅着他 秦莫琛凑到他耳边 声音低哑地提醒了一句 苏可可的小脸 蹭的一下就红了个透 休脑地说 你还说 上次的账 我还没有跟你算呢 你趁着我困到睁不开眼睛 就欺负我 还有 我喝醉酒的那天晚上 你也这样 我怎么欺负你了 你不是睡着了 还记得 老男人说着说着 就开始动手动脚了 说 这首书怎么就改不了了呢 换个称呼 不换 我就继续欺负你了 莫琛哥哥 乖 一番折腾之后 苏可可总算是有了点睡意 秦莫琛凑过去 亲了亲她的嘴角 丫头 是不是紧张了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二十六集 只看伴郎伴娘的人数 也能看出 这场婚礼并不繁杂 就算繁杂 那也没有新郎新娘什么事 他们按照仪式来就可以了 秦四爷的原则是 场面盛大 仪式简约 苏可可打了个哈欠 嘟囊道 说 我的确是紧张 还有一点点焦虑 秦莫琛低笑 从后面抱着她 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损了损她的耳垂 你有什么好焦虑的 该焦虑的是我 等你开学之后 我就不能天天见到你了 苏可可这么一想 也是 她没什么好焦虑的 等我周末休息 我会回来看你哦 苏可可笑黑黑的道 去了大学里 肯定不能搞特殊 是要住校的 所以就只好委屈输了 经过昨晚上老男人的开导 苏可可的焦虑症 好像好了很多 但她还是跟秦星 咨询了一下 有关婚前焦虑症的问题 不好意思啊 我给不了你任何建议 我他妈架的又不是人 是鬼啊 跟你的怎么能一样呢 我知道 我知道 但这样不是更应该焦虑吗 啊 还 真没有 她当初就在 答不答应 嫁鬼这个问题上 纠结犹豫了很久 但在决定之后 就欣然准备当新娘子了 一点焦虑都没有了 还特别高兴 还觉得新奇来着 现在回想起来 秦星觉得 自己大概脑袋有坑 嫁给一只鬼 她那么高兴干什么 而且 就因为她嫁过鬼了 可可都不要她当伴娘了 嗯 她想当伴娘 难道往后余生 她都不能当伴娘了吗 可可 我现在 遇到了一个很发愁的问题 我 我看不到我家老鬼了 虽然 我戴着她的白玉班纸 但是她现在不想让我看见 我就看不见 我怀疑 她躲在哪偷看我呢 苏可可道 嗯 应该不至于吧 冷公子 是一个君子 啊 君子跟 她要是君子 那晚上 我还能真强迫她 哼 她就是一装模作样的老色鬼 秦星就是典型的 只能她自己说冷月不好 别人谁说 她跟谁急 上次苏可可和罗曼 怀疑冷月 把秦星这样那样的时候 秦星多互犊子呀 非要说是自己喝醉了 把人给睡了 不甘老鬼任何事 可现在 哼 自己打脸打得 哐哐响响 可可 有没有办法 让我看到她呀 苏可可眨了眨眼睛 大星 你确定 要是帮你短暂地 开了阴阳眼 你看到的 可就不止是冷月了 所有 妖魔鬼怪 你都能看到的 虽然秦星的体质 现在被那个白玉班纸 改善了不少 撞鬼的几率 大了很多 但也不是所有脏东西 都能看到 秦星想象了一下 那个画面 觉得 太美 不敢看 分分钟放弃了 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她宁愿被某只色老鬼偷窥 也不想看到 其他脏东西 所有鬼怪里面 也就老鬼的颜值 能让秦星 忘掉她丑陋的一面 老鬼死的时候 可不好看了 只是鬼力高深 才一直保持着 最完美的一面 把秦星 迷得不要不要的 后来两人聊着聊着 直接进了三人群里 继续聊 虽然漫漫这会儿 还忙着实习 但闲了的时候 也会加入 漫漫 羡慕嫉妒 但没有恨 哼 我也想当伴娘 奈何我是已婚人士了 大星 不然伴娘服 等慢慢穿完 借你穿一天玩玩 侮辱 赤裸裸的侮辱 秦星 抱着床上的大狗熊玩偶 气得把大狗熊的脖子 都差点给勒断了 不久之后 罗曼突然冒泡 大星 你要是喜欢 可可给我定制的那件伴娘服 送给你也可以啊 秦星这次 不勒大狗熊脖子了 直接趴在床上撒泼打滚 口中大骂 冷月 冷狼狗 你这个王八蛋 都怪你 一道清朗的低笑声 突然响起 秦星一正 一个鲤鱼 打爬了起来 四处张望 耳朵 也竖了起来 可是声音没了 一点声音都没了 好像是她的幻觉 冷月 是不是你 我 我 我告诉你 你 你这样不经过别人同意 就随便闯入别人家门 是不道德的行为 是犯法的 别以为你不是人 你就可以无法无天了 秦星 嘀嘀咕咕骂了一通 也不见有人回应 表情一下子搭了了下来 不会 真是她幻听了吧 太想那死鬼 所以 就产生了点 幻觉 秦星摇摇头 不去想那死鬼了 继续跟好友们聊天 算了 我想通了 一想到伴郎是我哥 我这伴娘不当也罢 感觉怪怪的 罗曼突然正 公主 大星 你说谁 你哥是伴郎 是啊 不是我自夸 我们老秦家的基因好啊 也就我们老秦家的人 能给四叔当的伴郎 才不会抢走新郎的风头 也不会被新郎 衬托得黯然失色 罗曼突然沉默 过了一会儿 他有些犹豫地问 大家 大家 不会闹伴郎和伴娘吧 苏可可道 叔说了 不会的 都是自己人 傻呀 就因为是自己人 才会闹 不过曼曼 你放心 除了一些长辈 小辈们 不敢闹我哥 到时候 你躲在我哥身后就行 我回头跟他说说 让他照顾你 呵呵 秦俊豪 认罗曼当干妹妹的事 罗曼觉得 有可能是对方一时胡闹 逗他的 所以没当真 也就没告诉大兴和可可 秦俊豪他 应该 就是在开玩笑的吧 跟好朋友们 聊过天之后 苏可可的焦躁 得到了一点点的舒缓 可日子 眼看着就要到了 他的焦虑症又复发了 还越来越重 最后 苏可可只能找 秦莫琛寻求帮助 叔 不好了 我好像得了婚前焦虑症 秦莫琛皱眉 这才意识到 情况 比他想象中严重 他赶紧找了成瑞 成瑞抵了抵 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虽然他兼修心理学 但这么点小事都要找他 还真是大财小用了 的确是有一些 轻微的婚前焦虑症的症状 这几天你们 可以干点别的事情 转移一下注意力 想想婚后的蜜月 心情是不是会好上很多呢 啊 并没有 他最近的茫然不安 原来真是婚前焦虑症引起的 一旁的秦莫琛皱眉思索 丫头在焦虑什么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二十七集 成瑞解释道 一些情感细腻复杂的新人 对未来有很多担忧和顾虑 婚后角色的改变 让他们担心这种改变 带来的一些压力 包括潜意识存在的 和现实客观存在的方方面面 心理素质不好的新人呢 会因此产生一些不好的身体反应 紧张啊 焦虑啊 甚至是恐惧 越是临近婚期 这些个负面情绪就越多 积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有的新人就会承受不住 产生逃婚的念头 有的前一天逃婚 有的当天逃婚 承睿看向老同学 微微一笑 换而言之 能让新娘婚前焦虑不安的新郎 一定不是好心了 因为她没有给新娘子足够的安全感哦 秦莫衬眉头皱得更紧 丫头 你到底 苏可可立马摆手 没有的是 叔 你让我很有安全感 是我自己太紧张了 男人掌住他的小脑袋 眉头皱着没有松开 可可 是我没有考虑周全 忽略了你的感受 你能不能跟我说说 你心里面担心什么 我 我也不知道 就是莫名的紧张 焦虑的话 真的就只有那么一丢丢 苏可可觉得 自己挺期待婚礼的呀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焦虑什么 丫头 我们婚后 生活没什么改变 还和以前一样 而且等你上大学之后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就会更少了 还是 丫头你舍不得离开我 想 时刻和我在一起 才不是 我的适应能力很强的 再说 还有大星和曼曼 陪着我呢 那你在担心什么 告诉我 你 我知道的话 就跟你说了 我自己也不清楚 秦莫琛想到什么 目光微动 试探着问 是怕我碰你吗 我以为 丫头你早就做好准备了 我是做好准备了 我 可是 可是 秦莫琛看着她 眼含鼓励 丫头 可是什么 可是 我怕怀上娃娃 苏可可一口气 说出来之后 顿时神清气爽了 没那么焦虑了 她自个儿也恍惚意识到 哦 原来她内心深处 担心的是这个 我自己还是小孩呢 我觉得 我还能长一长 要是不小心怀孕了 我是不是就不能上学了 也不能接单了 然后 我要休学生小孩 要是怀孕期间 仇人现身了怎么办 我不再顶上时期 对上仇人 很吃亏的 还有 生下孩子之后 我还得喂奶 照顾宝宝 秦莫琛 按得竖起耳朵 偷听的承睿 嗯 什么鬼 这是什么担忧 去遥远的事情 都能想这么多 秦莫琛抹了一把脸 有种想拎起小丫头 揍屁股的冲动 扫了一眼承睿 秦莫琛拉着苏可可 走到一边 两人嘀嘀咕咕一阵 我当然知道 有防御措施 可那东西 一不小心破掉 怎么办 二人世界 都还没有开始过呢 我们怎么可能 让第三个人 来打交我们的生活呢 未来五年之内 我都不会要孩子 可可 你想太多了 秦莫琛 眉心一抽一抽的疼 伯父好像 很想我们早点生孩子呢 师父和曾爷爷 也想我多生几个 不敢他们 别说秦莫琛了 不小心偷听到 那么一两句的承睿 都觉得脑子疼 这都是什么鬼忧虑啊 秦四爷家的这位小朋友 果然脑回路清奇 尽担心一些 完全没有必要担忧的问题 经过秦莫琛那么一分析 苏可可也觉得 自己好像 的确是想太多了 这种焦虑 好像是从他无意间 看到一档情感类节目 开始的 一对大学男女友 偶尔出去 那啥 有一天 女友突然怀孕了 男友大怒 坚决认为 女友背叛了他 女生一时赌气 没有检测 也没有打掉孩子 休学一年之后 生下了孩子 去做了DNA检测 事实证明 孩子就是那个男生的 可是那个时候 男生跟他分手后 伤心失忆 于最低迷的时候 结识了另一个女孩 对 女生怀孕期间 那男生就有了新欢 而且感情还很好 这么一来 孩子生下来了 男生却不想对这个女生负责 因为他觉得 对不起后来那个女孩 三人纠葛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闹上了一个节目 让大家帮忙给出意见 最后 男生还是没有娶前任 只答应给孩子抚养费 然后他的新女友 也表示不介意 跟男生双宿双飞了 女生浪费了宝贵的一年 生下孩子 生完孩子 也不可能扔着不管 要看孩子 至少一年半以后 才能重返学校 还得考虑 学校还接不接纳他的问题 而一年半以后 他可能已经 与学校脱节了 到头来 这个女生 什么都没有得到 很多人说 那个男人渣 也有一些人说 男人什么都不知道 前女友没有解释 人家之后 又有了新感情 总不能因为孩子 就抛弃现任女友吧 总之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乱七八糟的 而这一切的起因 就是当初 安全措施没做好 出了问题 所以 苏可可也怕呀 要是他和叔 也没做好 一个不小心肚里有了 他都嫁人了 当然不担心 叔会辜负他 他担心的是 刚才 他说的那些问题 秦莫琛再三保证 不会让他肚子里 这么早就穿上小包子 苏可可才慢慢地 放心下来 对不来说 如果真的发生了 你说的那种 溜出来的问题 不小心有了 说到这儿 秦四爷 额上清京 又抖了抖 就算是不小心有了 你也不要害怕 你担心的那些事情 其实都不算事 所以不要想太多 苏可可找到 自己的正结 又被未婚夫 这么耐心地 开导之后 好多了 不焦躁了 恭喜二位新人 这么快就解决了 焦虑症的问题 承睿扶了扶金丝眼镜 不过老同学 我能问一下吗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荣幸 来当你的伴郎呢 你是看我都三十的人了 还是单身狗 为什么不给我一个 散发魅力的机会呢 伴郎 还是帝都秦四爷的伴郎 到时候 必定会引人注目 说不定 他的桃花就来了 秦莫琛痴笑一声 怎么 你一个三十岁的老男人 也想学我吃嫩草 秦莫琛 这话从你嘴里 说出来很滑稽啊 你也知道自己 三十岁老男人了 吃了颗嫩草 你能吃 那我就不能吃咯 再说 我也不是冲着 苏小姐的伴娘去的 再找那么多女嘉宾 我就不能冲着别人 秦莫琛沉默片刻 呼道 其实 最主要的一点 不是这个 啊 站在一边的承睿 是因为新郎官长得太帅了 你要是真的和我站在一起 会被我称得黯然失色 我这也是 你好吗 嗯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二十八集 从老同学跟他说 怀疑自己心里变态的时候 承睿就发现了 老同学 其实有一颗骚浪的心 呵呵 现在某人身上的骚浪气息 已经散发出来 还弥漫的满屋子都是 那敢问秦四爷 哪个倒霉鬼 被你如此看重 用来衬托你的英俊帅气啊 我堂弟 老秦家的基因好 还不至于被我衬托得黯然失色 你要失望了 承睿 真的很想抱一句粗口 不 要优雅 要从容 他是个有文化的人 不跟粗人一般见识 婚礼倒计时 倒数第四天 苏可可已经不焦虑了 只剩紧张 定制好的那件婚纱 他试过了 超级漂亮 衣服上亮晶晶的东西 有水晶 还有钻石 到时候 他要穿着这么一件 超级漂亮 超级奢侈的婚纱 出现在大家面前 想想就紧张 一紧张 苏可可就想找点事做 刚好这个时候 钱云泽 给他发了生日宴的邀请帖 生日宴 苏可可惊讶不已 泽哥 你今天生日吗 我居然刚知道 晚上我肯定按时到 钱云泽淡笑着回应 犹豫了很久 才送出这份青天 因为我想到 你马上要结婚了 这几天应该很忙 不忙不忙的 全都是书在安排 我啥都不干 苏可可立马道 是吗 那就好 这次生日宴 是我爷爷和父母的意思 他们觉得 我的交集圈太窄了 想让我多认识一些人 泽哥 生日快乐 谢谢 如果你 你晚上能来 可不可以 不要带上秦莫衬 啊 为什么 因为 这迷气太大了 我怕被他抢走的风头 钱云泽 玩笑般的道了一句 才不会呢 书不会画画 不会作诗 抢不走泽哥的风头 泽哥英俊 温柔 有才华 苏可可花式夸完之后 保证 绝对不会带秦莫衬来 钱云泽低笑不止 可可 一定要来啊 嗯 当然了 跟书说了这个事后 书只是略略地皱了下眉 别玩太晚了 快结束的时候 告诉我 我来接你 虽然他上次 眼尖地发现 钱云泽 看丫头的眼神 有些奇怪 但对方的人品 他信得过 还不至于 对一个快要结婚的女孩 做什么 何况 这个女孩 已经心有所属 秦四爷 再一次自豪地宣告所有权 丫头是他的 幸好认识得早 秦大郎 用最快的速度 将苏小兔 叼回了自己的狼窝 不然 他还真得担心 小丫头 被其他人骗走 好的书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 我马上给你打电话 刚好觉得紧张烦闷的时候 泽哥的生日宴就来了 我觉得 我出去溜一圈 三天后的婚礼 就不会紧张了 秦莫琛 戳了戳 他脸上自己最爱的小酒窝 走 带你去试试小礼服 虽然他不去 但小丫头 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女人了 他秦莫琛的女人 当然要风采迷人地 出现在任何宴会之上了 晚上 出场生日宴的苏可可 被炫气的秦四爷 打扮得像个小公主 一出场 果然是引起了不少的注目 察觉到儿子的目光 落在那个女孩身上很久 钱母笑呵呵地问 泽泽 这女孩我没见过 你邀请来的 啊 是我朋友 钱云泽跟父母打过招呼后 迎了过去 可可 今天你很漂亮 他看着女孩 脸上的笑容 要比以前深很多 苏可可不好意思地 挠了挠小脸 还好吧 主要是裙子好看 人靠衣装 哦 对了泽哥 我准备了生日礼物 破费了 其实你人来就行了 没聊多久 又来了客人 钱云泽有些歉意地道 可可你自己先坐一下 作为今天的寿星 我还得招呼其他的客人 苏可可听到这话 别忙到 我没关系的 这里好多吃的 我坐在一边 吃吃东西就好了 哼 泽哥 去忙吧 好 等我不忙了 我过来找你 钱云泽打过招呼后 便跟着前父前母 去接待其他人了 苏可可发现 那位瓷眉善目的钱大师 笑咪咪咪的朝他这边看了一眼 他也笑咪咪的朝老人笑了笑 泽哥的爷爷 泽哥的爷爷 钱大师 很厉害的书画大师呢 结果老人家看到他这一笑之后 那笑容就更和善了 在宾客差不多到齐的时候 人群突然一阵骚动 众人纷纷地看向一个方向 眼里皆是惊艳之色 一个身穿大红鱼围白礼服的女人 正款款走来 女人身姿婀娜 艳丽卓绝 水晶高跟鞋在夜晚的灯光下 闪耀着比钻石还亮的光泽 有人道歇一口气 好漂亮的女人啊 这是哪家的前妓啊 不知道啊 以前没见过 虽然钱家邀请的这些宾客 以圈内艺术家为主 但很多时候 艺术家也跟富豪圈有交集 什么名媛他们没见过呀 苏可可在看到那红衣美人时 也惊呆了 不光是惊艳 更是吃惊 宫九姑娘 从上次宫九姑娘 离开姬家村 她就没见过她了 没想到 她会出现在泽哥的生日宴上 苏可可每次见到宫九 对方都是一身红色如裙 鸟鸟挪挪的 妖艳而不媚俗 但这种艳丽之中 又带了古代女子独有的贤静婉约 她完全没有见过 今晚这样的宫九 一身大红的鱼尾裙 窈窕诱人的曲线 被勾勒到了极致 妖艳卓绝 贤静婉约变成了热情奔放 如烈火般的灼热 几乎所有男人 都露出了惊艳之色 钱云泽 却在看到来人时皱了下眉 然后 一开目光 没有多看一眼 红衣美人的出现 引起了一阵骚动 但大家 也都是有头有面的人 最初的经验过后 便剩下了 偷偷地打量 可可妹妹 宫九红唇微沟 举着一杯香槟 朝她躲步而来 苏可可觉得 自己就像是看到了一个 射人夺魄的妖精 走向自己 这妖精是过来勾魂的 后来一想 她本来就是妖精 一朵千年花妖 宫九姑娘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也认识 泽哥 宫九抿了两口香槟 殷红的嘴唇 在灯光下 看起来愈发诱人 我认识她 她不认识我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二十九集 苏可可诧异 宫九解释道 我喜欢书画 她是钱大师的孙子 同样出色 长得又俊 我如何不认识 苏可可点了点头 但还是觉得很奇妙 我挺喜欢她的 宫九突然来了一句 苏可可瞬间瞪大眼 什么 喜欢 宫九姑娘 你别胡来 她可不是你能动的人 宫九晃了晃手里的酒杯 灯光下的眼 透着一丝愉悦 和一丝 让人琢磨不透的情绪 若是 我一定要碰她呢 苏可可顿时一沉眼 眉头紧拧 神色认真的道 宫九姑娘 咱们姬家村的妖 是不能害人的 哼 我想跟她春风一度 怎么就害她了 宫九笑着问 你是慢珠沙华 是彼岸花呀 根茎有毒 化为了人形 那也是带着毒性的 常人 哪里销售得起 你的美呢 而且 泽哥是个 洁身自好的人 你不能招惹了她 却给不了她未来 宫九听着苏可可 绷着脸 长篇大论 教育她的样子 觉得小丫头 有些好笑 未来呀 哼 我的确是不知道 我们的未来 会是什么样 她呼的一笑 摇了摇杯子里的酒 仰头 一口引进 苏可可看不懂 那一笑的含义 只觉得 她可能真的对泽哥 有了企图 不禁担忧起来 她丝毫不怀疑 泽哥的魅力 因为泽哥 是一个有才 又温柔的人 还长得那么俊 的确是 讨女妖精的喜欢 放心 我不会害她 害谁 我都不可能害她 公酒淡淡地道 苏可可松了口气 虽然觉得 公酒姑娘的话 不可全信 但刚才 她说话时 眼里的神情 不似作假 她真的不会 伤害泽哥 公酒坐在 苏可可旁边 默默饮酒 你少喝一些 喝多了会醉 苏可可看她 一杯又一杯 不禁提醒道 花妖的酒量 很好吗 这酒不醉人 我知道自己的酒量 公酒淡孝 不知为何 苏可可总觉得 今晚的她 心情有些不佳 她本来还想提一提 师父和曾爷爷的事 但见她这样 话就没说出口 你觉得 我好看吗 公酒突然问 苏可可立马点头 好看呀 你是今晚 全场最美的女人 你看 好多男人 在偷偷看你呢 不过 有几个 你逼着点 那个穿银色西装的男人 夫妻宫 尖门深陷 妻妾成裙 那个 穿黑色西服 个子中等的男人 泪堂发黑 眼白发黄 唇色无华 是纵欲过度 甚亏的面相 还有 还有那边那个 可可啊 公酒笑着打断她 所以啊 这些男人 我都看不上 她把玩着手里的杯子 对眼前的小姑娘道 能入我眼的 只有钱云泽 如果我可以控制身上的毒素 你觉得 我可以诱惑这个男人 跟我春风一度吗 女人烈火红唇 微微勾起 说话时 身上散发出 蛊惑人心的香气 苏可可一个晃神 你刚才在迷惑我吗 苏可可诧异 她没回答 只问 你说 我能迷惑得了她吗 苏可可皱眉 公酒姑娘 对泽哥就这么执着吗 是啊 可可 你说鸡家村的妖 还配得到幸福吗 苏可可 苏可可陡然一正 鸡家村的妖 还配得到幸福吗 为什么不配 以前鸡家村 能化形的妖 很受欢迎呢 都能得到好的归宿 可现在 鸡家村没了 妖在众人眼里 就是异类 如果这个人是泽哥 应该可以的吧 苏可可低难道 公酒凝神看她 可可妹妹的意思 我如果是认真的 就可以追她吗 泽哥是个好人 如果他不介意你的身份 你又不会伤害她的话 当然可以了 只是 这其中还是有风险 公酒姑娘 想好后果了吗 我呀 不怕任何后果 那 那你加油啊 苏可可冲她 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公酒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 突然道 你还真是 天真无邪 苏可可不高兴了 以前的天真无邪 就是天真无邪 但现在的天真无邪 会让人觉得 那是在说一个人傻 公酒姑娘算是自己人 泽哥是我的朋友 你要是真心爱慕这个男人 而不仅仅是为了春风一度 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 我当然选择支持你了 至于能不能追到人 就要看公酒姑娘自己了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努力一把 女人的红唇 闲着悲言微微勾起 两人闲聊期间 时不时有殷勤搭讪 公酒的男士 但没有一个人 入美人的眼 她拒绝得干脆利落 姿态高冷 距人与千里之外 苏可可也有人搭讪 但一旦有男士靠近 她就直接将手上的钻戒亮出来 直接闪瞎这些人的眼 顺便告诉他们 明花有主了 照常的生日宴程序一走 后面便是舞会 苏可可正专注于眼前的美食 突然发现 周围的嘈杂声没了 这一刻变得格外安静 钱大师刚才好像说了句什么 之后就没了声音 苏可可抬头 正对上前方的钱云泽 今天 她穿一身白色西装 英俊的 好像浑身都在发光的白马王子 然后 王子朝她这边走了过来 苏可可眼睛眨了眨 立马偏了偏头 小声对旁边的公酒道 泽哥好像注意到你了 他应该是要请你跳舞会的开场舞 你的机会来了 你等会儿可得可可 你想多了 公酒突然打断她 一双美目盯着朝这边走来的男人 垂下的手微微拳了拳 男人的视线 从一开始就没有落在她的身上 也没有多看她一眼 今天 的确是她余句了 苏可可不解 正想问什么 可是钱云泽已经走近 停在了她身边 男人朝她伸出一只手 温柔地问道 可可 能上脸跳支舞吗 苏可可瞬间就懵了 泽哥 我 钱云泽朝她眨了下眼 示意她 其他嘉宾都在盯着这儿呢 苏可可果然察觉到了 周围无数道视线 落在了她身上 她要是当面拒绝 泽哥岂不是很没面子 可是 为什么不请公酒姑娘呢 第七百三十几 苏可可想 大概是泽哥觉得 自己跟她比较熟吧 可可 钱云泽又叫了一声 手还伸在她面前 哦 好 苏可可点了下头 将手递了上去 小声道 可是泽哥 我不太会跳 怎么办 大兴教过她 但她只是跟大兴 在宿舍里闹玩似的跳着 还没有正经地 跳过交际舞呢 没关系的 我教你 男人的嗓音 依旧温柔 看过来的目光 让人沉溺 要是没有先遇到秦莫琛 还被人眼疾嘴快地 叼走了 苏小兔 大概会被眼前的男人 所吸引 苏可可被她 带向舞池 一开始身体紧绷 十分地紧张 她轻笑 皮紧张 跟着我的节奏走就好 如果女伴的 交际舞跳得不好 那一定是她的 男伴不够好 苏可可后来就发现 在她不知道 怎么跳的时候 她腰上的那只手 就会带着足够的力量 把她往正确的方向引 男人穿着白色西装 是温润美好的王子 女人穿着白色小礼服 像个活泼可爱的公主 王子和公主很养眼 一曲舞弊 宾客们纷纷鼓掌 公酒在远处看着 自嘲一笑 忍不住多喝了几杯酒 泽哥 你为什么要请我跳舞啊 苏可可小声问 为了免去麻烦 钱云泽一脸无奈 我爷爷 我爸妈 都想借这个机会 让我自己相看人 但是现在 真的没有成家立业的打算 明明 无意弹琴说爱 却要请对方跳舞 这样做 岂不是 给人错误的暗示 说着 他微微一笑 但是可可就不一样了 我们是朋友 你还叫我一声泽哥 而且 你马上又要嫁给别人了 你早就有属于自己的归宿了 啊 敢请你是拿一个已婚人士 当挡箭牌呀 男人看着他 目光深深 眼里好像有什么 苏可可看不懂的东西 很浓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苏可可想 肯定是他敏感了 他竟从男人眼里 读到了一丝 古怪的灼热 泽哥知道 他要嫁人了呀 怎么可能 会用这种目光 看着他呢 而且 哈哈 反正 那根本不可能 泽哥 生日快乐 苏可可再次道 生日对我而言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跟什么人过 今天很快乐 谢谢你可可 苏可可觉得 这话有些怪怪的 但周围 宫仇交错的氛围 没有让他多想 等酒宴结束 宾客散去 最想见的人 也被宠爱他的未婚夫 给接走了 钱云泽一个人 坐在阳台上的躺椅上 抬头望着夜幕 弯弯的月牙 明亮的 像是钻石一样的星星 真好看 可是帝都什么时候 能看到这么亮的星星了 一阵夜风吹来 阳台上的窗帘 飞舞滚动 从窗内月线 飘到了 他的头顶 窗户里透出的一片光 随着飘荡的窗帘 在洁白的西装上 时隐时现 不知什么时候 浅色的窗帘 变成了一片红 淡淡的花香 环绕着男人 他好像看到了 西家村祭司阁里的那一片火红的 慢珠沙滑 其中一朵 开得醉燕 那一朵慢珠沙滑 就是在这样一个夜晚 慢慢地 从一朵花 幻化成了一个浑身赤裸的美人 然后花瓣飘零 组成了一件漂亮的红色如裙 穿在了他的身上 那个女人缓缓走来 空酒 男人迷茫的目光里 带着一丝不悦 谁给你的胆子 对我使用迷幻之术了 走来的 哪里是古装美人公酒 分明是今夜 化身活辣现代美女的公酒 公子 他低声唤他 地上铺满了慢珠沙滑的花瓣 他没有穿那双漂亮的水晶鞋 赤脚朝他走来 蹲在他的身边 头轻轻靠在他的腿上 你若是不想 我又怎么能迷幻到你 他要嫁人了 公子舍不得吗 男人闭了闭眼 是 熟的 他那么幸福 而我 还在仇恨你挣扎 是不舍 还是欣慰呢 还是 嫉妒 公酒目光微闪 毫不留情地 刺穿他优雅温润的面具 你想找个人 跟你一起堕落 我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被刺穿面具的男人 目光顿时变得冷漠 一手托起他的下巴 看着那张完美无缺的脸 可是 你不是人啊 公子 人有七情六欲 我也有 男人松开手 眸子微垂 他现在这样挺好的 在祭祀阁的时候 那人常嘱咐我 以后我要照顾他 好好教他本事 这些我都做到了 他比我想象中的成长得还要快 真是让人欣慰 公酒看到了他眼里 浓到划不开的 像是欣赏 又像是 想要撕裂什么东西的情绪 心中一颗灯 一个模糊的猜测 突然变得清晰 他声音 有些颤抖地问 公子 你对祖妹的感情 是不是变质了 男人身体微微一僵 你说什么 变质 经过公酒这么一提醒 他竟认真地思考了起来 然后 他突然笑了一下 那笑容 有些说不出的怪异 没有变质 一直都是这样 只是现在隐晦的想法 变得更加不可控制了 什么想法 公酒一双美目 紧紧盯着他 男人伸手 第一次那么温柔地 抚摸女人的脸蛋 转移话提到 没什么 我可能需要找一个 大夫了 公子 想知道 罢了 告诉你也无妨 我本来就是一个病态的人 有什么奇怪的想法 也很正常 他拖着他美艳的脸蛋 说出的话 也温柔无比 但却让公酒脸上 血色尽湿 他说 姬家就只剩下我和他了 外族人都是贪婪自私的 无耻小人 如果让我娶妻生子 我只会找他 找我的族妹 我们的孩子 一定会是姬家村 最聪明的孩子 我们一定会 对彼此忠贞 没有算计 公酒好一会儿 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红唇轻颤不止 公子 可可两天后 就要结婚了 嫁给另一个男人 男人脸上的憧憬破碎 迷茫的眼里 映入了一片 清晰的冷漠 是啊 所以也就只是想想而已 只是想想 在心里 秋儿 我好像病了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三十一集 公酒压下心中各种酸色 是 你是病了 所以公子 酒儿来给你治病好不好 怎么治 她清晰一刻的毛子 又变得茫然起来 你对她 不是那种喜欢 公子 你只是变得不信任任何人 以为只有亲人 才是可以信任的 所以就产生了这种偏执的念头 但是 你看看我 酒儿不会背叛你的 永远都不会 酒儿会陪着你 一辈子 你觉得不好吗 你 你看看我 我跟人一样 人类有的我都有 公子 我的修为又精进 我可以控制身体里的毒素 不会伤害到公子的 女人说着 一点点靠近 身上的花香 也在这一刻变浓 公子 你要了我可好 酒儿很早之前 就做好准备 酒儿想成为公子的人 男人看着她 似乎在思考什么 眼里有什么情绪翻滚着 挣扎着 想要破龙而出 她闭了闭眼 在睁眼时 她猛地伸出手臂 一把将女人 拽入了怀里 急切地 吻上了她的唇 呼吸逐渐地紊乱 公酒热情地回应 纤细地御手 急切地去解她 吸服的钮扣 窗帘在夜风中飘荡 花香越来越浓 女人衣衫半退 男人整洁的西装 凌乱敞开 露出激励分明的胸腾 一只玉白的手儿 撑在她的胸前 一只大掌 拖住了她纤细的腰肢 红白相间 在夜风中 起伏摇摆 荡的月眼 都羞地躲进了云层里 轻吟低唱 彼岸花 激情盛放 参加完生日宴的苏可可 心情放松了不少 已经准备安心当新娘子了 没想到这个点 都有生意找上门 拒绝不过一句话的事情 反正风水师多得是 她不出面 自有其他风水师出面 但婚礼相关事宜 全都被书成包了 导致苏可可现在闲得慌 所以她接了单 叔 我真的接单了哈 秦莫琛 一脸宠溺地看着她 啊 接吧 预计你整天想东想西的 不如找点设作 她就是舍不得 让小丫头操心 才让她太闲了 人一旦忙碌 就没有时间 想那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现在想起小丫头 前几天的担忧 秦莫琛 还是会哭笑不得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随时给我打电话 嗯 好的叔 这次找上苏可可的 也算是熟人 是曾经打过一次交道的 陈莫黎 娱乐圈流量小花旦 张诗宇的那位金牌经纪人 接单之后 陈莫黎立马安排了 私下见面的事情 似乎十分地着急 哎 你男朋友怎么没跟着来啊 虽然内心焦急 惯于打交道的陈莫黎 并没有表现出任何急躁 还不忘跟眼前人寒暄 经常跟人打交道 这种习惯已经改不掉了 苏可可打量他片刻 解释道 我和他 后天结婚 他正在忙着婚礼的事情 即便是有无助理在 很多事情 也得叔亲自过目 所以 苏可可没要他一起跟过来 陈莫黎先是一愣 随即便露出了标准 道喜的表情 好好好 提前愁你 新婚快乐 不想笑就不用笑了 我不是什么客户 你不需要讨好我 苏可可开门见山地问 陈先生 最近是不是经常做 穿梦 陈莫黎一口气没喘云 一阵咳嗽 尴尬 尴尬极了 没想到这种事 会被人这么直接地说出来 不过 让陈莫黎更惊奇的是 苏可可居然厉害到了这种地步 连这个都能看出来吗 这个 并不是我来找你的原因 我是想问你另外一件事情 我只是觉得 你说的这件事情 可能就是造成你异样的原因 陈莫黎惊讶 目光闪烁 上次得到你们的指点 我对诗语告白了 没想到 她真的答应我了 但是你也明白 像诗语这种流量花旦 一旦传出绯闻 会丢失很多粉丝的 她现在正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我呢 就没敢让她公开 苏可可听出了别的意思 你不让 意思是 她愿意公开吗 陈莫黎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一种单身狗们 最讨厌的表情 是啊 诗语想要公开的 是我不同意 再等几年吧 等她转型成功了 我们就公开 诗语她 跟很多人不一样 她真的喜欢演戏 当初我就是被她这一点吸引的 所以 她不用为了我 放弃喜爱的事业 苏可可默默地 由她撒狗粮 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她表示 无所畏惧 呃 我们 悄悄同居了 虽然总是提心吊胆的 但是 我们很快乐 在这之前 一切都很好 可是最近 最近我发现 诗语 她变了 陈茉黎说到这儿 眉头皱了起来 人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的陈茉黎 早就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一个人就算变 那也会有一个契机 一个过程 但张诗语 却像是突然变了一个人 尤其是 晚上两个人 热烈地贴在一起 欢好的时候 她的变化 格外明显 以前诗语 是很羞涩的 都不敢直视她 可最近 虽然很销魂 让她上瘾 但她很恐慌 她甚至会有种 自己并不是 在和张诗语 欢好的错觉 躺在她身边的 是另一个陌生女人 虽然很荒谬 但感觉不会骗人 这让她 有种背叛心爱女人的愧疚感 养小鬼的事情 他们亲身经历过 所以陈茉黎 会往这个方面猜测 诗语 她会不会是遇到了 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呢 这样的猜测 已经持续了很久 一方面 她怕自己想太多 一方面 她又真的担心诗语 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 纠结许久之后 她还是瞒着张诗语 联系了苏可可 光凭你的说辞 和你的气色 我还不能断定什么 你最好把她约出来 让我当面看看 这 苏小师傅 诗语这几天在拍戏 行程很满 我很难约她出来 能不能麻烦你 跟我去看她 地点不远 坐车三个小时就到 啊 这还不叫圆 苏小师傅 拜托你了 我真的很担心她 混到现在金牌 经纪人的地位 陈茉莉 已经很久没有 这么低三下气地 求过人了 苏可可略做 私存之后 点头 好 我跟你去一趟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三十二集 因为要耽搁许久 苏可可就跟秦莫琛提了这件事 秦莫琛听后 任命般地道了一声 我就知道 我办完事就回去 叔一个人在家 乖乖的哦 苏可可笑嘿嘿地道 他以为这话一出 叔肯定会说一声调皮 结果这一次 男人略一顿之后 却回到 我在家乖乖等你回来 秦莫琛知道 他在偷着乐 嘱咐了一声万事小心 就让他挂断了电话 和小丫头通话的时候 他向来是等小丫头先挂了 他才会挂 他好像很放心你啊 沉莫琛有些意外 不禁反思自己 平时是不是对施语管得太严了 施语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空间 他少有的私人空间 也是属于他的 苏可可蜿蜒一笑 因为他相信我的能力 我们之间没有秘密 他工作上的事情 我都不懂 但只要我想知道 他都会讲给我听 同样的 我遇到各种单子 各种有趣的事情 我很喜欢跟他一起分享 沉莫琳有些羡慕 这对情侣的相处方式 张诗语这次接的戏 是一部仙侠剧 虽然特效为主 但也要取不少的外景 所以拍戏的地方 在比较偏远的景区 偏远地区人烟稀少 这种地方还真有可能 遇到点什么 两人到的时候 张诗语正在调威亚 他身穿一件白衣飘飘的仙女裙 从高空一跃而下的时候 很有几分神话剧里仙子的感觉 仙子从空中飞过 停留在一个古装男子面前 那男子穿一袭月白香银边的 华丽长袍 金冠束发 他站立的姿势 散发出的气场 单单一个背影 并让人想入非非 忍不住想要多看几眼 恰好 那男子朝这边侧了侧脸 苏可可 看清她的长相之后 目光瞬间一凝 是她 君男语 沉默黎注视到她的视线 见她看得愣住 颇为不爽地道 没错 就是你们小姑娘最喜欢的 君子剑 君下课 网上很多人都觉得 她和施语很配 可是我觉得一点也不配 她不就是身材好一点 脸蛋好一点 会做人了一点 苏可可这段时间 一直在忙自己的事情 并没有关注最近的大热电视剧 所以 她不知道君男语 已经是今非昔比 她演的一部武侠片 《雨暑期》上映 一播出就大火了 君男语演的侠客 不是假君子 而是真君子 电视里的主演 就像是为她量身定做的 也姓君 她的武打戏 全部都是自己亲自上阵 一手君子剑 舞得十分漂亮 她舞剑的身姿 敬业的工作态度 再加上角色本身迷人的性格 令她迅速地吸引了一大波迷媚迷地 仅凭这样一部武侠剧 君男语就已经成功极深 一线小声行列 她演技不错 在同龄艺人中 属于上乘 陈茉莉虽然很不爽 女友跟她扯上关系 但她不得不承认 跟君男语合作 得到的好处很多 我有预感 诗语跟她合作这部仙侠大剧会大爆 一切都是为了诗语 反正不管网友怎么配对 诗语都是我的 哼 苏可可心想 这是似曾相识的语气呀 对 你看诗语正常吗 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 陈茉莉想起正事 立马问她 询问的时候明显有些紧张 苏可可摇摇头 看不出来 等会儿靠近一些再看看 她确实没看出什么 但她一开始便从陈茉莉身上嗅到了淡淡的桃花香 只是如今是七月天 桃花早就谢了 又哪来的桃花香呢 苏可可不禁想起 宫九姑娘的那幅画 画中桃花飘到了画外 总不能因为他们手中也有这么一幅画吧 什么时候开辟空间成了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了 等导演一声咔之后 张诗语快速朝这边走来 见到陈茉莉的她 看起来十分欣喜 若不是现场人多眼杂 苏可可怀疑她会直接冲进陈茉莉的怀抱 李哥 你怎么来了 不是说今天有事不能陪我吗 陈茉莉现在就只带张诗语一个艺人 不管张诗语接戏还是上节目 她都会陪同 殷勤的差点连助理的活都抢了 曾让张诗语的助理惶恐了好一阵 只有很少数的情况 她才会离开 陈茉莉不在 张诗语一开始的状态也不太好 幸好军男语是个很包容的搭档 恩基了好多次也没有发脾气 还主动帮她转移注意力 我突然又不那么忙了 我就是过来看看你 陈茉莉正心虚地找借口 呼闻张诗语惊呼一声 苏小师傅 张诗语认出苏可可 比见了陈茉莉还惊讶 你怎么在这儿 苏可可还没开口解释 陈茉莉便抢先一步道 苏小师傅是军男语的粉丝 我路上恰好遇到了 就把他一块带过来了 张诗语一愣笑道 原来苏小师傅也追星吗 军男语的确是不错 他很宠粉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陈茉莉吃醋了 那我呢 张诗语偷偷瞪他一眼 嘟囔道 你在我眼里是最好的 也是最特别的 其他人怎么能跟你比 陈茉莉顿时高兴了 两人凑在一起说了一会儿话 很快就又到了下一幕戏 等张诗语去忙了 陈茉莉还痴汗脸盯着人的背影 诗语这事真好看 他就是仙子本人啊 苏可可嗯哼一声 清了清嗓子 陈茉莉立马回神问他 哦 苏小师傅 你有没有看出点什么 诗语他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 没有 他很正常 陈茉莉松了口气 不禁皱眉 哦 这么说 是我想多了 诗语他的确跟以前不太一样 苏可可低声道 陈先生 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两人找了一个没人的嘎啦脚 做贼一样的避开了其他人 陈先生 你觉得他不正常是在什么时候 请你一定如实地具体地告诉我 不要有任何隐瞒 苏可可神色严肃 眼前小姑娘 表情一本正经 透亮的目光直直盯着他 陈茉莉突然就有一种 自己没有穿衣服的感觉 仿佛心里的各种念头 都在他面前无所遁形 很尴尬 很羞久 难以启齿 这么个小丫头 惊人事了吗 都要结婚了 应该 惊了吧 苏小师傅 你是不是猜到了 的确就是在 床上的时候 一说出口 后面的事就不难说了 陈茉莉直言道 是与他 表现出的热情和迷离 不像平时的他 是让我有种恐慌的感觉 你懂吗 就像是肉体背叛了他 我再和另外一个人欢好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三十三集 苏可可 小脸 直发烫 不 我不懂 为什么要用这么直白的描述 稍微含蓄一点 不好吗 陈茉莉的表情有些痛苦 他继续道 可是第二天醒来之后 我试探他 却发现他对前一天晚上的事情 并不是没有记忆的 他都记得 只是 他不喜欢我在白天谈论那种事情 如果诗语真的是被什么脏东西附了身 那段记忆他应该是不记得 对不对 陈茉莉很矛盾 他一方面觉得 那样的张诗语不正常 一方面竟格外地迷恋 那样热情主动的张诗语 他不正常的情况 是在什么地点 我的意思是 你们 阴阳互补的时候 地点不一样的话 他也会变成这样吗 苏可可红着脸问 经过他这么一提醒 陈茉莉突然一愣 想到什么后 神色猛然一变 我们只在他的小公寓里侵入过 那个地方比较安全隐秘 能防止钩在这蹲点 你的意思是 地点有问题 对 我怀疑 他的公寓里 放了什么不该有的东西 苏可可思存道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 我这就带你 去施语的公寓看看 陈茉莉迫不及待 不急 两人正说着 看到一对 犹如从画中走出来的 神仙眷侣 朝这边走来 张诗语 还是那一身 白色古装长裙 外面罩着银色的大绣衫 仙气十足 而他旁边走着的那个男人 相比刚才 又换了一套 青色 绣暗纹长衫 头发 以清玉香金簪子高束 气质犹如天神 不可侵犯 苏可可有种 自己在现场 看古装剧的错觉 等到走近 那男人周身 气场一收 才像是突然从角色中 脱离了出来 也不知 张诗语 跟旁边的男人 说了什么 他的目光 落在苏可可身上 竟然对他 朗然一笑 不笑时 那唇角 都仿佛微微扬着 这一笑 男人四周 仿佛有无数花 悄然胜放 那时 笑容绽放了百花的感觉 等人走近 君南宇 看向苏可可 听施语说 你是我的粉丝 要不要 我给你签个名 苏可可看着他 沉默不语 旁边 陈茉莉 立马接话 要要 肯定要的 小苏 你来之前 不是一直嚷嚷的 要君南宇的签名吗 怎么人在跟前 你反倒害羞 不敢开口了 陈茉莉 偷偷跟他递眼色 呃 所以 为什么要撒谎呢 撒了一个谎 就要用无数个谎言来圆的 不过 他明白 陈茉莉的顾忌 要是张诗语 有问题还好 如果没问题 男朋友却怀疑他有问题 甚至 偷偷联系风水师 来捉鬼捉妖 若是被张诗语知道了 肯定不好受 苏可可并没有拆台 回想了一下 平时大家追星的花痴脸 他默地 朝眼前的男人一咧嘴 笑盈盈地道 君南宇 我好喜欢你呀 你演的角色都很棒 是吗 君南宇顺着话问了句 那你最喜欢我哪个角色 这就尴尬了 他根本没有看过 这个人演的电视剧 不过 苏可可眼睛陡然一亮 我最喜欢你去年演的那个电影 君南与脸上的笑容略略一僵 随即又重新笑了起来 你的口味很特别啊 那是我刚刚转行演的第一个角色 是个渣男 很少有人喜欢他的 但是 让我一眼记住你的 就是那个角色 你知道吗 你在篮球场上 打篮球的脚健身姿 还有游泳比赛时候 露出的那八块腹肌 很吸引人 太帅了 就没有女生不会喜欢的 苏可可 想着追星族们 吹嘘自家爱豆时 那夸张的语气 非常成功地 塑造了一个 花痴小迷媚的形象 君南与看着他直笑 那要不要跟你的爱豆 单独相处几分钟 等苏可可跟他 走出一段距离 君南与才看着 远处的张诗语 和沉默离道 当明星谈恋爱不容易 他们也就这么一点时间 能读出了 你还占用吗 小灯泡 你很亮啊 还有 你眼睛很灼亮 你不是我的粉丝吧 苏可可 将花痴表情收了起来 在近处打量他 我不是演员 演技拙劣 也正常 比不过你 时时刻刻 都在演戏 君南与嘴角扬起的弧度 微微收敛一些 变淡的笑容 生畜无害 你好像对我有敌意 我们以前见过吗 苏可可撇他一眼 你没见过我 不代表不知道我 哼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该不会是我的黑粉吧 苏可可 继续拆穿他 你真的很厉害 能将自己演成 完完全全的 另一个人 便是书那样严谨的人 都找不到 你的丝毫漏洞 苏可可 早就怀疑了 书曾经那个失踪的战友 薛宇根本不是君南与本人 而是他演出来的一个人 从习惯 爱好 到性格 甚至是一些小动作 这些都是他演出来的 只是 能将这些东西 演得如此滴水不漏 仿佛自己 真的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个人的演技 实在是太可怕了 不 是这个人 本身可怕 直到现在 书都没有能够如愿地 从他留在镜头下的 那些行为举止里 找出薛宇的影子 哼 当然找不到 因为之前的薛宇 只是他演的一个角色 等剧情完了 演那个角色的演员 就彻底出戏了 不再是那个人设 很显然 现在 在他面前的这个男人 也是戴着面具的 君南宇 依旧维持着脸上 无懈可击的笑容 只是眼里的笑意 已经淡到几尽于无 我不知道 你本性是什么样的 或许 你也不知道 因为你生活中 也一直在演 演着演着 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样子了 眼前这个人 就是当年陷害书 害死蒋军的 那个薛宇 书因为他 自责内疚了许多年 关于这一点 他和书 早就确认过了 只是 这个人狡猾无比 总是让你拿不到 确切的证据 既然他就是薛宇 这些年来 他不可能 不知道秦四爷 不可能一点 不关注 这个他曾经 试图陷害的男人 而只要关注过 他就肯定知道他 既然 彼此都知道 对方是什么身份 又何必继续扮演 假的角色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三十四集 但是 眼前这个人 却似乎 要装傻到底 小米妹 你的话听起来很奇怪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君南宇 一脸疑惑 你是不是把我 错认成了谁了 他的演技好到 苏可可都开始动摇 怀疑自己 是不是猜错了 他这些年 根本就没有 关注过书 和他身边的人呢 苏可可再一次觉得 自己填报志愿时 选心理学专业 是对的 君南宇 话音一落 不过有句话 你说得对 这个世界上 戴着面具生活的人 太多了 如果戴着面具 能让自己 更好地融入 这个社会 那我们 为什么不戴呢 苏可可眉头宁起 所以 这是承认自己 戴了面具吗 融入的再好 是假的 又有什么意义 君南宇 嘴角扬起一个 恰到好处的弧度 像是演练过 无数次一样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 都很迷人 这大概就是 大兴说的 三百六十度 无死角 可这个世上 哪有没有死角的男人 就算是书 有时候 也会露出臭臭的脸 不那么完美 怎么会没意义 君南宇道 现在的我收获了 那么多疯狂的粉丝 得到了很多的资源 偏约不断 圈内 凡是跟我打交道的人 都会说我声好 他看向苏可可 眼里装出来的阳光 和善 有那么一瞬间碎裂 阴冷的恶意 泄露出几分 大家不都喜欢这种吗 我只是为了 让大家都喜欢我 不过转瞬间 他又是那幅 迷人的完美面孔 表情拿捏得恰到好处 导演好像在叫我了 我的媳妇到了 小蜜妹 我先走了 苏可可 看到他说到演戏之后 周身的气息一变 眨眼间 就切换成了戏里 让人只可远观 不可亵渎的尊贵天神 哼 真是个天生的戏精 苏可可很想知道 这个君男语 到底跟书有什么仇怨 如果是深仇大恨 当初大仇没能得报 现在应该继续报仇才对 又为何改头换面 好像现在的他 真的就只想好好演戏 做一个大明星而已 过去的那些事 做过了就不认了吗 打算重新开始 就算他真的这么想的 天下也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还有 无相神的事情 又究竟跟他有没有关系呢 陈茉莉跟张诗宇打过招呼之后 不知道用什么理由 搪塞了过去 张诗宇对他这样 风风火火赶来 又风风火火离开的行为 不但不怀疑 还挺感动的 对上苏可可细血的目光 陈茉莉尴尬地轻咳一声 我们回去吧 苏可可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今天回去的话 天太晚了 不如今天在这边休息一晚上 明天一早再出发 不早说 他刚用还有工作要忙的借口 跟诗宇告别了 陈先生能言善辩 肯定还能找到更完美的借口 苏可可笑黑黑地道 陈茉莉说 得 就说工作突然取消 亲爱的 我又能来陪你了 苏小师傅 你是不是有了新的发现啊 苏可可 抬头望着蓝蓝的天空 高深莫测地道 天黑之后 天地间的阴气开始变浓 一些不明显的东西 会变得明显 来一趟不容易 不如 多观察一晚 陈茉莉这个外行 当然是听他的 不过 他一颗财放下的心 立马 又掉了起来 诗宇确实 都是晚上 才会变得不正常 不会等晚上之后才 他这颗心呢 都快被折腾死了 只希望诗宇 不要有事 张诗宇知道 两个人改变主意 要在剧组留宿一晚之后 有些意外 剧组 在山脚租了宾馆 不过 可能房间不够 现在又是节假日 不好订房 苏小师傅 如果不介意的话 可以跟我说一起 至于黎哥 你去厂屋那边挤一挤吧 这边的戏 要拍很多天 剧组经费 其实还算是充裕 但很多预算 都已经拨给后期特效了 那东西费钱 其他地方 难免就抠了点 除了主演 和几个重要的配角 其他人 基本上都是两人凑一屋 连导演 都是和副导演一个屋 张诗宇 偷偷拉了拉 沉莫里的手 小声道 黎哥 委屈你一晚了 你大老远专程过来看我 我却不能陪你 其实现在公开 也没事的 我不过是粉丝比以前少点 偏约也少一点 总不会一部戏都接不到 陈茉莫里听到这话 感动又心虚 世语 只要你好好的 让我睡住窝也可以 哎呀 苏可可心想 她平时在曼曼面前 没有这么 把 如果有 她好像明白 哎 慢慢平时地感受了 苏可可眼眸一转 见一道 陈先生 可以跟君南宇一起睡 我的爱豆 看上去很随和 肯定不介意 多一个人 这种时候 都不忘记 维持小迷妹的人设 她也是够称职的 张诗宇 却摇头 君南宇 的确是很随和 但剧组里的人都知道 她叫青 必须一个人睡 就因为这个事 前段时间 她刚爆红的时候 还闹出过 耍大牌的事情 苏可可听了这话 垂眸 到底是较轻 还是有什么秘密 不方便被人知道呢 等到夜幕降临 剧组开始 加班加点的感业戏 苏可可坐在片场角落里 目光落在君南宇身上 出神地想着别的事情 君南宇注意到她的窥视 偶尔往这边看一眼 两人对视的一瞬间 只有彼此才明白的一种气流 在涌动 苏小师傅 其实我没有下拜 你这副样子真的很像 君南宇的粉丝 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可不是为了专门配合我 装出来的 沉默离道 耸耸肩 不过 她的确有让人喜欢的资本 是啊 一副很有迷惑性的外貌 一个八面玲珑的 阳光温柔的性格 呃 陈茉莉突然觉得 自己理解错了 这哪里是小迷妹 这是小心理学家 过来研究人性的吧 拍到一半 拍摄中的君南宇 突然觉得头疼 跟导演请了假 先回了宾馆 苏可可打量着 匆匆离开的君南宇 若有所思 等张诗语休息的空档 苏可可好奇地问她 诗语姐 你平时跟君南宇拍戏 有没有觉得 她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比如 晚上跟白天不一样 第七百三十五集 张诗语疑了一声 有些意外 你怎么知道 君南与晚上拍戏的状态 跟白天的确是不太一样 苏可可立马追问 晚上状态不好 呃 不算不好 就是晚上反而比起白天精神 只是演技会下降 刚开始 导演不信那个鞋 让她晚上试了一场戏 结果 哼 冰死之人 被她演出了喜剧的感觉 苏可可也跟着笑了一声 那是挺逗的 不过 一部剧总有夜戏 她拍不好的话怎么办 君南宇的演技很厉害 是跟我搭过戏的同辈男演员中 最好的一个 如果说 她白天的演技 在双S级 那晚上 也不算差 能有B级 N级个几次 就能过了 所以 也没什么好担心的 拍夜戏的时候 君南宇 不过是从天才演员 变成了正常演员 张诗语评论 君南宇的时候 旁边陈茉莉 偷偷给苏可可 两人找了个时间街头 苏可可知道 她担心什么 不等她问 便主动道 陈先生放心 不管是白天 还是晚上 她都是很正常的 没有被脏东西缠身 明天 我们去她住的公寓看看 她本来想看的 也不是这个 苏小师傅 难得撒了一次谎 然而 撒谎的体验 并不好 陈茉莉听了后 松了口气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在君南宇 离开大概一个小时之后 本在宾馆休息的她 居然又返回了片场 鱼哥 不是去休息了吗 鱼哥 刚才听导演说 你身体不舒服 你没事吧 身体不好 就多休息 早点养好身体呀 场务们关切的态度 足见君南宇 平时在剧组人与儿关系极好 君南宇 一一回应 朝最后那个女场屋 笑了笑 身体好多了 所以过来看看拍摄进度 我可不想拖剧组的后腿呀 跟白天一样的笑容 却给人一种 更为真挚的感觉 明明是一个音色 那说话的尾音 却好像洋溢着无限的活力 对生活满怀憧憬 向来严肃的总导演 听了这话 也给了好脸色 这几天的进度呢 已经赶上了 你今天这几幕戏 演得非常不错 晚上好好休息一下 我先拍其他人的媳妇 导演 那我就脱个懒 君南宇 刚一出现的时候 苏可可的目光 就落在了她的身上 打量的目光十分专注 此时的她 换了一身衣服 刚才离开时的她 脱下戏服后 明明穿的是一件 休闲格子衫 现在 却是黑色T恤 那T恤上 印着个张嘴大笑的 大头娃娃 看起来很潮 而她 就是个酷帅 阳光的大男孩 君南宇跟剧组里的人 一一打过招呼后 又假模假样地 看了一会儿张诗宇 正在拍摄的一幕夜戏 等到众人目光 完全从她身上移开后 她才总算是有了新的动作 苏可可看到 她看向了自己 几乎是一扭头 那目光就准确无误地 落在了她的身上 仿佛早已忍耐了许久 双眼有些发亮 她走了过来 有些犹豫地开口 我 能不能单独跟你谈谈 苏可可 对上那双清澈的眼睛 眨了眨自己的 她点了点头 好啊 旁边正在等女友 收工的陈茉莉 瞬间瞪大了眼 眼睁睁地 看着苏可可 跟着假爱豆 离开了片场 去了远处一棵大树下 沉莫里 跟个偷窥狂一样 暗搓搓地瞄了几眼 心中警钟大响 假爱豆 不会成了真爱豆了吧 这年头的小姑娘 追星很疯狂 这小师傅 要是因为追星 而跟未婚夫之间 闹了什么误会 她可就成了罪魁祸首了 远处 蕴染开的暖黄灯光 淡淡地笼罩着大树 光线不明 影子不显 轮廓模糊不清的 两道影子 因为站位 交缠在一起 君男语 站在苏可可面前 白天那张 无懈可击的脸 此时 却露出了 孩子气的懊恼 和纠结 苏可可 不动声色地打量她 没想到 会在这儿见到你 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吗 苏可可没有说话 或者说 她还没有想好 要怎么回答 她的反应 让君男语 变得紧张 我 白天你跟她 你跟她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白天 跟那晚 见到的不一样 所以才说了那些话 苏可可一震 神色有异 这简单的一句话 信息量却不少 这么说 白天发生的事情 眼前的这个人 都是知道的 或者 只是偶尔能看到一些 那么君男语呢 是不是也能看到 她身上发生的事情 很快 苏可可便否定了 这个猜测 你别生气 现在我没戴面具 这就是真的我好 白天的并不是我好 不过 因为白天那个样子 居多而已 苏可可看她 努力解释什么的样子 实在是没法 将她跟白天的君男语 联想到一起 君男语 君男语 恩了一声问 白天的我 让你不喜欢了吗 对 完美的有些假 不如现在的你真诚 不太喜欢 君男语的脸上 顿时出现了 不可思议的神情 你 你是说真的吗 可是 大家都非常喜欢 白天的君男语啊 她的心情 突然变得雀跃起来 问她 我们算朋友吗 苏可可摇了摇头 顶多算是 网友 君男语脸上灿烂的笑容 顿时淡了下来 有些气馁的道 好吧 网友也算朋友的一种 其实 我以为我一直都会是网友 没想到我没有见面了 话说 你真的是我的粉丝吗 不是 那是骗人的 君男语没想到 她这么直言直语 但却喜欢这样的她 总觉得 跟这个女孩说话时 不用刻意地模仿 那个她 她 就是她自己 对了 我们聊了这么久 我都不知道 怎么称呼你 我叫苏可可 苏可可没有瞒她 这一点也用不着瞒 君男语早就知道 她是谁了 苏可 我们真是有缘分 对不对 她笑得露出两排大白牙 白得黄眼 是啊 是挺有缘分的 每次 快把君男语忘记的时候 她都能撞到她 书都没有这样的运气 君男语 白天的你 为什么喜欢戴面具呢 君男语正了正 好一会儿才回到 大概是为了得到 更多人的喜欢吧 我需要得到 大家的喜欢 有的时候 一个人真实的性格 并不讨人喜欢 就像我现在这样 看起来傻乎乎的 没人喜欢这样的 躯壳里面 装着一个这样的灵魂 她说着 情绪难免 有几分低落 苏可可道 不傻 什么 她刚刚垂下的头 又抬起 看着她 我说 你不傻 像这样 不用讨好任何人 展现出来的 就是原原本本的自己 真诚的人 怎么会傻呢 君男语听到这话 突然就笑了 她的笑容很灿烂 像是黑夜里 燃烧了一轮小太阳 看到的人 会不自觉地心情好 苏可可也不例外 这是一个 让人无法迁怒的人 其实你是第一个 看到我的人 在其他人面前 我一直都是努力地 戴着白天的面具 只是 有的时候 我想做自己 可可 白天的我看起来 不太好 但是 其实白天 我本性不坏 她很好 你别讨厌她 好吗 苏可可惊讶于 她带了一丝哀求的表情 不解 她对一个 才见了两面的人 为何会有 如此纯粹 干净的感情 她很想应一声好 但是 抱歉 喜怒哀乐 这种情绪 不是说控制 就能控制的 对白天的你 我实在是喜欢不起来 伤害了书的人 她怎么可能 喜欢得起来呢 不管这个人 表现得多完美 她做过的事情 都是没法磨灭的 君男语 眉头皱起 似乎有些遗憾 但也没有再强求 其实 白天那张面具 这些年过得很苦 很累 苦和累 并不能作为 评判一个人 好坏的标准 君男语 垂着头 似乎很难过 苏可可主动 岔开话题 我可以 碰一下你的手吗 君男语先是愣住 随即 结巴地问 你想 干 干什么 只是碰一下 不干什么 她完全可以 趁对方不注意 或者装作不经意间 碰到她的手 只触碰一下 就足够看到 她很多东西了 但是 就像君男语所说的 她演技 太拙劣 所以 还是算了 不要做出这种 很让人误会的意外 君男语 纠结了一会儿 把一张脸 都纠结成了红色 才别别妞妞地 将手伸到她面前 那 你碰吧 苏可可看她 摆出一幅 英勇就义的架势 不禁觉得好笑 这个人的心智 似乎停留在了 少年的时期 没有长大 虽然眼前的男人 是跟叔一样的大块头 却让他 有一种逗弄 小弟弟的错觉 苏可可 在碰上她的一瞬间 天眼开启 预想中的东西 没有出现 这让她的眼里 掠过了一丝震惊之色 她的窥探 居然被拦截了 天眼看到的 只是白茫茫一片 什么都没有 苏可可 下意识地 将戳手 改为摸手 没有 还是什么都看不到 天眼 天眼 为什么失灵了 这个人的身体里 有什么封印不成 这封印 能隔绝 天眼的窥探 可可 可以了吗 旁边的男人 一张脸 胀得通红 低声询问道 苏可可 这才意识到 自己 还抓着她的手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三十六集 她甚至因为刚才的失算 抓得紧了一些 苏可可连忙松开 正想说一声 不好意思 结果看到她那副表情 突然就说不出口了 哎 不是 你这一副 我欺负你的样子 弄得我很心虚好吗 明明啥都没做 可可 以后 我还可以找你聊天吗 君男语 将收回的手 背在了身后 埋头 踢着地上的小石子 露出了 两个红红的耳朵 苏可可看着她 沉思 君男语 立马承诺道 我只晚上找你聊一会儿 绝对不会占有你太多时间 我不喜欢 用那副面孔 去应付那些熟人 她宁愿 将所有的真实 都留给苏可可这个 完全由她结识的 陌生人 因为 只有她是不同的 这个女孩 是她先认识的 而且 她还不喜欢白天的她 这让她内心深处 生出了一丝 不该有的窃喜 她在那个人面前 无所遁形 也就只有这一个秘密了 苏可可 也不知道自己 该用什么样的态度 来对待她 因为这实在是一个 让人无法跟君南宇 联系在一起的人 哪怕 他们有着同一张脸 最后 她还是决定 区别对待 君南宇做的事情 不该让另一个人承担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最近会很忙 你若是愿意 可以等我开学之后 找我聊天 什么 君南宇刷的一下 抬起头 双眼里 被什么东西 轰然炸开一片震惊之色 苏可可撇撇嘴 就这么震惊吗 君南宇好一会儿 才消化掉这个消息 含糊地嗡了一声 你居然都要结婚了 我以为你 以为什么 君南宇没有说完 她的心情有些复杂 好不容易交了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朋友 以为可以跟这个人 分享很多秘密 结果 她就要结婚了 结婚的话 她这个连朋友 都算不上的网友 怎么还好意思 去占用她的私人时间 就算有私人空间 那也该 全部给另一个人了吧 我十九岁了 结婚的话 很意外吗 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女孩十八九岁结婚 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 呃 是吗 大男孩的声音 都蔫巴了 失去了活力 结婚之后 我也还是有私生活的 你要是想找我聊天的话 完全没问题 君男语 君男语点了点头 可那一身失忆落寞 还是没有得到缓和 我没有把你的事情告诉任何人 我男朋友也没有 苏可可补充道 君男语听到这一句 眼睛才恢复了一些光彩 所以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吗 苏可可微微一笑 回道 如果你一直保持这样 初心未变 我会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 或者 你介意 我告诉别人吗 介意 你别告诉别人 这是 我们之间的秘密 君男语扬唇一笑 笑得十分灿烂 大晚上的 苏可可突然觉得 光线有些谎言 对了 你的网名是什么 网名 灯光下的女孩 朝她蜿蜒一笑 眼里有枝叶晃动下的光影 我们不是网友吗 我给你备注的名字 总不能写君男语吧 不 不要写君男语 她反驳的语气 有些急 写 小咒吧 啊 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因为宇宙 大名叫雨 小名叫咒 你称 就是小名 所以你叫我小咒 好 以后 你就是我的网友 小咒了 好 你是网友小可 分别时 君男语 朝他挥挥手 他洽走到片场的一盏路灯下 男人的面旁被染上了一层温暖的光辉 像是林家大哥哥 苏可可也朝他挥了挥手 等人走远 他脸上的表情才慢慢变得严肃 然后在心里叹了一声气 君男语 君北昼 果然是一体双魂呢 沉默里看到苏可可表情无意地回来 总算放心了 因为一时任性要在外面过夜 苏可可抱着手机哄了好久的书 作为一个后天就要结婚的准新娘 苏可可可以说是极不靠谱了 旁边的张诗语 看他表情千变万化 忍俊不禁 可可 你家这个 这么难哄啊 苏可可嘟着嘴道 不难哄 就是不放心我 总担心 我智商下线 被人骗 哎呦 拜托 好歹 我也是百分之百 能上帝都大学的人 智商没那么低的好吗 就说以前 以前也不是他智商低 只是缺乏常识 就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 但那也不能全怪他呀 他从小在桃花村的桃花山上长大 很少下山 只有师父接单的时候 或者出去采购东西的时候 他才会跟着一起出去 平时他除了画幅捉鬼 很少接触别的东西 跟鬼打交道 都比跟人打交道多 他还记得 他第一次来历驾的时候 以为自己命不久矣 哭泣泣地跟师父告别 师父刚开始吓了一跳 以为他受了什么重伤 后来才 哎 总之 那次之后 师父才意识到 很多女孩子该知道的常识 都没有交给他 之后也还是觉得 他还小 依旧是没有多说 这就导致 苏可可不仅不通男女之事 其他方面的知识 也很匮乏 师宇姐 你近期 有去过桃花林吗 苏可可言归正传 问起了正事 张师宇见他 转移话题 转移得这么生硬 觉得颇为好笑 现在桃花都谢了 我要是去观赏桃花 也是三四月份去啊 他笑呵呵地道 这么说 的确是去过了 是 三月份拍上部戏的时候 场地有一片桃花林 顺便观赏了一下桃花 你有带几枝回去吗 人家好好的花 桃花开在枝头上 又何必去折下来呢 不过我那天 拍了身亡的戏 按照剧组里的规矩 跨了火盆 我让助理 帮我折了几根枯桃木枝 我用红绳捆着 让我放床头了 苏可可点点头 我明白了 啊 你明白什么了 可可很喜欢桃花 哦 我在桃花村长大 桃花见多了 我喜欢的也不是桃花 而是桃木 桃木可辟邪 是好东西 这个东西若是成了腰 一般也不是害人的腰 不过 生气了 做点恶作剧倒是可能的 苏可可眼睛眯了眯 张诗语不明白 他好端端地 怎么讲到了这个 不过 他是风水师 感兴趣的东西 跟他们不一样 很正常 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 苏可可第二天 在陈茉莉的带领下 直奔张诗语 小公寓的卧室 然后 在床头 找到了一把桃木枝 怎么 难道 有问题的是这桃木 陈茉莉 见他直奔这个东西 立马问 这东西 的确放在了床头 放了有段时间了 是有问题 桃木不是辟邪的吗 红绳也是辟邪的呀 这桃木枝 怎么会有问题呀 苏可可将那个红绳解开 在桃木枝里 快速挑剪出一根 是这个 这根桃木枝 并非枯木 已经有了发芽的迹象 可是 被人这么一折 花孤朵 还没来得及长出 便蔫死了 陈茉莉凑近一看 的确发现 这根桃木 有发芽的迹象 只不过 早就干枯了 这 不过是不小心 折了一枝桃花 难道 就惹来了麻烦 寻常折来的花 都会放在水里 好歹给了人家 绽放的机会 你直接 把这花孤朵 扼杀在摇篮里了 我想 他生气的 不仅是折了它 也没有给它一次 开花的机会吧 陈茉莉 听得目瞪口呆 苏小师傅 你口中的这个它 莫非是 这支桃木枝 已经成精了 成精的 不是这根桃木枝 而是 这株桃木 苏可可屈指 朝那个桃木枝上 轻轻一弹 淡淡的香气 从那已经枯死的 桃木枝上散开 好了 没问题了 这 就好了 感情折腾了半天 这小师傅 冲到桃木枝上 轻轻一弹 问题 就得到解决了 桃妖 可妖可清纯 他们天性纯善 很少害人 就算是施鱼节惹了他 他也不过是 做了点恶作剧 于是变成那样 是这桃妖在作祟吗 陈茉莉 有些紧张地问 只是 受了桃妖的迷惑 那桃花 没有上雨时的身吧 没有 桃妖少见 苏可可在桃花村长大 山上也布下巨灵阵 可即便是如此 桃花山上的那些桃花木 也没有生出灵石 花草树木 是所有生灵中最难开启的 因为它们本无心 要想有灵智 就要先长出一颗花木心 长出花木心之后 这也才是第一步 后来还有重重障碍 所以 公九姑娘 是苏可可长这么大 见到的第一个花妖 现在 又有一个 她很想去见上一见 陈茉莉听到这话 也要去 我替雨时 给那桃花药道个歉吧 免得以后 她继续迷惑雨时 嗯 也好 现在的桃木 已经结出了不小的果实 枝叶也十分的繁茂 不像公九 用了积家密法 隐匿妖气 所以苏可可 到这片桃木林的时候 没多久 就闻到了桃妖的气息 跟紧我 一会儿我要设迷仗 以防外人靠近 陈茉莉点头 突然有些紧张 真有妖精 而且她马上 就要见到这个妖精了 苏可可一边走 一边掐掘列阵 最后 她停在一株 粗壮的桃木面前 眼前这棵桃木 枝叶繁茂 树上结出的果子 要比旁边的桃木 大上许多 这就是你说的桃妖 陈茉莉问 盯着眼前的树 打量了许久 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本就是一株桃木 你想要如何特别 桃木之上 接梨子吗 嗯 两人正议论着的本尊 突然枝叶摇晃 一道清脆好听的 女子声音响起 你们找我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前雪 第七百三十七集 陈茉莉 惊得四处张望 确定四周没有人 那声音 就是从眼前 这树上传出来的 她震惊不已 果然是成了惊了 桃木 咯咯笑了起来 笑声清脆 你们不是看出 我成惊了吗 怎么还会露出 这副吃惊的表情 陈茉莉 吸了口气 望着眼前的桃木 一口气解释道 我是 我是替我女朋友 来给你道歉的 道歉 女人的声音 带了一丝疑惑 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陈茉莉 讲了事情的原委 哦 这样啊 既然你们都被我捉弄过了 这事儿就算扯平了 这些枝叶 就像是我的头发 我不想别人扯下我的头发 但我知道 这种事情难以避免 所以我就施了法 善待我的枝叶就罢了 若是折了枝 却随手抛下 活该受到我的惩罚 于是没有 是助理找枯枝的时候 误折立枝 听说 桃枝可以辟邪 于是这才放了一小捆桃木枝 在床头上 有段时间 他一直被小人陷害 有些信这个 陈茉莉连忙解释道 生怕自己的女友 继续受到妖精的报复 桃妖道 我的桃木枝 确实能辟邪 不过 我的恶作剧 也没影响你们什么 只是会多做几场春梦 将色 玉 释放到极致而已 陈茉莉呆住 啊 不是因为你的妖术 迷惑了于是 她才变成那样 桃妖 有些生气的道 我从不用妖术害人 她生性如此 我不过是释放了 她的本性 陈茉莉彻底懵了 换了任何一个人 她都不会露出这种表情 可那是诗语呀 一开始就是她带着的 从来没有被污染过的清纯干净的诗语 现在 一个桃花妖告诉她 诗语生性如此 生性 喜欢玉吗 陈茉莉蒙逼过后 心情复杂过后 表情古怪过后 慢慢平复下来 诗语比很多人都干净 都洁身自好 但是 是她误解了 不是洁身自好的人 就一定是欲望蛋 她只是 自控力强而已 想到从确认关系之后 两个人偷摸摸地放纵 那种让她 既欢喜又担忧的性事 陈茉莉的心 突然就荡漾了起来 苏可可没管 胡思乱想的陈茉莉 她搓了搓爪子 笑黑黑地道 陈茉莉能送我几滴 木精元吗 陈茉被这厚颜无耻的丫头 气笑了 木精元 也是你能张口就要的 你这小天使好不要脸 我用东西跟你换也不行吗 苏可可绷着脸道 露出了谈正事的正经表情 丝毫不觉得自己不要脸 哼 你想用什么东西跟我换 陈茉莉的语气 有些漫不经心 木精元 与我而言 就像是你们人类的心头血 这么珍贵的东西 你得用同样珍贵的东西 来跟我换才行 苏可可一语点破 陈茉最为在意的事情 所谓珍贵之物 因人而异 就像是你 我见你虽生灵智 却不是真正的陈茉 因为你还不能画出人形 哼 我不到八百年便生出灵智 就算不能画形 也是花草中的佼佼者 桃妖语气傲然 说话时 桃木浑身的枝叶都仿佛舒展了一下 我知道你很厉害 毕竟这么多年来 你是我见到的第一株成精的桃木 可是 你就不想画形吗 当然想 只是草木画形何其困难 我用了这么多年 才生出桃木心 开了灵智 桃木微顿 语气有些怪异 怎么 你难道有办法让我画形 苏可可点了点头 桃妖顿时笑了起来 笑声不止 浑身的枝叶都跟着轻颤不已 小姑娘 你真是大言不惭 我看你略懂五行八卦之术 能够很容易地掐绝猎阵 可这也只能说明 你有两把刷子 成妖画形 可不是你这些小打小闹的倒数 就能够做 桃妖一句话没说完 突然卡壳了 苏可可从背包里 掏出了几张旗羽符 和几张巨灵符 这是什么符录 我怎么感觉到了 一种十分亲和的力量 桃妖语气带了几分急切 对于花草树木来说 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苏可可小白牙一姿问道 当然 是水和养分 苏可可嘴角扬起 这是祈雨符 可以帮助你在任何想要雨水的时候 降下雨水 你若是想要 我会教你驱动祈雨符的口诀 这个是聚灵符 我可以帮你布下一个 至少维持五年的聚灵符 有了灵气的滋养和雨水的补给 我想你距离画形 至多不超过十年 以为自己还要再耗费至少四五百年 才能画形的桃妖 瞬间震惊了 这祈雨符 真的能招来雨水 还有 这聚灵符 真的能够将四面八方的灵气 都引到我这一处 桃妖声音激动 试试不就知道了 画壁 苏可可手一挥 一张旗雨符贴到了桃木树干上 然后她掐动口诀 不过眨眼间 桃木上空变闪雷鸣 不一会儿就降下了飘盆大雨 一旁心神荡漾的陈茉梨 即便是躲在了桃木下 也没有幸免遇难 被淋成了落汤鸡 苏可可意识到了这一点 连忙在陈茉梨上空 扔了一张隔离符 陈茉梨看着原本垂直落下的雨 居然被什么东西隔开 心中震惊不已 难道 这就是传说中的呼风唤雨 苏可可苏小师傅 居然是个能呼风唤雨的天师 她一直以为 这位小师傅就是个会捉鬼的神棍 没想到人家已经不是神棍 而是天师了 你要学吗 苏可可问桃妖 桃妖好一会儿 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行 我想 只是我没有手 也能掐绝屈服吗 这一次的声音 急切又激动 不掐绝 光念口诀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招来的雨水 会大打折扣 桃妖欣然道 好好好 只要能招来雨水就好 等我幻化出手了 我再跟你学掐绝 还有 你说的聚灵阵 你 你快帮我布置 这次 不等苏可可说什么 桃妖便主动给了苏可可想要的东西 有嫩绿色的汁水 从厚厚的树皮中浸了出来 凝聚成了两颗 凝脂般的珠子 苏可可双眼发光地 接过桃木晶圆 小心翼翼地 装进了一个小瓶子里 作为交换条件 她为眼前的桃木 布下了聚灵阵 送了她厚厚一胆 其余福 沉默里 无意间见到了 一人一腰之间的 龌龊交易 颇有种 自己小命不保的错觉 好在一人一腰 都没有搭理她 交易结束 苏可可拿了酬劳 告辞离去 离开前 语重心长地 对沉默离道 我知道你的心情 毕竟我是过来人 希望你不要在意这种事 否则感情 必定多一些波折 沉默离心想 不不不 我一点也不介意 这种事情 我很开心 很激动 恨不得马上反过去 抱着我女朋友 诉说中场 苏可可 却以为她接受不能 以过来人的心态 开导了很久 拿钱办事 就得办好点 她理解 非常理解 刚开始 输在她的心中 形象多完美呀 结果后来 白天有多禁欲 晚上就有多流氓 不过 她已经准备好了 如果流氓 化身禽兽书 她就以毒攻毒 她变成小禽兽 本集播讲完毕咯 拜 第七百三十八集 苏可可回去以后 没见到秦莫琛 被苏牧城打包 带回了桃花村 我说 你这丫头 心大不大 这都要结婚的人了 还在外边瞎晃哟 苏老头 一指头戳向 笨徒弟的额头 苏可可 捂着脑门道 可是师父 该准备好的 都准备好了 没我啥事 而且 我也没瞎晃哟 我是去接单 我是去接单了 这都几个点了 你还去接单 秦莫琛那臭小子 就那么虐待你的 穷到需要你去接单挣钱了 苏老头 差点脱下脚上的老布鞋拍人 苏可可见他生气了 立马笑黑黑的道 师父 我们要重建秦家村呀 您忘了吗 书的心意是书的 我的是我的 是我自己 想挣很多很多的钱 我用自己的钱 建秦家村 跟直接问书要钱 建秦家村 您觉得 这能一样吗 苏老头一听这话 立马硬气道 嗯 咱不要那臭小子的钱 你是不知道 这年头的男人 有多坏 花几个臭钱 就觉得自己出了大力了 钱能代表心意吗 不能 完全不能 师父这种 是钱财如粪土的人 再多的钱 那也是打动不了的 苏可可笑黑黑的戳破他 师父 您是因为自个儿 不能用太多钱吧 五臂三缺 师父缺了钱 所以师父他老人家 手里留不得钱 就算是留了 也不能用在自己身上 不然准出事 不过 师父现在有了他 他是小富婆了 不会让师父穷着的 坏丫头 有你这么拆师父的台的吗 你这还没假人呢 怎么 胳膊肘就往外拐了 嗯 在苏老头的监视下 婚礼前一天 苏可可愣是没跟起莫琛 说上一句话 连手机都被没收了 师父 我的伴娘还没来 大兴也没来呢 我回去接一下 曼曼和大兴 苏可可眼珠子 溜溜地转 虽然大兴是书那边的人 但是大兴说了 他要当闺蜜团 要当这边的人 苏老头见招拆招 乖兔儿 有些事就不用你操心了 你去找人 把俩小姑娘带来 师父 我不跟书聊天 你把手机给我嘛 我跟大兴和曼曼聊聊天 不然我好无聊啊 苏老头顿时一瞪眼 无聊呢 就给我去被阵法口诀 抄心惊 师父都说玩物丧志 你还不信 你看你以前 用老股东手机的时候 不用得挺好的嘛 现在的破手机 又是微信了 又是微博了 一天到晚 刷各种八卦的新闻 一刷那时间都过去了 眼见着师父 就要翻各种旧账了 苏可可立马乖得 跟小兔子一样 乖乖带驾 啥要求都不敢提了 没多久 罗曼和秦星 被老曾送了过来 老曾和其他 几家村妖 也一并重聚桃花村 彼时 罗曼和秦星 还不知道 可可这些亲人 是妖 直到看到 其中一个什么书 直接变成了一条蛇 盘在树上 一个什么掰 变成了鸟 飞上高空 罗曼和秦星 两脸懵逼 整个人都疯了 疯了好一会儿之后 罗曼才恢复正常 用一颗强大的心脏 迅速接纳了这个事实 而秦星 一直处于恍惚之中 再跟这些书掰爷 啥的打招呼 脸都是僵的 有了两个好朋友的陪伴 苏可可终于 从默写各种 法觉心经的苦海中脱离 哥以前 这不算苦海 但现在的他 心心念念的 都是某个书 没法静心 没法静心的时候 被强逼着写这些 哪怕是以前喜欢的东西 也会变成一件 痛苦的事情 罗曼和秦星 被苏可可一个大熊抱 抱在怀里 哎呀呀呀 虽然很软糊 但是大热天的 他们真不想被熊抱 慢慢 大熊 你们可算是来了 师父他居然让我一个 代嫁新娘子 莫写法觉心经 苏可可忍不住 跟好友控诉 罗曼笑呵呵地 拍着苏可可的背 我觉得挺好啊 可修身养性 排除杂念 秦星也点头 不错不错 苏爷爷此举明智 某个人前两天 还跟我请教 婚前焦虑症的问题呢 苏可可顿时雨塞 幽怨包子脸 瞅着两人 秦星哈哈一笑 忍不住捏他脸蛋 哈哈 这个样子 好像表情包啊 蒙死 哎呀 便宜我四叔了 可可这么磕水嫩白菜 还没来得及被其他人发现 就被他抢先一步 拱回自己窝里了 大熊 他是你四叔 别这么说他 秦星一听这话 不由得一惊 夸张地抖着手指他 好啊 好啊 这还没嫁人呢 就开始对我 摆四婶的架子了 慢慢 我的心好难受啊 说着 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表情扭曲 形象生动 可可的确是小四婶 教育你是应该的 自此以后 我跟着可可 直接高你一辈了 啊 什么 啊 不行 慢慢 说好陪我一起酱辈分的 逗你的 看吧你紧张的 可可 你怎么想到回桃花村代驾 这里离得远 我四叔会被你折磨死的 真是师父的主意 他老人家倔起来 谁说都没用 苏可可也很无奈 那么远 天还没亮 叔就得出发了 因为真的很远呢 罗曼说 远是一方面 这里 会不会太简陋了 三人 七刷刷地望着贴了喜字的 茅草屋 何止简陋 这么个茅草屋 到时候 拦门 怎么拦 西郎官直接一脚踹过来 门就烂了 茅草屋就 塌了吧 苏可可 蜿蜿一笑 掏出一把福禄 贴上这个 茅草屋 堪比铜墙铁壁哦 罗曼和秦星 被苏可可的操作 惊呆了 然后 琪琪为某人 点了根蜡 对了 可可 你快帮我看看 冷月那死鬼 有没有跟过来 没有 他不在 大星 你和冷月现在什么情况啊 还能什么情况啊 那只老鬼现在可不要脸了 三番五次的等我家门 现在我妈恨不得直接把我打包送给他 大星 你脸红了 嘴角也有上扬的迹象 漫漫 你 你瞎说啥呀 你 你 可可 漫漫 我要看你们的绣和服和伴娘服 哦 转移话题好生硬啊 大星 你 你 多了两个人 桃花村一下就热闹了不少 三个小丫头聚在一起 有说不完的话 媳妇被苏老头这个恶人藏了起来 秦四爷就只能派得力助手吴宗柏来看人 顺便将可可当天的章程和各种注意事项 跟小老板娘说一说 不过 即便吴宗柏出马 也没能见到准新娘 苏老头藏人藏得很严实 秦四爷孤家寡人一个 在秦家老宅的床上度过了冰冷冷的一晚 后知后觉的开始兴奋 一宿没睡 本集播讲完毕咯 拜 第七百三十九集 直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 秦四爷才意思意思闭了闭眼 然后不到四点就爬了起来 车队准备就绪 摄影准备就绪 一切准备就绪 于是当天 帝都的老百姓看到 一条不算太长 但每一辆都擦得正量正量能印出倒影的豪华车队 从帝都中心开往几环之外 一直开到了桃花镇的桃花村上 当时那围观的人呢 多得差点把车队淹没 秦四爷身穿白衬衫黑西服 打了红色领结 一头短发 喷了发胶 弄了个帅气的发型 手上拿了一束捧花 眼看着离桃花村越来越近 从未怯场的秦四爷 罕见地紧张起来 车队行驶到村委 没法再前进一步 秦俊豪 秦四爷叫了一声伴郎 今天的秦俊豪 穿着同样正式的西装白衬衫 戴了暗红色领结 文生他点点头 朝后面一排车队 打了个手势 车队停下 亲友团纷纷下车 从后备箱里 取出结亲用的摩托车 跟车子一样 擦得正亮正亮的摩托车上 寄了大红花 看上去非常喜庆 非常亮眼 秦俊池率先上摩托 发动车子 吹了一气响亮的口哨 四叔 秦俊豪 还等什么呢 走 敞心娘子家 在桃花村村民的围观下 豪华车队 变成了轻便摩托车队 由英俊帅气的新郎官打头 一辆辆摩托车 开往桃花山 开出了山匪抢亲的气势 哎 来了来了 来了 爬上树的秦星 放下手中的望远镜 冲身后一声大叫 不用秦星说 飞上天的鸟腰 已经实时汇报了 迎亲队伍的情况 具体到迎亲队的人数 来人的穿着打扮 好小子 连摩托车都响到了 苏老头大喝一声 准备 苏老头和曾老头等妖 挡在最前面 拦第一道门槛 秦星和换了伴娘服的罗曼 挡在茅草屋前 拦第二道门 而且已经准备好了 新郎大拷问 如今的茅草屋 经过一番装饰 已经变成了 豪华喜庆版茅草屋 大红灯笼高高挂 大红绸缎竖 竖成大红花 连桃花树上 都挂满了红绸缎 和小彩灯 呃 唯一有些突兀的 大概是那些贴在 茅草屋上的福禄 不过 福禄被罗曼和秦星 贴成了个爱心状 看起来 像是个装饰物 迎亲队的小伙子们 在一阵摩托车的 轰轰声中 抵达桃花山 秦莫琛和秦俊豪 两人走在前面 秦俊池紧随其后 其他人纷纷跟上 诶 四叔 你怎么七拐八拐的 那边不是一条 笔直的道路吗 秦俊池一脸懵逼 苏一夜开启了 桃花山的五星桃花镇 走长路会被困到里面的 秦莫琛 面不改色地道 厉害呀 四叔 你真入行了 秦俊池嘖嘖出声 秦俊豪忍不住 环视一周 试图发现 这什么桃花镇的异常 好啊 没用的 咱们这些外行人 还是跟着四叔 乖乖乖走吧 反正小的时候 咱俩都是四叔的 跟屁虫啊 在新晋风水师秦四爷的带领下 众人七绕八绕之后 总算是看到了传说中的新娘家 一座十分喜庆的茅草屋 然而 明明看着很近 众人却怎么走都走不到 四叔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秦俊豪问 没事 只是普通的障眼法 你们跟着我 按照左金龙两步 右白虎三步 后玄武一步 前出雀三步 然后这个步法规律走 呃 众人 牛逼啊 看来这次迎娶新娘 相当不容易 秦俊池嘀咕道 去步法越看越像螃蟹啊 哈哈哈哈 一群人滑稽地走了十来分钟之后 茅草屋总算是近了 两个老头和几个书掰 已经在第一道关卡 恭候多时 嗯 比我想象中的快了不少 看来你小子这段时间 没少下功夫啊 嗯 嗯 苏老头挑剔地打量着秦莫称道 来来来 隐身符五雷符 宝破符其语符 我念起的这些所有符录 你口述一遍屈服诀 还有三十六套心经 九九八十一套列阵口诀 嗯 这这这 正准备掏红包的秦俊池 秦俊好 嗯 还有迎亲团众人 哎呦 这年头迎亲 红包已经不管用了吗 秦莫称不急不缓地 回答了苏老头的所有问题 全对 一字不差 哎呀 搞得苏老头 都找不到理由刁难了 爷爷 时间紧迫 能不能让我先取走可可 回头 你想怎么考察都行 秦莫称问 态度非常之恭敬 苏老头 咳了几声 假模假样的 清了清嗓子 问旁边的几个老伙计 咳咳咳 那个 你们 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曾老和其他人对视一眼 笑呵呵的道 老苏 算了 放人去吧 苏老头 哼了一声 哼 这才第一道坎 俩小丫头那边还有一道官呢 只能闻名智取 不能耍流氓啊 听到没有 秦莫称点头应试 秦兴和罗曼就在茅草屋前 见人来了 理直气壮的索要红包 呀 来迟了来迟了 迟到一分钟 罚一个红包 四叔 你自个儿算算 你迟到了几分钟了 嗯 呢呢呢呢呢 秦兴笑嘻嘻地伸手 罗曼附和道 哼 我刚才算过了 秦叔 你在阵法上浪费时间太久 至少要掏二十个红包才行 我和大兴给你打个折扣 嗯 只要个整数 就二十个 哼哼 秦俊豪没忍住 笑了一声 罗曼扫他一眼 连忙移开了目光 给二十个 秦俊豪爽快地掏出二十个 塞到了罗曼手里 你拿好了 要再多哥哥都有 呸 不要脸 对谁称呼自个儿哥哥呢 我才是你妹妹 少乱人妹妹 哼 秦兴动了秦哥一眼 把罗曼往自己身后一拉 咳咳 下面是问答时间 四叔 请你说出你和可可第一次见面的时间 地点 我们可可妞穿着什么衣服 对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嗯 秦兴的小嘴 一直巴拉巴拉巴拉个不停 刚开始 秦莫琛还好好地回答问题 眼见着对方越来越不靠谱 什么私密问题都拿来问 秦四爷不禁眯起了眼 秦俊池见状 立马高贺一声 还等什么 给我撞门 秦俊豪快动手 一人抱一个 快 秦俊池说完就上手 将机外个不停的秦星 一把扛起 为自己开路 秦俊豪只略一正 便朝罗曼冲过去 其他人也一轰而上 罗曼拔腿就跑 可刚迈出个腿 就整个离地了 被人一把提起 扛到了肩膀上 吴齿吴齿 秦俊池 你耍赖 秦俊池 旁边的秦星 已经嗷嗷喊上了 罗曼也跟着训斥 说好了文明志趣 你们怎么能耍赖呢 快放我下来 秦俊豪趁着场面混乱 在乱动的小妹妹耳边低笑 欠了哥哥不叫人 信不信哥哥教训你 本集播讲完毕咯 拜 第七百四十集 罗曼被秦俊豪扛在背上 一眼看过去 天地都倒转了过来 他努力叹起脖子 仰起头 以此来减少这突来的晕眩感 罗曼放低声音 有些恼羞成怒 知道了哥哥 你快放我下来 哥哥 秦俊豪也没为难他 笑了笑 将他稳稳地放到了地上 今天你跟着哥哥 哥哥候着你 不然很容易被别人欺负的 罗曼看了他一眼 不以为意地 嗡了一声 那谢谢哥哥了 秦俊豪瞅着小妹妹 不乐意的样 瞇了瞇眼 可别怪哥哥 谁照你们越来越过分 四叔也是你们这些晚辈能折腾的 罗曼据理力争 是你四叔 又不是我四叔 为什么不能折腾 就算是我四叔 我现在也是可可阵营的人 当然要为可可考虑 这个时候 是要六亲不认的 林俊豪 觉得好笑 好 算你说得对 但就你这小身吧 我们这群操汉子抢人 你拦得住吗 今天要不是 有哥哥我在 其他人粗手粗脚难免会伤了你 到时候得不偿失 你找谁哭去 罗曼对上男人 那似笑非笑的表情 心里不知 为何有些烦躁 这个半路误认的干哥哥 总是用这种 逗弄小猫小狗的口气 跟他说话 真当他是小猫小狗了 不过 大兴也早就说过 他哥喜欢软妹子 喜欢听软妹子叫哥哥 所以 秦俊豪这种反应 其实在他意料之中 如果可可 没有跟秦叔谈对象 秦俊豪认可可当干妹妹 大概更合适吧 毕竟 可可那种 才是软妹子 他 算哪门子的软妹子 这些烦躁的情绪 不过一刹那便散了 今天是可可的大喜日子 罗曼很高兴 不想跟任何人置气 哥哥 就算我不来门 你们也进不去 不然你去试试 这门你要是能撞开 我立马原地 叫你一百声哥哥 哎哟 这语气怎么就透着一丝小嘚瑟呢 秦俊豪听到这话 没烧着笑 都要吊不住了 妹妹 却这么想叫我哥哥 看来哥哥不努力吧 不行了 他当然知道 这茅草屋被动了手脚 因为眼前看起来摇摇欲坠的茅草屋 一张拍下去 都能震开的茅草屋 现在被几个操汉子联手推撞 也没能推开 但他秦俊豪一向是有力气 也有脑子 他注意到了贴在茅草屋外的那一圈爱心俘虏 此时 四叔已经抢先一步 男人正要伸手去扯俘虏的时候 不知为何 动作突然一顿 他回头看向二侄子 秦俊豪 你帮我将这些俘虏撕下来 秦俊豪微正 察觉到了什么 笑咪咪地道 四叔今天是新郎官 这种粗活儿的确不该让四叔动手 秦俊豪 来 我们一起 秦俊豪一叫就来 原来是那些俘虏搞得贵 来 交给我了 然后 大侄子撸起袖子就干 二侄子秦俊豪拍了拍 他的肩膀道 那就交给堂哥了 然后 稍微躲远了一些 秦俊豪三两下 把墙上的符露撕下 手里握了厚厚一把 他晃了晃手中的符露 露出一抹得意的笑 就在这时 变故突生 那一把被撕下来的符露 眨眼间化成了一堆 灰 风一吹 灰扑了秦俊豪一脸 那灰 跟平时的符露燃烧成的灰烬不一样 是黑的 扑他一脸之后 他的脸就成了黑色 伸手一抹 越抹越黑 帅哥秦俊驰 变成了黑人秦俊驰 秦俊驰心道 我 我靠 黑脸上的一双眼 只能看到眼白了 眼白忽大忽小 眼珠子斜向了秦俊豪这边 秦俊驰 起得咬牙切齿 秦俊豪 你个魂穷 你故意害我 秦俊豪一脸无辜 我对风水 真是一窍不通的 还没你了解得多呢 我怎么害你啊 秦大少一想 好像是这么回事 他又悠怨着脸 丑四叔 秦四爷 微微扬眉 难得给了个好脸道 我的确是猜到了 有些不对劲 但是 我是新郎官 需要维持形象 所以 只能委屈 二位大侄子了 秦俊驰 我 这可真是一个 轻力脱俗的理由 对此 秦俊豪没有丝毫意见 还点头道 四叔放心 这些剩下的交给我和秦俊驰了 你候在一边 说完就去破茅草屋了 态度特别积极 秦俊驰一个人顶着张黑脸 风中凌乱 无人问津 算了 为了四叔的幸福 牺牲他的颜值 算什么 秦俊豪 我来帮你 秦俊豪让众人都让开 手臂蓄力 一拳砸向茅草屋门 结果 茅草屋 窥然 不动 秦俊豪不禁皱眉 这一次用了更大的力气 第二次 屋门晃了几晃 但还是没能破开 秦俊豪感觉到 自己的手砸到的 不像是茅草屋的木门 而是一道坚硬的铜墙铁壁 虽然觉得不可思议 但他不是打肿 脸充胖子的人 看来里面还贴着腹落 四叔 暴力没用 只能换你的柔情公事了 秦俊豪说完这话 颇为遗憾地看向罗曼 小妹妹倒是料到 他开不了门呢 哼 罗曼嘴角扬起一抹浅笑 被秦俊豪逮了个正着 哟哼 让你高兴一次 哥哥本就是要 让着妹妹的 秦莫琛挥退众人 自己一个人走到屋门前 贴着门道 可可 给我开个门可可 那声音温柔了不止一个度 身后众人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 唯有秦俊池 你就免疫 为了避免鸡皮疙瘩越掉越多 众人跟着起哄 四十二二开门啊开门啊 我四十二等得望眼欲穿了 快重望福石咯 你就可怜可怜他吧 好一会儿后 屋里才传来苏可可的声音 那声音笑黑黑的 莫琛挥退众人 莫琛哥哥 你迟到了 还记得我们以前的约定吗 秦莫琛愣了愣 反应过来 无奈地摇摇头 行 今天是我迟了 我学小狗叫 叫到你满意位置 众人一呆 挖了个大草 学狗叫 秦四爷居然大庭广众之下 学狗叫 我 这 这还叫得这么心甘情愿 在新郎官小狗叫声中 门突然枝鸦一声打开 秦莫琛顾不上众人的诡异表情 手拿捧花 一大步迈过了门槛 本集结束了 再见 泥虎的墙上贴了大红双喜 大大小小的简陋家具 也被装饰得喜庆了不少 小木桌上 放着一对龙凤喜杯洗碗 换了红床单的木板床上 苏可可身穿香水钻的龙凤城祥 大红绣和服 端端正正地盘腿坐着 一双极有肉感的小爪子 搭在裙摆上 十个圆润饱满的手指甲 涂成了红色 带着钻 跟衣服一样 一闪一闪的 头上盖着一大红鸳鸯细水盖头 少有的闲静端庄 秦莫琛被折腾这么久 总算是见到了自己的小媳妇 突然就心定了 不过 小媳妇今天 乖得不成样 小头 她叫了一声 目光是自己都不知道的温柔 盖头下的新娘子 脑袋微微抬了一下 又立马摆正 没有应声 秦莫琛挑眉 现在倒知道不出声了 装小淑女了 刚才乐呵呵地 要听她学狗叫的是谁 眼里略过一丝笑意 秦莫琛直接上前 伸手将那盖头掀开 然而 在骤然目睹盖头下的那张脸时 因为太过突然 男人瞳孔一缩 猛地倒退一步 有那么一瞬间 秦四爷被 吓到了 跟进来的秦俊驰 简直窜得老高 我可 什么鬼这是 盖头下的脸 哪里是苏可可 分明是一个丑兮兮的黑人脸搞笑面具 秦星捧腹大笑 可可 你看到没有 我四叔的反应太动了 托可可的福 秦星第一次看到 受到如此惊吓的四叔 摄影师已经记录下这一幕 回头一定要问可可要录像 然后珍藏啊 珍藏 以后这就是四叔的黑历史了 苏可可的肩膀 也在一抖一抖地 忍笑不已 不行不行 今天她是新娘子 要矜持 要淑女 不能大笑 秦莫琛 其实就失态了那么一秒 相比一窜三尺高的秦俊驰 她已经算镇定了 男人眉心抽搐 毛子里放出危险的光 撇了一眼大笑不止的秦星 你出的所主意 声音凉凉的 秦星笑声戛然而止 停得太突然 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 这次 这次 四叔 你真冤枉我了 四叔 这次是慢慢出的主意 是慢慢慢慢 旁边的罗曼一脸懵逼 他回想了一下 好像大星之前有私敲他 问婚礼当天 要不要恶搞一下新郎 在哪个环节恶搞 他随口应了一句 说可以 比如在拦门的时候 这 也能算是他出的主意 但看秦星怂答答的样子 罗曼背了这锅 秦莫琛看了一眼罗曼 没计较 直接将新娘子脸上的黑人面具 给摘了下来 这一次 秦四爷总算是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人 今天的苏可可 化了浓淡适宜的新娘妆 红红的小嘴 粉扑扑的小脸 睫毛本来就长 所以没贴假睫毛 眼一眨 卷而翘的睫毛 扑闪扑闪的 虽然脸蛋上有肉 还带着点婴儿肥 但那张小包子脸 只有秦莫琛 巴掌大小 偷笑的小表情 还没有来得及收 人比春花还娇艳 笑比阳光还要灿烂 秦莫琛失神了一会儿 才找回自己的状态 她呼出一口浊气 单膝跪地 将手中的捧花递上前 温柔宠溺的目光 落在新娘身上 嘴张开 顿了一下才到 可可 我来娶你了 嫁给我吧 苏可可 抓了抓小脸 羞涩地垂了垂头 将捧花接到手里 秦兴连忙打断 恨铁不成钢地大叫一声 可可 你怎么就这么容易接花了 不行不行不行 我们的新郎官大考验 还没开始呢 罗曼也立马道 可可 你忘了我们之前 商量好的环节了 苏可可一听这话 立马把捧花 塞回了秦莫琛手里 秦四爷 眉心抽动 笑容不变地 对身后两个侄子道 秦俊驰 秦俊好 把人给我扛走 好嘞 四叔 好 秦兴 开始狂舞四肢 秦俊驰 你敢 你敢欺负我 回头我让月月 教训你 罗曼一见秦俊豪过来 条件反射地往后缩 开口就求饶 哥哥 我不为难秦叔了 你别动手 秦俊豪只略略停顿一下 为笑眯眯地上手 罗曼求饶无用 他将人一把扛肩上 用只有两人 才能听到的音亮道 不好意思啊 哥哥今儿是伴郎 得听新郎官的 你别乱动啊 一会儿就过去了 哥哥要是扛人的姿势 不舒服啊 你说一声 我调整一下 罗曼气得不想说话 什么保护他的干哥哥 带头欺负他 还差不多 两个拦路虎被扛走 秦莫琛直接上手 将捧花 塞到了苏可可手里 凑上去就是一口 众人大笑起哄 再亲一个 再亲一个 哎 哎 四叔 哎呀 新娘子的鞋 还没找呢 秦兴大叫 给力的伴郎团 挥了挥两只 红色绣花鞋 早在你们闹的时候 就找到了 秦兴无话可说 他不甘心 不甘心哪 这么容易 就让四叔 把可可带走了 苏爷爷 我辜负了 您老人家的信任 秦莫琛给苏可可穿好婚鞋 扶着人下床 此时苏慕成已经准备好 特有范儿的 坐在高堂之上 两人接过罗曼准备的茶水 一起给苏慕成敬茶 因为有镜头对准自己 苏慕成这次 没板着老脸 应了一声 喝了茶 给了俩厚厚的红包 秦莫琛保证道 爷爷放心 我带可可如珍宝一般 我不会让他受到一点委屈的 苏慕成目送乖徒儿 被个臭小子抱走 离开桃花山 一双老眼 不知何时擒了点泪花 舍不得吧 旁边曾老拍拍他的肩膀 以后无聊来找我 我们两个老东西 在一起下下棋钓钓鱼 请请请 那个老东西 我才不是呢 我年轻得很 当年要是继续使用助言术 我现在 那还得是个美大叔呢 是是 美大叔 留一会儿就去酒店吧 秦小子留了人 迎亲队伍带着新娘子回了秦家老宅 两个新人按照规矩跟秦老爷子敬茶改口 苏可可开口叫这一声爸 差点把自己叫哭了 爸爸 他有爸爸了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四十二集 苏可可从小就很懂事 想 为什么别人有爸爸妈妈 而我没有这种问题 再问过一次 师父又给不出答案之后 苏可可就再也不问了 到后面长大一些之后 他知道自己是师父捡来的 就更加不会问这种问题 可是 苏可可不问 不代表他不在乎 虽然师父很好 把他养到这么大 教他本事 教他做人的道理 但他还是想要一个爸爸妈妈 只是他那个时候 真以为自己是师父捡来的 想着在师父面前 说这种事情 肯定会伤师父的心 所以他才从来不提 如果早知道 师父是骗他的 他肯定就传着他问了 苏可可想到自己在画里见到的爸爸 神色有些许暗淡 虽然亲生爸爸再也看不到了 但他有眼前这个爸爸了 他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所以这一声爸爸 他叫得特别响亮 秦老爷子听到儿媳妇这一声爸爸 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只觉得浑身舒爽 他声音洪亮地哀了一声 喝完茶 从身后掏出一个 足有五厘米厚的超大号红包 好好好 乖孩子 以后和莫辰好好地过日子 他要是敢欺负你 只管告诉我 我拿皮鞭子抽死他 苏可可接过沉甸甸的红包 笑得眉眼弯弯 偷偷瞄了一眼郁闷的男人 笑盈盈地道 谢谢爸 以后我就是有后台的人了 哼 秦家众人心想 那是 这后台刚刚厉害 没有比这后台更厉害的了 秦家所有人都怕老爷子 有老爷子这个后台 别说秦莫琛 任何人都不敢欺负 苏可可这个新成员 认了最重要的秦老爷子 其他长辈 秦莫琛也领着苏可可挨个儿叫了个遍 给自家小媳妇收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改口费 秦老爷子都给了那么多 其他人哪敢抠门 因为时间比较紧 秦莫琛没有在老宅多留 直接带着苏可可赶往下个目的地 秦家众人自有他的人招呼 苏可可沉浸在多了这么多亲人的喜悦当中 等到终于有功夫住一别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丝不对劲 嗯 叔 我们现在是去婚礼现场吗 对 去婚礼场地 可是 这个方向有些奇怪呀 秦莫琛解释道 嗯 办婚礼的场地有些远 苏可可嗷了一声没有再问 然而 当苏可可看到停靠在水边的豪华邮轮时 整个人都懵了 坐邮轮 叔 我们要坐邮轮吗 不等对方回答 他立马又问 为什么坐邮轮 是因为场地很远吗 叔 叔 叔 男人立马掐起那个小脸 海叫叔 苏可可小嘴一脸 乐道 哼 这不就我俩吗 别人又听不到 秦莫琛抬手看了看表 揽着新鲜出炉的热乎小媳妇 温声解释道 一个小时候到达 去了你就知道 秦莫琛一开始 打算订个豪华酒店 至于新房就安排在小桥流水别墅区 因为俩人都喜欢那儿 也住惯了 等结了婚跟平时也没啥区别 硬要说区别 大概就是 秦四爷终于能开婚了 可后来 秦四爷又觉得这样不够隆重 加上在帝都酒店办酒席的话 酒店保密再好 也不排除一些 有身份的八卦记者混进去 小丫头刚考上帝都大学 还是要低调一些比较好 于是 秦四爷回忆了一下自己名下的不动产 想到了自己某年脑子一抽 买下的那座小岛 当初秦四爷本来是想买下岛屿 开发成一处海上游乐场的 可后来去到小岛上 清静的环境 让秦四爷一眼爱上 就任性地放弃了开发的念头 买来当成自己的私产 今天的婚礼就在他的私人小岛上 他要给小丫头一个终身难忘的婚礼 还没靠岸 苏可可便被远处的岛屿给惊呆了 远远便能看到被装饰的一片火红的小岛 岛屿旁边已经靠岸了一艘游轮和几艘小艇 部分宾客已经被提前送了过来 叔 我突然好紧张啊 苏可可攥紧了男人的手 这里是我的私产 来的都是自己人 所以不用怕 男人低沉温和的嗓音 让苏可可的紧张有所缓和 想到什么 苏可可突然傻笑出声 秦先生忘了跟你说 你今天真帅 把我都迷晕了 秦莫琛看着他笑笑的道 秦太太今天也很漂亮 漂亮到 我都想把你揣口袋里了 不让任何人看到你 苏可可小脸一烫 幸好抹了腮红 看不大出来 叔 你最近是不是又看霸道总裁语录了 我又不是什么大美女 秦莫琛 秦莫琛低笑出声 你是 有没有觉得今天的天气格外好 苏可可点点头 阳光明媚 天空湛蓝如洗 的确是难得的好天 男人悠然接了一句 那是因为今天有天仙下凡 苏可可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笑出声 叔 你从哪看到的土味情话 远处的伴郎团 伴娘团 躲得这么远 都能被塞一嘴狗粮 真是够了 能不能照顾一下单身狗 已经有了女朋友的秦骏池 撩了撩一头短发 无所畏惧 等上了岸 苏可可走一路 便惊讶一路 岛屿上的小道两旁 摆满了火红的玫瑰花 就这么绽放了一路 一直通往尽头的 一座城堡 一座巨大浮夸的城堡 不仅苏可可惊呆了 其他人也惊呆了 卧槽 知道秦司也有钱 但看到这座足以闪下 太和金狗眼的 欧式城堡时 还是会被吓一跳 城堡有庄园 庄园有马场 有戈尔夫场 有池塘 众宾客心道 嫉妒 使我治病分离 露天草坪上 婚礼现场被布置得如梦如幻 粉色细气球桥 造型百花 富丽堂皇的围漫不易 华丽的欧式铁门工艺 苏可可和伴娘闺蜜团 被两个女佣 带往城堡里的化妆间 秦莫琛 则去招呼客人 小丫头走之前 还瞅了眼男人 怪不舍的 罗曼和秦星 哎呀 只是化个妆换身衣服 别搞得生离死别一样 好吗 秦莫琛 揉揉她小脑袋 去吧 我在红毯那头 等着你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四十三集 苏可可冲人甜甜一笑 哼 那我去了 秦莫琛 恩了一声 目送小丫头 走到前方的城堡 她现在 有些庆幸 当初脑子抽了那么一下 买下了这座小岛 还保留了岛上这座 浮夸的城堡 小丫头好像 很喜欢这个地方 化妆团队准备充分 苏可可一到 就开始在她脸上 涂涂抹抹 秦星和罗曼帮不上忙 只能干站在一边 看着自己最熟悉的好闺蜜 变得越来越美 越来越动人 到后来 两个小姑娘都看痴了 她们从不知道 可可还有这么美的时候 以前不能说不美 只是长相是甜美那一款的 看可可第一眼的反应 就是这个小姑娘 很水灵 很可爱 可今天 不管是早上迎亲用的 绣和服装 还是现在的婚纱装 都让人一眼惊艳 如果以前是小女孩 那么现在 就是小女孩长大了 成熟了 秦星用手机在一边拍拍拍 边拍边叫唤好看 苏可可看着镜子里的那张脸 自己都有些不认识自己了 以前给叔 假装保镖的那一次 他就发现了化妆术的厉害之处 今天不禁再一次感叹 化妆师的化妆术 真的很厉害 明明是小肥脸的 这么涂涂抹抹之后 脸居然被拉长拉尖了 眼睛好像也上钩了一下 有种妩媚之感 苏可可忍不住 抓了抓自己的脸 镜子里的人 也抓了抓自己的脸 罗曼才一边笑 可可 不用怀疑 这就是你 今天的你 很美 苏可可瞅了瞅 身穿浅蓝色伴娘礼服的好友 红着脸道 曼曼今天也特别好看 罗曼忍俊不禁 商业互吹 苏可可一脸认真 语气都急了 没吹 是真的好看 曼曼的伴娘服 也是量身定做的 她本来就睿智而闲静 浅蓝色 闪着银色星点的棋地里裙 和微卷的大波浪 可以说是将她的美发掘到了极致 苏可可觉得 自己就是婚纱太夸张了 不然慢慢肯定会吸引更多的目光 好看好看 都好看 秦星笑嘻嘻地摇里摇手激道 我罩了好多 回头给你们发美照 三个小姑娘互相打趣 等到新郎派人来催了 几人才前往场地 苏可可身穿一袭大托尾 唇白坠细钻婚纱 阳光下的新娘白得发光 像是披了一身的钻 亮闪闪的 长长的托尾 和十多米长的头纱 铺在红毯上 仿佛拖拽着一整条银河 美极了 他抬头看了看 苏木城已经厚在红毯一头 他小心翼翼地 踩着水晶鞋走上前 挽住了对方的胳膊 师父如父 由师父带他走这段路 最好不过 可可 师父舍不得你呀 苏木城感慨 师父 我就算嫁了人 也会经常回去看您的 你也可以来我们这边小住 苏可可小嘴微动 美感张太大 小小声地哄他 苏老头气哄哄地道 这臭小子太奸诈了 肯定是防着我半路带你投婚 所以才选了这么一个封闭的小岛 老头味再厉害 也不能从海上飞过去 是不是啊 这个奸诈的小子 以后 还不把你坑得被卖了 还帮他赎钱 苏老头越想越不爽 苏可可 瞅了瞅满座的宾客 低声提醒道 师父 你小声些 大家都看着呢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始 但今天的苏可可和秦莫琛 注定是焦点 老头子脾气上来了 就不小声 就不小声 听到就听到了 他就是个奸诈的小子 师父教你什么了 面相是会骗人的 你什么性格我还不清楚 一开始肯定是被这小子的面相和皮囊 给迷惑了 这才被他钻了空子 师父 我不会被他欺负的 我比他厉害 而且 我有公公他们撑腰呢 苏老头的表情 这才好了一些 庆家公是个靠谱的 以后 不要怕麻烦 但凡是受了委屈 你就找他哭诉去 苏可可连忙硬好 思怡的声音突然响起 婚礼开始 两人不说话了 安安静静地等在红毯这一头 在红毯的另一头 秦莫琛身穿黑色西服 手捧鲜花 远远地望着这里 明明离得很远 苏可可却能感受到 那一道灼热的目光 他正盯着自己 热切而专注 音乐响起的一瞬间 男人朝这边走来 苏可可也挽着苏木城的胳膊 慢慢朝他的方向走去 或许是气氛的感染 也或许似乎男人深情地注视 和一步一步 稳健的步伐 苏可可忍不住 眼眶湿润 有种想哭的冲动 红毯中央 万众瞩目之下 苏老头将苏可可的手 放到男人手里 然后 老眼含着泪花 眼巴巴瞅着自己 养了这么多年的乖徒儿 被男人牵着 两人在婚礼进行曲中 一步步走向红毯的尽头 这一对新人 跟着司仪宣誓 交换戒指 拥吻 掌声响起的一瞬间 苏可可没忍住 掉了两颗眼泪珠子 心情有些复杂 像是欢喜 但欢喜之中 又掺杂了很多很多情绪 秦莫琛动作温柔地 帮她逝去泪花 低声取笑道 小哭吧 她洗的日子也哭啊 苏可可撇撇嘴 我这是喜极而泣 嫁给我 就这么高兴啊 男人含笑看她 女孩的眼里 像是藏着很多糖 甜甜的 浓得化不开 她撅着小嘴嘟囔道 是很高香 没多久 伴娘罗曼端来美酒 两位新人举杯 同满座宾客共饮 同庆 坐在前排的秦老爷子 看着小儿子终于成家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抹了抹眼睛 她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这个小儿子 当初儿子出任务 丢了半条命 她也下掉了半条命 老人家第一次假公祭司 强硬地让儿子退了下来 那个时候 儿子其实有些怨她 好在 儿子是个让人省心的 不管做什么 都能做得很出色 莫琛是她最骄傲的儿子 现在小儿子有人气了 知道疼人了 她还有什么可操心的呢 她就等着抱小孙子了 酒宴开始 宴会现场功筹交错 好不热闹 苏可可换了敬酒妆 一套红色大裙摆 头发盘起 跟在秦莫琛身旁 下场挨桌敬酒 感谢各位远道而来的宾客 之前忙着换装 刚才又在举办婚礼 她压根没有注意 现场来了什么人 所以 当她看到白月香的时候 十分意外 意外之后 便皱了下眉 白月香 画了精致的妆容 看起来美丽动人 可眼里的皮态 却无法遮掩 但这并不是让 苏可可皱眉的原因 她皱眉 是因为她从白月香身上 看到了一股淡淡的 死气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四十四集 死气 只有将死之人身上 才会出现死气 上次见到这位白小姐 她还很正常 即便是有疲惫之色 也是正常劳累后 出现的症状 可是 这才过了多久 就生出这么大的变故 白月香 并不是一个短命之人 这一点 从她的面向上 就能看出来 就算这段时间 她过度劳累 但时日尚短 不可能突然就患上 什么难以救治的绝症 事出反常 必有妖 苏可可的那一下皱眉 被白月香捕捉到 她眼里略过一丝 不解之色 随即便朝她露出 大方得体的笑 莫琛 可可 恭喜你们了 祝你们白头偕老 苏可可不过是 职业病犯了 她知道现在 不是说这些事情的时候 所以收起脸上的异样 同样冲她笑道 谢谢白小姐 也祝你早日找到 自己的另一半 白月香听到这话 目光略微暗淡 不过 她掩饰得很好 没有让任何人 发现她心中的酸楚 有了新娘子的祝福 我一定会很快找到 属于我的如意郎君 可可 再次祝你幸福 白月香笑道 等我婚礼结束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可以吗 苏可可问 白月香笑容不变得道 当然可以 秦莫琛握了握她的手 可可 该走了 嗯 好的 莫琛哥哥 苏可可一个书字没说完 及时改口 两人走远 白月香还能看到 他们面贴面的 窃窃私语 女孩和男人脸上 都挂着灿烂的笑容 她认识秦莫琛这么多年 竟不知道 她也是会这样大笑的 笑得露出两排大白牙 笑得眼睛跟那个女孩一样 弯成了两枚月牙状 以前 她曾梦想着 那个能逗她大笑的人 是自己 现在 她如她梦想的那般 笑容灿烂 可把她变成这样的 却是另一个女孩 白月香 早就知道 他们之间没有可能 只是内心深处 到底还有那么一丝 不甘和不切实际的假设 假如没有发生那件事 有没有可能 今天穿着那件 华丽婚纱的新娘 是她呢 如果是她 穿上这件衣服 肯定比这个女孩 更加耀眼吧 还有 这个女孩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能让她为之改变这么多 嘿 怎么了 姐姐记得了 坐在她旁边的年轻男人 低声问 脸上挂着幸灾乐祸的笑容 白月香 不屑地拟她 白瑞希 别以为我爷爷和我爸 公开你的身份 允许你插手公司的事情 你就是白家的一员了 尚不得台面的私生子而已 真当自己是个东西了 白月香 白瑞希捶着头 目光阴逸 咬牙切齿地道 你别逼我 爸爸和爷爷 想我和你姐弟情深呢 如果不是这样 你以为 我愿意热脸 踢你的冷屁股吗 哼 不过是在我爸和我爷爷面前 装模作样而已 就你这副恶心人的嘴脸 也就能骗骗他们了 你想得到我的认可 做梦 这辈子 我都不会承认你是白家的人 两人 用只有彼此能听到的声音 暗中较劲数个回合 最后 以白月香的冷脸 和白瑞希的假笑结束 五看岛上风景不错 去那边走走 白月香说完 也没有看几个长辈的脸色 物字离席 白老爷子皱眉 白富 白世华 直接低齿出声 这孩子 越来越不懂礼数了 白瑞希 连忙解释道 爸 姐姐心情不好 您就不要再说她了 白富看了一眼走远的新郎官 有些惋惜的道 秦家老四的确好 要是能和秦家联姻 白家的事业 也能够更上一层楼啊 可惜香儿没出息 留不住人呢 我 明明是进水楼台先得月 却输给了一个 后来居上的小姑娘 我花那么多钱栽培她 结果 算了算了 输了就是输了 啊 姐姐虽然没能在情感上面如愿 但她工作能力很不错 平时 我还有很多问题 请教姐姐呢 她真的很厉害 白富听到这话 神情缓和下来 香儿在工作上面的确出色 但到底她是个女人 她就是太要强 不懂得低头 她要是肯低声下气的 红红男人 现在怎么可能轮到别人 在白世华眼里 秦莫称这个小新娘 就是个会撒娇的小女人 完全比不过她女儿 但她也是个男人 懂男人的口味 男人就喜欢这种 小鸟依人的 没有谁喜欢一个女强人 和母老虎 只是 这种金丝雀 养在牢笼里就够了 根本上不得台面 能当门面的 还得是她家香儿这样 有相貌 有才华和人脉的 白老爷子清了一下嗓子 吃饭吧 她看向白瑞希 好好努力吧 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呢 白瑞希一喜 高兴地道 谢谢爷爷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 向姐姐看齐的 别学她 学我 白瑞希 愣然一笑 爷爷太厉害了 我可不敢向您看齐 还要再过十年 再考虑向爷爷看齐吧 白老爷子被逗笑了 你很不错 不用王子菲薄 谢谢爷爷夸奖 我会努力的 苏可可除了秦家 这些眼熟的亲戚 还见到了其他熟人 比如 徐老爷子 徐家一家子都来了 徐老爷子 对苏可可客气的态度 让很多不了解状况的人 私下里窃窃私语 本以为就是个灰姑娘 但看徐家老爷子的反应 这小姑娘 似乎不简单 也是 能入秦四爷眼的女人 怎么可能是普通女人 酒宴结束后 宾客们 在无助理的安排下 秦莫琛 秦莫琛抱着怀里的小巴爪鱼笑问 苏可可有气无力地道 嗯 结个婚真累 人类为什么要结婚 好麻烦呀 生活要有一定的仪式感 结婚仪式 大概是这辈子最大的仪式吧 男人柔柔小妻子的脑袋 这不只是彼此的宣示 也是为了告知众人 我们皆为了伴侣 不然谁知道我们结婚了 苏可可嗚了一声 是这个道理 其实 我也不是很累 就是有些犯困 男人顿时 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目光看他 声音悠眠低沉地道了一句 挺好 苏可可啊了一声 没事吧 走 我带你去我室休息 说完 他将吊在身上的八爪鱼 往上一提 手顺着腰形往下一滑 将八爪鱼的两条腿 还在自己腰上 然后拖着八爪鱼的腿 往城堡里走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四十五集 男人才走了几步 苏八爪鱼可可 突然叫唤一声 啊 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 叔 你先放我下来 秦莫琛一松手 八爪鱼就顺着男人的腿 滑了下去 两腿利落地往地上一蹬 可惜没站稳 踩裙摆上了 男人伸手一勾 把人俯稳了才松手 怎么了 苏可可有些懊恼地道 我让白小姐等我一会儿 不知道她现在还在不在 刚才一直忙着招呼客人 一不小心给忙忘了 她走了 傻丫头不知道 这个时候单独留人说话 很像是在示威吗 白月香是个骄傲的女人 还是个商人 让自己处于下风这种事情 她会下意识地避开 可是 她答应我了 秦莫琛嬉笑 你得看是哪种答应 有的时候 答应只是一种 不失礼貌的应付 秦四爷 给小娇妻 普及人情事故上的 一些应付措施 不过 也没忘帮她找人 负责接待宾客的 吴助理 很快回复 白月香 已经跟着白家的人 一起离开了 白月香显然是 记得苏可可的话 因为她让吴助理 转告苏可可 公司还有事 所以她先行一步 回头联系 苏可可皱眉 什么回头联系呀 她根本就没有 白小姐的联系方式 于是 她立马瞅向秦莫琛 叔 快把白小姐的联系方式 告诉我 可可 你觉得我会留着一个 寄予我的 女人的电话号码吗 心大的丫头 苏可可小嘴一撇 哼急声 叔 你别自恋了 白小姐 早就不觊觎你了 我有钥匙要找她 你帮我联系她 秦莫琛 呼出一口浊气 一把将人扛起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再重要的事情 都要往后放一放 现在 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 叔 不骗你 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 人命关天哪 苏可可捶她背 揪她耳朵 我这边也人命关天啊 男人的表情相当淡定 被捶背揪耳朵 都雷打不动 什么人命关天 谁出事了 秦莫琛 不要脸的来了一句 就是 我 再下去 她大概 要烈火 焚身而死 虽然现在 离天黑还早 但洗个澡 做点 有意义的事情 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叔 别闹了 我是认真的 酒宴的时候 我发现白小姐身上 有死气 她身上的死气 你难道没看到 苏可可塞帮子一鼓 鼓起了两小坨肉肉 秦莫琛脚步一顿 将人放回了地上 咒没问 啊 怎么回事 我那个时候 偷偷扣了一下 你的手心 你就没打开法眼 看看吗 秦莫琛无语 可可 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风水师 你让我 随随便便开法眼 就算我天分好 天资高 那么短的时间 修处法眼 可时日上段 还是不能够 熟练地运用 看一次 就要耗费 我不少的精力呢 这话可以说 是相当不要脸了 但从秦四爷嘴里 说出来 自带严肃气场 让人无法质疑 秦四爷继续道 今天是我们大魂之日 我得保持足够的精力 苏可可瞬间警惕 叔 我 我跟你说 我今天被折腾了一天 好累的 秦莫琛 一本正经地帮他分析 化妆是别人帮你画的 穿衣是别人帮你穿的 你不适应高跟鞋 我专门准备了粗跟鞋 不管是材质 还是设计 都完美符合了人体工程学 穿着走路 比一般平底鞋还要舒服 还有 今天你说的话 还不及你平时说的十分之一 没有浪费口舍 不会口干舌燥 苏可可彻底无语 小丫头眼珠子转了转 那怎么办呢 我这儿有性命攸关的大事 作为一名大师 没看到就算了 看到了就一定要解决的 说着 他黑黑一笑 不然 咱们的新婚之夜 放到明天晚上 秦莫琛眉心一抽一抽地 抖了两下 很有耐心地问 白月商的事情 你举起跟我说说 白小姐并非短命之相 上次见她也无任何异样 可今天 她身上却有了死气 苏可可绷着脸 神情严肃 你就不觉得奇怪 秦莫琛略做私存之后 问她 死气浓郁如何 狠淡 死气浓郁到一定程度 才会有生命危险 至少现在白月香 不会有事 既然事处反常 那这件事情 很有可能 牵制到别的东西 这件事情 已经不适合你插手了 白月香 有结交风水大师 你可以提醒她一下 她自己知道怎么做 苏可可点点头 书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白小姐跟殷家 有结交 当初白小姐的分公司 出了问题 便是她自己 找来了殷家的风水师 小丫头将小爪子 摊到她面前 所以现在 问题又绕回来了 书得给我 白小姐的联系方式啊 不然 我怎么联系她 秦莫琛 伸手抓住了她小爪子 放到嘴边一作 声音低沉而温柔 知道了 你个爱操心的小丫头 秦莫琛的私人号码上 确实没有存 白月香的号码 她在工作号上 翻了许久才找到 苏可可记下号码 用自己的手机 拨了过去 可惜 三遍之后 对方的手机 都没有打通 秦莫琛双手还胸 姿态悠然地提醒道 看我们这行的 一般不会借陌生人号码 用我的打 苏可可换了书的手机号 哪怕是工作号 才一拨通 不过一秒钟的功夫 便有声音传了过来 莫琛 女人的声音 带着九分惊讶 和一分不自觉 放柔的小心翼翼 那一丝轻柔和缓 让苏可可正了正 她很快表明了 自己的身份 并提醒了白月香 死气一事 白月香 在发现是她之后 那腔调中的柔和 转瞬间便消失无踪 听完苏可可的话 她的语气 直接冷沉下来 这件事 我知道了 多谢了可可 我欠你一个 很大的人情 不客气 只是身为风水师的职责 微顿 苏可可还是提醒了句 白小姐 背后可能 有人算计你 那头白月香 再次道谢 等两人结束通话 苏可可一转头 就对上了男人 散发着忧光的一对眼睛 干 干嘛 这样看我 苏可可说话 都打结了 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有的话 你自行解决 秦莫琛 微笑着道 苏可可嘀咕道 好像 没有了 在苏可可的一声 惊呼中 男人将她一把抱起 又是男人最喜欢的 婴孩抱 女孩的视线 一下高了很多 像是坐在了巨人的肩上 有也没用了 剩下这时间 都是我的 男人的表情和语气 都霸道无比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四十六集 每个少女 都有一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少女梦 而秦四爷 完美地符合了霸道总裁人设 苏可可以前 还没那么深刻地认知 但现在 她非常明确地 给出自己的评价 抱着她的男人 就是一个浑身上下 闪着金光 还写满一脸 我是霸总的霸道总裁 而苏可可 就是那个 被馅饼砸中的幸运少女 才怪 苏可可小腿蹬了两下 叔 你放我下来 我自己走 多多大的人了 还要你抱 秦莫琛低笑 不放 你能有多大 在我眼里 你就是个小孩 我是小孩 你还娶我 那你可真是个禽兽 苏可可很小声吐槽了句 秦四爷还没有耳背 听得很清楚 我是不是禽兽 他还没有脱衣服呢 你怎么就知道了 苏可可乍一听到这话 还没反应过来 细细一品 才明白过来 书现在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书 你是不是忘了 有个词 叫做一关禽兽 苏可可哼了一声 果然 网上说的没错 男人结婚之后 就会变个样 我刚开始还不信 现在倒是信了 秦莫琛 嗷了一声 哦 那你说说 我以前什么样 现在 又变成什么样了 这还用我说吗 苏可可扯了他耳朵 不过 我不怕 你变 我也变 就比如 揪耳朵 以前他哪敢呢 现在随便揪 书都不带眨一下眼睛的 嘿嘿 苏可可被秦莫琛抱着 一路进城堡 爬楼梯 进卧室 某人的经历 今天格外旺盛 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 小丫头变得越来越淡定 乖乖坐在男人壁弯里 还有心情观赏之前 没有仔细看过的城堡 华丽又精致的 欧式装修风格 家具 兼具古典美和简约美 大概是没人常住 即便是被收拾干净 甚至喷了 沁人心皮的茶香 苏可可的鼻子 也还是能够闻到 一丝淡淡的尘土气 城堡不管是外面 还是里面 都很漂亮 十分梦幻 是每个少女 梦中公主 所住的城堡 苏可可觉得 自己就是那个公主 而秦莫琛先生 是她的王子 不过 苏可可一路看下去之后 觉得如果让她选择 她还是更喜欢 中式的亭台楼阁 叔 我们要在这儿住多久 苏可可拍拍男人的肩膀 别动 小心摔下去 男人低笑 声音在安静的走道里 听起来格外低沉 也格外地动听 那含在里面的一丝雌性 能撩动人心弦 令耳朵怀孕 这么信任我 你是我丈夫 不信你信谁 苏可可甜甜一笑 低头在她脑门上揪了一下 男人很享受小妻子的热情 特别是今天 如果能像有些时候那么主动 这会让她很兴奋 今天的秦四爷 就是被关在牢笼 许久的猛兽 如今牢笼打开 在牢笼外面 日日诱惑她的食物 终于可以吃到嘴了 但她是个优雅的绅士 不会像饿狼一样 一口吞掉食物 她更喜欢慢慢品 只是短暂住几天 必比人 如果在外面 会有人打扰我们 苏可可顿时瞄她 双目闪烁 却发亮 书在算计什么 秦莫琛笑道 明智顾问 你说 你都勾了我多少次 今天给你个机会 以前对我使用的招数 你可以再试一遍 苏可可惊讶瞪眼 莫琛哥哥 我什么时候勾你了 穿着兔子睡衣 在我面前晃啊 含羞待怯地跟我说 你可以配合我呀 睡觉的时候 最喜欢往我怀里钻啊 小胳膊腿 全缠在我身上啊 总是用你的 小手戳我的腹肌啊 开玩穴位的时候 力道轻得 像是在挠痒痒 以上每一样 都是在勾我 苏可可惊呆了 书能再要一点脸吗 以上哪一个 不是书默认的 或者是在 他的引导下做的 秦莫琛表示 他真的可以 更不要脸 苏可可低头 瞅着地板 非常夸张地 左钉钉右看看 看什么 那谁 你的脸掉地上了 我正在帮你找呢 要不要 我帮你贴一个 找脸告示啊 苏可可笑眯眯地问 声音特别甜 秦莫琛听到这话 没忍住 大笑了两声 小柯柯 追老婆 我还要什么脸啊 我要是要脸 能把你追到手里 他 追我 你追我了吗 小梅良心的 哪天没有追你啊 你去问问 秦四爷为谁 笑个厨 为谁这么费个心思 为谁放着 大好的董事长不当 跑去看向捉鬼 今天你要是不乖乖地 让我吃掉 你就真的是个 小梅良心的了 苏可可这么一想 还真是 哇 秦叔叔原来在他身上 花了这么多心思啊 不过 骗他的心思 也不少 苏可可还在细数秦叔叔 那些丰功伟绩的时候 人已经被三两下 剥光了 而某人还是一身高定西装 褶皱的没几个 对比鲜明 极度不公平 当然 苏可可才不会傻到问 你怎么不是光的 按照叔的性子 他要是这么一问 他绝对能一分钟 变身光流叔 叔 天还没黑 苏可可提醒 然后使劲地 扒了床头的被子 我知道 所以 我先做个衣冠禽兽 再做个真禽兽 嗯 很好 这理由 非常的轻力脱俗 眼看着某人 就要栖身而上 苏可可立马往旁边一滚 叔 我还没洗澡 今天累了一天了 身上臭烘烘的 全是汗 我身上也臭 所以能一度攻毒 叔 我 都等了这么久了 苏小兔就在身下 秦大郎怎么可能放他走 动作快 准狠地摁住小白兔 瞅准小嘴 埋头就绪 然后 一步步地将苏小兔 吃干 抹净 防碍烹饪的兔毛 去除之 以口舌唾液标记之 这是即将入口的食物 轻辅之 舒缓兔儿的紧张不安 让其乖乖配合被烤 刷油 撒料 架在支架上 打火时 有些生疏 打磨碰撞数次 总算生出了火 先以小火烧烤汁 等到兔肉滋滋冒油 香味溢出 再以大火收尾 奈何秦大郎 手艺生疏 第一次没控制好火候 大火烹饪时间过长 火候太大 堪比熊熊烈火 一不小心就把苏小兔烤糊了 苏可可哇哇地叫 从下午叫到黄昏 再叫到晚上 最后都哭哑了 可可 苏可可躲在被子里装死 秦莫琛额头冒寒 十分难受 他以前不会这么失控 今天也不知是怎么回事 一碰上就停不下来 正如现在 明明才饱食过一顿 但很快又饿了 还是饥肠碌碌的饿 比之前的感觉 强烈数倍 这种异样 让秦四爷皱起了眉 但此时的他 没功夫多想 一把将小娇妻拉扯过来 再一次 栖身而上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四十七集 苏可可特别恼火 趁着男人的身子 还没有完全压下来 直接用小腿一蹬 抵住他硬邦邦的小腹 阻止恶狼再靠近一步 只是这一蹬腿 疼得他小脸都皱罢成一个小汤包了 嘶嘶出声 我说启墨琛你够了 恶狼气笑了 小可可 不够还想继续欺负我 书真是太过分了 秦墨琛将他软绵无力的小腿给挪开 揣进怀里 将那颗饱满的脚丫子 放在掌心捏了捏 腿酸吗 苏可可觉得 被他按按脚丫子还挺舒服的 就没再登人 懒洋洋地眯起了眼 任他按摩揉捏 为什么会腿酸 苏可可不解地问 秦墨琛捏脚丫子的动作不停 抬头瞄他一眼 笑了声 看样子是不算了 刚才你那样挑小腿 像是疼慢眼地缠在我腰上 缠得那么近 又缠了那么久 我还以为你会腿酸呢 苏可可被这话 扫得满脸通红 男儿本色 只是秦四爷这一项本性 平时没被挖掘出来 哼 瞧瞧 这一旦开婚 真是话也骚 笑声也骚了 秦大郎的狼爪 给苏小兔的兔腿 柔柔捏捏一阵 一点点地往上爬 爬着爬着 就爬到了软绵绵的兔腰上 虽然摸了一小圈 软绵绵的肉 但这一把小腰很细 秦四爷心想 千万不能瘦下去 这样刚刚好 他真是爱极了这种 软绵绵的触感 捏着这一把小腰 行雨水之欢的时候 滋味妙极 令人销魂 秦四爷回味着 回味着 一不小心就荡漾了 直接低头吻下去 苏可可眼急手快的 伸手一无嘴 让那吻落在了自己的手背上 秦四爷 呵呵笑了一声 都给我擒这个 就给我擒别的地方 给不给 给不给擒 苏可可立马松开小爪子 羞愤地瞪着他 你再这样欺负我 我 我就告诉爸去 秦四爷 有那么一秒钟 没有反应过来 看着小丫头 那防狼一样的表情 忍俊不禁 叫爸叫得倒是挺顺流的啊 不过小可可 我得提醒你一句 咱爸等着抱小孙子呢 可是已经等了很久了 苏可可呜的一声 眼巴巴地瞅着他 默琛哥哥 我好累啊 我想睡觉 你看 天都黑了 我浑身没有力气 还一身臭汗 年罢年罢的 人家真的不能再跟你阴阳交合了 再说 这事求智不求量 刚才质量那么高 一次足矣 莫贪多 莫贪多 贪多 损害身体 秦莫琛 被小丫头强烈的求生欲 可逗得不行 好一阵低效 笑声沉沉地荡开 屋里都是男人性感低沉的笑声 苏可可觉得 自己的耳朵有些痒 秦莫琛两手顺着小丫头的腰肢插进去 将人整个抱起来 我要是真的那么禽瘦的话 就不会一直拖到现在才欺负你了 不过 刚才确实 有那么一会儿 身体是无法自控 看到你 就想欺负你 狠狠地欺负 你 说 苏可可羞恼不已 直接上手 揪他腰间的肉 现在 你是我妻了 我 只是忠于自己的欲望 将自己原本的想法告诉你 怎么 你想听我说假话吗 男人嘴角 往一边协调 秦大少做这个动作 大概会让人觉得贱兮兮 而秦四爷妈 那就是帅 匹帅匹帅的 苏可可早就知道 自己动嘴皮子 是动不过这个男人的 于是 小丫头绷着脸 不说话了 免得一不小心 就入了套 秦莫琛 戳戳他塞帮子 生气了 来 我给你揉揉腰 腿不酸 难道腰也不酸吗 苏可可 直了直小身板 发现根本直不起来 算 可算了 但这都怪你 你说 是不是都怪你 当然怪我 都怪我 秦莫琛 顺着小丫头的话道 还非常上道地 加重了语气 苏可可弯了弯嘴角 这才舒坦了 知错就好 要是死不认错 他就一脚踹过去 以后 再也别想跟他 这样那样了 不过 苏可可想起两人之前的胡闹 还是会小脸发烫 拙人的温度 从脸蛋一直烧变全身 虽然一开始折腾了好久 让他疼得哆哆嗦嗦 但后来 他好像有点明白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厌鬼 喜欢裁补男人精气了 苏可可一把推开 正在揉捏他小腰的男人 一个打滚 将自己藏进了被子里 只露出了半个小脑袋 一系列动作完成得十分麻溜 男人都没反应过来 怎么突然害羞了 秦莫琛见眉微挑 大咧咧地盘腿坐在床中央 看向那半颗小脑袋的目光 带着几分意味深长 这么有经历啊 看来回复得很好嘛 丫头 你要不要洗个澡 苏可可本来打定主意 藏起来 等到那股子修劲完了再出来 可现在听到这话 他立马捂着被子坐起 要要要 但是我自己去浴室就好了 你不准跟进来 秦莫琛双目含笑 直勾勾地看着他 小苏老师应该知道 我的记忆力不错 之前看过也摸过亲过 你就算是把自己捂得再掩饰 身上披着被子或者是麻袋 我也能想象得出来里面的光景 丫头 其实你还不如什么都不喘 你现在这样 欲漏不漏的 是摆明在勾引我了 我才没有 苏可可气得直拍床 什么破理论 哪有这样的 叔 你就是在耍流氓 对自己老婆耍流氓 那不是天经第一的吗 秦四爷一骚起来 那可是王者断位 秦骏池这个大侄子 拍马都追不上 这副样子 要是被秦骏池看到了 估计大侄子 会立马双膝跪地 喊一声 大哥 亲人 这就是他亲人呢 求亲人传授我无上功法 苏可可 被骚气满满的男人 给激得直接一掀被子 光溜的小白兔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向了浴室 金莫琛脸上笑意深深 激将法 这么好哟 男人冲着女孩的背影 提醒一句 可可 你忘了拿睡衣了 要我帮你拿进去吗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四十八集 这话一落 不过两三秒钟的功夫 关死的浴室门 便被重新打开 裹着浴巾的苏可可 躲在浴室门后 只露出一双黑漆漆的眼睛 脑袋都没有露全 叔 睡衣放在哪儿 能在哪儿啊 自然是在衣柜里 秦莫琛悠然起身 衣服没披 被子没裹 直接光脚踩在地毯上 走到衣柜前 从里面挑了一件 印满小白兔的吊袋睡衣 睡衣看起来很幼稚 奈何 小丫头喜欢 他自然是按照小丫头的喜好来了 男人拿着睡衣 刚刚走进浴室门口 还没来得及更进一步 苏可可便探出胳膊 咻一下子 将那睡衣拽进了门内 然后砰的一声 关死了浴室 秦莫琛吃了一嘴的风 一头短发都被吹得飞起 但他仍旧是一脸淡定 甚至表扬了一句 不错 速度越来越快了 里面的人没理他 可可 真的不考虑让我一起 浴室很大的 尤其是浴缸 足够两个人平躺进去了 小丫头咬牙切齿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谢谢 不考虑 我喜欢一个人霸占所有的地方 这里放不下你 还有 叔你真的应该去披件衣服 丑兮兮的还不折起来 凶死人了 秦莫琛看了看自己 对自己裸奔的行为 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这里是我的地盘 你又是我的人 在自己老婆面前舒展舒展身体 都不可以吗 可可 你怎么变得那么霸道啊 你 我 我还想问 叔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要脸了 在自己老婆面前要什么脸面啊 夫妻之间 本来就应该坦诚相见的 丫头不是说过 喜欢我对你 没有任何隐瞒吗 偷换概念 这是两码事 我 我要洗澡了 你离远点 丫头果然是霸道 关这门不让我进去就算了 我在门外站得远还是近 这种问题你都要管啊 什么喜欢管事 以后家里的财产都交给你管 让你做个小管家婆可好 男人说话时 脸上的笑就没有散开过 笑意浓得连煤烧都挂不住了 我很忙的 才没空给你管家 苏可可回复完 浴室里很快就响起了水声 这是破罐子破摔 知道门外的恶狼撵不走 索性就不管了 秦莫琛还没有专门蹲墙脚 偷听人洗澡的癖好 双臂还胸 悠然夺不回去 恶狼在床上舒展了一下四肢 双手枕着脑袋 总算是抽出一点时间 想自己的问题 原以为是憋太久 憋出了病 所以自制力才一落三千丈 但今天这么明显的异样 已经让人无法忽视 突然脑中闪过什么 男人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 盘腿打坐 开始吸纳天地灵气 试图运气 查找体内的异样 秦莫琛在这么短时间内 成功吸收天地灵气 已经算厉害了 还没有能力 随心所欲地 指引天地灵气 在身体里任何一处逗留的本事 他只能按照心法口诀 引导天地灵气 顺着身体经络顺序游走 且速度缓慢 灵气在身体内游走一周之后 秦莫琛的目光迅速冷沉下来 他察觉到身体里的确有什么东西 只是每次灵气游走过去的时候 那东西就藏了起来 让他无法寻觅 如果 如他猜测的那样 时间过去这么久 真要是什么要命的东西 他早就死了 不会好端端地活到现在 秦四爷认真回想了一下 的确是从那天无意间 接触滕其红之后 他才开始变得不正常 这种不正常并不要命 不过是让他每次见了小丫头 都会产生冲动 亲吻拥抱的时候 那种冲动格外强烈 让他十分上瘾 恨不得马上更进一步 在联想自己查到的 关于滕其红这个女人的人生经历 秦四爷突然就黑了脸 他好像明白了这东西是什么了 这应该是一种 会放大那方面欲望的蛊虫 秦四爷引以为豪的自制力 都在蛊虫的影响下 溃不成军 可想而知 若是其他人中了这蛊毒 会变成怎样的性奴 秦四爷恼怒了一阵 后来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又慢慢缓了脸色 虽然不知道 这样发展下去 最后会变成什么样 但至少 现在他除了欲望强一些 并没有什么其他不适 男人目光闪烁两下 不知在算计着什么 嘴角竟还勾了一下 等苏可可默默唧唧地 洗完澡穿好睡衣出来 光溜的秦大郎 总算是有了羞耻意识 松松垮垮地穿了件睡袍 这小丫头出来 男人抬头看她一眼 先前那种骚兮兮的气息 居然没了 便正常了 周深的气场 换成了禁欲系霸道总裁气场 宝京大火烘烤的苏小兔 却知道这都是假象 某个书可会装了 如果去当演员 肯定能拿影帝 男人往旁边挪了挪 拍拍旁边的位置 可可 过来 可以 不过去吗 我今晚睡沙发 我有那么可怕吗 过来 可可 今天不碰你了 我拿自己以后的幸福生活向你保证 苏可可觉得 这个保证还是有点分量的 见他还在犹豫 秦莫称叹气 真不折腾你了 你看窗外 天躲黑了 我们睡觉 苏可可 这才麻溜地爬上床 立马抢了被子 把自己裹成个残宝宝 我呢 你就不和我感冒吗 苏可可纠结一阵 把被子散开一些 分给他一点 然后聚凶聚凶地瞪他 不准动手动脚 不然以后都不给你被子 千万保证 不干别的 只睡觉 哼 叔 你在我这儿的信誉值 越来越低了 不过 我还是勉强 再信你一次吧 那为父就多谢夫人 对我如此宽宏大量了 秦四爷说到做到 说睡觉就睡觉 除了将新鲜出炉的小妻子 搂在怀里 并没有其他余句的行为 苏可可放心了 安心地闭了眼 秦莫称偏头看了看 一分钟入睡的小丫头 轻叹一声 努力忽视全身上下 都在叫嚣的欲望 也尝试着睡觉 本以为会失眠 但闻着旁边小妻子身上 淡淡的沐浴露香味 感受着那淡淡的 一吞一吐之间的呼吸 男人不知不觉中 也睡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将 第七百四十九集 这天晚上 苏可可做了个梦 一个非常羞耻的梦 梦里 英俊帅气的秦莫称 抱着他亲吻 动作凶狠的 像是要把他活推了一样 然后 男人亲着亲着 就变成了一只狼腰 身体 还是人类的身体 只不过 多了一条毛茸茸的 狼尾巴 和两只狼耳朵 狼腰霸道地将它扑倒 不过虚语 一人一狼 便纠缠在了一起 发生了 不可描述之事 苏可可在梦中 英宁一声 意识到什么之后 她陡然整眼 惊醒了 刚才那一声 竟真的被她叫出了口 羞耻 十分羞耻 但很快 苏可可就顾不上羞耻了 因为她发现 旁边的男人正在动手动脚 难怪会做那样羞耻的梦 叔 你言而无信 苏可可大怒 男人凑近她 深深作了一口 含糊不清地道 小可可 我什么时候言而无信了 我说昨天不碰你 可是现在 你看看时间 已经是第二天了 不是昨天了 苏可可摸过手机 看了眼时间 看完之后更生气了 的确是第二天了 但才凌晨三点 苏可可 想把她一脚踹下床 这次 秦四爷学乖了 没有一味地霸道索取 而是不停地诱哄 还卖了惨 甚至连美男计都用上了 苏可可这么低的段数 哪里赢得过 王者段位的秦四爷 心里的火气 没多久就被灭了个干净 还迷迷糊糊地 答应了男人的各种请求 才消停没多久的战场 再一次上演了激烈的妖精打架 战况 那个激烈 令人目瞪口呆 拍手称绝 四爷不愧是四爷 一点即通 招式分分钟 由生疏变得咸熟 将对方压制得死死的 九九八十一回合 回回都是他占上风 苏可可被动应战 被他带动的 居然也勉强展示出了不俗的精彩招式 只是最后输得太惨 难免莺莺落泪 在男人身上留下几道大兴 传授给他的九阴白骨爪 憨战一场过后 秦四爷的身上全是爪印 都浸出了血 乍一看上去 有那么几分血腥恐怖 苏可可愧疚了那么几秒钟 就累得睡了过去 这一觉 睡到了上午十点钟 苏可可揉着眼睛往客厅走 一眼瞄到沙发上的男人 穿着白衬衫的男人 坐在沙发上 双腿交叠 头微垂 手里正捧着一本书看 英俊 帅气 静谧 以及 阳光正好 眼前的画面 像极了一幅海报 男人一举一动 皆是优雅从容 让人丝毫想不到 昨晚那些禽兽之举 会是这个男人干出来的 苏可可心想 哼 果真是衣冠禽兽 醒了 男人掉头看过来 嘴角挂着迷人的笑 他放下手里的书 走来 俯身在他唇上落下一吻 嗯 没刷牙 臭 苏可可见他还想深入 立马往后一躲 我都不嫌弃 你嫌弃什么 男人揉揉他的脑袋 错过了早餐 午餐 我让人做得清淡一点 宽敞的餐厅里 两人面对面落座 城堡里的女佣 像是幽灵一样出现 上完菜之后 很快又像幽灵一样消失了 仿佛这懦大的城堡里 就只有他们二人 叔 他们常年在这边工作吗 按理说呢 是应该一直在这里 时刻保持小岛上的 环境卫生 以防 我这个主人 什么时候心血来潮 突然想来 住上一段时间 但 我并不常来 所以 没这个必要 想来的时候呢 我提前几天 告诉吴助理 他就会找人 帮我收拾好的 哼哼 叔是个勤俭节约的人 对于一个任性脉下 整座小岛的人 说勤俭节约这几个字 也就丫头 你有这种想法了 这不一样 苏可可道 要看生活细节 丫头 你该改改称呼了 嗯 墨琛哥哥 嗯 还有呢 男人盯着他 目光灼热 瞳孔幽黑 苏可可知道 他想听什么 昨晚上 不 应该说 是今天凌晨 缠着他折腾那么久 哄着他叫好听的 但可可觉得 很羞耻 叫不出口 现在 没有那么 暧昧 黏糊的氛围 苏可可反倒觉得 这一生 没那么难叫出口了 老公 老公 他嘴角一勾 眉眼弯弯地叫他 秦四爷 心满意足地恩了一声 吃完饭 老公带你到小岛上 去转转 苏可可心想 嗯 自称老公 叫得还这么顺利 为什么 他怎么就做不到呢 小岛没有大的夸张 但也绝对不小 想走完一圈 需要步行四五个小时 秦四爷吩咐一句 下面的人 送来一辆自行车 秦四爷 载着小娇妻 在小岛里游玩起来 骑车 散步 钓鱼 骑马 苏可可跟男人 玩得十分开心 当然 如果某人晚上 节制一点的话 苏可可会更开心 玩一整个白天 都没有晚上的 这项运动 累 秦四爷 还为自己 找了个特不要脸的借口 两人记忆生疏 所以要多多练习 以此达成生活的大和谐 新婚后的秦四爷 犹如饿狼出笼 逮着苏小兔各种吃 什么清蒸苏小兔 红烧苏小兔 油闷苏小兔 拔丝苏小兔 连烹饪的大锅 都要不停换 豪华双人床 针皮长沙发 客厅地板 浴室双人浴缸 落地窗边 以及烹饪的姿势 站的烹 坐的烹 躺的烹 趴的烹 到最后 苏可可彻底摊了 变成了 一摊烂泥 他严重怀疑 当年秦俊池 给他的菜谱 书全都看完了 并认真记下了所有的烹饪步骤 除此之外 善于学习的书 还根据已有食谱 发明了许多新食谱 不过 一开始 还各种羞耻 不好意思的苏小兔 看到秦大郎 为他失控疯狂的模样 心里有一处胀胀的 有些满足 有些欣喜 这样的书 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 他们是夫妻了 以后会携手走完一生 这么想着 苏可可被动着 被动着 就从苏小兔 变成了 苏小狼 两只狼缠在一起打架 比谁的爪子更锋利 饲养互扑在一起 秦四爷 真是爱极了他的主动 把苏小兔 里里外外 吃了个透 事后 还满足地 打了个宝格 如果不是小岛上 还有不少女佣 和园艺工 苏可可觉得 彻底放飞自我的书 还有可能 带着他 以天为背 以地为床 可怕 没节操的书 实在太可怕 太疯狂了 苏可可表示 他承受不来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五十集 熬了三天三夜 苏可可现在 见了秦莫琛 都会下意识地 双腿打颤 他双目警惕 离着秦兽远了点 以防他大白天的 也突然发情 在苏可可 强烈要求 出岛的时候 秦大郎 擦了一把嘴巴 撸了撸身上的毛 非常优雅地 舒展了一下身体 懒洋洋地 应了小丫头的要求 是时候 见好就收了 这几天 吃了数顿大餐 秦大郎 艳足不已 继续让小丫头 误会下去 有损他高大 威严的形象 所以 他临走前 最后吃了一顿 丰盛大餐 放肆到了极点 然后 餐后 他犹豫着 将自己的异样 跟小丫头说了 男人提及此事时 神情颇为忧虑 丫头 你还记不记得 上次我问你 我身上是不是有什么 和和咒 那个时候 你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其实不是 这几天 我越来越觉得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 看到你就想跟你 你再帮我看一看 到底是不是被人 下了什么降头之术 旁边光溜的苏可可 在秦大郎的强烈攻势下 已经化成了一滩烂泥 连抬手指的力气都没了 根本懒得听 这禽兽说什么 可这句话 却让他瞬间抬头 眉头跟着皱起 说 你说真的 秦莫琛表情严肃 缓缓点了点头 这种异样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 之前没上心 只以为是正常反应 可是这几天 他目光悠悠地 看向苏可可 声音低哑 你也看到了 我有些 有些疯狂 我的自制力 并没有这么差 应该是受到了 外物的影响 烂泥苏可可 撑着软绵绵的胳膊 爬起来 眉头紧拧 他努力感受了一下 并未从男人身上 感受到任何降头术 风水师之间 可以感受到彼此之间的气场 各种术法 也有属于自己的气场 他对这方面的东西向来敏感 怎么会 苏可可双眼猛地一沉 除非是 说 你闭气 我要用灵气 检查你的身体 厉害的风水师 能与天地灵气 建立联系 通过天地灵气 感受到的东西 来获得信息 苏可可本就天资极高 又加上 在鸡家的画中空间 历练数年 已经完全达到了 高等风水师的水平 他双手掐绝 将灵气引入男人体内 然后闭着眼睛 细细感受 秦莫趁做不到自由隐气 但苏可可做得到 在他的指引下 那一丝灵气 可以随意变换方向 在体内任何一处逗留 虽然 寄宿在体内的 那个东西很狡猾 但苏可可 还是很快就找到了 那个东西 那是一只小小的 蛊虫 果然是蛊虫 苏可可收回手 小脸一沉 蛊虫不像竖法 一旦试用在人的身上 就会出现一丝 若有似无的联系 高等风水师 能够感应到这一丝联系 在通过被施法者的异常反应 推算出对方中了什么法咒 可是蛊虫不一样 这种东西是活物 只有四主 才能很轻易地感应到 它的存在 而风水师 则只能通过宿主身上 产生的异样 这一种方法 来判断蛊虫 因为秦莫琛这个人 极为克制 偶尔的异常 也在正常范围之内 还真没有引起 苏可可的注意 叔 你的身体里 有一只蛊虫 至于 是什么蛊 苏可可 瞄了男人身下一眼 尚且不能缺掉 秦莫琛 假模假样的 也皱紧了眉 骨虫 所以我这几天 受性大发 都是身体里的骨虫 在作怪了 苏可可想着这几天 书的各种骚浪 禽兽举动 再看看男人现在 有些薄怒的模样 心情突然有那么一点复杂 所以 是他错怪书了 其实 书没有因为结婚 就变了个样 而是受了这蛊虫的影响 才会没完没了地 一直索取 秦莫琛 自顾自拧眉沉思 将表演进行到底 苗弟有一种 很有名的蛊虫 叫做琴谷 流传也有上千年 后来苗弟古诗 根据琴谷 研制出了其他类别 更丰富的蛊虫 具体有哪些 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根据 书这两天的表现 苏可可脸微红 我想 应该是一种 能够放大人性 郁的蛊虫 至于这蛊虫 还有没有其他副作用 暂时还不清楚 就如同鸡家村 家主和长老们 会不断完善 鸡家的风水术法一样 苗弟的古诗们 也会不停地 完善自己的古读 加上他们与世隔绝 与外人接触的次数少 这些年 苗弟的古诗 具体研制出了 什么新古读 除了苗弟本族人 外界风水师 不可能知道的 一清二楚 书 我帮你把这蛊虫逼出来 秦莫琛想了想 摇头 才没有确定 这是什么蛊虫之前 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苗弟蛊虫一般都身带剧毒 如果它发现你的意图 直接暴体 蛊虫体内的毒素 就会立马过给我 苏可可沉着小脸道 的确 蛊虫只能引出来 不能逼出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秦莫琛 按了按 他皱起的眉心 别担心 不是什么要紧的蛊虫 不然 我不会好端端地活到现在 不如暂时按兵不动 等找到了万无一失的解决方式 我们再采取行动吧 苏可可有些讶异 这保守作风 有点不像书 难道是因为成家立业 责任心更重了 苏可可有些生气 不管是谁 敢算计到书身上 他必然要揪出此人 然后狠狠地教训对方 既然是由情谷演化而来 那师父肯定知道如何解蛊 我们去找师父 苏可可很快找出办法 苏爷以前没有教过你 秦莫琛有些诧异 苏可可顿时瞪他一眼 有些小修脑 你觉得像我这种连阴阳交合之事 都是从秦俊辰那里知道的 生活白痴 师父可能教授得那么详细吗 当初师父也只是跟我解释了 情谷的恋志不义和厉害之处 如何解蛊 他老人家却跟我糊弄过去了 如今想想 十有八九 与男女之间的阴阳交合一事有关 回忆当年犯的啥 苏可可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事大概成为他的黑历史了 两人说走就走 坐上游艇离开了蜜月了几天的小岛 直奔桃花村的桃花山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五十一集 苏老头将疼爱的乖徒儿送嫁之后 孤家寡人一个回了桃花山 曾老头的曾庆馆 闭馆很长一段时间了 他就索性继续关了 来桃花山陪苏老头 两个老头也算彼此有个照应 以前是怕频繁来往引起注意 表面上俩老头就那么不嫌不淡地联系着 其实私下里交情匪浅 如今两个小老头都在桃花山上休养 一些老伙计也经常去桃花山看望两人 现在的桃花山不像以前那么清冷 热闹得很 苏可可和秦莫琛来到的时候 一群人正在喝酒划拳 哎呀 师父啊 您到底记不记得 您还是个病号啊 病号苏木成 见到乖徒弟 立马将手中的酒碗往曾老头手中一扔 一副惊讶的模样 童儿 你不是和秦小子在小岛上度蜜月吗 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苏可可道 我是身负重担的人 蜜月意思意思就行了 难不成要在那个小岛上待一个月吗 说着还瞄男人一眼 叔 你说是吧 是吧 苏可可偷偷揪他腰 什么叫是吧 秦莫琛忍笑 彪悍的小丫头 结婚之后 真是越来越不怕他了 要不是小丫头各种求饶 哥哥叔叔 老公全都叫上了 他能心软地答应他离开吗 苏木成梅 没瞅见两个人的小动作 老眼一瞪 神父重担个屁 现在不就剩下阴政绝那老狐狸没死了 这事由我和你曾爷爷留意 你个小娃娃去忙你自个儿的事就行了 等找到了人 我自然会告诉你 到时候你来动手 亲自把那老东西给宰了 师父 除了阴政绝 我还要多多挣钱重建姬家村 还有 他想到什么 不禁一顿 观察着师父的表情 我还要 去找咱们姬家 活下来的那些后辈 我知道 姬家不止我们师徒二人活着 师父就不想找到其他人吗 苏老头的表情瞬间一变 脸上的笑 慢慢淡了下来 目光变换 苏可可心道 果然 宫九姑娘知道的事情 师父也知道 师父 事到如今 您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苏可可绷着小脸 有些生气 我长大了 也懂事了 您怎么还是不相信我 姬家的事情瞒着我就算了 其他事情 也要继续瞒着我吗 跑来蹭吃蹭喝的老伙计们 见到气氛不对 纷纷告辞离开 曾老头这些天住了下来 倒是没走 那件事 他知道 老伙计们也都知道 只能说 造化弄神 可可可 你真想知道 苏木城的声音 在这一刻 变得沧桑了许多 苏可可重重点头 苏老头 扫了一眼旁边 嫁妇从妇 充当背景强的男人 撇他一眼 都进屋说吧 既然乖 徒儿嫁人了 那徒序 也算是自己人了 总不好将人 拒之门外 让人 在外面 晒太阳 当年的事 你们也都听出了 姬家那场 灭门大灾之中 姬家的人 基本上 死了个干净 若非 主母 拼命全力地 将剩下那些个孩子 送进化中空间 连那些孩子 也会死 说到这事 苏老头眼里 迸发出浓烈的恨意 那种血海深仇 没有人会不恨 这些 苏可可和秦莫辰 在画中亲眼所见 自然知道 如今 再想起当年 那灭门之仇 还是会让人 双目泛血 心中大痛 苏木成沉默了一会儿 才又继续道 可可啊 有些人活着 生不如死 那场大战里 死的人太多了 留下的那些孩子 都成了孤儿 他们之中 最小的也都记了事 那场血战 在他们心中 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记 谁都没法忘记的 苏可可皱眉 不懂师父 说这些话 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正常的吗 任谁 亲身经历过 那样的血灾 都不可能忘记 灭门之仇 如何忘记 苏木成的声音 越发低沉 当年 当年 苏木真将 姬家仅存的 那些后代 封印到了那幅 清月名师画卷中 以此保留住了 姬家那些 弱小的后代 逃出升天之后 苏木成 联合军家家族 军艺术 一起解开封印 将这些孩子 放了出来 这件事 只有苏木成 和军艺术 两人知道 军艺术 为了孩子们的安全 甚至没有告诉他 最信任的子孙 毕竟 这种事知道的人 越少 越安全 苏木成 一个人 无法护住 这么多人 那个时候 因证觉这个老东西 盯得紧 这些孩子 一旦暴露 必将招致祸患 军家家主 跟姬家家主 交情深厚 主动提出 愿意保护 这些姬家后代 直到成年 也愿意 传授他们 军家的风水术法 只是 为了不惹人怀疑 只能委屈 姬家这些孩子 让他们冲作 是军家 从外面买来的仆人 军家跟姬家不一样 他们不仅住着 古老的雕花阁楼 还沿用着 古人传下来的 封建等级制度 府里有不少仆人 且仆人的地位 跟主人 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 姬家这些孩子 原本都是天之骄子 在姬家 都是被宠着护着的 现在 却要给别人当下人 苏木成如何肯答应 虽然军艺术 再三承诺 一定会将这些孩子 当作自己的亲子孙 一样看待 苏木成 也相信他的人品 军艺术 一向是说到做到 不然家主既献蛋 也不会跟他成为好友 但是 军家不止军艺术一个 当初军艺术的位置 都还没有坐稳 内患常在 那种环境之下 很难保证 姬家这些孩子 能够受到军家的 一世同仁 相反 这些孩子说不定 还会在军艺术 盯不到的地方 受到刁难和欺辱 即便是军家 这样的大家族 也有不少腐烂的地方 那些地方 哪怕是一家之主 也顾忌不到 师父 那您到底做了什么决定 苏可可皱眉问 心中突然 有个不好的预感 那天公九姑娘 说出那种 奇奇怪怪的话 她心里 就有了个大胆的猜测 但却一直说服自己 是她想多了 难道 真的是她猜想的那样 鸡家那些孩子 被军家的人 苏牧成 长长地叹了一声 这一声叹息 十分沉重 可可 直到今天 我都不知道当初 那个决定 是对 还是错呢 唉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苏可可看她这副反应 心中咯噔一下 当初 苏牧成 身为鸡家人的 骄傲尚在 不愿意将鸡家 这些孩子 留在军家当下人 但自己 也确实没有能力 保护这么多人的安全 所以 她就有了这个想法 她打算 把这些孩子 送到那些 想要领养孤儿的家中 给他们找一个 短暂的庇护之所 苏牧成想 等阴正觉 那几个老东西 膨胀了 把鸡家 遗忘了 她再将 这些孩子 接出来 然后 找一个秘密 安全的地方 亲自传授孩子们 鸡家的 风水术法 虽然 君一述说 这些孩子们 留在军家的话 她会一视同仁 会亲自传授孩子们 军家的术法 但那些 到底不是 鸡家的东西 苏牧成 也知道 军家的规矩 他们守旧 排外 家族里能够 学习上乘 风水术法的 都是族里 嫡系的孩子 而现在 鸡家这些孩子 对他们来说 连旁支都不是 只是外人 哪怕军艺术 力排众艺 真给孩子们 争取到了 学习的机会 孩子们 也绝对很难 接触到 上乘术法 所以 何必呢 留在这儿 不过是拖累别人罢了 况且 军艺术 已经帮了太多的忙了 能保住这些孩子的性命 已经是奢求 他不敢再求太多 不顾军艺术的劝阻 苏慕成 坚持自己的想法 第一个孩子 被他送到了 一个富裕的人家中 那对夫妻 是苏慕成 仔细打探过的 绝对 会善待那个孩子 可是 苏慕成 很快就发现了问题 齐也目睹过 那样的灭门之灾 这些孩子们的心中 已经满是创伤和仇恨 根本无法融入 一个陌生的家庭中 他们变得寡言少语 甚至仇视外界的所有人 在他们心中 只有姬家村的人 才是他们的家人 其他人都不可信 在苏慕成纠结烦闷 感觉未来一片茫然的时候 他想起了军家的一项秘法 军家可以抹出人的记忆 后来 军家家主和长老们 对这项术法进行了改造 变成了封印记忆 他们可以用这项术法 封印住人的一段记忆 等到需要的时候 再重新解开记忆封印 苏慕成找军艺术 说起自己的打算 军艺术起初是不答应的 因为这项秘术 是后来演化而来 并没有被广泛使用过 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 苏慕成听他这么说 也犹豫过 但他很快亲自上阵 让军艺术对他施展术法 以此检验 这项术法有无益成 军艺术用密法封存了苏慕成 关于姬家灭门血仇的那一段记忆 又成功解开 而这其中 完全没有任何副作用 所以苏慕成放心了 下了狠心 让军家家主军艺术 封存了所有孩子 关于姬家的记忆 自那以后 他们的记忆一片空白 不知道自己从哪来 也忘了自己的名字 苏慕成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 看到孩子们一个个 又茫然的目光看他 他的心也会疼痛 但姬家村已经不复存在 待在军家也非常久之策 他唯有出此下策 苏慕成真的只是想给自己 挣一点时间 他迟早会接回他们的 苏可可听到这儿 有些揪心 猜对了 真的是被抹除了记忆 难怪宫九姑娘会说 姬家只剩下他一个 因为其他人 连姬家和自己的名字都忘了 愣了愣 苏可可问 师父 所以现在 他们以新的身份活着吗 苏慕成点头 是啊 等我活着 当初我把你送进你墨椅那里 让他养着你的那段时间 我便去替这些个孩子们 找归宿去了 苏可可眼睛亮了亮 师父 那您还等什么 我们现在就可以让君家家主解除秘法 他们就算有了新的家人 也不能忘记姬家 我们去找他们回来 苏慕成沉默 苏可可看着沉默的老人 以为他不愿意 他不懂 皱起了眉 有些难过 师父 你怎么总是这样 自以为对人好 可却做了一些 我们并不想接受的事情 我想 我的哥哥姐姐们 哪怕怀着仇恨 哪怕在君家 忍辱负重 当下人 也或者流浪街头 也比这样忘记自己是谁 像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瓜 安安闻闻的过着一段 在您眼里 所谓的幸福生活来得好 苏老头 曾老头低齿一句 你师父在这些年 也很痛苦啊 苏可可意识到 自己有些激动 还对师父不敬 立马垂下头 红着眼道 师父 对不起 我 我刚才失控了 苏木成摆摆手 老眼里擒着泪花 可可啊 你说的没错 我总是做一些 自以为对你们好的事情 从不问你们 想不想要这些好 我太自以为是了 苏可可连忙摇头 不是的师父 我刚才口不择言 您别生气 我 我说您自以为对我们很好 但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当时叔让我去找这些族人 我不想去打搅他们 觉得那种痛苦 经历一次就好了 报仇这种事 不应该再让他们搅和进来 师父 我懂您 刚才 真的对不起 苏老头本来没什么的 这么多年自己已经看开了 可听乖徒儿这么一说 一双老眼 酸得不行 眼泪珠子直掉 我去看过那些孩子 你不知道 他们有多优秀 没有在钻研机家的风水学 他们 在其他方面也很出色 他们都很优秀 也过得都很好 苏可可吸了吸鼻子 师父 认回他们吧 我想 哥哥姐姐们一定也在想念机家 再说 现在仇已经爆了 他们可以回来了 他看着老人 一脸渴望 既然只是封存了记忆 那就说明 这段记忆 是可以恢复的 太好了 他好高兴啊 虽然这样做 或许会打破 哥哥姐姐们 现在的平衡 但他真的很想认他们呀 要是哥哥姐姐们 恢复了记忆 肯定 也不会怪他的 他们的心情 一定会和当初的他一样 难过 却开心 秦莫琛知道 他有多渴望亲情 虽然师父 给了他很多温情 但他只能扮演 一个长辈的角色 父母 兄弟 姐妹 这些 他却扮演不了 爷 你没有找回这些机家人 可是 有其他难言之意吗 秦莫琛问 苏木城听到这话 眼中略过一抹痛色 苏可可神情一变 师父 难道后来 发生了什么 苏可 大葱一开始 师父就只是想暂时 跟他们分开一段时间 不去丢弃他们 那时候 师父只是想安定下来之后 再去接他们 可是 后来 我第一次去偷偷看他们的时候 发现他们过得都很好 我就想着 再等等吧 再等个一两年 再解除记忆封印 第二次去 我又想 还是再等等吧 他们都还小 如果暴露的身份 对他们来说太危险 等后来我终于想通了 却 太迟了 啊 什么意思 苏可可瞪大眼看他 师父 什么叫太迟了 为什么会太迟 哎 其实啊 就是君家那个书法 有副作用 曾老叹息着开口 当年你师父 没发现 君义书呢 也没发现 一旦时间 超过了一个期限 那书法就变成不可逆的了 封存的记忆 便会 被彻底地抹去 那些孩子 永远都不会记得姬家 不会记得姬家的血液深仇 也不会记得 姬家村的那些幸福岁月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五十三集 苏木城知道那些记忆回不来的时候 震惊过 懊悔过 自责不已 是他弄丢了孩子们的记忆 当初 他固执己见 一个人偷偷替这些孩子们做了决定 根本没有询问过他们的意见 他在这些孩子不知情的状况下 剥夺了他们的记忆 哪怕他有苦衷 哪怕他的初心是好的 他也觉得对不起这些孩子 一个人失去记忆 就像是少了点什么 变得不完整 自责和懊悔 困扰了他许久 直到后来 他看到那些孩子们脸上灿烂的笑容 没有仇恨的折磨和困扰 干净的像是没有受过任何污染 每个人都过上了新生活 宛若重生一般 他突然就发现 或许这样对他们来说 才是最好的 于是 他慢慢释然 活在仇恨里 真的太痛苦了 刚开始的那几年 苏木成睡不好觉 每天晚上都会被噩梦惊醒 偶尔一个恍惚 他会以为自己还在姬家村 可清醒后 发现周围的环境无比陌生 周围的人也无比陌生 他才深刻地意识到 姬家是真的没了 这让他有一种深深的孤寂感 然后更恨 更怨 整个人都变得十分消沉 苏木成不想让这样的自己 影响到苏可可 所以将苏可可送走的那几年 他不仅是在给其他孩子们寻找归宿 也在努力地平复自己的怨气和恨意 寡不敌众 他只能韬光养晦 慢慢筹谋 而在这之前 他不能被仇恨侵蚀 正是因为自己知道 这种滋味有多痛苦 他才不想孩子们变得跟他一样 就因为这一段痛苦的经历 无法开始新的生活 所以 忘了就忘了吧 这样无忧无虑地活着 也挺好 苏可可听师父讲了这些之后 心里有些酸涩 有一丝淡淡地惆怅 但很快便又响开了 哥哥姐姐们能活着 还活得很好 师父已经做得很好了 他将眼里的精盈逼了回去 反而笑了起来 师父 就算他们没了记忆 我们还是可以认回他们呀 你看我 我也是什么记忆都没有 但是我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 我对姬家村就有了强烈的归属感 我很喜欢姬家村 很喜欢姬家村的人 喜欢师父 曾爷爷 还有姬家村 那些妖 我都喜欢 那些哥哥姐姐们 失去记忆之后 不过就是同我一样 成为了姬家的新生儿 师父 他们一定会喜欢我们的 苏木城听到这话 心里突然像是放下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欣慰不已 可可 你能这么想 师父很开心呢 苏可可挠了挠小脸 黑黑一笑 遗憾嘛 肯定是有一点点的 但换个角度想问题 这心里顿时就开阔了 师父当初这样做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我刚才 不该那样责怪你 师父您就是平时太浇惯我 才让我变得这么没大没小 我以后要是不小心误解师父了 您直接就用鞋底板打我 苏木城笑骂道 你个诡异丫头 的确是被我纵容得无法无天了 不过 师父可舍不得打你呀 气氛不像刚才那么凝重 变得松快起来 师父师父 哥哥姐姐们 现在姓谁名谁 住在哪 都在做什么 您都记得吧 我好怕 你突然给忘掉了 苏木城 伸手就要敲他脑袋关 老头子我还年轻着呢 记忆力顶呱呱 怎么可能忘掉 你个小丫头 你欠打是不是 秦莫琛 秦莫琛 立马挡在苏可可面前 爷爷 您可是有涂须的人了 出一下您的高大形象 臭小子 我连你一起打 秦莫琛 曾老在一边看着苏木城 一个小老头 跟俩年轻人闹在一起 不禁失笑 打闹过后 苏可可端着小脸说正事 我知道师父担心什么 您不想现在认他们 是担心他们 那就等我把阴郑爵那个老狐狸 灭掉之后 我们再去认亲 不过 师父 可不可以先把名单给我 我去偷偷看看他们 好啊 苏木城觉得 乖徒儿就是小棉袄 贴心极了 关于姬家族人的事情 徒孙俩这次摊开讲了之后 彼此都算是解决了一桩心事 不过 这事 只是苏可可突然想到 才提起的 这次 他和秦莫琛来桃花山 可不是来问这个的 苏可可 跟秦莫琛 含琴默默对视一眼 羞答答地 说起了这次的来意 苏老头 听完先是皱了下眉 上下打量着秦莫琛 确定这小子还好好的 才重重一哼 我还以为你是想师父了 原来是求我帮忙 师父您看 我一有事就能想到您 这说明您在我心里是排在第一位的 苏可可表情认真 半点都不像是在拍马屁 常年跟师父混 苏可可最懂怎么顺毛了 苏可可虽然被哄舒服了 但还是训斥了一句 以前秦莫的结法 我都跟你说过了 你肯定都没好好听对吧 苏可可心想 哎 行吧 您说讲过 那就讲过吧 听你们的描述 这鼓虫确实是由情谷演化而来 苏弟这些年别的力和鼓毒研制不出来 捣鼓这一些不痛不痒的鼓虫 如果是情谷 想要结谷 就必须得跟下鼓之人 但你们两个人既然可以动防 那说明这鼓虫不挑人 苏老头摸了摸自己的下巴 突然朝图绪秦莫琛招招手 秦小子 你跟我来 秦莫琛看苏可可一眼 起身跟着苏老头出去了 苏可可腮帮子一鼓 宋爷爷 什么意思 师父为什么避开我 曾老呵呵一笑 星许是有些话不方便当着苏丫头说 反正那小子知道了 你自然也知道了 苏可可转而问他 秦爷爷 您是不是也知道啊 您给我讲讲呗 曾老摇头 一知半解 鼓毒方面的东西我可不擅长 没多久 秦莫琛就跟着苏木城回来了 只是进屋之后 秦莫琛看苏可可的眼神 明显跟之前不一样 变得有些奇怪 苏可可一脸懵逼 不就是阴阳交和吗 他都是经过事的人了好吗 他懂 要到解骨办法之后 秦莫琛准备带苏可可离开 苏老头顿时不乐意了 我说的那办法 也不确定管不管用 你肯定得留在这儿截骨 爷爷 可是 苏老头打断 可是什么 你要是出了什么意外 我们也能及时地施锈 这儿还是可可娘家 娘家你都不放心 秦莫琛说 我是怕影响到您 苏老头顿时笑得老眼都眯成一条缝 不影响不影响 你们在这儿多贴几张隔音符 保准我和老曾什么都听不见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754集 苏可可可小脸微红 哥以前 他肯定是脸爆红 如今在某人的影响下 已经 能控制得很多了 他就知道 果然是要通过阴阳交合的办法 只是具体如何解骨 他却不清楚 之前在小岛上 那么大一座城堡里 只有两个人 其他女佣 幽灵一般的出现 幽灵一般的消失 完全能够当作不存在 所以 书带着他各种没修没扫 次数一多 他就被书童话了 接受能力强了很多 反正没外人 身边就书 他各种羞耻模样 都被书看到了 但书 各种不雅姿势和表情 也同样被他看到了 大家彼此彼此 谁也别羞谁 可 可现在 有人呢 还是俩长辈 苏可可甘笑一声 师父 您让我和叔 在这里结骨 是啊 徒儿 你难道住过大房子 就开始嫌弃师父 盖着这茅草屋咯 苏老头 假惺惺的抹眼泪 师父好心痛啊 想当初 师父可是一个人 花了七天七夜的功夫 才盖好了这座茅屋 给咱爷俩 搞这么个避风之所 小的时候 你多喜欢这茅屋啊 你还夸师父盖得好 唉 果然呢 人长大了 心就变了 嫌弃他师父的茅屋 简陋了 苏可可嘴角抽搐 多日不见 师父比以前还会假哭了 哼 以前是哭穷 哭他笨 现在 师父 我只是觉得 我们住在这儿的话 您和曾爷爷就没地儿住了 苏老头立马摆摆手 知道你们小两口害羞 所以我和老曾决定 露宿山头 在树上睡一晚 刚好外边凉快 我们两个人平时 也喜欢在树上乘凉 师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苏可可 没理由拒绝 大不了 真如师父所说的 多贴几张 隔音符 还有 晚上 他和叔 尽量忍着 不出声 苏老头想到什么 出屋门之前 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 一碗可不够 要看这蛊虫的顽强程度 和你们的配合程度 所以 给你们三天时间 这三天 我和老曾都写在外边 啊 苏可可一惊 好像发现了什么 不得了的事情 苏老头丢下这么一句 让苏可可觉得惊悚的话 没多久 就和曾老下了一趟山 进了一趟村 等两个人返回时 手上拎着许多干粮 是那种能够存放好几天的干粮 还有零食 苏老头还语重心长地提醒道 这两天少饮水 少吃东西 勉强果腹即可 以免因为生理问题中断 共亏一亏啊 苏可可越听越觉得惊悚 这些干粮够他和叔吃三四天了 解蛊 要解这么久的吗 还有 解蛊的时候不能中断吗 连解决生理问题都不行 会打断 秦墨琛一服十分镇定的样子 不过 跟他朝夕相处这么久的苏可可 已经能从秦四爷镇定的面孔之中 发现一点 其他人发现不了的细微表情了 就比如此时 虽然秦四爷看着老自在了 但其实也有一丝尴尬和羞窘 连没皮没脸的叔都觉得羞窘了 叔 师父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苏可可迫不及待地问 那谷具体怎么解呀 秦墨琛目光悠悠地看他 很简单 就像我们在小岛上那样 只不过运动的时候还得做点别的 爷爷教了我一套口诀 你得跟我一起默念口诀 引导阴阳之气 相互贯通 就这样 苏可可有些怀疑 秦墨琛一本正经地嗡了声 微顿补充道 时间可能要稍微地 长一点 啊 惊恐 害怕 畏惧 这几天 已经被发狂的书折腾得够呛了 之前还不够久 不够长吗 还要更长 夜幕降临 苏老头跟曾老头走了 茅屋只留给小两口 两人面面相去 雨有点放不开 最后 还是苏可可一拍床 直接往床上一躺 一副英勇就义的表情 说 来吧 苏老头和曾老头 躲在远处山头上的两棵桃树上 睡的是吊床 小两口 也不知道在茅屋里 贴了多少张隔音符 苏老头竖起耳朵 愣是一点动静都没听到 曾老咳了一声 老苏 多大一个人了 怎么还去关注这种事 害不害扫你 我害扫什么 这事老子见多了 曾老取笑他 你以前见的都是鬼吧 人你见多了 苏老头撇嘴 我怕那勤小子欺负我徒儿 我当然得盯着 你盯着没用 苏老头长叹一声 哎 家出去的徒儿 泼出去的水啊 是别人家的喽 苏老头悄咪咪的盯了一会儿 没发现什么异样之后 便跟曾老头唠起了磕 人老了 睡得早 两人聊着聊着 一会儿就困了 半夜 正是天地万物 沉睡的时候 苏老头一个翻身 没翻好 叫醒 小老头下意识地 朝茅草屋的方向 看了一眼 这一看 惊得他瞌睡虫 瞬间没了 秦莫衬着死小子 这个挨牵刀的 一点不知道轻重 苏老头听到了什么 当然没听到 贴着隔音符呢 但他眼睛好啊 刚好就看到窗户上俩影子 缠在一起的动作 大得跟什么似的 他的茅草屋都快被这个死小子给震散架了 苏老头心里那个气啊 恨不得立马冲进去 将秦莫衬那个粗鲁的汉子拎出去 狠狠鞭打 哎哟喂 他那傻徒儿也是笨呢 怎么就不知道反抗呢 苏老头咬牙切齿地生了许久的闷气 闷着闷着 就想通了 徒儿从小跟着他爬上爬下 体力好着呢 倒是那个臭小子 小心被乖徒儿榨干 苏老头又看了一眼摇摇欲坠的茅草屋 算了 觉得一时半会儿也塌不了 就算真塌了 也砸不死那俩小兔崽子 就不管了 继续睡自己的觉 第二天 屋里没动静 苏老头拧眉 看来这孤独比你想象的难对付啊 曾老道 苏老头无比自信 由我传授给秦小子那拓口诀 定能将这蛊毒引出来 只要他们按照我说的做 没有中途分开 除非少数喜欢盘踞在特定区域的蛊虫 很多蛊虫将一个人当成宿主之后 很喜欢在宿主体内各种乱窜 这蛊虫既然跟情谷有关 那最喜欢的地方 自然是欲望最浓的地方 不过 蛊虫狡猾 能感觉到外面的气 所以会避开危险的地方 但若 两人阴阳交和 气息也彼此交融 彻底合二为一 恍如一人 是完全可以让那个狡猾的东西上当的 苏老头 瞅了一眼跟晚上相比 安静得不像话的茅草屋 心中呵呵一阵冷笑 装 继续装 等到半夜就原形毕露了 哼 不懂怜香惜玉的臭小子 一天两夜之后 第二个白天 茅草屋的门终于开了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五十五集 屋门晃了晃 秦莫琛牵着苏可可出来了 男人眼下有些许清黑 苏可可稍微好点 倒不是累 就是困 毕竟秦四爷之前在小岛上 更过分地都做过了 经历好得很 小丫头的经历也不差 虽然每次事后都变成了一滩烂泥 但期间配合得很好 因为两人时刻要保持警惕 盯着蛊虫落网 所以都没怎么睡觉 苏可可还可以偶尔打个盹 毕竟蛊虫不在他体内 秦莫琛就不行了 必须时刻集中注意力 一天两夜都没睡 自然犯困 蛊虫引出来了 苏老头见人出来了 立马问 苏可可先是打了个大大的哈欠 然后才点了点脑袋 哑声道 弄出来了 师父 好小一只虫 其实一大早 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成功引出那蛊虫了 蛊虫出来之后 直接被书一掌拍死 两个人神经一松弛 困意来袭 就抱着一块睡了 睡到现在才起来 要不是怕师父和曾爷爷担心 苏可可还想继续睡 睡到地老天荒 这一日凉晚 真的太要人命了 难怪书 一开始支支吾吾的 不说全 后来才发现 俩人真成连体婴儿了 干什么都不能分开 说是一分开 就会前功尽弃 苏老头一听乖徒儿这声 哑得不成样 二话不说 直接脱下鞋底板 朝秦莫琛脑袋瓜上砸 秦四爷下意识地 往后躲了躲 躲了一下之后就不躲了 抱着头让老人家打 照顾到对方的身高 他还特意地弯了弯腰 方便对方出气 你个死小子 死小子 死小子 我打死你 苏可可 虽然有些羞愤 这两天输的举动 她都说了不行不行了 还一个劲儿捣鼓 但看师父打人的这骨子很劲儿 小丫头顿时就心疼了 师父 您别打他了 哎哟 这一声比刚才更沙哑 苏老头怎么可能不打呢 抄起鞋底板 打得更厉害了 苏老头 以前在姬家村 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行为也算是斯文 但后来 跟不同人打交道 人就变得越来越粗鲁 找不到东西打人的时候 就这么干 不过 苏老头 他很少这么打苏可可 因为 他一看苏可可 那萌萌大小脸 就下不去手了 别说打人了 连狠话都说不出一句 顶多是变着法 说反话 自己苏可可 鉴于秦四爷 乖乖挨打的听话行为 苏老头的气消了不少 一屁股 坐在门前喘粗气 自从受了内伤之后 小老头的精力 就大不如前了 揍个人都觉得累 秦四爷的头上 挨了老头子数个脚底板 留下几个脚印 加上一天两宿没睡 看起来少见的狼狈 苏可可连忙给人擦脸 嘀嘀咕咕道 说不打人真狠 脸上都是泥巴印 秦莫琛却笑了一声 很久没爱过他了 有些怀念呢 可可 这两天我确实有些 过分了 总是欺负你 所以爷爷打我的时候 我也只能守着 苏可可听他把事全往身上来 想到他身上那一排排小牙印 还有自己的酒阴白骨爪 突然有些心虚 其实也还好 书欺负他 他也欺负回来了呀 就是他自个儿上当了 被哄着做了好久的女王 但那个姿势 一言难尽 他的表情 估计都被折腾得扭曲了 偏偏不认输 非要在上面 现在他腰酸背痛 腿抽筋 要不是舒服了一把 他下床的时候都得摔一跤 打坐都不敢盘着腿了 心酸 还是认命的心酸 好在书体内 这要命的骨虫弄了出来 以后他的日子 应该就好受多了 经过秦四爷的误导 苏 天真 可可 真以为书现在 这么没节操 没节制 都是那蛊虫惹的祸 蛊虫被除了 书自然就恢复正常了 两人在桃花山 缓了个一天 秦四爷顺便 把小丫头 那张豪华木板床 给加固了一下 由于 前两天 两人的折腾 苏可可睡了十多年 都牢牢顾顾的木床 现在变得摇摇欲坠了 给人一种 随时都要散架的感觉 一屁股坐上去 都能听到 吱呀啊一声 秦四爷干活过程中 苏老头全程黑着脸 使唤他 把屋里所有家具 都给加固了一遍 还有最主要的茅草屋 也要加固 劳力汉使唤够了 没等小夫妻俩 自己提出离开 苏老头就先开始碾人 去去去 滚回去 继续吐蜜月吧 呃 师父好凶啊 苏老头板着老脸 警告其莫衬 吐蜜月 是让你 带柯柯去放松 放松 不是让你欺负他 下次再被我发现 老徒子处死你 男人一本正经的道 之前因为古毒的影响 确实让柯柯受了不少苦 以后不会了 爷爷教训的是 秦四爷表情严肃的时候 让人觉得非常可靠 苏老头也是个天真的老头 信了 朝人摆摆手 记得带柯柯回你家看看 别让秦老爷子 以为你厚此薄彼 我爸不会的 您多虑了 等两人都走远了 苏老头还站在山巅上 点着脚尖往远处看 曾老摇摇头 心口不一的小老头哦 苏牧成收回目光 叹气 你不懂 继续留着 我怕自己后悔 这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 拉扯大的乖土味 现在成了别人家的了 我心里面 哪能是滋味啊 算了 不说这个了 说正事 宁正绝那老东西 不知道藏哪儿的 咱们得想个办法 把这老东西揪出来才行 总不能 真的等他恢复了实力 主动现身吧 曾老宁神道 嗯 他在画中 吞噬了邱泽平 看别墅里住着的女人 那是一个 年纪跟他差不多的老女人 看上去 像是他的老伴 女人得了老年痴呆症 有些不认人 每次 老人都不会在别墅里 停留太久 这次 大概是他待得最久的一次 餐厅里 专门照顾女人的老护工 刚刚为女人吃了一碗粥 老男人回来 痴痴傻傻的老女人 抬头看了一眼 又垂下头 继续发呆 本集颇奖完毕 我在下集等你哦 第七百五十六集 穆先生 太太他这段时间的气色很好 老护工 恭恭敬敬地 汇报女主人的病情 老人不嫌不淡地恩了声 谢谢你 麻烦你照顾他了 老护工笑道 这是应该的 何况穆先生给的薪水高 这些年的薪水 都够我用一辈子了 他犹豫地问了问 穆先生 这次不走了吗 老人淡淡道 不走了 最近一两年 我都住在这儿 那太好了 您留下 太太的病 说不定会得到好转 老护工有些高兴 他觉得穆先生 对太太的态度 有些奇怪 说不在意 可他经常会回来看她 关注她的病情 还让她一有消息 就通知她 可若说他在意 老护工又觉得 穆先生看女主人的目光 总是淡淡的 并没有老夫老期间的 那种感情 他想不通 也就不想了 先生现在肯留下来 这是好事 老人的目光 落在吃傻老女人的脸上 忽而一脸深情地道了句 是该多陪陪她了 那深情浮于表面 丝毫没有渗入心底 秦末琛和苏可可 离开桃花村之后 回了一趟老宅 秦老爷子 见小儿子和小儿媳妇 这么快回来 有些意外 不是在小岛上 度蜜月了吧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秦末琛道 带你了 准备换个地方 顺便回来看看您 秦老爷子一听这话 一张严肃的老脸 顿时就笑开了 没娶媳妇之前 不记得老头子 反倒娶了媳妇之后 开始惦记老头子了 爸 秦末琛突然叫他一声 秦四爷因为性格沉闷的原因 学不来秦俊驰 一口一个爷爷叫得亲你 还敢吊在老爷子胳膊上撒娇 他很少叫爸 每次叫了 那一定是要说什么 严肃正经的大事 秦老爷子顿时坐直了身子 嗯 秦末琛看着他 这些年 您为我的事老累了 以后我会和可可 好好地孝敬您了 哎呦喂 秦老爷子这人 看着心肠硬 但最受不了这种软化了 这软化 还是从来不会说好听的 小儿子说的 那一颗心呢 顿时年轻了好多岁一样 整个人都精神了 行了行了行了 少在我面前说那些好听的 嗯 你们两个人以后好好的 过你们的小日子就行了 想回来呢 就回来 不想回来呢 打个电话 发个视频 特别是可可 千万不要把咱们家的家族聚会当成任务 自个儿说它最重要 啊 苏可可立马鼓着小脸道 爸说什么呢 我可喜欢秦家这些人了 也特别喜欢您 我巴不得天天来看您 到时候 您估计都要觉得烦我了 秦老爷子被逗得哈哈大笑 心情从未有过得好 这个儿媳妇娶得好啊 嘴巴甜会说话 关键说的时候 这小模样特别真诚 看了就让人喜欢 还有那肉嘟嘟的小脸 也讨人喜欢 人老了 就喜欢这种脸上有肉的孩子 新婚夫妇俩陪老爷子 在老宅住了几天才走 原本是打算 蜜月之后就去拜访君家 问问秦家那些族人的事情 但是现在 苏可可歪打正着 从师父口中得知了真相 自然就没有去拜访君家家主的必要了 不过 苏可可从师父口中 抠出了秦家那些族人的下落 他很想去看看他们 那就去 秦莫称道 我陪你一起去 就当 继续度蜜月了 叔 无助理这段时间 就没有跟你抱怨吗 这是我该有的婚嫁 另外 我现在已经慢慢地 转移出了一部分权力 整个集团都是我的 任命谁 撤掉谁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这个 做不好 就换下一个 总能找到有能力 帮我继续转钱呢 所以 我陪你 那就谢谢我的老公啦 苏可可甜甜一笑 一声老公叫得秦四爷心都酥了 这个暑假很长 长到结了个婚 度了个蜜月之后 时间还很充裕 苏可可完全有时间 去偷偷看望那些族兄族姐 师父给的地址很具体 这说明 这些年 他不止一次 去偷偷看过这些姬家人 苏可可恍然大悟 难怪师父每年 总有那么几次要出远门 还不带他 地址在不同的地方 五湖四海的都有 当年 为了给姬家那些孩子们 找到一个不错的归宿 苏木城没少奔波 那些收养孩子的人 来自全国各地 家庭富裕 人又好的 自然是最佳选择 但这种条件的 不可能找到那么多 所以苏木城 都是先看人品 再看其他 苏可可根据地址上的人 这么一打听 才发现 师父的眼光十分毒辣 好几家 放在二十年前 只是个贫穷山沟沟里的 普通百姓 现在都混成了大老板 连带着被收养的 哥哥姐姐也过得很好 当然 他们自己也很有出息 这些人 有的成了大学教授 有的成了职场精英 有的还在继续深造 就读于国外的高等学府 苏可可十分怀疑 当年师父找这些人家 是看了像算了卦的 这些天 这一路看下来 苏可可心里 那仅存的一点惆怅都散了 他好像明白师父的心情了 他无数次偷偷看这些孩子的时候 定也是像他现在一样 看到他们过得这么好 就有了放弃的冲动 很不想打破他们现在的生活 对于失去记忆的他们来说 现在的亲人 或许才是最重要的 那些记忆里的亲人 大概只剩下血缘上的羁绊了 惆怅没了 倒是生出了不少感慨 丫头 只剩下最后两个了 姬家这些后辈的住址 苏老头是悄悄告诉苏可可的 秦莫琛没听到 他只是按人数算了算 发现还有两个人 苏可可听到这话 却突然神秘一笑 叔 你猜这最后两个 在哪儿 秦莫琛 听小丫头这么问 若有所思 听你这口气 这两个人是住在一起咯 要么在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地方 要么就是 一个你去过的地方 叔 快让我看看你的脑袋 苏可可双眼发亮 秦莫琛笑出声 看我脑袋是怎么长的 那你要怎么看呢 除非你打开我的脑袋关 这才能看见 我脑袋到这一直怎么想的呀 我就想夸你聪明 师父跟我说的时候 我真的惊呆了 我没想到 陈辉哥和陈希姐 就是我的族人 谁 我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 叔 是墨夷和庄叔的两个孩子啊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五十七集 苏可可那小模样 兴奋极了 这个好消息 被他憋了一路 现在才往外说 能不兴奋吗 当时在画中空间 见到墨夷和庄叔的结局之后 我还在纳闷呢 他们明明那个时候才认识 怎么会有两个比我还大的孩子 听完师父的话我才知道 那是他们领养的 师父将我那最小的族兄和族姐 交给了他们 秦墨趁心等 难怪 墨夷和庄叔 他从小丫头嘴里 听到不止三四遍了 庄辰辉和庄辰希的名字 似乎也听到过那么一次 小丫头是个记性好的人 对她好的人能记一辈子 叔 你知道师父还说了什么吗 苏可可问起这话时 高兴得都快蹦起来了 毋庸置疑 又是个好消息 你告诉我我就知道了 陈辉哥和陈希姐 没有被抹出记忆哦 秦墨趁一愣 这下真是意外了 但往生里一想又能理解 他记得 那一批被苏木珍封印进画里的鸡家后代 最小的只有四五岁 是已经济世的年龄 但这个年龄 更多的是害怕和恐惧 如果有墨夷细心地呵护和教养 确实没有必要封存记忆 只是随着一天天长大懂事 这仇恨的重担 不可避免的还是会变得越来越沉重 师父不让我找墨夷 总说我会打搅到他现在的生活 以前我不太懂 现在明白了 师父担心的应该不是这个 他是怕三个孩子在一起 太惹人注意 或者他怕墨夷和我这些族兄族姐 一不小心把鸡家的事情告诉我 现在苏可可什么都知道了 仇也报了大半 苏木成也就没有必要再瞒他了 秦墨琛恩了一声 以后你可以经常去看看墨夷的 墨夷如果知道我结婚了的话 肯定会大吃一惊 秦墨琛出了车他的小脸 他会满意的 毕竟你老公是一个光凭外貌 就能招风影蝶的男人 魅力十足呢 呵呵 真自恋 两人一阵奔波后 来到了墨夷所在的地势 望着眼前陌生的街道和高楼大厦 苏可可一阵恍惚 阔别多年 他又回到了这里 这么多年 庄叔和墨夷一直住在地市 从未离开过 记忆中的小镇 现在已经变成了车水马龙的大城市 一切都很陌生 小时候住了几年的小院也没了 变成了眼前的高档别墅区 叔 闲杂人等 好像进不去 苏可可眼巴巴地 瞅着眼前的门进 庄叔真厉害 这是改行当大老板了吗 不过 墨夷是赤礼 自带气韵 庄叔跟墨夷在一起 肯定会越来越好 秦墨琛其实只要让人 查查这里的老板是谁 然后通个话 自报一下姓名 就能进去 可是 一旦身份暴露了 少不了要应付 秦四爷嫌烦 叔 咱们可以找人蹭进去 蹭进去 苏可可正准备解释 突然看到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 他现在也懂了点品牌了 知道这是名车 还是上百万的那种 秦四爷的那张脸摆在那儿 一双堪比模特的大长腿 也十分抢劲 加上苏可可长得水灵可爱 颜值很高的一对男女 就这么处在门口 十分惹人注目 小轿车的窗户降下 座驾上的女司机摘下墨镜 朝这边探头看来 目光在秦墨琛身上逗留 眼里闪过了惊艳之色 苏可可立马蹬蹬蹬跑过去 女士你好 我和我叔想进去找个人 你能不能把我们带进去啊 那女人笑了一声 行啊 等会儿门禁打开 你们俩跟在我车屁股后面进去 苏可可还以为自己能蹭个车呢 哎 这么一对比 秦俊驰简直是个大好人 不怀好意的那种大好人 成功进入别墅区之后 女人没有开车走远 车子在前面停下 她下了车 女人穿着时尚 身上喷着香水 妆容也很浓 不过苏可可还是一眼看出了她的大概年龄 应该在三十五岁以上 她踩着高跟 扭着水蛇腰 朝两人走来 停在秦莫琛面前 然后从自己的名牌包包里 找出一张名片 做事就要朝男人的衬衫兜里插去 秦莫琛猛地后退两步 离她远了些 虽然现在的秦四爷 对女人不像以前那么退避三舍了 刚才又因为这个女人帮了个小忙 强忍着那呛鼻子的香水 没有露出任何的闲雾之色 但这个女人 居然主动靠近 还差点碰到她 这就让秦四爷无法忍受了 女人见她后退 也不生气 反倒是勾着眉眼笑了一声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只是觉得 你很适合当我的模特 所以送你一张名片 可没别的意思 旁边还有个孩子呢 我不会出格的 孩子 嗯 刚才离得远 她没有注意这女人的面相 现在 苏可可皱皱眉 她不太喜欢 这女人生了一对猪眼 看书的时候 痴痴绵绵 恨不得将人揉进眼里 典型的好色过度 肉体淫荡 多欲滥娇之相 关她夫妻宫 还未婚配 若是有了丈夫 给丈夫戴绿帽子的几率会很大 还有 她的不姿 一步三摇 扭捏不已 这种不姿 大多风流 对男色有渴望 以及 眼白黄浊 额高病厚 眼白清澈的 心地善良单纯 欲望也简单 眼白浑浊 多欲性强 好色 而且心思不干净 当然 也不排除 有时候熬夜 或者上火造成的眼白浑浊 这种适度调理便会恢复 可这个女人 不仅眼白浑浊 还脑门高耸 眉尾尖门多闻路 这种种面相 都说明 这个女人是个风流淫荡之人 喜欢跟男人勾勾搭搭 当然 她的面相 也有可取之处 比如 她财帛公 明亮润泽 说明有一份不错的家业 家产丰厚 见秦莫衬板着张脸 一点接名片的意思都没有 女人笑笑 将名片放在了一旁的草坪上 然后便扭着那杨柳腰 回了车 开车走远了 苏可可一眼偏向身边的男人 重重哼了一声 哼 招风引蝶 真是躺着也中枪 丫头 我什么都没说 也什么都没做 苏可可一跺脚 就是因为 你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做 只往那一站 就有蜜蜂 嗡嗡嗡飞过来 我才更生气 你要是稍微给个眼神 随便答一句话 那这些女人 不得直接跟着 恶狼似的扑上来 秦莫衬忍笑 一把将人搂怀里 半抱半提的 带着小丫头往里走 那能怎么办 你老公长得太帅 难道也是错呢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五十八集 苏可可绷着小脸装深沉 长得太帅 是没有错 有错的是长成这样 招风引蝶 一想到 在她看不到的地方 这种情景 不知道上演了多少次 苏可可的心里 就很不高兴 书是她的 她的了 不准别的女人觊觎 哼 丫头 不如我教你一招 保准不会 有女人在找我打讪 苏可可顿时朝她望过来 一脸好奇 什么招 秦莫琛眉头一挑 嘴角一勾 很简单 当有女人往我身上看的时候 你直接抱过来 叫我一声老公 想要效果更好一点 再亲上我一口 小丫头听话地 抱住了她的腰 只不过 在她腰间狠狠地拧了一下 听到男人撕了一声 才松手 哼 什么破主意呀 大庭广众之下 搂搂抱抱亲亲的 成何体统 秦莫称乐了 没事啊 你抱完亲完 直接把小脸 往我怀里一埋 谁能看到 大家顶多 多瞪我几眼了 苏可可 彻底败给了老男人的厚颜无耻 大概恋爱中的人 都会自动屏蔽外人的目光 这也是为何 她总能在公共场合 比如地铁上 公交车上 甚至马路边上 看到一些小情侣 旁若无人地 亲亲我我 浑然不觉得 自己的行为 已经给周围的人 造成了视觉上的影响 有一次 她坐地铁就听到了 旁边一个老奶奶 对着旁边 搂搂抱抱的小情侣 翻了一个特大的白眼 吐槽了一句 世风日下 所以 她绝对不要成为 长辈眼里的 世风日下 苏可可将秦莫琛 推开到一边 走在前面 手都不给拉 秦四爷低笑一声 小古董可可 这 苏可可 默默后退两步 小爪子 主动拉住了男人 秦四爷忍笑 小丫头 怎么就这么可爱呢 按照苏木城给的地址 两个人来到一栋 小别墅前 别墅前停着一辆 白色小轿车 那轿车有些 眼熟 秦莫琛皱了下眉 却没说什么 苏可可盯着那轿车 看了一会儿 按响门铃 大门很快打开 开门的 竟是刚才那个女人 难怪觉得 那个轿车很眼熟 刚刚才见过 能不眼熟吗 苏可可又看了 几遍师父给的地址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地址没错 难道是师父写错了 那女人目光 落在秦莫琛身上 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你们不会是 尾随我过来的吧 刚才在外面 拉不下脸 想进屋说 看你长得实在不错 进来谈也行 秦莫琛很反感 女人看她的目光 但有事问她 便忍了下来 我们是来找人的 想找这栋别墅的 原主人 女人这才意识到 是自己自作多情了 她的面子上 有些抹不开 但眼前的男人 又实在是 合她的胃口 进来说吧 她主动邀请 秦莫琛不过一顿 便拉着小丫头进去了 女人看了看 两个人交握的手 目光有些古怪 听完女人的解释 苏可可眉头皱气 这里的确是 庄叔和墨姨的家 只不过 三个月前 墨姨一家都搬走了 这栋小别墅 也出售给了眼前的女人 可是 墨姨和庄叔他们 好端端的 为什么要搬家呢 是出什么事了吗 你可知道 他们为何搬家 又搬去哪了 女人摇头 不知道 这别墅地段不错 我手里 又刚好有些闲钱 就从中介那儿 买了过来 并没有接触过 别墅的原主人 不过 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能猜出个大概 要么就是这个主人 有个好赌的儿子 一夜之间 将家产败光了 要么 就是这个主人 自己的公司破产了 周转不开 所以卖了房子 不管是哪个 都不是苏可可想听到的 陈辉哥好赌 这不可能 庄叔破产 有墨益在 这也不太可能 苏可可有些担心 不会是真遇到了 什么意外了吧 女人见两人 确实只是来打探消息的 不免有些遗憾 要是只有这个男人 一个人就好了 凭他的本事 肯定能将人 勾到床上睡一次 男人这身材 这相貌 可比他包过的那些 极品多了 苏可可发现 他又用那种 黏黏乎乎的目光看书 心中不悦 立马就挽住了 秦莫琛的胳膊 朝他道 我和我老公 是专门来找 这个别墅的主人的 刚才多谢你 帮我们解惑了 我老公 这三个字 语气刻意加重了些 那女人脸色顿时一变 你们是 情侣 苏可可甜甜一笑 脑袋往其墨琛 肩上一歪 不是哦 大姐 我们是夫妻 已经结婚了 女人嘴角一抽 大姐 居然当着她的面 叫她大姐 年轻就了不起啊 苏可可 这还不是故意气她 真要是气她 那就不叫大姐了 而是叫大婶或阿姨 毕竟 她当初见秦莫琛第一面 就把人归入了 叔叔的行列 眼前这个女人 虽然妆容化得极好 看着年轻 但比叔老多了 别墅女人 显然也不会跟小丫头 计较这种事 只是平时 一直被人捧着 乍然听到这种 不合心意的话 难免不舒服 你真的 不再考虑一下 女人问秦莫琛 抛开思域不说 眼前这个男人 非常适合当模特 天生条件太好了 秦莫琛板着脸 我有工作 苏可可心想 对对 说出来能吓死你 女人耸了耸肩 没再强求 苏可可觉得 这个女人 除了比较风流之外 没有什么大毛病 听到叔跟他是夫妻之后 那年年忽忽 勾勾搭搭的目光 也收敛了起来 所以 她好心提醒了一句 这段时间 你最好记男色 否则会损财 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那女人觉得 苏可可是在变着法 说她好色 表情不太好 冷下脸 把两人给打发了 其实她以前 有个未婚夫 但是那个渣男 在结婚前 把一个女人的肚子 给搞大了 还妄想着 跟他结婚之后 各玩各的 以及继续养着 那个女人 各玩各的 女人觉得可以接受 反正他不想 吊死在一棵树上 可是结婚后 不能在外面 搞出人命 这是他的底线 两人的孩子 必须是独一无二的 不能给孩子 搞出什么 私生子哥哥 或者弟弟 既然那个男人 已经提前搞出人命 他自然就放弃了 家中父母都听他的 他不想结婚 也没有逼他结婚 他就一直 混到了现在 结婚有什么好 像他这样 有兴趣了 就包个人 过一段时间 厌弃了 就另外找一个 他挺自在的 并不以为耻 苏可可走前 对他道 我是风水师 会看相 女人没信 苏可可的话 他约了个小牛郎 小牛郎嘴很甜 很会哄人开心 床上也很卖力 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 已经包了两年 有点处处感情了 温存过后 见对方一副 心事重重的样 他就多问了一句 听完小牛郎的遭遇 女人动了心 觉得他实在是可怜 就帮他解决了麻烦 不过一笔钱的事情 虽然这笔钱有些大 可后来想起苏可可的话 女人陡然一个机灵 立马派人去查了 这个小牛郎的背景 结果就发现 自己被骗了 那个王八蛋贱人 居然拿着他的钱 嫖更年轻的女人去了 女人差点被气死 这已经是几天后的事情 苏可可大师 不过是提前看了出来 两人从别墅离开之后 苏可可一直没有说话 丫头 担心墨仪 秦墨琛问道 苏可可点点头 皱眉道 这里是庄叔的老家 庄叔和墨仪 他们轻易不会离开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五十九集 不会轻易离开 也不会轻易换地方 虽然这里变了很多 苏可可却十分肯定 这里就是小时候的那片土地 庄叔和墨仪甚至都没有搬过家 秦墨琛顿了顿 掏出手机 好 交给我 我来查这件事情 苏可可一听这话 眼睛瞬间一亮 可是叔 这里不是帝都哦 秦墨琛笑了声 谁跟你说秦四爷 只能在帝都作威作福了 作威作福 这个词用得相当的形象生动 如现在的样子 好像那种牛逼轰轰的金手指啊 又粗又长的金手指 苏可可一脸崇拜地瞅着男人 发光发亮的眼 让人觉得里面 是不是藏了什么星星或珠宝 不然怎么会这么璀璨 这么明亮呢 秦墨琛 有点受不了小媳妇的这种目光 他低声接了一句 谢谢夸奖 我的确是 又粗又长 嗯 是他想多了吗 叔说的 的确是金手指 而不是别的吧 嗯 应该是想多了 毕竟叔身上的蛊虫 已经被拔除了 之前秦四爷骚天骚地 声称是受了蛊虫影响 苏可可对比深信不疑 毕竟叔以前的画风 不是这样的 秦墨琛一通电话下去 那边吴宗白就开始忙活了 秦四爷的分公司遍布各地 商界的很多大佬 都是利益相关的 尚赶着巴结秦四爷的人多得是 所以秦四爷一声令下 想查个什么 很快就能查到 更别说 庄书庄阳在地市 还是个大老板 也算是混同一个圈子的人 不过 再容易 那也得等上一会儿 苏可可从背包里 掏出龟壳和铜钱 秦墨琛在旁边看着 没有问什么 等成卦之后 他才看着那卦像道 地水师卦 形象而顺 丫头可以放心了 下坎尚昆 是为地水师卦 此卦为中上卦 形险而顺 苏可可 迷迷嘴 庄书和墨仪 果然是遇到了一些麻烦 好在最后是顺利的 想到什么 他突然道 书 刚才我们经过了一架天桥 我想去那里看看 来之前 他远远望着那天桥 似乎看到了一抹眼熟的影子 其实也不是 那个人的背影眼熟 而是 那个人的着装眼熟 好 只要不是什么 对小媳妇不利的事情 秦墨琛对小媳妇 一向是有求必应 天桥过道两边 有三四个小摊位 苏可可一眼就看到了 自己要找的那个人 穿着灰黑色的长褂子 戴着个发白的黑毡帽 鼻梁上 架着个小圆墨镜 再加上 那一脸落腮胡子 哼 之前果然没看错 是大胡子大叔 熟悉的装备 熟悉的百算百灵 不灵不要钱 去年暑期 他去各地游历 就是在秋家地盘上 认识了这个大胡子大叔 没想到 时隔一年 他又见到了这个人 苏可可一开始还以为 对方是个半吊子 可后来却觉得 他更像是传说中的 那种深藏不露的高人 高人会落魄到 在街边上摆摊算卦吗 会呀 比如说 师父就是个穷酸命 看起来特别寒碳 苏可可走到那个人面前 笑眯眯地问 我想算姻缘 你给看看 我姻缘如何 大胡子 大胡子将鼻梁上架着的小圆墨镜 往下一拉 眼睛从上瞄过来 看清苏可可的模样之后 顿时悠了一声 是你啊 小丫头 没想到咱俩还挺有缘的 在这儿又遇到了 你来摆摊 苏可可嘴角一脸 不摆摊 我是专程过来找你叙旧的 大胡子瞅了瞅 像尊石像一样 处在女孩身后的高大男人 择了一声 小丫头眼光不错嘛 您是看出来的 还是算出来的 小看我是不是 这种事哪用算 就你俩那吹吹缠缠的眼神 傻子都知道你俩傻关系 那您再给我算算 我跟他进展到哪一步了 大胡子顿时 就送给他一个看白痴的眼神 就你俩身上的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气味 还用得着问我进展到哪一步了 你确定要我说出来吗 苏可可一听这话 小脸陡然一红 连忙道 不不不 我跟你闹着玩呢 大胡子怎么这么不正经 什么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气味 他怎么就没闻到 大胡子被他的样子 逗得哈哈大笑 苏可可岔开话题问他 大胡子大叔 您来这儿多久了 准备待多久 按照这地盘划分 这里处于邱家和君家 视力范围交接处 不过五大风水世家 虽然划分了地盘 实际上却管不到所有的地方 像这种边缘地带 通常管理松懈 所以苏可可猜 大胡子在这儿 待了挺长一段时间 大胡子 捋了捋自己的假胡子 一双小眼睛 笑得眯了起来 真的就跟一条线似的 小姑娘 实不相瞒 这里是我老家 最近我道运好了不少 没有在四处奔波 半个月前我就回来了 过两天是我师父的忌日 近期呢 我都会留在这里 至于以后嘛 要不要继续奔波 我还没想好 苏可可听后吃了一惊 大胡子大叔 原来你还有个师父 他一直以为 大胡子是个自学成才的流浪风水师 没想到 大胡子跟他一样 是有师父教导的 有啊 我不仅有师父 我还有门牌呢 可惜啊 我师父死了好多年了 现在门牌里就剩下我一个 师父死后 我守了老人家两年 后来实在是无聊 就出去瞎晃悠了 哎 有没有兴趣 去我那道观里面坐坐 啊 大胡子突然问 苏可可心中狐疑 上次虽然跟大胡子相谈甚欢 处出来那么一点同行交情 但是两个人的关系 还没有好到能够邀请他 去家中做客吧 哟 小丫头 不会是怕我吃了你吧 有你老公在 你们两个天使还怕我一半吊子 大胡子取笑道 苏可可撇嘴 大叔 你上次果然是骗我的 其实你很厉害 根本就不是半吊子 大胡子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我也没说自己是半吊子 是你自己把我当成半吊子 呃 明明说了 而且一直在装 装得还很像那么一回事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六十集 两人叙旧的时候 秦莫琛就安静地候在一边 虽然没说话 却竖起耳朵 将两个人的对话听了个拳 小丫头遇到什么趣事 都会跟他讲 所以眼前这个人 秦莫琛对得上号 这人看着不靠谱 但身上却有一种 坐怀不乱的气场 也就小丫头 会将人误以为是半吊子风水师 大胡子打烊收摊 小姑娘 我走了 你们两个人去不去啊 去去去 多谢大叔邀请 我和我先生 刚好想找个地方歇歇 因为大胡子看起来很寒颤 所以苏可可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个又小又破的道观 却不想 眼前的道观虽小却不破 里面打扫得很干净 道观里还有一尊十分气派的天师像 这 这是张天师吗 苏可可望着那尊大象 觉得很像道派祖宗张天师 啊 这是我派祖师爷 大胡子解释了句 十分随意地将招摇撞骗的道具往旁边一扔 小墨镜一摘 脸上大胡子一撕 庐山真面目就这么露了出来 苏可可乍然看到他这张脸 吃了一大惊 大胡子比他想象中年轻太多了 这个年轻是表面看起来的年轻 当初判断年龄是根据他的骨项 所以误差不会很大 苏可可没想到 大胡子大叔的这张脸这么嫩 眉清目秀 标准的娃娃脸 粗嗓门配上一张娃娃脸 哦 好玄幻呢 苏可可正盯着人瞅 脑袋官突然被一只大掌按住了揉了揉 秦先生教育道 不要一直盯人看 这样很不礼貌 苏可可看向秦莫琛 哦了一声 不过叔 你真的只是觉得 我盯着人看了很久不礼貌吗 大胡子给两人倒了一杯茶 自己从干了脚里翻出一把蒲扇扇了起来 你们自便啊 关里面没什么好东西 也就是这茶水能招呼招呼客人 已经很好了 谢谢 大叔两个字突然叫不出口了 苏可可捧着茶碗喝 眼睛不着痕迹地打量周围 别看刚才跟人聊得欢 真到了大胡子的地盘 他反倒变得拘谨起来 大胡子那张娃娃脸朝他笑了笑 看着十分亲切 其实今早我就算了一挂 算到有客来访 你们应该就是我的客人了 那个 您怎么称呼 苏可可问 先介绍了自己和叔 我是苏可可 这是我先生秦莫琛 我们刚结婚不久 秦莫琛朝他点点头 大胡子也点点头 我呢 叫吴言 嗯 好江湖的名字啊 见他这副表情 娃娃脸哈哈一笑 真叫这名 不过 我还得加个信 全名呢 金吴言 你呀 就叫严叔就行 严叔 您这道观里 真的就您一个人 对 我们门派一脉单程 以前冠礼只有我和师父两个人 师父去世之后 就只剩下我一个了 小苏丫头 我关你根骨齐家呀 资质不凡 你是个好苗子 你要不要考虑 踢拜我为师啊 嗯 如此措辞 好像神棍忽悠人的措辞哦 多谢您的好意 但我已经有师父了 师父对我很好 我的门派也很好 金吴言知道此举不妥 也就是开个玩笑 他惋惜地叹了一声 小苏啊 你不跟我 吃大亏咯 我们门派一脉单传 不像其他门派 那么弯弯绕绕的 师父毕生 本事都是传授给弟子的 多难得的机会啊 苏可可笑笑 哼 多谢严淑厚爱 我师父也就我一个徒弟 也把毕生的本事 都传给我了 金吴言一听这话 顿时来了兴致 毕生 什么说来 小苏应该很厉害了 你有没有兴趣 跟我切磋一场呢 嗯 怎么切磋啊 苏可可也来了兴致 金吴言那对小眼珠子转了转 问他 我这道观因为我不常在 平时没什么信徒 你可知道信徒都去哪了 苏可可当然不知道 坐等他解答 这些年五大风水世家 控制着风水界的风向 也就是最近 他们把自己作死了 其他的玄门玄派 也开始躁动 这片区域有一个青隐派 他们的信徒非常多 青隐派 苏可可疑了一声 我好像听师父说过 这一派的历史 好像也有很久了 金吴言却吃了一声 此青隐派非碧青隐派啊 青隐派以前就挺嚣张的 这段时间尤其嚣张 我听说他们的人 发现了一棵成精的槐树 与其其木精圆 这两天正同的树妖斗法呢 草木精怪大多善良 尤其是树妖 性格淳朴敦实 虽为妖 修道之人 也鲜少与之交恶 可这青隐派道好 二话不说就要取其精圆 草木之精圆 如同人的精血 若强行去取 等同于毁其道行 苏可可皱眉 为何不问这槐树 桃药一滴呢 他们可以用东西去换的 他不久前 刚刚碰到一株成精的桃药 只要拿出 让对方心动的东西 对方还是很好说话的 金无言那张娃娃脸 露出一种非常老成的表情 一颗木精圆 哪里能够满足人心的贪婪哦 修道之人 修道也修心 可惜真正能做到修心的 没几个呀 那言书你呢 金无言先是一愣 随即哈哈大笑起来 讲真 这么张生畜无害的娃娃脸 如此豪迈的哈哈哈哈 那画面 真的有些一言难尽 我啊 还在修行的道路上 那路漫漫其修远兮 想修得一颗道心 嘿嘿嘿 还圆着呢 您提到青隐派和这槐树 难道就是您说的切磋 嗯 聪明的小丫头 没错 比我们谁能先从青隐派手中 将那槐树精救走 怎么样 小苏丫头 敢不敢跟我一比呀 你要是输了 就来我这冠中 当一年洒扫弟子 不需要连续整一年 你还在上学吗 寒暑假就行 寒暑假就行 这些天数加起来 凑够一年就行了 嗯 那这得五六个寒暑假假期了吧 金无言看他这副表情 可厉生 不然 那就改半年吧 好不好 寒暑假假节日 两三年就搞定了 怎么样 你也太自信了 万一我赢了呢 赢了我 就不缠着你 当我的徒弟了呗 啊 这合着搞了半天 不管输赢 都是他吃亏呀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六十一集 娃娃脸大叔 这坑洼的光明正大 一点也不娇柔造作 苏可可怎么可能答应呢 可他一句拒绝的话 还没来得及说出口 娃娃脸大叔 就眯着小眼睛道 小苏啊 你必须跟我切磋 不跟我切磋 就说明你怕了 你怕了呢 就说明你不够厉害 你不够厉害 就得当我徒弟 其实我觉得 拜俩师傅完全可以的 我一点都不介意 苏可可听得脑袋都大了 业头 答应他 秦莫琛突然到 苏可可立马掉头看他 说 秦莫琛递过来一个 让他安心的眼神 苏可可一正 说着表情 难道是想到办法了 苏可可非常信任秦莫琛 他说答应 那就答应 那槐树精 长在一个野生植物园里 据说已经快有一千年的岁数了 金无言说完这槐树精的位置 还不忘提醒两人 那附近有青隐派布下的阵法 他们想耗损那槐树精的灵力 然后强行夺探木精园 结果惹怒了那槐树精 现在除了那植物园的工作人员 但凡靠近槐树精的人 都会吃不了兜着做 你们两个小心点哦 草木成精很难 可一旦成精 即便是攻击力还比不上三四百年的狼腰蛇腰 他们的防御力却很强 很强的防御力加上一定的攻击力 槐树精对付起来并不容易 当然 这也跟青隐派里没有什么厉害的大师有关 当年围剿鸡家 这种小门小派就只能跟在后面捡漏 这么多年过去了 也没多少长进 再加上那槐树精所在的地方 不方便弄出大阵仗 双方才会一直僵持不下 几人正聊着那槐树精的时候 秦莫琛的手机突然响了 苏可可对上男人的眼神 立马跟这位热情的娃娃脸大叔告了别 小姑娘 从现在开始算时间了 娃娃脸大叔远远地喊了一声 输了气的来我道观里面当洒扫弟子哦 苏可可朝他挥挥手 知道了 但我不会输的 等人走远了 金无言双手覆背 悠哉悠哉地在道观里转悠 然后不知道从哪个嘎啦角里翻出个木扁 那木扁积了一层厚厚的灰 他使劲一吹 吹了自己满脸的灰土 擦掉灰尘之后 木扁上的字也看得清楚了些 尚书天一道观 师父 咱这道观太破了 我都不好意思把这块匾挂出来给您丢人哪 算了 还是继续放在角落里击挥吧 金无言 嘀嘀咕咕一阵 最后转悠回了屋里 直接往垫子上一摊 想起什么 他将贴在衣服里侧的一张符路掏了出来 这符路一离身 他的身上竟在瞬间传出无数道声音 那声音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十分混乱 甚至尖锐刺耳 你昨晚上提到的人就是他 这个女娃娃 真的是我们鸡家的人 金无言 你个老道好不要脸 你敢让我鸡家人给你当洒嫂弟子 那些外界风水师都是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者 当杀 杀字一出 其他声音似乎也被激怒了 纷纷叫嚣着杀 杀杀杀 杀了你们这些无耻之徒 为我鸡家无数冤魂报仇 该死 该死 你们都该死 金无言凝神 自在地开始打坐念心经 足足念了半个小时 那些暴躁的声音 才渐渐平息了下来 变得正常 金无言悠然来了句 这女娃娃 何止是鸡家人 还是你们鸡家家主的遗孤呢 这话一出 所有的声音瞬间静止 几秒钟后又沸腾起来 吵吵嚷嚷的让人脑袋关疼 姓金的 刚才那个女娃娃当真是 我没家主的孩子 天哪 居然是家主的孩子 是主母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太好了 家主的孩子还活着 刚才 好像有个男人 那个男人 是他丈夫 他已经成家了 那男人是干什么的 配得上少主吗 金无言淡定地 从包袱里掏出一大块饼啃着 边啃 边回答了其中几个问题 我很肯定 这小女孩 就是鸡家家主的孩子 当年 你们鸡家主母 和苏牧城两个人都逃出去 鸡家主母 苏牧珍半路生下了她 这孩子是为苏牧城抚养长大 你们可以放心了 男友 当年带头害你们的 那几个风水师 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你们也该放下仇恨了 说句实话 你们一日怨气不消 我就得养着你们一日 要不是为了养你们 我至于连个媳妇都不敢娶吗 这话一落 金无言的身上 又传出了数道声音 那些畜生 你我鸡家满门 如此血海深仇 如何能不恨 金无言 你和你师父 都不要白费功夫了 这愿 没有消散的一天 天一道 乃是道家大态 当年我们鸡家家主 还曾与你们老祖宗 张天师切磋过 可是 你师父却参与了那场大战 杀了我们鸡家村那么多人 这笔照 又该怎么算 金无言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哎呀 天哪 陈渊渊相报何时了 当年我师父也是听下了小人谗言 可到了后来 他老人家发现自己错了 已经是弥补了 你们还需要我解释多少次啊 是不是要我自强而死啊 这样才能弥补我师父当年犯下的错吗 你若真知道错了 就放我们出去 金无言那张娃娃脸 露出一种十分欠揍的表情 放你们出去 放你们出去大杀死罚 做梦吧 你们 要不是我每天晚上各五十遍清心咒 早就被你们反噬了 我以元寿为代价养着你们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 哼哧哼哧地道 丑小子 你这样困着我们 还不如直接杀神灭魂来得好 以为这样 我们就会感激你和你师父吗 不会 金无言道 我可没有想过 你们会感激我 要不是师父临终之前 托付了这件事情 谁乐意深了饲养你们 我还想多活几年 你别打那孩子主意 不然 我们合力吞了你 一个声音警告道 金无言吃了一声 哼 就凭你们 好了 别吵了 金无言 我只问你一句 要怎么样 你才会放我们出去 金无言道 等我彻底消除了你们的怨念和执念 就送你们入鬼门 在这之前 你可以和鸡家那孩子道个别 至于别的 你们就别想了 我知道鸡家 有很多戒时还魂的秘法 但是 人死就是死了 赶紧去投胎去 若我们不想投胎呢 金无言那张娃娃脸 瞬间一冷 那就不好意思了 我会强行送你们入鬼门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六十二集 苏可可和秦莫琛 离开道观后 苏可可迫不及待地道 叔 快看看 是不是吴助理发来的调查结果 吴宗白每次调查什么事 都是直接给秦四爷 发一份详细的调查报告 这比口头禅述 要清晰许多 秦莫琛 打开邮箱里的电子文档 苏可可歪着脑袋 凑过来一起看 男人瞄见了小丫头的模样 心中恶趣未呼气 不着痕迹地将手机 往自己这边挪了挪 这一挪 苏可可的脑袋也跟着挪 这小丫头伸长脖子 一无所知的样子 秦四爷结束了 自己幼稚的行为 轻壳一声后 将手机放到小丫头面前 和她一起看调查结果 资料上显示 庄阳为人低调 从不与人结仇 这么多年来 庄阳的公司 生意一直是红红火火 妻子温婉 儿女孝顺 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而近期 庄阳的生意 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跟圈子里的人 也没有发生任何纠纷 生意没问题 也就不存在因为破产 不得不卖房子的可能 这次搬迁 表面上看起来 像是她突然心血来潮 想要转移产业 到另一个城市 反正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 也有了自己的事业 她的产业又相对灵活 不是非扎根在这里不可的 吴宗柏深受秦四爷熏陶 做事十分严谨 除了调查出来的 这表层原因 她还列出了庄家搬迁前的 两个月内 庄家所有人参与过的事情 以及接触过的人 苏可可看着看着 目光突然顿住 秦莫琛也注意到了 资料上说 庄阳和莫锦黎 近期频繁跟一个年轻人来往 这个人是庄晨辉的高中同学 跟庄家的人关系都很好 但他还有个身份 这人还是 青隐派的外门弟子 金无言刚刚提到这青隐派 他们便在无助理查来的资料上 看到了这个门派 还真是巧合 按理说 当年莫怡亲眼看到了 鸡家那场灭门之灾 对外界风水师应该十分地防备 陈辉哥和陈希姐 也应该厌恶外界风水师 可他们却没有排斥 这个青隐派弟子 苏可可的脑子里 突然闪过什么 正巧这时 秦莫琛问了句 庄书以前是哪个门派的 苏可可脑中闪过的就是这个 极有可能就是这个青隐派 当初在话中思绪杂乱 苏可可根本没有心情 关注这些小门小派 现在仔细回想 好像庄书就是从青隐派出来的 因为不认可门派的所作所为 所以自请离开师门 庄书当初只是个外门弟子 想离开师门十分容易 只是苏可可本以为 庄书会远离门派 毕竟他带着墨仪 而墨仪是妖 谁曾想到 庄书和墨仪 就这么在青隐派眼皮子底下 恩恩爱爱了这么多年 都说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庄书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墨仪知道 庄家隐匿妖起的秘法 只要不露出原形 完全能够混迹于人群中 不被发现 但现在 是不是 这青隐派的人 发现了墨仪妖的身份 或者怀疑上了墨仪 苏可可皱眉 书 我怀疑是因为墨仪的身份暴露了 所以庄书 才带着墨仪离开了这里 哪怕再小心谨慎 也有失误的时候 墨仪极有可能 是在那个青隐派的弟子面前暴露了 秦墨仁恩了一声 别担心 他们现在搬去这事了 吴宗柏的工作能力很强 已经把庄阳和墨仪离的新地址查到了 这事 苏可可喃喃一句 好像是军家的地盘 各风水世家和风水悬门 都有一定的领地意识 地盘之上的小门小派 虽然是独立存在的 但在大事上 肯定是听从五大风水世家 现在 庄书和墨仪 好端端地去了这事 倒好像是一种寻求庇护的行为 苏可可觉得 自己的猜测八九不离十 秦墨称道 想太多不如直接问墨仪和庄书 地址有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找他们 这 现在 你想的话 就现在 可是书 我和那位金无言大叔说好了 要去救那棵槐树精 现在 知道墨仪和庄书没事了 就不着急见他们了 倒是我跟严书的这个赌约 我不能食言 书 你可得帮我 我就是看你给我偷偷给我递眼色了 我才答应的 哼 秦墨琛嬉笑 没骗你 确实想到办法了 啊 什么办法 你快说 快说呀 吊人胃口 大大的不厚道 秦墨琛凑到他耳边低语几句 苏可可顿时用一种 不可思议的目光瞅着男人 还能这样 男人低笑 怎么就不能呢 哼 书真聪明 不过我们最好提前和槐树精打个招呼 他要是能配合我们更好 嗯 没问题 这些年 因为野生植物园的保护 大槐树活得很滋润 哪想到会遇到轻隐派这些不要脸的人 轻隐派的人当然不敢砍了他 可一旦被他们得逞 取了他辛辛苦苦修炼出来的木精园 那他将会道行尽尸 变成一棵普通的槐树 他愤怒却无计可施 只能跟这群人僵持 他未曾划刑 即便划刑也离不开扎根的这片土地 那些人布下的阵法 还在耗损他的灵力 为首的几个老头法力不低 他有些坚持不住了 如果这些人继续逼他 他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他会大开杀戒 他要杀了这些贪婪的人 大槐树的枝叶在风中摇摆 向这些人发出自己的警告 就在这时 大槐树突然感应到了一抹 汇聚起来的灵气 一只只做的鸟朝他飞来 鸟背上还骑了个 小指人 槐树精瞬间警惕 但他对人身上的善意和恶意 十分敏感 他没有感觉到任何恶意 在鸟儿飞进的时候 鸟背上的指人突然开口说话 是苏可可的声音 槐树爷爷 我是来帮你的 野生植物园的那棵冲天大槐树 一夜之间枯萎了大半 植物园里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 恰在这时 领导下达了一个指令 随后 野生植物园里的工作人员 以最快的速度安排人手 将这株大槐树连根带土挖了出来 又是打点滴又是喷药水 一番抢救之后 大槐树直接被空运到了帝都 之后又转运到了桃花镇桃花村的桃花山上 以最快的速度重新栽下去 这番操作惊呆了金无言 他正准备用障眼法将轻隐派的人引到别处 然后布下一个永久性的隔绝阵 以此保护槐树精 没想到 苏可可和秦莫琛竟有如此骚操作 直接以雷霆之势 把整个大槐树连根拔起 运走了 运走了 金无言 风中凌乱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六十三集 别说金无言了 青隐派的人也被这波骚操作惊呆了 惊呆过后气得吐血 你压的不是槐树精吗 你压的不是不让任何人靠近吗 你他妈倒是反抗一下呀 就这么让人给运根拔起带走了 你身为千年槐树精的骨气呢 后来再一查 一夜哭死 是个什么鬼 所以这大槐树是事先跟人串通好得 好他妈生气 青隐派的人查到大槐树 被移植进了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可那里已经是殷家的地盘了 殷家虽然大不如前 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们暂时不敢招惹不敢招惹 于是只能放弃 金无言认输 小苏小秦哪 你们厉害 我输了 但是我发现 咱们这次切磋 都没施展道法 实在是算不上切磋啊 要不咱们再比一场 严说运赌服输啊 还有 我和可可现在有事 要先离开了 秦莫琛替苏可可婉拒道 苏可可连忙点头 掉了一次坑 才不会掉第二次 金无言抱着屋前的一根柱子 顶着那张娃娃脸 可怜兮兮地瞅着两人 唉 我孤家寡人 真是好孤单啊 这么多年都没人陪我哟 埋蒙可耻 虽然你长了一张娃娃脸 但你是个大叔啊 这样卖蒙真的好吗 金无言抹了抹 并不存在的眼泪 唉 知道我为啥有家不归吗 就是家里没人 太孤单了 还不如四处流浪 好歹也能见着人 严叔 我怎么记得 你说四处流浪 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你这张嘴 得罪了不少人呢 金无言立马就到 我要不是太孤单了 出来流浪 我有这个机会得罪人吗 小苏啊 你就来陪陪我 这个老人家吧 呵呵 大叔 你这张脸 真的跟老人家三个字 八竿子打不着啊 最后苏可可被磨得实在没办法 答应以后有时间就来着倒灌看他 金无言这才停止了买蒙纱 两个后辈走后 金无言悠哉悠哉地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然后掏出贴身的符露 放那些家伙出来叽叽喳喳 金无言 你到底在算计什么呢 让我们家鸡家的小少主来陪你 你哪来的脸 孤单 我们这么多人每天陪你唠嗑 你觉得孤单 金无言嘀咕一句 你们又不是人 金无言 我想看看这孩子 能不能让我亲眼看看他 一个声音突然到 这声音一出 其他声音也跟风似地吵吵嚷嚷起来 我也想看看这孩子 我也要 金无言老神自在地引茶 嘈杂的声音被他自动屏蔽 等润完喉咙 他才慢悠悠地 跟这些声音讲道理 亲眼看看 你们想让我对一个小女孩耍流氓 哼 那些声音反应过来干什么 立马配他 金无言 你个不要脸的 金无言乐呵呵道 不是你们想亲眼看看他吗 你们想亲眼看他 那我就得当着他的面脱衣服呀 顿时 那些声音无话可说 金无言继续道 你们放心 我对这小丫头没啥企图 不过是有心魔力他而已 我知道 你们鸡家厉害 但他缺了人引导 苏木城这人不行 比不上我 呸 金无言你个自大狂 哼 虽然你们正一道算得上是道教的鼻祖 但你还没有完全承袭你师父的衣钵 本师不及他 谁给你这个自信说苏木城不行啊 金无言挖了挖鼻孔 又揉了揉鼻头 我自己给的呀 师父虽然没把本事全都传授给我 但是给我留下了道法秘籍 哎 哎不是 承认别人优秀这么难吗 啊 就像我 我承认 鸡家这小丫头 资质鸡家 看得我都眼红 如果他不是你们鸡家小少主 我说什么也要把人骗过来给我当弟子的 正一道派选弟子 一向精益求精 就像金无言的师父 也是半百的岁数了 才看中了金无言 进而收为亲传弟子 金无言游荡这十多年 不光为了历练 也是正在四处的物色 正一道派的下一任弟子 可惜啊 本来有几个备用人选的 但在见过了苏可可之后 金无言就看不上其他人了 金无言 你下次见他 可以穿个半透明的衣服 我们能看到他 他看不到我们 金无言听到这话 眼睛朝上一翻 我穷得连衣服都没得穿 上哪儿去找你们说那种神奇的衣服去啊 行了行了行了 今儿这份清新咒还没念呢 你们都过安静些 等我念完了以后再唠嗑 生意们又开始嘈杂了 又念这玩意儿 念得老子头疼 什么时候才能不听你念证 金无言道 为了你们能早日的脱离苦海 我也只能够继续念了 你们以为我喜欢啊 生意们吵吵嚷嚷地说 我说你能不能脱离衣服呢 我们要透透气 金无言道 好的 大爷们 姑奶奶们 金无言将外山脱去 露出了掩藏在衣服之下的肉身 一具让人头皮发麻 甚至毛骨悚然的肉身 因为精壮的男性躯体之上 竟生出了许多密密麻麻的 人脸 这些人脸 有大有小 全都生有鼻子 眼睛和嘴巴 就这样簇拥在一起 遍布着男人的全身 看着十分可怖 突然 无数张嘴巴开开合合 之前那些嘈杂的声音 也再次出现 竟然就是这些人脸在说话 你 你别挤我 你这臭小子 干嘛老挤我 一张脸十分嫌弃的 对下面那张脸道 不是 我也不想恶事 可是我再往上挤一挤 我就要长到金无言的屁股上了 这时 腿上传来几个声音 臭小子 现在 是嫌弃这个的时候吗 我们长在这小道的大腿上 臭红红的 我们也没说什么呀 那张长在腰臀之处的一张脸 顿时不说话了 在长辈面前 乖乖认怂 几个爱干净的人脸吐槽道 金无言 我说你一个大男人 就不能爱干净一些吗 现在天热了 你应该每天冲个澡 尤其是那个地方 你是想寻死我们吗 金无言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表情麻木 都变成鬼了 要求还这么多 这么能耐 咋不上天呢 金无言无视了这些人脸的各种无理要求 开始打坐 念清心咒 五十遍清心咒念完 人脸们变得温和了不少 连一些原本五官模糊的脸 也有了清晰的五官 能看出点人脸的样子了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六十四集 按照吴助理查出的地址 苏可可和秦莫琛去了这世 找到了庄叔和莫仪搬迁后的新住址 新住址同样高调 是当地的富人窝 又一个高档别墅区 大隐隐于世 庄叔的选择 很容易理解 越是妖 越高调 只要莫仪不露出原形 就没人会怀疑他的身份 他们一家人也会过得很好 别墅区的门禁很严 苏可可必须说出具体的门牌号 再跟业主通话 得到业主的同意后才能够进去 门口的保安大叔 连线了苏可可口中的业主 是第四栋的庄先生和莫女士家吗 这里有一位叫做苏可可的苏小姐 保安大叔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电话就挂断了 保安大叔顿时用一种警惕的眼神 盯着两人 你们不会是业主的仇人吧 苏可可哭笑不得 大叔 我们真是庄先生和莫女士的亲戚 是亲戚的话 你们会没有他们的联系方式 他们会听到你的名字 会立马挂单电话 保安大叔一服 你以为我是白痴啊的表情 行了行了赶紧走吧 你们在外面想做什么我不管 但是只要庄先生和莫女士进了这小区 他们的安全就归我管 你们两个别找事啊 对方已经开始撵人了 然而就在这时 小区里突然传出一道饱寒激动的大喊声 可可 苏可可和秦莫琛望过去 看到了庄家的四口人 一个不少 特别齐全 四双眼睛正齐刷刷地瞅着苏可可 像是四对灯泡 亮闪闪的 只是略有些细纹 依旧帅的一批的装疏 双眼大睁 可可 可可 好像 好像真的是可可 温婉动人 美丽如初的墨仪 双眼微诗 激动不已 没错 是我的可可 孩子 你怎么来了 时隔多年不见 从小女童变成大美女的装沉吸道 可可 妹妹 真的是你吗 还有 印象中总是会照着她的小哥哥装沉灰 则变成了如今这英俊帅气的长腿大哥哥 虽然男人的目光带着几分疏离的打量 却也直勾勾地盯着她 双眼发亮 苏可可看着四人 双眼一酸 有些想哭 然而最后却是大笑出声 庄叔 墨仪 陈希姐 陈辉哥 是我 苏可可 我来看你们了 几秒钟后 苏可可被这一大家子簇拥着往里走 苏可可抽空回头瞄了一眼 被遗忘在角落里的秦墨琛默默跟上 这一幕反转太快 又如此戏剧化 旁边的保安大叔看得目瞪口呆 回到家之后 老乡见老乡 两个眼泪汪汪 苏可可跟墨锦默互相拥抱 比亲母女还要年糊 因为这几天情况特殊 庄叔没有去公司 庄陈辉和庄陈希 也各自赶了回来 所以这一家四口现在特别齐全 等年糊够了 苏可可才问起了几人搬家的原因 一听这个 墨锦默还没有说什么 旁边的庄陈辉 却仙沉了脸 庄陈希也不高兴地撇了下嘴 庄叔自责道 追赶索缘 这事还得怪我 可可 庄叔以前 其实是青隐派的弟子 庄阳年轻的时候 对风水玄学之术十分痴迷 而青隐派 是当地最大的玄学门派 他败入青隐派 从外门弟子做起 还没有来得及 接出门中核心本领 就遇到了几家的那场灭门之灾 青隐派 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插了一脚 揽下了不少扫尾工作 这期间 他对门派的做法感到失望 后来自请离开师门 可在那之前 他在青隐派 结识了几个很好的兄弟 其中一位师兄 尤其照顾他 这位师兄 后来不幸遇难 留下一个跟庄陈辉 差不多大的孩子 这孩子 就是苏可可在资料上看到的 那个青隐派弟子 叫陶隐 庄叔 我好像对这个陶隐 没有什么印象 苏可可道 既然跟陈辉哥差不多大 小时候他应该见过才对啊 庄叔解释道 是你被苏博接走之后 我才知道师兄的事 也才知道那孩子的存在 那位师兄以前经常照顾我 所以我私下里会去看望那孩子 我本来想接他出来 可是陶隐 是个牛脾气 坚持留在青隐派 在庄叔眼里 陶隐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他知道庄家的人不喜欢青隐派 所以从来不在他们面前提门派的事情 但他也明白 庄叔是真的疼他 所以时不时地会来庄家看他 又因为陶隐跟庄陈辉年龄相仿 从小学到高中 两人一直是同班同学 是以陶隐这些年 来庄家做客的次数越来越多 家里的两个小孩 也跟他处出了一点交情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保持这种不近不远的关系也挺好 但坏就坏在 陶隐一不小心发现了墨夷的真身 陶隐受青隐派影响长大 在他的观念里 腰就是腰 是必须铲除的邪物 一夜之间 陶隐的世界观坍塌 他跟庄家断了来往 并放出狠话 若是墨夷再出现在他面前 他就收了他 墨井离听到庄阳讲到这儿 脸上并无任何怒涩 反倒温和地轻叹一声 他只是一时没法接受而已 我知道 这孩子不会真的这么做 直到我们搬走 陶隐也没有将我是妖的事情捅出去 后来我发现了这孩子的意图 他是在保护我们 他怕青隐派其他人 也发现我的身份 所以才逼着我们搬了家 庄陈隐 抱胸坐在一边 突然接话道 你啊 不要替他开拓 是我看错了他 一个蠢蛋而已 若他继续在青隐寺待下去 迟早被洗脑成白痴 他继续道 小的时候我就看出他吹 你们非要我带他玩 还没可可妹妹百分之一聪明呢 突然被点名的苏可可 朝庄陈辉看去 却发现他根本不看自己 好像刚才他夸赞的人不是自己 只是存在于记忆中的某个人而已 墨井离称怪地瞪了儿子一眼 对苏可可道 算了 不说逃隐这孩子了 可可 其实我正打算去找你师父 说到这儿 他目光微闪 试探着问 前段时间 风水圈动荡不安 四大风水世家干下的那些缺德事 我都听说了 可可知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啊 苏可可看着眼前 小心试探的温婉女人 突然对他一笑 墨井 我的身世 我都知道了 您不用这么试探我 那件事 就是师父他们做的 里面也有我的手笔 这话一出 屋中几人 结实一惊 原本不知道在别扭什么 故意不看她的庄辰辉 猛地掉头看过来 神情 有些激动 庄辰西 也是一副欲言有止的表情 似乎有很多话 想跟她说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六十五集 知道了 可可居然知道自己的身份了 也就是说 她知道自己是鸡家的人 知道自己是鸡家幸免遇难的小少主 知道那场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她甚至还参与了 这次的复仇 墨锦里几人 震惊又心疼 这血淋淋的真相 接受起来并不容易 但现在的苏可可 还是他们记忆中 最美好的样子 庄辰辉一开始并不知道 自己在别扭什么 可听到这话后 她才恍然大悟 她感激鸡家的小少主活着 却也不想自己守护的小少主 是个一无所知的柔弱之人 鸡家的人都应该是独立自强的 尤其是少主 她的心智和本领 都应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在她以为 她还不知道自己身世的时候 她竟然已经不知不觉地 做了这么多 庄辰辉心中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这才是鸡家小少主 该有的样子 四人震惊的表情 在苏可可的预料之中 她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所有人都想瞒着她 所有人也都以为她不知道 只有足兄和公九姑娘 愿意对她狠一些 而她喜欢这种狠 鸡家人不需要 做一只娇弱的花朵 她需要做一棵大树 如果秦莫琛知道 她内心的豪情壮志 一定会揉揉她小脑袋 来一句 还是做兔子好 那种巨熊巨熊 能咬人的钢牙小白兔 不仅凶才 还能又蹦又跳 比不能动的大树好多了 苏可可突然朝几人咧嘴一笑 问道 莫姨 庄叔刚才提到你 原形暴露的时候 您就没觉得哪里奇怪吗 解释搬家缘由的那些话 是庄叔说的 但苏可可也在刻意引导 这么一引导 庄叔就把该说的都说了 不该说的也说了 比如 陶尹发现了墨井里的原形 原形 那时听到这话的苏可可表情 十分的理所当然 众人的心思又不在上面 以至于都没有发现怪异之处 可现在 大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一件事 苏可可根本就不知道墨姨是妖啊 然而 不知道的只是以前的苏可可 去了一趟画中空间后 他什么都知道了 墨井里表情又哭又笑的 你这孩子 我们都被你忽悠过去了 庄晨曦乐道 可可妹妹 你太调皮了 我刚才还在纳闷 觉得哪里有些奇怪呢 苏可可小嘴儿裂开老大 是你们自己没发现哦 墨姨 庄叔 还有陈辉哥 陈希姐 我和师父给鸡家 报仇雪恨了 局是师父布的 我凑巧掺和了一脚 废了那群王八蛋的道行 虽然 就算这些人死得死废的废 鸡家也回不来 但至少 这些柜子手 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墨井里听完只点头 情绪起伏 颇为激动 好 好 你师父 可把我骗惨了 当初他骗我说 从此隐姓埋名 让我再也不要提及鸡家之事 可他自己倒好 不声不吭的 就做了这么多危险的事 而我一点忙都没帮上 苏可可见他自责 自己没能帮忙 连忙打断他 墨姨 我也很生气 师父干事的时候 也瞒着我呢 他甚至还在我面前假死 气死我了 后来 苏可可先跟墨姨 谈起了师父干的缺德事 墨姨几人听得兴起 又引着他说了很多别的事情 他太激动了 恨不得将这些年自己没有参与过的苏可可的童年 还有苏木城干下的那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全都通过苏可可这张小嘴描绘一遍 庄叔和庄晨曦偶尔插上一嘴 几人聊得很是融洽 庄晨辉也慢慢斩了颜 目光灼灼地看着这位鸡家小少主 他童年里的小肉蹲子 只有秦末辰一人被遗忘在角落 面无表情 秦四爷并没有摆臭脸 平时没有什么需要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 一副没有表情的样子 看起来快严肃的 下面的人都怕他 等到男人身上都快积上一层灰的时候 墨镜里才突然想起了这个外人 哎哟 可可 你看我 光顾着拉着你叙旧了 都把你这位朋友晾在一边了 不知这位是 苏可可立马掉头看向男人 罕见地从男人脸上发现了一丝 委屈的神色之后 他抓了抓脑袋 有些愧疚 他不是故意的 每每想给墨仪他们介绍书的时候 他们几个就立马抛出一个新的话题 导致苏可可说了这么久 愣是没找到一个正式介绍秦末辰的机会 现在机会可算是来了 苏可可刷子一下站起来 走到男人身边 主动抱住他胳膊 笑盈盈地道 墨仪 庄叔 还有陈辉哥 陈希姐 给你们隆重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丈夫 秦墨琛 这话一出 墨井里几人又是一惊 震惊之程度 不亚于刚才他听到 他知道身世时的反应 本以为只是个同行的好友 结果是老公 苏可可才多大呀 才十九岁的年龄就嫁人了 修道之人本就结婚晚 有的甚至一辈子不结婚 积家村很多人都是四五十岁才谈婚论嫁 像家主和主母那样早婚的极少数 可可居然这么急匆匆的 就把自己嫁出去了 这 这也太草帅了吧 四人齐刷刷 朝坐在角落里的男人看去 目光宛如X射线 虽然这男人长得帅气质好 自带气韵的赤礼 还能一眼看出他通身贵气 但苏可可那是谁 那是鸡家村独一份的鸡家小少主 在他们眼里 苏可可才是最金贵的 他未来的丈夫自然也要精挑细选 就算秦四爷再好 此时在四个人眼里 也能分分钟被挑出一堆毛病 比如 年纪跟苏可可相比大了太多 表情过于严肃 肯定木讷不懂情趣 在这儿坐了半天 也不知道跟长辈打上一声招呼 礼貌欠缺 还有 等等 几个人之中的庄辰辉反应尤其大 他一脸不爽地死盯着秦莫琛打量 那犀利的饱含探究的目光 像是要从这个男人身上 盯出所有的缺点 然后 在心里评判 他凭什么能娶到鸡家的小少主 他们鸡家的小少主 这么可爱的可可妹妹 怎么能嫁给这样一个老男人 对方的嫌弃如此赤裸裸 以至于不用说出来 秦四爷就知道他们在在意什么了 秦四爷就不懂了 这年头二十九岁事业有成的男人 怎么就成老男人了 商界那些老油条 哪个提到他的名字不到一声年轻有为 他一声商界鬼才 可惜 秦四爷旁边站着一个嫩脸的小娇妻 本来就小 加上脸嫩 他往旁边一站 妥妥的就将他衬托成了一个老男人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六十六集 苏可可看到几人的反应 连忙给几人案例老男人的各种好 书真的很好 他不想别人露出这种嫌弃的目光 秦莫琛也总算是没有面无表情 彬彬有礼的跟两位长辈和两个小辈打了招呼 恰到好处的露了点友善的笑 莫锦黎和庄阳觉得 苏可可口中夸的那男人不是人 更像是个无所不能的妖精 但两人恩爱多年 深按情人眼里出稀释的道理 可可喜欢就好 两个长辈笑道 庄晨熙用胳膊捅了捅庄晨辉 也用眼前的男人回忆一笑 对 说得再多 也不及秦先生对可可妹妹好重要 日子是你们二人过 我可可妹妹喜欢你 我们没话说 不过 你可要对我可可妹妹好一些 不然我们一家人都饶不了你 旁边庄晨辉没有理会妹妹的暗示 小秦 不用管这小子 他自个儿一堆臭毛病 还总喜欢挑别人身上的刺 完全忘了 刚开始 他也在心里默默地找了不少毛病 秦四爷扫了庄晨辉一眼 很大方地原谅了他的无礼 不跟小弟弟一般计较 如今目已成舟 墨景离和庄阳 当然不会反对什么 他们虽然不能帮着长长眼 但还有苏木成啊 他护小丫头护得紧 他都同意了 想必眼前的这个人 的确是不错的 不过 两人有些遗憾 没能参加苏可可的婚礼 苏可可也很遗憾 其实当初 是想请墨姨和庄叔的 毕竟大仇算是报了大半 可后来 师父算了一挂 是下下挂 他也算了一挂 挂项并不好 若是邀请几人前来 墨姨和庄叔在路上 可能会遇到意外 所以苏可可放弃了这个打算 墨姨听后 心里暖洋洋的 没关系 现在能看到可可 和可可的新婚丈夫 也是一样的 可可 墨姨今天能看到你 真的很开心 女人拉着她的手 眉眼温柔 如同小丫头记忆中的一样 她也愈发的像是画中母亲的样子 墨姨其实长得并不像画里的母亲 只是和母亲一样的端庄温柔 也不知道想起什么 她眼眶微红 多在这住几天吧 让墨姨 多看看你 这次就算是苏老来要人 我也不给她了 当年 她多想一直照顾苏可可 到她长大呀 可她也明白 这孩子跟着苏木城 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眼睁睁地 看着小小的粉团子 被对方带走 苏可可笑道 暑假还有好些天呢 墨姨要是不嫌弃 剩下的时间 我都赖在你这儿了 墨姨的家 就是你的家 你想在这儿住多久啊 就住多久 晚餐很丰盛 墨景黎亲自下厨 带着赤里气韵的饭菜 入口吉香 不过 席上缺了个人 庄陈辉 待在屋里生闷气 没有下来吃饭 墨姨又是 那句别管她 你成辉哥呀 这些年脾气越来越大了 她不吃就不吃 庄陈希笑呵呵地道 可可妹妹 你想不想知道 她在别扭什么 苏可可好奇地瞅着她 庄陈希看她这 萌萌哒小脸 特想过去捏一把 奈何旁边有个老男人 盯得紧 只能算了 可可妹妹 你知道吗 你是我们的小公主哦 庄陈辉 特想守护公主 当公主的骑士 她心心念念 这么多年 今天刚刚认回 自己的小公主 结果小公主 就跟这个老王子 结婚了 直接越过艰难险祖 步入了幸福生活 她脑补的那么多东西 都没有派上用场 你说 憋屈不憋屈 墨井离笑着骂道 你别在背后吐槽你哥 小心被她知道了 生气 你们两个干架的时候啊 我可不帮你 庄陈希 微微一笑 不帮就不帮 我可以找可可帮我啊 可可 你会帮我吧 说实话 她有些尴尬 记忆里印象最深刻的是墨仪 然后是装书 事实上 那个时候对小哥哥 和小姐姐的印象 是十分模糊的 只记得两个人 都对她很好 好端端的 说什么骑士 和什么守护的 旁边还做着个书呢 书还用一种 只有自己才懂的眼神瞄她 搞得她更尴尬了 苏可可递给秦莫琛一个眼神 叔 你最帅了 你是王子 也是骑士 我是你一个人的小公主哦 秦四爷成功接受到了信息 暂时放过了苏可可 但心里还是有那么一点不爽 本以为小丫头是个小可怜 跟这个操汉子师父长大 不想 小丫头居然有个心心念念 她这么多年的竹马哥哥 哼 秦四爷能舒服吗 当然不能 关键是 竹马哥哥比他年轻好几岁 加上还没有被社会消磨掉那股青涩 完全就是哥哥辈的 而他是叔 小丫头第一次见他 就把他归入了叔叔行列 他看着是有多成熟 多世故 多老呀 鉴于两人都结婚了 是夫妻了 墨锦黎体贴地将两个人安排进了一间卧室 庄晨辉知道之后 把自己的卧室门狠狠一关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秦墨琴在巨响之中淡定地坐在了床尾 并拍拍身边的空位 来 可可 咱俩 谈谈 你这个小竹马 是怎么回事 我说好困呐 想睡觉 秦墨琛想了想 妥协道 也行 我们一边睡觉一边谈 苏可可放弃挣扎 再三强调 庄晨辉不是竹马 不是竹马 顶多他还是小团子的时候 晨辉哥和陈希姐喜欢逗他玩 喜欢带他一起玩过家家 离开墨仪的时候 他才多大点啊 哪里记得清楚 秦墨琛点点头 表情倒是自然 说出的话 却透着一股子酸味 是不是玩骑士和公主的过家家 他那个时候 是不是经常亲你两袋来着 啊 应该是 你这小脸 谁看上都想亲一口 现在都这么可爱 小的时候肯定更加可爱 你看你这么笨 小的时候不知道被人掌过多少便宜了 呃 嗯 救命啊 他好像一不小心 触动了书身上的 什么奇怪开关 这天晚上 苏可可没睡上一个好觉 虽然出门在外 有些事情办起来不是很方便 但秦四爷有的是办法折腾苏可可 而且今晚折腾得特别厉害 小丫头呜呜地假哭都没用 第二天 小丫头好像上火了 小嘴又红又肿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六十七集 苏可可觉得 这几天的发展 非常戏剧化 一开始装尘辉 看秦莫琛 鼻不是鼻 眼不是眼 反正就是各种看他不爽 而这一切的源头是他 以至于苏可可因为莫名其妙的心虚 各种讨好书 可没过两天 庄尘辉对秦莫琛的态度就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这一转变 当然不是因为他突然发现秦莫琛是个大帅逼 而是因为他发现了秦莫琛能够在商界呼风唤雨的大老身份 当初莫锦离觉得报酬无望 只求两个孩子能够平安长大 没让两个孩子入风水这一行 于是 庄尘辉和庄尘兮就跟普通人一样上学 毕业工作 庄尘辉大学学的是计算机 庄尘兮学的是管理 妹妹还在一家大公司里打磨 而哥哥庄尘辉去开了一家游戏公司 自己研发加测试 两人都没有去继承庄阳的产业 创业并不容易 虽然庄尘辉的游戏公司势头不错 可要想进一步发展 想要运作得更好 势必要有丰富的管理运作经验 这方面谁是老手 当然是秦四爷了 以绝对魄力和胆量创出一片天地的秦四爷 是所有创业者的榜样 商界大佬秦四爷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在认出机家小少主嫁的男人 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偶像之后 庄尘辉震惊 别扭 纠结那么一会会儿之后 立马以后辈的身份向秦四爷讨教 秦四爷没有露出任何高傲的神色 非常耐心地给后辈传授经验 结果 庄尘辉越是讨教 越是佩服 最后庄尘辉 看向男人的目光 只剩崇拜了 理所当然地 生出一种怪不得可可妹妹 会选她的感慨 苏可可一脸懵逼地 目睹了傲娇 庄尘辉的整个转变过程 也生出了感慨 我家木琛哥哥 真厉害 再后来 不光庄尘辉 连庄尘兮和庄叔都加入了秦四爷专业小课堂 墨井里没有打搅好学的老公和儿女 拉着苏可可去了室内水池 别墅自带室外游泳池 而庄阳在室内另造了一个 水池底是天蓝色的石砖 一池清水被水底的蓝色这么一称 像是印了一小片蓝天进去 波光淋淋的 又像是一小片湖泊 墨井里脱了衣服 露出女子玲珑有致的身躯 光着脚丫子步入池子里 将自己沉入了水底 不一会儿 那一双人类的腿 就变成了一条布满红色鳞片的鱼尾 不像故事里的人鱼那么长 是略微宽扁一些的鱼尾 分叉的尾巴特别大 漂亮极了 还有那红色如火的鳞片 浸润了水之后 布上一层水光 亮晶晶得十分美丽 苏可可这是第一次 在现实中看到墨仪的真神 忍不住走近了看 水里的墨井里对她笑道 可可 池子里有我的鱼腥味 你可不能下来啊 苏可可顿时乐道 我不是鱼儿 不像墨仪那么喜欢水 我不下去 就在岸上看看 墨仪真漂亮 比故事里的美人鱼还要漂亮 墨井里笑得温婉动人 你庄叔也最喜欢我半人半鱼的样子 可是我终究不是美人鱼 说完这话 她整个沉入水中 不一会儿 那半人半鱼的美人鱼 就变成了一条通身布满红色鱼鳞的大赤鲤 赤鲤在水中欢快地摆动鱼吻 哪怕只有小小一方水池 也被她搅动出了江河湖海的气势 苏可可看着水里的赤鲤 突然想到了话中 母亲带着她见赤鲤的场景 鸡家村的那个池子 可比这个大多了 小丫头微微一笑 墨仪为了庄叔 放弃了大江大河 甘愿留在这小方水池里 而庄叔也为了墨仪放弃了很多 还和她一起尽心地抚养鸡家的孩子 墨仪 你和庄叔怎么会想要搬来济世 苏可可蹲在池子边悠然问道 墨井里被水滋润过后 舒服多了 探出头 上身变回了人类的躯体 鱼尾还是留在水中 她爬上岸 坐在她旁边笑着解释 苏伯没跟你说吗 鸡家落难的时候 军家雪中送炭 是鸡家的恩人 军家虽不像鸡家那么亲近妖鬼 但对妖邪很宽容 只要不在他们的地盘上作恶 他们便不会多管闲事 这里的妖因此获益 不会受到其他风水师的骚扰 你庄叔七十几年前就考虑过搬家 是我没有同意 人都想落叶归根 那里是她长大的地方 有很多回忆 我不想她为了我背景离乡 苏可可眉眼一弯 墨仪和庄叔的感情真好 想到军家 苏可可不禁问她 墨仪 既然到了军家的地盘 您说 我要不要去拜访一下军家家主 你也说了 军家家主是鸡家的恩人 墨仅离五指成书 正在梳理自己的绣发 文言动作一顿 按理说 是该去拜访一下 只是 可可 你准备暴露自己的身份了吗 虽然军义树 跟你父亲交情匪浅 但军家内部的关系 错综复杂 并不是所有的军家人 都亲近鸡家 苏可可懂墨仪的意思 这世上坏人 远比想象中的多 即便是军家 也要防着小人 他突然想起了军男语 他心思不正 却也是军家的人 而这样的人 军家或许还有很多 只是没有暴露而已 墨仪 那我以别的身份 去拜访那位军老爷子 什么身份 一般人很难有机会 见到风水世家的一家之主 苏可可黑黑一笑 有钱能使鬼推磨 就说有一笔 很大很大的单子 想请军家家主亲自出面 等成功见到军家家主 再论其他 我觉得这办法可以 那你小心些 墨仪里嘱咐完 呼得想起什么 有些犹豫地问他 可可 你可知天眼的事情 苏可可一愣 随即道 知道 我是姬家这一辈 天生天眼之人 墨仪 这事我正想问你 当初我的天眼 是被谁封印的 您知道吗 在画里 他没有看到 有人封印他的天眼 母亲生下他 便奄奄一息了 所以他这天眼 会是谁封的 师父和墨仪吗 他能想到的 就只有这两个人了 墨仪里叹了一声 是苏伯和军家家主 联手封印的 苏可可有些意外 又是军家家主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六十八集 墨仪里解释道 苏伯怕你的天眼 给你招来祸端 所以跟军艺术 一起布下了血浮阵 结界 风印了你的天眼 听你师父说 当时军艺术 还为此偷偷 动用了军家的 风水宝器 他们二人 合力打入了 上百道血浮纹 才成功地 将你这天眼 给封了起来 难怪 苏可可伸手 摸了摸自己的眼 这结界 小而精致 非法力高深者 不能做到 若是军家家主 和师父联手 这就能解释通了 话里的师父 很强大 军家家主 自然也不差 墨井离 见苏可可神色有益 以为他介意这件事 便解释道 可可 不要怪你师父 擅作主张 天眼对 修道之人的诱惑 有多大 你可能还没有 那么深刻的意识 当年基甲 将你有天眼的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 就是为了找出 心怀不轨之人 以至于 基甲 所有人都知道 小少主 天生天眼 殷政绝 那个叛徒 自然也知道 只是不知 他有没有将 这件事 透露出去 若是透露出去了 你当小心 若是没有 你更要小心 墨井离 轻叹一声 其实你的天眼 被封是好事 等你能力足够强大 苏伯自会帮你 解了这封印结界 天生天眼 一般是感受不到的 只要自己不暴露 没人会知道 天眼的存在 可是封印一开 真能忍着 一次天眼都不用吗 而一旦用了 即便是再小心 也有暴露的可能 苏可可明明嘴 可是墨井 这结界 被我强行破开了 什么 墨井离神色大变 打开了 这血浮阵 当初花费你师傅 和军艺术不少心血 除开这两个当事人 封印很难解开 可可 你是怎么打开的 是亏天珠 墨井离一正 那那道 亏天珠 居然是亏天珠 亏天珠 乃是祭司阁 世代相传的法宝 为每届大祭司贴身之物 他们借用亏天珠 可看过去 可观未来 驱动亏天珠 要耗费不少法力 但只要法力充足 谁都能驱动亏天珠 这东西 虽不及天生天眼 却也绝对让人垂涎 当初他在闭关修炼 也不知祭司阁 这传世宝贝 流落到了何处 苏可可道 当年黄大仙 刘阿婆路过姬家 这亏天珠 是我母亲 换我安全的报酬 后来 刘阿婆以为我有天眼 教我以天眼驱动亏天珠 可当时天眼被封印 我阴差阳错之下 将这血浮阵封印 打破了一个缺角 后来 我彻底冲破了封印 既然封印已经打破 再封印天眼 已经没有必要 墨井离 只是嘱咐苏可可 要少用天眼 尤其是在修道人面前 更要慎用 墨姨 你放心吧 现在的我可厉害了 我有能力自保哦 墨井离笑得有些勉强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虽然当年 挑起战争的那些王八蛋 都死得死废得废了 可殷正觉这条漏网之鱼 却是最厉害的一个 当年 他仅凭一己之力 就能毁了姬家 现在仍旧是他一个人 所以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墨姨 您跟我讲讲 我妈妈的事情吧 苏可可突然到 笑看着他 墨井离 从忧虑中回神 伸手摸了摸 他的头 将赤里的祝福 传递给他 女人眸光温柔 好 墨姨讲给你听 苏可可 安静地听着 脸上挂着满足的笑 他只在画中 见过自己的母亲 如果一开始 他就知道 那是他的母亲 他一定会用更多的时间 来了解他 陪伴他 庄家其他人 听苏可可 要去军家的时候 并不像墨井离 那么忧虑 在人人讨伐 鸡家的时候 也就军家 雪中送炭了 而秦莫琛 听到小丫头的 想法之后 更是乐呵一笑 这种办法 也亏你想得出来 怎么 不行吗 苏可可 撇撇小嘴 还说让我 当管家婆呢 让你拿出 几千万打个幌子 你都不愿意 愿意 怎么不愿意 小可可就是要我 所有的家产 我也得给你啊 秦莫琛 揉揉他的小脑袋 你是不是忘记 我的身份了 你放出几千万的单子 还不如直接 跟军家说 帝都秦四爷 来找他们谈笔声音 可行吗 苏可可眨眨眼 看他 男人低笑 小可可 你是不是 太小瞧你书了 诶 书不是总让我改口吗 你自个儿倒先叫上了 苏可可像是捉住了 三好学生的什么错处一样 双眼闪着光 非常开心 秦莫琛看着他 谋色微深 声音低沉 我突然觉得 你这身书挺好听的 尤其是我们 嗯 的时候 啊 嗯 他居然一秒钟 读懂书的意思 哼 苏可可觉得 自己已经不纯洁了 好忧伤 好难过 他好像 被大灰狼给带歪了 两人去军家拜访家主的时候 墨锦黎和庄阳几人 没跟着去 虽然军家不排斥好腰 但在现今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下 终究人腰有别 墨锦黎觉得 自己还是不要自找麻烦了 苏可可听从秦莫琛的建议 去得非常高调 今天的秦四爷还特地换了一身高定西装 梳着总裁专用的大背头 仿佛一尊浑身散发着金光的财神爷 苏可可跟他摇耳朵 哼 叔 幸亏你不是穿成这样去见墨衣和装束他们 不然 他们够嫌弃你 自我感觉良好的秦四爷 脸微微一黑 掐他小脸蛋 笑没良心的 我这是为了谁啊 平时在公司的时候 秦四爷就是这副正装打扮 虽然很精神很帅气很有魅力 但相比平时头发放下来 穿着运动鞋和休闲西装的样子 还是要 老上那么几岁 帝都秦四爷的身份果然好用 君家一听到秦四爷慕名而来 还是专程来找君家老爷子的 接待的人立马由小辈变成了长辈 苏可可跟着前面的中年男子 从君家正门进去 看到了一路的亭台楼阁 假山水池 好一派古色古香的景象 很难想象 这种在现今只会用来观赏的古建筑 却住着人 听说 君家家主 往下几代的所有君家子孙 都住在这古宅里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六十九集 负责接待两人的 是君家家主 君艺术的二儿子 君盛芳 大概是修身养性的缘故 这位长辈看着只有四十出头 虽然一张方脸看着粗犷豪迈 但她的气质 完全与之相反 颇为温和 苏可可心中诧异 不着痕迹地打量这位长辈 跟君月佐一样 都是方脸 面相有些相似 是血亲 所以 这位应该就是君月佐的父亲 君盛芳 将两人引到了君宅的代科大厅里 亲自给两位远道而来的贵客倒茶 秦四爷 并不是君家怠慢 家父每天都会在静市 打坐两到三个小时 这期间 即便发生再大的事 我们也不敢打搅他老人家呀 君盛芳解释道 现在秦莫琛是客 苏可可只是贵客带来的同伴 所以他没说话 由书去应付 秦莫琛面无表情地道 我既然专程来找君老先生 也不在乎 等着一时半会儿 可是家父进入境市 还不到半个小时 还有很久才会出来 君子也不介意的话 可以先跟我聊聊 这次的来意 君盛芳依旧客气有礼 但眼睛里有明显的疑惑 虽然君家 在这一片颇受尊崇 但还不至于 让远在帝都的商界大佬 亲自找上门 秦莫琛没有马上回复 他不紧不慢地 饮了一口茶 觉得水温不适合 便对旁边的小丫头道 稍微烫了点 你晾个两三分钟再喝 君盛芳一顿 忍不住道 啊 这水温恰好 要是再凉一些 茶香就散了 男人宠溺的 揉了揉小丫头的脑袋 茶水水温对我来说恰好 只是这丫头太娇嫩 喝不了太烫的 君盛芳 哎 苏可可偷偷瞄人一眼 猜测 他心中肯定有一句 嗯 嗯 飘过 书为啥 要让人觉得 他俩是 哎呀 怎么形容来着 对 事儿逼 难道 这样才能彰显逼格 苏可可觉得 自己想多了 可不料 说这么一搞之后 对面的男人 态度居然 又客气了许多 苏可可心想 哎 姜果然还是老的辣 秦莫琛 帮小丫头 吹了吹茶水 等他喝过 润了喉之后 才继续跟君盛芳交谈 我准备买一块地 想找君老先生 帮我看看 这块地的风水 帝都虽然有阴家 可是我信不过 现在五大风水 世家里面 只有君家名声最好 而我要找的 就是最好的 毋庸置疑 端着架子的秦四爷 不用刻意忽悠人 随便说几句话 就能让人相信 眼前这个人 绝对有资本嚣张 绝对有资格来君家 挑挑拣拣 指明要见君家的 长家人 要知道 在君家 还没人敢用这种态度 跟君盛芳讲话 他也算是君家长老 哪个小辈不敬着他 哪个求上门的客户 不低声下气 君盛芳听他主动 提到阴家之后 心里的怀疑散了大半 阴家呀 这段时间 确实不行了 在风水圈里 有时候名声 可能比本事还要重要 都说君家风水师 眼高于鼎 从不跟其他风水师 打交道 但真正的原因 并非如此 君家 不屑跟这些小人 为伍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君家家主 早就算到了今天 殷政觉等人 迟早要为当年 血洗鸡家的行为 付出代价 有殷就有果 没人能够逃避 因果循环报应 殷政觉是风水师 更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君盛芳在一边陪聊 时不时讲一些 有关风水的趣事 来之前 苏可可和秦莫琛 在身上贴了 鸡家的密符 能隐藏人的气场 所以 君盛芳并没有看出 两人是风水师 叔 我好闷啊 我想出去走走 苏可可委屈巴拉地 扯了扯秦莫琛的袖子 将小事逼的角色 装到底 秦莫琛一脸纵容之色 看向君盛芳 君先生 能否找一个人 带我家丫头出去转转呢 这丫头被我宠坏了 她年龄小坐不住 你随便找个人 带她这院子里面 去逛逛吧 苏可可立马 娇滴滴地强调一句 叔 真的很无聊 我说我不想来 你非要带我来 君盛芳从一开始就看出 两人有夫妻相 而且已经结了婚 没想到 商界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的秦四爷 喜欢这种 小事逼 君盛芳 立马吩咐女佣 去叫君月左 苏可可一听这名 愣了 不会玩拖了吧 君月左 我可是半个熟人 这要是一来就 道破她风水师的身份 那就尴尬了 苏可可望着门口 眼瞅着她半个熟人 就要进门 她突然冲过去 拽起君月左的袖子就跑 一服迫不及待 想要逃离 压抑现场的作弊样 我们走吧 你赶紧带我去转转 屋内 秦莫琛朝君盛芳道 小孩子信心 让君先生见笑了 所以你秦四爷 是故意偷偷摸摸的 娶了个小孩 当老婆吗 秦四爷结婚的事 没有被媒体报道 所以君盛芳觉得 这个人是偷摸结婚的 屋外 君月左发现 苏可可之后 并不吃惊 来之前 他就听说 帝都的秦四爷来了 这是个大人物 在商界 完全能够横着走 而君家 没有被要得罪 这样一个大人物 也不能将之拒之门外 苏师妹 好久不见啊 君月左 还是内浮面贪脸 好久吗 我觉得 距离我们上次分开 并不久 苏可可淡淡笑了笑 我和我叔 是专程来找你爷爷的 找我爷爷做什么 君月左 目光微闪 看他 你自己是风水师 就算你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第一个 要找的也不应该是君家家主啊 为什么不能 风水界现在什么情况 君师兄 难道不知道吗 君月左 听他提起这个 有些感慨地道了句 唉 殷少离为人正派 可惜了 苏可可垂谋 心想 可惜什么 可惜生在了殷家 嗯 的确可惜 但不可否认 殷正觉那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反倒是交出了不少三官即正的弟子 殷少离 殷灵冷 潘影 至少这些都是正派风水师 君师兄 带我四处走走吧 或者 你给我介绍介绍 你们君家的家族成员 君月左偏头 看向他 苏师妹好像对我君家很好奇 不瞒君师兄 我之前因为无相神作乱的事情 私下里查过你们君家 可是 我查到的东西有限 要是君师兄 肯跟我讲讲 那再好不过了 君月左不知想到什么 沉默下来 神情有些恍惚 君师兄 苏可可喊他 君月左脚步一顿 突然问他 苏师妹 七家那位苏伯 真的就是你的师父吗 苏可可微正 话中两人的行程是分开的 他在七家 君月左在君家 他以为他不知道 苏可可恩了一声 是 所以君家帮了师父 君家 也是我的恩人 他突然明白过来 君月左 对他为什么这么和颜悦色了 是因为他知道了师父是姬家人 君月左 并不是一个对谁都能这么耐心的人 他寡言少语 不苟言笑 和君家大部分人一样 刚才那位君圣芳 大概是君家表情最多的长辈 所以才被派分了接待工作 君月左 偏头看了他许久 又端正了脸 看着前方 没有看他 但问出的话 却让苏可可心中咯噔一跳 苏师妹 你是姬家的那个孩子吧 苏可可默地抬眼看他 有些惊讶 可随即一想 又觉得并不意外 当初在画中 是君家家主发现了婴孩 也是君家救下了师父 所以君月左 知道师父带走了婴孩 苏师妹不用紧张 在你自己公布身份之前 这件事情 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君月左神情认真 其实在画中 我还看到了君家很多事情 真实的 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楚 那到底是造物者捏造的 还是显示存在过的 如果是真的 那姬家这个造物者 还真是可怕 君月左那张刚毅的方脸 露出了一丝警惕 又像是要更复杂的神情 苏可可皱眉 她并不知道 君月左那个时候 在画里看到了什么 她一直在君家 到姬家面门惨案结束 才跟随君家家主赶了过去 在那之前 君家发生了什么 苏可可有很多疑惑 君月左也是 她很想问苏可可 那幅画是从哪儿来的 但又明白 有些话就算是问了 对方也不会说 苏师妹既然查过 无相神的事情 那就应该 也查过君男语了 君月左提及 这事的时候 声音微色 我在画中看到过 她和北周 我并不知道 他们小的时候 过的那种日子 她的爷爷 是君家家主 她的父亲 也是掌权者之一 所有的长辈 都对她寄予厚望 在她的眼里 只有变强 而君家太大了 人口众多 哪怕都是 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也已经变成了一个 弱肉强食的小圈子 那个时候 君男语资质不好 君北昼 体弱多病 两个人的父母 因插手了 不该插手之事 暴毙身亡 大爷爷因此蒙羞 也对两个孙子 不嫌不淡 他爷爷虽为一家之主 要顾及的东西太多了 根本照顾不到 每个子子孙孙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两个孩子注定会受到欺凌 可君月左 自己沉迷于风水悬术 连父母长辈都不怎么亲近 又哪里有时间 关注这些堂兄堂弟 过得怎么样 是后来君北昼去世 君月左 才突然意识到 自己有个体弱多病的堂弟去世了 十三岁 刚上初中的年龄 就这么离开了世界 父母双亡 最亲近的弟弟也去世 其他亲人不管不顾 以至于君南宇 变得越来越孤僻 君月左曾经对这个堂弟 表达过善意 可惜对方没有接受 他就像是只刺猬一样 不再愿意接受 任何人的施舍和馈赠 再后来 君月左的记忆 便只剩下那少年 决然离开君家的背影 苏可可听得有些走神 君师兄 你能不能再跟我多说说 君南宇和君北昼 其实我知道的也并不多 就说我那早逝的书身 我并不清楚具体的原因 还有 大概是知道了苏可可的身份 沉默寡言的君月左 对他有一种不自觉的信任 和亲近 只要不是太隐私的问题 他几乎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君师兄 记忆中的君南宇 是偏执的 倔强的 冷漠的 跟苏可可接触到的君南宇 还有那个包装过后 出现在广大粉丝面前的 明星君南宇 没有丝毫相像之处 倒是君北昼 因为从小被君南宇 保护得很好 这人直到死 都单纯善良 不怨怪任何人 这和苏可可见到的 那个大男孩 似乎一模一样 你们君家 都会供奉神像吗 苏可可突然问 君越左略一正 点头道 大部分会 君家很多秘法 都要记住神力 他点到为止 苏可可也就没有继续深究 毕竟他只是个外人 君越左 不过是看在两家 市郊的份上 才跟他透露了这么多 他不能得寸进尺 等时间差不多了 两个人开始往回走 进屋后 苏可可直奔其莫称 逛够了 男人笑问 捏了捏小丫头的脖子 苏可可十分娇气地道 不想逛了 累 而且外面阳光太烈 会把我晒黑的 君圣方 不想再看这两个事逼了 他道 啊 家父这个点 应该从静室出来了 月左 去你爷爷的静室外面候着 人一出来 就请他过来 说帝都秦四眼 慕名而来 已经等了两个多小时了 君越左点点头 离开前 看了苏可可一眼 他好像发现了苏可可的意图 他只想见爷爷一个人 不想在其他君家人面前 暴露身份 哪怕是他和他父亲 君越左 觉得苏师妹 顾虑得太多 君家内部 的确有不少矛盾 可是君家 有森严的家规 没有人敢在这么森严的家规下 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何况 他是姬家的少主 而君家 永远不会伤害姬家人 君艺术来得很快 相比画中看到的 那位君家家主 眼前这位老人家 要苍老许多 十几二十年过去了 人不可能不老 何况一家家主 并不好当 要操心的事情很多 老人看起来有些严肃 让人不自觉敬畏 但在看到苏可可的那一刻 那张常年严肃刻板的脸 变得温和了许多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七十一集 君艺术 让屋里的闲杂人等都退下 只剩他一个主和两个客 盯着苏可可打量片刻 老人像是突然卸下了身上的盔甲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孩子 是你呀 苏可可有些意外 君爷爷 知道我是谁 老人呵呵一笑 顿时从刻板小老头 变成了一个慈爱小老头 算到了 古人来访 苏木城不来来的只能是你呀 你的年龄也能对上 苏可可眨眨眼 君爷爷的占卜术 很厉害呀 当年我亲眼看着苏木城将你抱走 不止你还有那些孩子 苏木城为姬家做了很多 他呀 就是头将驴 不想再欠我 这些年干脆跟我一刀两断 真是个心狠的老头 苏可可善笑 君爷爷 你这样当着我的面前我师父的坏话 就不怕我说给他听啊 从没有晚辈用这种打趣的口气跟他讲话 君一束愣了一下之后 神情愈发温和 你说我也不怕 他本来就是头鹊驴 君爷爷 我叫苏可可 师父给我取的名 你可以叫我可可 一老一少 初次见面 出乎意料的 苏可可一点也不觉得疏离尴尬 大概是在画中空间 亲眼见过这位老人 是如何帮助姬家 对他有一种天然的好感 君家不比姬家 生于方外之地 所以不会用什么蛀岩术 眼前的人看起来 就是这个岁数的老人该有的样子 其实 按照辈分 他应该叫一声君伯伯的 君一束 并不介意称呼这种小问题 按照两人的年龄 他也不好意思 让这个小娃娃 叫他伯伯 君爷爷 这是秦莫琛 我们刚结婚不久 苏可可这次学乖了 很快就介绍了书 君一束 朝男人点点头 嗯 你的眼光不错 秦四爷 人中龙凤 可以配你 秦莫琛 浓眉微调 笑而不语 放在风水界 小丫头的身份 的确是他不能高攀的 所以不止一次听到 类似嫌弃和勉强的口气之后 秦四爷越来越淡定了 老婆厉害 他觉得骄傲 一老一少聊了很久 苏可可 还很体贴地 给老人添茶添水 惹得老人心中一动 起了心思 你要是不嫌弃君爷爷 君爷爷想任你 当个干孙女 苏可可受宠若惊 想了想 还是拒绝道 为了不给君爷爷添麻烦 君家我不会常来 真要当了您孙女 却不常来尽孝 这样岂不是不妥 君爷爷的心意 我领了 在我心里 君爷爷就是姬家的恩人 即便没有那一层关系 我也非常敬重君爷爷 以后 你要是有用得找我的地方 我随叫随到 君艺术叹了一声 没有勉强 苏可可这一趟 本来是来道谢的 想起昨天 莫仪提到的天眼之事 她干脆也一并说了 君爷爷 您帮我封印天眼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真的很感激你 君艺术一听这话 神色顿变 她飞快地看了秦莫琛一眼 低赤道 糊涂 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么能随便往外说呢 秦莫琛抬一眼 朝她看过来 君家主 我和可可夫妻一提 之间已并无秘密 天眼的事情 我早就知道了 苏可可猛点头 十分忽实地道 她对我可好了 谁背叛我都有可能 唯独她不会 所以君爷爷大可放心 你还小 不种人心险恶 当年尹正爵 就是骗了一个女人的心 利用她对机甲 话未说完 君艺术 以一声叹息 结束了这个沉重的话题 苏可可知道 她在说鸡梦香 但她 不是为爱盲目的鸡梦香 书 也不是小人 尹正爵 我知道师父和君爷爷 是为了保护我 才封了我的天眼 但现在 天眼上的封印 被我打破 我以后 也没有再封印 他的打算 君艺术 双眼磨的一瞪 十分吃惊 神情 挤顺变化后 归为无奈 唉 你这孩子呀 你可知当初 我和你师父 为了帮你封着天眼 花费了多少心血 老人一脸不认可 纵然天眼 能让你走不少捷径 但还是那句话 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孩子 你以后要当心哪 苏可可并没有解释 自己是意外打开了封印 他点点头 好的君爷爷 以后 以后我会注意的 当天晚上 苏可可和秦莫琛 被奉为上宾 在君家老宅 过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两人便离开了 走前 秦莫琛回头看了一眼 那亲自送到大门口的 君老爷子 离得远了 他突然低声道了一句 是个雷厉风行的人 也是一个爱操心的老人 在庄家当了两天米虫之后 苏可可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让他有了提前回去的打算 打电话的是殷少黎 虽然对方没说什么就挂了 但苏可可还是察觉出 他似乎有求于他 殷少黎是个高傲的人 做事向来是直接果断 能让他主动打电话 却又半途放弃 想必是一件对他来说 很重要的事 手机里有殷灵冷的联系方式 苏可可直接询问殷灵冷 那臭小子居然联系你了 电话里女人的声音 有些气虚 苏可可顿时皱眉 玲冷姐 殷家发生什么事了 殷灵冷犹豫了一会儿才到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接了一笔单子的时候 我因为轻敌被反噬 受了重伤 我打算推掉白家大小姐的那笔单子 但殷少黎这小子 死活不肯 说到这儿 殷灵冷的语气带了几分自嘲 殷家一切 从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现在 早知人情冷暖 事态炎凉 强盗众人推 但亲身经历一遍 还真是草蛋 可可 少黎只是有些不甘心 殷家的事情 你不用掺和进来 苏可可再听到了白家大小姐这几个字 莫得一正 白月香 过了这么多天 她还以为白月香身上的死气已经解决了 这么说来 不但没解决 灵冷姐还因此遭到反噬了 灵冷姐 我会帮忙 苏可可不等她拒绝 紧接着又道 这不是在帮鸡家 而是在帮客户 按规矩 酬劳 分我一份 她将这事安排得明明白白 因灵冷反而找不到理由去拒绝了 可可 你这又是何必 谢了 可可 不用谢 我只是和你们一起接了一笔单子 苏可可擅自答应下来之后 有些心虚的丑相秦莫琛 秦莫琛笑出声 我像这么不讲起面的人吗 难道你想帮你朋友 我还不许了 苏可可立马扑过去亲她一口 出最大度了 秦莫琛心道 人和新托给我了 能不打动吗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七十二集 苏可可 苏可可说走就走 墨井离虽然不舍 却没有挽留 妈 现在通讯这么发达了 实在是想人了 就发个视频电话 庄晨曦安慰美人鱼妈妈 庄阳也附和道 你想可可了 我就陪你飞过去看她 墨井离心里的那一点离别的伤感 被老公和女儿这么一说 顿时散了不少 以前她是真信了苏木城的鬼话 说不联系就不联系 现在她不听那个老头子的了 至于庄晨辉 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了秦四爷的小迷弟 完全信任自己的偶像 能够把姬家的小公主照顾好 秦哥 以后我有问题 能够随时向你讨教吗 庄晨辉厚颜地问道 秦莫琛点头 当然 如果我没有及时回复你消息的话 我会在看到之后 马上回复 谢谢秦哥 苏可可挨个儿跟人抱了抱 要抱庄晨辉的时候 秦莫琛一个眼神看过去 庄晨辉 立马便抱为拍肩 庄晨辉觉得 没眼看了 她哥怂得一逼 回去的一路上 苏可可都表现得很安静 男人看向她 胳膊一抬 将小丫头抱住怀里 揉了揉 舍不得 以后随时都可以回来 微顿 她补充道 我陪你来 苏可可顺势 在她怀里拱了拱 笑着道 没有啊 我只是在想事情 秦莫琛 眸子一闪 想吃惊 还是想人 尹少离 嗯 她要是点一下头的话 书是不是会掉进醋缸子淹死 不是 我在想 白小姐身上的死气 这么多天了 那死气也不知道浓烈到了什么程度 恐怕 一个不小心 就会命丧黄泉 当时我便猜测是人为 现在灵棱姐 果然被反噬了 白小姐的背后 有人在捣鬼 秦莫琛淡淡道 名利圈子里 肮脏和龌龊很多 算计百月香 谁能够获利呢 你从这个地方入手 或许能发现你想要的东西 叔 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他早就不是初出茅庐 什么都不懂的土包子苏可可了 他身边不仅有叔 还有大兴 曼曼 泽哥 这些人 每个都是他的老师 对了叔 这段时间 少给吴助理安排任务吧 苏可可突然道 其莫称挑眉 这是老板娘在体系下属吗 苏可可扑斥一笑 是啊 吴助理年纪一大把了 才盼来一朵桃花 就不要耽误他谈恋爱了 我会把你的体贴 传达给吴助理的 苏可可再次见到殷少李 发现他憔悴了不少 以前的他意气风发 金贵高傲 可现在那些天生自带的光环 似乎被磨光了 又要麻烦你了 他对苏可可微微一笑 脸上疲惫难言 但灰暗的眼里 却有了点光彩 我听我小姑说了 这次我们只是合作伙伴关系 这笔单子如果成功 我转给你一半的丑浪 殷少李道 苏可可想划分清楚 他就帮他划分清楚 不然他也不知道 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 两人叙旧的时候 秦四爷还兄立在一边 眼睛望着窗外 没有看两人 约好的地点不在殷家 大概是殷少李知道 可可不喜欢殷家 所以选了别的地方 不过即便是秦四爷不说话 还是有很强的存在感 他没有刻意收敛 自己身上的锋芒 尽情地发光发热 努力地当一颗瞩目的太阳 殷少李 看了窗边的男人一眼 取出一个精致的木盒子 递给苏可可 你结婚的时候家里正忙 我和小姑都出不出时间来去现场 这是迟到的结婚礼物 祝你和秦四爷恩爱到白头 苏可可顿了顿接了过来 秦末称为言 目光也朝这边打了过来 盒子打开 里面放着一把带了宝鞘的匕首 很适合女孩用 这是风水宝器 这东西 这东西一看就是上了历史的风水宝器 上面还有灵气缠绕 这也不知用灵气酝养了多久 是一件对风水师来说可遇而不可求的法器 苏可可立马关上了木盒 将东西递还给他 殷少李 这礼物太贵重了 我不能收 说下吧 上面已经刻了你的名字 苏可可一愣 重新取出那匕首 刀鞘打开 锋利的匕首上 反过一道光 接近手把的地方 果然刻着可可两字 你用这把灵风 秦四爷用那把麒麟 最合适不过了 苏可可一愣 抬头看他 苏以前在古董店里 买了一把麒麟弯刀 那麒麟弯刀上的煞气 被除抹之后 成了一把上家的风水宝器 只是苏现在的能力还不够强 不到使用风水宝器的时候 所以那把麒麟弯刀 也就压箱底了 殷少李 怎么会知道这麒麟弯刀的 那古董店是殷家的 殷少李那双干涩 不有血丝的眼里 吹了点笑意 你们买这把麒麟弯刀的时候 我在 更多的他没有说 转而说起了正事 苏可可无奈 只好收下匕首 秦莫琛 瞥了殷少李一眼 任由小丫头 收下这份礼物 当着她的面 送苏可可礼物 就觉得光明正大了 自作聪明 白小姐身上死期越来越重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也不会找你 就在这两天 如果不能够将白小姐的命格 换回来 她会死 殷少李说起这次的客户 白月香 神色凝重 我找人贴身跟着她 但 你应该知道 这一眼没用 真到了那个时候 她还是躲不过 对方已经游进灯窟 马上就要死了 果然是患命 苏可可冷声道 是患命 还不是普通的患命 殷少李目光暗沉 背后的邪道风水师 借用阴阳八卦阵 将白小姐的命格 封锁在别人的身上了 一来 阴阳八卦阵变化万千 我不能确定是哪一种阵法 只能强行破阵 小姑便是因为强行破阵 遭了反噬 对方比我们想象中 都要厉害得多 二来 我找不出白小姐的命格 被换在谁人身上 也不知换在她身上的 这短命命格又是谁的 也就无法采用温和的办法 来换回命格 换人命格 等同于换人命 若对方是个短命鬼 这么一换 白月香就会变成短命鬼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七十三集 不过 因为白月香 本身的气韵不错 短期内 这命格 还不能完全影响到她 这也是为什么 她身上明明早就有了死气 却熬到现在也没出事 白小姐说 背后因她的是白瑞希 殷少礼怕苏可可不知道 便解释道 白瑞希呢 是白小姐的父亲 白世华在外面的私生子 已经被白家认回去了 几个月前 白世华甚至办过生日宴 在宴会上公布了 这位白家小少爷的身份 白月香很肯定地跟我说 想她死的就是她这位弟弟 可我现在查了半天 白瑞希 她私底下并没有和任何 可疑的人接触过 为了讨好白家长辈 她甚至截身自好 不碰烟酒 不尽女色 殷少礼没有查到可疑之人 却并不排除白瑞希的嫌疑 反正命格已患 白瑞希只需要默默地 等着白月香死就行 的确不需要做什么 可是白瑞希不跟换命的人接触 殷少礼就找不到突破口 若是知道白月香的命格 被换给了谁 一切就好办了 她不得不放弃第二种办法 选择强行破阵换命 保险起见 破阵的至少要两个 可现在的殷家 身为顶梁柱的殷家家主 生死不明 几位有能力的长老 都被废了道行 剩下的几位长老 不是殷少礼自傲 本事还不及他 有时候 资质就是这么重要 资质好的人 能够轻松地超过那些 修行了十几二十年的人 殷少礼当然知道 是苏可可废了几位长老的道行 但是在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 再任凭别人如何抹黑吉家 如何美化吉家村的那场杀戮 她心目中自有一杆秤 既然找不到换走命格的人 那我们就强行破阵 苏可可道 没有半分犹豫 殷少礼联系了白月香 对方很快就赶了过来 不过半个月没见 白月香身上的死气 已经浓郁成了一团黑气 那团黑气 将它整个包裹在里面 仿佛随时都能将它吞噬 苏可可关了法眼 黑气不见 眼前女人的面容 才得以看清 这一次 再厉害的化妆术 也遮挡不住女人 那一脸病容 若是洗掉那一脸的妆粉 恐怕会看到一张苍白 如垂死之人的脸 苏可可 还有 莫琛 白月香见到两个人 十分的意外 但转而一想 苏可可好像也是风水师 当初莫琛 还是因为这个跟她结缘 在她的意识里 苏可可一直都是那种 小打小闹的风水师 她并不觉得对方多厉害 但对于苏可可那天的提醒 白月香很感激 如果不是苏可可一番话 她很可能死在一场 没有任何痕迹的意外中 这背后之人实在高明 不直接动手要她命 而是用这种无耻至极的方法 害她性命 还要换走她的命格 可可 上次多亏你提醒我 谢谢了 白月香这一声谢谢 真心实意 不用谢 职责所在 白月香没有看女孩身后的男人 开门见山地为殷少离 殷师傅 这次能成功吗 如果没有办法 我可能要去找其他大师了 抱歉 我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她原以为自己不是个贪生怕死之人 可在知道自己被人换了命 随时都会死掉之后 她突然开始惶恐 她不能死 她若死了白家的一切 岂不都便宜那个白瑞希 那私生子了 不甘心 她还有很多抱负 没有实现 这次可可和我在一起 我有把握 殷少离表情严肃 殷家不会拿客户的性命开玩笑 她早就有了打算 如果今天不找到合适的人选 她就自己上阵 拼了全力 也要夺回白月香的命格 小姑只是一时轻敌 她如果有准备的话 应该不会跟小姑一样的 白小姐 我和殷少离一起把握很大 换命过程中 你一定要全身心地相信我 这样我们才能事半功倍 苏可可道 白月香点头 好 我信你们 说这话时 她终究还是没忍住 看了一眼那个默不作声的男人 大婚那天 她的眼里全是这个女孩的身影 大家也都关注着婚礼上的一对新人 只有那个时候 她才敢肆无忌惮地看她 以前的她 因为过去那件事情 心情郁郁 面色沉沉 但自从遇上苏可可之后 她就变得越来越有生气了 浑身都跳跃着以前没有的活力 仿佛突然回到了从前 稚嫩鲜活的时候 表情多了 会笑的 如果 如果自己这次真的死了 她会不会 哪怕有一丁点的惋惜呢 不奢求伤心 只是惋惜 她会吗 秦莫琛注意到白月香的目光 朝她点点头 想了想 还是安慰了一句 不用担心 我家小丫头很厉害的 白月香一愣 低头应了一声 好 这个男人 永远知道说什么话 能让他死过的心 再狠狠死一次 可可 有没有什么 我能帮忙的 秦莫琛问小丫头 苏可可眼一弯 没有哦 不用说帮忙 你在一边坐着就行 秦莫琛恩了一声 环胸立于一侧 姿态闲适 媳妇太厉害 她就只能当闲鱼了 想她这么多年来 不管做什么事 都是一个人冲在最前面 现在 像这样懒洋洋的 闲在一边 什么都不用干 还挺少见的 男人嘴角微高 难得享受起 这闲鱼贪的时刻 殷少礼 已经取出朱砂和蚝笔 开始在地上画阵 阵法画好 白月香 盘腿坐在了阵法中央 只是普通的防护阵法 防止我们破阵的时候 白小姐说到波及 殷少礼 见苏可可打量的阵法 便解释道 苏可可点头 我来破阵 你在旁边辅助我 殷少礼皱眉 可可 我来 殷少礼 我比你厉害 苏可可绷着小脸看她 非常严肃 殷少礼 黑谋拟她 是啊 你比我厉害 但是可可学妹 你还是听学长的吧 让我来 苏可可一愣 哦 是啊 等到开学 她就要成为 殷少礼的学妹了 他们在一个大学呢 学长 我突然想到了 别的破阵方法 你要不要听一听 苏可可问 旁边闲着的秦莫琛 淡淡扫来一眼 这一声学长 叫得还挺好听的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七十四集 殷少礼神色一正 别的破阵办法 可可 你讲 画被动为主动 破阵 不一定要我们施法来破 这样太危险了 苏可可道 那个人背后的邪道风水师 以阵法封住了命格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在白小姐身上 布下召唤扶阵 以阵对阵 看谁的阵法更厉害 召唤扶阵 嗯 是由回魂咒演变而来的 一种扶阵 不只是针对魂魄 还针对人身上的 其他东西 像是命格 寿元 气韵 这些无形的东西 都可以布此扶阵 殷少黎眸子微锤 低声问 是鸡家的秘法 哼 你猜 苏可可冲他俏皮一笑 并不介意他提到鸡家 殷少黎抿了抿嘴 这么说来 不得不换你来了 没错 是这个道理 殷少黎犹豫了一会儿 嘱咐道 可可 小心 苏可可朝他点点头 直接坐到白月香背后 白小姐 闭眼冥想 放空思维 白月香苦笑 我尽量 这个时候 很难不多想 苏可可手起手落 飞快地 在白月香身上 各处穴位画幅 金色符纹生成的一瞬间 快速没入女人的身体 苏可可的速度很快 白月香只感觉到了身上各处 被他点点画画 下一秒 便仿佛有一股无形的气流 在体内生成 最后汇聚成了一张巨大的网 苏可可画幅布阵的时候 殷少黎就在一边看着 等到苏可可收手 他那一动不动的眼睛 才终于眨了一下 可可 你不该当着我的面 布着阵法 我不小心记住了 殷少黎只是下意识地 想看看这召唤扶阵 是怎么样的 但他的天赋 让他记住了召唤扶阵的画法 扶阵连同那只快速 掐绝画幅的小手 一并印入了他的脑海里 我既然敢当着你的面用 那就不怕你记住 苏可可道 殷少黎看着女孩脸上的笑 对他道 就算我记住了 我也不会用 你可以用的 不过用之前 你要跟我说一声 好 殷少黎唤叛略过一丝笑 但转瞬即逝 苏可可禀心宁神静静等待 突然 白月香身体开始颤抖 表情痛苦 我 我有些难受 白小姐 你忍一忍 很快就会过去了 白月香 虽然是个雷厉风行的女强人 但从小也算是被骄养长大的 从来没有承受过这样的疼痛 她的五脏六腑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拉扯一般 疼极了 白月香想叫出声 可她突然想到 秦莫琛就在旁边看着 心里不愿意让曾经喜欢过的男人 看到自己这副狼狈的样子 硬是死死咬住了牙关 苏可可静静地看着 突然道 对方的阵法挺厉害 但对方的道行不如我 不知道对方这个时候 是不是在加强阵法 如果是 那不好意思了 她一定会被反噬回去 在一个不起眼的居民小区里 某间屋子里 一个脸色苍白的女人 正在修剪自己的指甲 悠在不已 突然间 她浑身一震 惊恐大叫出声 啊 吴大师 旁边打坐的山羊虚男人 发现情况不对 立马用双手抵住女人后背 试图加固阵法 挡住那股力量 女人害怕不已 连连发问 大师 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 我 我不想死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儿子给了你那么多好处 你可不能拿钱不办事啊 眼前的女人四五十岁 那张脸看起来有种病态的苍白 像是病入膏肓的垂死之人 但一双眼睛却突兀的发亮 眼里光芒战战 生机盎然 女人的吵吵嚷嚷 让山羊虎须厌烦不已 不想死就给老子闭嘴 女人不敢说话了 只是低声抽气 山羊虎须面色凝重 倒霉透顶 随便接一笔生意 都能碰到硬骨头 坚持不过十分钟 山羊虎须男人脸色一变 猛地收手 可惜 就算收手及时 他还是受到了冲击 丹田被狠狠一震 震得吐出一口老血来 阵法被毁 他费力换来的命格 又被人又换了回去 刚才还精神十足的女人 眨眼间便瘫软在地 眼里的亮光迅速暗淡了下去 脸色也变得更加苍白 一身垂死的气息 四散开来 山羊虎须男人 嫌弃得离远了些 垂死的女人 一把抱住她大腿 大师 救命啊 大师 我还不想死 瑞希 还没有得到败家的家产 而我 还没有享福 我不想 就这么死了 山羊虎须男人 正是殷少黎 追踪许久的叛徒 吴大师 吴炎 他一脚踹开 抱上来的女人 没好气地道 有人破了我的针 强行换回了命格 我还为此受了内伤 这事 我不准备管了 剩下的那一半钱 我也可以不要 但定金 是我该得的 什么 你不管了 你不能这样啊 大师 不能换命格的话 你用别的办法救救我 求你了 你要多少钱都可以 我让瑞希准备 准备很多 很多的钱 女人灰暗的眼里 是强烈的求生欲 盯着这个人的目光 宛如盯着天神 他就是能够救他命的天神 吴炎冷笑一声 吴大师不稀罕钱 随便一笔生意 就够我用好酒的了 他不稀罕钱 不稀罕名利 他喜欢钻研各种风水秘书 越是正道风水师眼里的旁门左道 他越是喜欢 这次 也不知是谁破了他的阵 可恶 难道是殷少离 哼 这小子虽然天资不错 数次缠得他焦头烂额 还差点被他逮了回去 但是他在暗处 那个小子在明处 不可能这么轻易地 在这么短时间内 破了他的阵 吴炎 捋了捋自己的山羊须 眯起眼睛 看了一眼身后 哭哭啼啼的女人 转身就走 大师 求大师救命啊 无言目光阴冷地瞪了他一眼 女人吓得一哆嗦 不敢扑上来 只在前面跪着磕头 求大师救我 求你了 大师 求你了 这天地间万物都有自己的命数 你命数一尽 就不要强求了 也怪你们自己 贪心不足蛇吞象 若是换了普通人的命格 说不定还能安稳地度过晚年 可是你和那小子选谁不好 偏偏选个贵命 这贵命 又岂是那么好换的 女人眼神一飘 心虚又不甘 哭求道 大师 是我们错了 这次我不求白月香的命格好了 求大师 随便帮我找一个命格替换吧 只要我能活着 哪怕是乞丐的命格 我也认了 吃了 无言表情冷漠 选择的机会只有一次 女人眼睁睁地看着救命神仙离开 浮在地上哀嚎 我不想死啊 我还想看着白世华的贱男人 被我儿子取代 我还没有享受白家太太的待遇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明明只要熬过了这两天就成功了 到底 到底是谁帮了白月香 那小贱人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七十五集 白月香不过是一个恍神 便好似感觉到了一股无形的气场 回到了自己身上 身体在瞬间 恢复了不少气力 长久以来的 那股莫名的疲倦感 也一扫而空 是不是 换回来了 我感觉到了 身体好像突然有了活力 白月香 迫不及待地问两人 苏可可语气轻快 嗯 是的白小姐 换回来了 殷少离也点头 看向身边的女孩 可可很厉害 都没用我出手 白月香常常松了一口气 然后伸手擦额上的汗 没想到 这个女孩竟比殷少离还要厉害 她起身 定定地看了苏可可几秒钟 突然上前 一把抱住了她 可可 真的 谢谢你 抱到女孩的那一刻 白月香的脸上 露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 好软 怎么会有这么软的人 白月香感觉自己抱着的 不像是一个人 像海绵宝宝 让人很想 扮进怀里狠狠揉几下的 那种海绵宝宝 怀里是软绵绵的水做的人儿 鼻尖还有一股淡淡的 好闻的牛奶味的沐浴露香气 白月香突然有些羡慕秦莫称 要是有这么个软绵绵的小女友 她大概每天都想抱着揉 同时 白月香也好像明白了 秦莫称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女孩了 不是因为这软绵绵的小身板 和那笑起来甜甜的 让人觉得很舒服的笑容 而是 这个女孩纯粹 没有谁能毫无芥蒂的 帮助一个曾经寄予过自己丈夫的女人 让这个女人死了 岂不是更好 可眼前这个女孩儿 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些弯弯绕绕的想法 她是一个干净的女孩 今年已经二十八岁的白月香 好像再也找不回这种纯粹的干净的感情了 她突然有些向往 对方的拥抱太突然 苏可可张了张胳膊 短暂的不知所措之后 伸手拍拍她的后背 不用谢不用谢 不要欠我们的酬劳就行 白月香听到这一句 笑得不行 为什么在秦末车面前待了那么久 还能这么小财迷 秦四爷难道对自己的小妻子很抠门吗 白月香松开苏可可 这一瞬间彻底释然 以前她总提醒自己放下 可直到现在 她才真正地放下了 她不禁看向那懒洋洋 靠在窗边的男人 男人注意到她的目光 提醒了去 现在那算计你的人计划失败 正是最容易露出马脚的时候 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白月香失笑 不愧是秦四爷 这种时候想到的 居然是提醒她 白月香点点头 我明白 不过 还是谢谢你的提醒 想到背后之人 她的面色陡然一沉 虽然没什么证据 但我确信 一切都是白瑞西那个混账东西弄出来的 想弄死我继承白家产业 她想得美 她知道 她爸和她爷爷骨子里 还有一些重男轻女的思想 觉得家产一定要留给白家的儿子 可是她妈妈就只生了她一个女儿 所以 虽然疼她 他们还是认回了外面那个 不知道从哪儿冒出的私生子 她要让家里的人 都睁大眼睛看看 这个从外面认回来的 表里不一的白眼狼 究竟背着他们 都做了些什么好事 换回命格的白家大小姐 又恢复了昔日光彩 脸上的那一丝皮态 也无法阻挡她眼里的自信 这一次 我要狠狠地摁死她 让她再也没有机会翻身 殷少礼 这次的事情也谢谢你 我听说殷家最近内部动荡 如果有我能帮得上忙的 尽管开口 殷少礼点点头 白月香再次道谢后 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没多久 一笔丰厚的酬劳 就打到了殷少礼的账上 殷少礼立马转八成给苏可可 嗯 这么多 不用不用 给我一半就好 可可 我没帮上忙 要不是知道你的脾气 我会把全部钱都给你 殷少礼执拗起来 连苏可可也没有办法 她收下了钱 将其中一半捐了出去 殷少礼看到之后 眼里的欣赏之色愈浓 天下风水师 能够真正做到不目明利的 又有几个 就算是她 最开始的理想 也是成为业界最厉害的风水师 可是苏可可 好像从没有过 要比谁厉害 比谁出名的想法 她只是兢兢业业的接单 帮人 也帮己 合作结束 苏可可没有多留 跟殷少礼分道扬镳 远处女孩牵着男人的手 男人不知说了句什么 两人齐齐笑了起来 一股甜蜜的气息 在两人之间缠绕 甜得人喉咙有些干涩 殷少礼一直看着两个人走远 收回目光的同时 眼里的光彩迅速暗淡了下去 小哥 成功了 殷家的招牌我保住了 殷灵冷接到电话的时候 旁边吴宗白正举着一块苹果喂他 他瞪了一眼吴宗白 吴宗白手一转 那苹果就到了自己嘴里 少礼 殷家的担子 不是落在你一个人身上 你不用那么拼命 殷灵冷扶了扶额头 有些疲惫的道 顺其自然 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了 小姑 那边的人突然叫了一声 以前殷灵冷听到这小子 叫他小姑 只会生气 现在 他却喜欢听他叫 这一声小姑 听起来很暖人心窝 你好好休养 殷家这些事情交给我 殷灵冷恩了一声 少礼 谢谢你 还肯认我这个小姑 那头的人微顿之后道 你一直都是我小姑 小姑 我先去忙了 挂了电话好一会儿 殷灵冷还在发呆 直到一块水果 递到他嘴角 他才回神 看着眼前这狗屁膏药 吴宗柏见他这样盯着自己看 下意识地直起了腰板 露出了自以为最完美的笑容 殷灵冷咬住牙签上的苹果 淡淡地提醒一句 不要这样笑 假 难看 吴宗柏脸上的笑容一僵 完美的笑容飞速塌陷下来 阴凉冷被他这副双打茄子的样 给逗笑了 有些发白的嘴唇 微微上扬起一个弧度 他今天没有化妆 三十五六岁的女人 保养得再好 笑起来的时候 眼尾还是能够看到一点细纹 但这细纹一点也不影响他的美丽 反而柔化了他身上的冷艳风锐 没让你不笑 是叫你不要把工作中对待客户的那种招牌的笑 拿来给我看 我不喜欢 吴宗柏立马点点头 对未来媳妇言听计从 好 阴凌冷看着他 突然问他 吴宗柏 你为什么喜欢我 是因为我长得好看 会画幅捉鬼 还是别的 以你的条件 完全可以找到比我更好的对象 吴宗柏乍一听到这道送命题 惊慌失措 连忙在大脑里翻找答案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七十六集 阴凌冷煮着下巴看着这个男人 虽然听着只是个助理 但他这个助理 却比很多公司老总都要厉害 他跟着秦四爷多年 业务能力一流 手中资源一流 下面八戒他的人数不胜数 还不到三十八 在男人四十一只花的现金 这种成熟自持的黄金单身汉 恰恰是最吃香的 很受小女生的喜欢 虽然阴凌冷 不想承认自己老 但年龄摆在那儿 就算是修为变高以后 助言有数 他的心也不是那种动不动 就冒粉色泡泡的少女心了 所以 为什么偏偏喜欢他一个老女人呢 此时的吴宗白 一颗心脏扑通扑通狂跳 为了追阴凌冷 这数个月以来 吴助理不仅将当初 为四爷准备的那一套恋爱攻略 翻出来温习了一遍 还另外收集了大量资料 可陡然间听到了这句话 他的脑子里居然一片空白 老单身狗吴宗白 回忆了一下 当初见阴凌冷的情形 内心慌兮兮 表面却稳如狗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我以为你是只女鬼 当时就在想 这女鬼长得 也太美了 可惜 女鬼是害人的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 你是什么大腕 阴凌冷回忆了一下 没回忆起来 于是摇摇头 我记得 我记得一清二楚 你穿着白色的衬衫牛仔裤 头发是身踪大波浪 颜色要比现在要亮一些 练阳红唇 性感美艳 吴助理还是第一次 这样夸一个女人 虽然没有四爷那样的大长腿 和那么迷人的长相 但他也算是有些小帅 从小到大 学业出色 现在则事业出色 本该有不少女人追他 可惜 他这个人性格木讷无趣 又给人一种很严肃的感觉 以至于 主动追他的女孩 基本没有 当然 那些因为钱财接近他 或者想借他图谋四爷的女人不算 吴助理是个比秦四爷还要可怜的单身狗 没谈过恋爱的那种 也没有什么人追的那种 刚夸完人 他的脸就红了 放在心里说说 他绝对不会脸红 可当着人的面讲出来 莫名羞耻 阴凉冷看着老男人泛红的耳垂 有些想笑 但忍住了 免得他更害羞 你骗人 第一次见到我 你都没有直视我 阴凉冷道 吴宗柏立马解释道 不是不想直视 而是 不敢 一个长着这么漂亮的女鬼主动搭讪 我要是盯着你看 我怕自己真的忍不住 把车门打开放你进来 阴凉冷的嘴角 又泛起了淡淡的笑 傻子 傻子吴宗柏 总算没有假笑了 而是冲着他傻笑 吴宗柏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心情不好 如果什么时候对你发脾气了 你不要放在心上 吴宗柏连忙到 我工作这么多年 跟很多人打过交道 什么话是真话 什么话是气话 我分辨得出来 而且 你这么漂亮 完全可以 吃量行凶啊 阴凉冷盯着他直笑 我说 吴宗柏 你真的没有谈过恋爱吗 我怎么觉得 你这情话说得很溜呢 追你之前 我做过功课的 吴宗柏在自己的位置上 做得十分端正 态度也十分认真 机会就那么一次 我不想因为自身的问题 丢失了机会 阴凉冷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对他道 那我现在 给你这个机会 什么 吴宗柏一愣 以为自己听错了 没听到就算了 听到了 我听到你说给我机会 老单身狗 吴宗柏双眼放光 但依旧自驰 试探着问 是 答应做我女朋友的意思吗 阴凉冷白他一眼 不是说自己会看人脸色 会毒人心思吗 你追我这么久 我要真讨厌你 还能让你折腾这么久 吴宗柏刷的一下直起身 朝他轻声过来 阴凉冷心生警惕 你想干嘛 吴宗柏直勾勾看着他 行使一下心进男友的权力 这句话 位于霸道总裁 经典情话语录前十 虽然他不是霸道总裁 但他今天 也想霸道一回 说完这话 不等阴凉冷拒绝 吴宗柏大着胆子凑上去 在他 脸蛋上亲了一口 吓 吓死人了 还以为这个傻子 会亲他嘴呢 眼见着心进男友 就要起身离开了 阴凉冷的目光 落在老男人 瞬间变得通红的脸颊上 做出了一个 让自己事后想起 也万分诧异的举动 他突然一把 勾住了对方脖子 将人脑袋往下一摁 然后下巴微扬 就这么凑了上去 有些发白的嘴唇 有些发白的嘴唇 在男人唇上 印下一吻 老单身狗这一瞬间 浑身一个轻颤 好像听到了脑袋里 烟花炸开的声音 亲 亲 亲他了 对方主动亲他了 亲的还是嘴 这个 他想都不敢想 这个才是亲吻 阴灵冷到 嘴角还微微弯着 吴宗柏浑身僵住 都没直觉了 好一会儿之后 他依旧维持着 被对方摁下去的姿势 只是胳膊抬了起来 忍不住用手 摸了摸自己的嘴唇 两情相悦的感觉真好 难怪四爷和小可爱 整天那么腻歪 他也想跟女朋友腻歪 吴宗柏盯着女友的嘴唇 看了一会儿 想着要不要再来一个 但见女朋友 已经躺了回去 只好放弃 一脸的遗憾之色 哎 下次 下次他一定要比女友 更霸道一些 这种事情 还是男人主动比较好 新确认关系的一对老情侣 这一吻过后 氛围好像有些不一样的 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 有些安静 吴宗柏 你想不想知道 我的一些私事 殷灵冷突然问他 吴宗柏心里的甜蜜泡泡 被他强行戳破 表情瞬间变得严肃 注意力高度集中 我想 殷灵冷却没有马上说 他叹了一声 眉头也皱了起来 似乎有些纠结 从何说起 吴宗柏见他欲言又止 便道 你要是不想的话 可以以后再说 可是我想说 这些话 我憋在肚子里很难受 我想找个人倾诉 吴宗柏立马开口 那你说 我会当一个好听众的 你知道 我的身世吗 本集结束了 再见 第七百七十七集 这个 吴宗柏肯定知道 背书一样的 立马就回到 你是风水圈 五大风水师家 支手 玄门殷家的直戏弟子 殷正觉殷大师的小女儿 殷少黎的小姑 一名特别优秀的风水师 殷灵冷扫他一眼 你这话放到现在 在我听来 很像是嘲讽 见他瞬间变得慌张 张嘴就要解释 殷灵冷抢在他前面倒 当然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意思 哎哟 吴宗柏老男人的这颗心呢 被女朋友一句话 折腾得七上八下 跟坐过山车一样 你知道吗 我很少叫他爸 吴宗柏知道 他说的是殷正觉 我跟他的妇女情分很淡 不过 我很敬重他 他在我眼里 是个很厉害的风水师 因为这一点 我可以原谅他之前 消失那么长一段时间 而且他后来 也解释了自己失踪的原因 他声称 说自己是被人困在了一个地方 无法脱身 并不是不想回来 我可以相信他 但过去的时光 回不来 就是回不来的 所以在殷家 我最亲近的是少黎 我妈和我哥嫂 去得早 少黎基本是我拉扯大的 殷家家主 只会传授他风水玄学知识 根本不会照顾一个孩子 可就在不久前 我突然发现 我不是我妈亲生的 殷家出了那种丑闻 殷灵冷一开始不太信 如果殷正觉那些年 真的被困在鸡家 他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 总不可能是他爸 跟鸡家那个可怜的女人生的吧 怀揣着这样的疑惑 殷灵冷前段时间 一直在查证当年的真相 查着查着 阴差阳错之下 他竟查出了自己的身世 他跟殷少黎的爸 不是异母同胞 而是别的女人 跟殷正觉生的 他父亲在得到 殷家信任之后 有殷家那个女人做掩护 竟不止一次地 从殷家偷溜出去 他用花言巧语 安抚了当时性格懦弱的 原配老婆 又意外地邂逅了 他的亲生母亲 可是 在得到他亲生母亲的人之后 殷正觉并没有对这个女人负责 那个女人生下他之后就去世了 他则被送回了殷家 记在了原配名下 成了殷少黎的小姑 他还查到了更意外的事情 殷正觉在消失那二十年之前 就做好了准备 他主动跟以前并不亲近的 堂兄弟等亲戚 联络了感情 并留下了他从道观里 得来的一些风水玄学书籍 殷家众人对他感恩戴德 那个时候便有了玄门殷氏的雏形 真不敢相信 他从一开始就在策划 进入姬家 离开姬家 全在他的算盘里 是不是很可怕 相处这么多年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他是一个能够忍辱负重 到这种程度的人 殷灵冷说到这儿 语气嘲讽不已 他把殷少黎视为最亲近的人 所以知道自己有这样一层身世后 没有隐瞒殷少黎 而殷少黎那个小子 在最初的诧异过后 还是肯毫无芥蒂地 叫他一声小姑 不愧是我看着长大的崽子 吃到疼人 殷灵冷淡淡笑了笑 可一想到自己的身世 殷灵冷又立马沉下了脸 我很意外 他竟然会做出这种事情 这不像他 难道我的亲生母亲 是他无意间邂逅的真爱 这个原因 想想就觉得可笑 外人眼里的殷大师 并不是一个好女色的男人 他的事业心很重 野心也很大 哪怕当时中间人介绍的原配 他不喜欢 他也不该会干出 这种偷吃的事情 我和少黎他爸 从小就没有体会过父爱 但我那个时候 还是个小女生 后来他回来了 满足了我对父亲的幻想 加上我从小 却对风水悬殊感兴趣 他又那么厉害 在我心中 形象很高大 虽然关系依旧疏离 却比一开始缓和了不少 不像我哥 他不喜欢风水 我妈去世后 我哥一直很憎恨父亲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十分差劲 后来我爸发现 他孙子因少黎资质好 更是直接把人 从我哥身边抢药了过去 亲自教养 再后来 我大哥大嫂两人 死于飞机失事 少黎很少就没了父母 这些我都没有跟少黎说过 他从小就敬重他爷爷 你说 如果他知道这些之后 他还会不会那么敬重他爷爷 吴宗柏知道 他不是真的想听一个答案 所以没吭声 他默默听着 默默削水果给他吃 心情不好的话 多吃点水果吧 阴灵冷看他一眼 你怎么不说 多喝点开水 那句话有些过时 阴灵冷气笑了 你在我眼里是最好的 吴宗柏求生欲爆棚 所以这些都不重要 什么绅士啊 什么名声啊 都不重要 我喜欢的是你的人 阴灵冷听到这话 眉眼一下子不自觉地 就柔和了下来 被苏可可坏了好事的 山羊虚无言 拿了定金走人 没在鸟 白瑞西和那个疯女人 但他并没有离开帝都 山羊虚刚刚替一只鬼煞 完成了心愿 然后将对方 收入了腰间的炼魂带 满意地拍了拍腰间 鼓鼓囊囊的带子 他嘴角扯开一抹笑 赶去了今晚的目的地 那是一条暗黑的老巷子 这个地方 不是山羊虚第一次来了 不管之前躲藏在什么地方 一到约定好的时间 他必定会赶来帝都的 这条老巷子里 他要见一个老头子 跟他谈一笔交易 无言 盘腿坐在角落里 取出香炉 点燃了三炷香 然后便闭着眼 一边打坐 一边耐心等待 他没有提前点香 所以这次等待的时间 有些长 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他才睁开了眼 角落里 一个拄着拐杖 戴着口罩的老人 缓缓走近 老人走到他面前 滴滴咳嗽了几声 道 这次时间比上次短 你办事效率越来越高了 无言眼里划过诧异 感冒了老头子 我还以为你是神的使者 百毒物侵呢 我要的东西呢 老人开门见山地问 无言将腰间的炼魂带 解开扔给他 一百个 一点一点 高等鬼杀 低等鬼杀 还有几个厉鬼 已经被我净化过了 身上绝对没有怨气杀气 全部都满足你的要求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七十八集 老人接过炼魂带之后 开始清点鬼术 山羊虚无言 趁他清点数量的时候 闲扯道 最近风水界动荡不安 那帮风水师 全都忙着争权夺利 没人关注我 所以这一次的效率 比以前高很多 就是殷少黎那臭小子 还没死心 一直在追查我的下落 殷家都落到这种地步了 他还有闲心 继续地追查我 也是厉害 老人没工夫 听他说这些废话 数完鬼后 皱了皱眉 高级鬼上 和厉鬼有些少了 语气 似有些不满 无言冷笑 老头子 满足吧你 太惹人注目的 鬼上和厉鬼 都在那些风水师的监控之下 我可不想自找麻烦 那是我要的东西 你拿来了吗 等你有一天 拿不出我想要的东西 这种事 你就可以找别人做了 我可不是你养的狗 无言的脾气并不好 要不是这个老头子手中 有很多风水禁术 每一样都能戳中他的心窝 他才不会跟这个老头子 做交易呢 老人不紧不慢地 从口袋里取出一张 叠起来的纸 淡淡道 这个上面记载着 高级射魂书 无言一听这个 顿时不满地皱眉 射魂书 我已经学会了 你怎么又拿这种东西来忽悠我 这次的射魂书不一样 你看过就明白了 无言半信半疑地 接过本子翻了翻 越是看到后面 神情越是激动 还能射走风水师的魂魄 妙 太妙了 他飞快将那纸张叠好揣进兜里 恨不得马上找个地方钻研 这烂老头儿 你上次交给我的幻命术被人破了 你居然骗我绝对不会有人破 去 无言举这个例子 是想跟他讨价还价 如果这次的射魂书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厉害 你是不是得放宽点要求呢 一百只鬼 价为八十只 老人听到他前面的话时 脸色便已经变了 隔了一层口罩的嗓音 变得有些沉闷发漏 有人破了 怎么破的 直接冲破了我封印命格的阴阳八卦阵 应该是布了什么阵法 老人眼中冷意更甚 立马道 你再帮我办一件事 办完这件事情 下一次我要的一百只鬼魂可以减少为七十只 老头子挺会做生意啊 行 你说说看什么事 好办的话 这边买卖我去答应你 要是比较棘手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我要你查 这次破阵的人 身份 人物关系等等 对方的背景越详细越好 无眼眼珠子咕噜噜一转 就这个 成交 他帮那个女人换了白家那位大小姐的命格 所以只要查这位白大小姐 找了哪个风水师 就能找到破阵之人 这一次 精明的老头子 怎么犯蠢了 这种亏本买卖也做 查人 他只用几天就能查到 可收集这三十只鬼魂 还非得是带了怨气煞气 有了点道行的鬼煞 最快也得要一个半月的时间 查到立马告诉我 老人强调道 知道了知道了 山羊虚语气有些不耐烦 交易结束 山羊虚走了 老人也带着交易得到的一百只鬼魂 消失在了夜色中 如以往一样 老人绕了几圈之后 才回到了自己的住宅 别墅里 老护工 刚刚将屋里的吃呆老女人哄睡着 见他回来 笑着汇报道 今天的晚饭 太太吃了不少 人也瞧着 比以前更精神了 穆先生的陪伴 还是很有用的 老人淡淡恩了一声 并不关注他口中的女人 时间不早了 你也去睡吧 我要去书房一趟 护工一听他说书房两个字就懂了 这是让他不要打搅的意思 这些年 哪怕老先生不常回来 书房里面积了厚厚一层灰 他的书房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去 他会在回来之后 自己做清扫工作 老护工摇摇头 叹了一声气 这位穆先生 真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 这些天 他虽然留了下来 但他似乎并不关心太太的状况 给这个老护工一种错觉 只要太太是活着的就行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方式活着 也或许 是他想多了 穆老先生一个人进了书房 将书房门反锁 没人知道他在里面做什么 这是一间很大的书房 书架好几排 摆满了密密麻麻的书 种类繁多 老人的视线 没有在这些书架上停留 哪怕一秒 他直接走向最里面的一排书架 动作鲜熟地 找出其中一本词典 然后按住那本词典 旋转一圈 原来这本词典另有乾坤 只是一个用来装饰的假书 老人这么一旋转 打开了什么开关 穆老先生走到书架后面 将前面的一块毯子掀开 露出了一个方形的通道 有昏暗的光运从里面透出来 老人顺着通道的阶梯走了进去 通道下面是一个隐秘的地下室 跟所有昏暗 阴冷 潮湿的地下室 不一样 这是一个用宝石点缀了满墙的地下室 装饰得十分漂亮 除了宝石 还有两盏长明灯 让整个地下室都笼罩在一层 暖洋洋的光运之下 屋里铺了毛茸茸的羊毛毯 洒满了布料做的玫瑰花瓣 而那毛毯正中央 放着一具透明的水晶棺材 水晶棺材的四周画了浮阵 像是在守护这具棺材 又像是在禁锢这具棺材 而这具漂亮的水晶棺材里 躺着一个穿着浅蓝色如裙的女人 女人长得很美 长长的眼睫毛温顺地扣了下来 在眼瞼处留下了两道淡淡的阴影 面容甜静 肉粉色的嘴唇似乎微微上扬着 那是一种十分温柔咸静的弧度 让人不自觉地表情柔和 女人安静地躺在棺材里 脸色还有如同正常人类一样的红韵 似乎只是睡了过去 可老人知道 这只是个假象 这个女人从闭上眼睛之后 就再也没有睁开过 穆老先生将水晶棺材盖打开 凑近地打量她 这么多年来了 你怎么还不想睁开眼看一看呢 算了 就这样一直睡着也好 你看 我都老了 你还那么年轻 跟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一样漂亮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 第七百七十九集 不管穆老先生如何诉说忠诚 棺材里的女人都没有任何反应 她静静沉睡着的模样 美好的像是一幅画 当年穆老先生就是被这种美好俘虏了 不止一次做出了荒唐的事 这些荒唐事连她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就像现在 拼命地吊住这个人的最后一口气 用天地灵气滋养这副躯壳 用数不清的干净魂力来修补她的原神 即便是这样 她也没有醒来 穆老先生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 以至于所有的条件都具备了 可她就是不醒 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 有时候一觉醒来 她突然会有放弃的冲动 可每次一看到她这张脸 所有的动摇就又变成了坚定 她要守着这个女人 直到她死 她绝不会放她离开 陈旧的阵法里 摆着一尊大顶炉 那顶炉上沾满了服录 老人重新加固了顶炉外的阵法 然后将炼魂带里的白鬼投入了顶炉里 白鬼皆由鬼煞而来 其中还有好几只厉鬼 他们魂体犹在 鬼力尚存 只是被炼魂带炼制一段时间 意识变得混混顿顿 进入顶炉之后 穆老先生立马盘膝炼顶 只见他口中默念什么法咒 时不时地再往顶炉里扔几张符录 因冷的绿火冲天而起 伴随着白鬼的惨叫声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尖锐刺耳 足足一个小时之后 那尖锐的叫声才慢慢地消停下来 最终归继于无声 穆老先生掀开顶炉盖子 从里面小心翼翼地 取出一团流动的半透明浑状物体 他又发觉将那个东西 打入了女人的躯壳里 东西没入女人身体的瞬间 又白光一闪而过 随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还是老样子 穆老先生叹息一声 这样也好 能维持这样也好 他趴在水晶棺材旁边 就这样盯着他看 有时候能看一整天 不过 这次他没打算多呆 因为他受了不清的内伤 这段时间都需要打坐疗伤 老人凝神看了女人许久 正打算离开的时候 神色陡然间一变 没有丝毫犹豫 快速离开了自己的秘密基地 几乎是刚刚关闭了地下室的入口 老人便忍不住了 他扶住一旁的书架子 手上青筋鼓动 一张老脸痛苦地扭曲了起来 不过一两分钟的功夫 那张足以混迹于人群中 不被发现的老人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发生了变化 矮小的身躯 变壮变强 不再是个七老八十的老人身体 而是四五十的结实男人身躯 那张放在人群中 分分钟就能被淹没的大众脸 也变成了一张风水界 所有风水师都熟知的脸 这人正是苏可和一行人 查询不到踪迹的老狐狸 阴正绝 演变还未结束 那肉身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高大的身躯快速缩水 变得鼓受凌循 腰背勾搂 身上鼓出了一个个的脓包 里面有虫子在蠕动 眨眼间就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怪物 这是苏可可最后一次 见到阴正绝的样子 他在苏木城部下的陷阱里 吞噬了自己的老友和合作伙伴 也继承了苗弟藤其静那一身的蛊毒 因为环境和身体的变化 他的身体滋生出了一种 具有高度腐蚀性的新蛊虫 这些蛊虫必须以身饲养 根除不尽 这样它变成了一个丑陋的怪物 阴正绝嘶哑地叫了一声 勾搂着身子快速走到书房角落 在这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摆放着一尊纯金打造的神像 这神像跟其他常见的神像不同 他穿着宽大的袖袍 弹腿而坐 胳膊也拢在宽大的袖子里 而神像的那张脸竟五官模糊 与他精致地穿着格格不入 阴正绝立马给神像上了三炷香 真诚拜神 信徒阴正绝一时耽搁了上香时间 无神莫怪 在香插入香炉之后 上面的香烟鸟鸟鸟挪挪 很快燃尽 阴正绝的体内也瞬间有了一股力量 那副可怖的像是怪物一样的身体 转瞬间又变回了之前的模样 阴正绝再次做回了不起眼的穆老先生 因为白月香的事情不能耽搁 所以苏可可这次回来得及 还没有来得及去桃花山拜见师父 事情解决之后 小两口拎着几瓶好酒上山了 刚到半山腰 苏可可便看到了山顶那一棵 遮天蔽日的大槐树 叶子油亮油亮的 在这漫天的桃花树里 鹤立鸡群十分突兀 槐树就种在小茅屋旁边 可替茅草屋遮风避雨 而住在茅草屋里的师父和曾爷爷 也能庇护这棵槐树精 叔 你这个决定真是太赞了 苏可可再一次夸道 曾爷爷随时都有可能离开桃花山 毕竟他心心念念的都是自己的曾庆馆 以后要是曾爷爷离开了 至少有这棵槐树精陪着师父 苏可可不想师父一个人太孤单 秦墨琛解释道 本来想就近一栽到墨屋那里 后来又觉得还是你师父这里最安全 虽然很折腾 但秦四爷表示 能用钱和人脉解决的问题 都不算问题 眼见着就要到山顶了 山顶上突然一阵轰隆隆雷响 转瞬间就下起了倾盆大雨 秦墨车眼疾手快地 将小丫头搂自怀里 可是没用 炎热的夏天 两个人穿得都比较单薄 又没有带伞具 一两分钟的功夫 就被淋成了落汤鸡 落汤鸡苏可可 老远就听到了师父的大笑声 这雨够不够大呀老怀 要是不够 我再给你加点 师父明显在恶作剧 但槐树精却很感激 正儿八经地道谢 谢谢谢谢 足够了 苏老头顿觉无趣 这槐树是不是傻 逗他玩都看不出来 苏可可看着远处不规矩的小老头 鼓了鼓塞帮子 师父病还没好呢 就胡乱动用法力 这是使用了奇语符吧 还是好几张一块用的 简直胡闹 这一声胡闹 也不知是从哪儿学的 说得一点气势都没有 语气满满的纵容 却无可奈何 秦莫称附和道 是不对 所以一会儿你去说说他 然后苏可可便气势汹汹的 找小老头算账了 本集播讲完毕 咱们下集见哦